然君士坦丁堡主教是东罗马帝国的政治臣民 那承认该主教在教会的至上权 可以被看成是默认帝国的政治宗主权 885年 鲍利斯接纳了流亡的说斯拉夫语的教士 从而无需窝藏说 希腊语或拉丁语的外国教士 便可建立起一个保加利亚的民族教会 在斯拉夫语成为保加利亚的民族语言之后 保加利亚向西南部的扩张 加强了处在以前 曾说突厥语的保加利亚国 创建者统治之下的斯拉夫语居民 在政治较量中的力量 885年之后 保加利亚发明了一种新的更简单的字母 它被错误地说成是希腊尔字母表 来代替君士坦丁 希腊尔本人发明的格拉哥里字母 保加利亚人 以及所有后来改宗东正教的斯拉夫人 和一部分在达尔玛提亚群岛改宗 罗马基督教的斯拉夫人 都以塞萨洛尼基内陆地区所说的斯拉夫 方言作为宗教礼仪用语 保加利亚的改宗 使君士坦丁堡与罗马的关系一度紧张 保加利亚的中心地区 处在君士坦丁堡主教区的范围内 但保加利亚在809年之后 扩张的领土 却位于有争议的东伊利利亚地区 但是 大摩纳维亚讲斯拉夫语的教室 在885年到达保加利亚 最终确定了保加利亚 信奉卡尔西顿基督教的东正教形式 863年的确是非同寻常的一年 在这一年 东罗马皇帝迈克尔三世 消灭了马拉提亚埃米尔的远征军 君士坦丁 希里尔和美多迪乌斯 到达大摩拉维亚 也正是在这一年 君士坦丁大学重新恢复 鲍里斯沙皇的次子 和第二位继承人 汉西米恩沙皇 曾就去于君士坦丁堡 他深深迷恋着 败战亭的希腊文化 913年 当帝国的皇冠 由一个毛孩子 君士坦丁七世 波菲罗格尼图斯继承时 希米恩计划 将东罗马帝国 与保加利亚统一起来 并作为 比君士坦丁七世 年长的两位国王之一 而抢夺帝国的王位 希米恩的计划 出了差错 东罗马舰队的海军司令 罗曼努斯一事 莱卡帕努斯 抢在了他的前面 在从913年开始 直到927年 希米恩去世为止的 一场战争中 希米恩证明 自己无法用武力 强行实现自己的意志 希米恩没有海军 也未能获得 穆斯林海军的配合 因此 小亚西亚始终处在 他的势力范围之外 他既不能困死 又不能利用风暴 占领军事坦丁堡 及东罗马帝国 在东南欧领土上 其他一些有城墙的沿海城市 在希米恩死后 罗曼努斯一事 与希米恩的继承人 彼得定立了合约 他宣布 彼得是皇帝 并且是他的大主教之一 同时还将孙女玛利亚 嫁给彼得做皇后 陪嫁一笔年金 926年 罗曼努斯一事 率领东罗马 向东方穆斯林 发动了拖延多时的反攻 927-928年 异常寒冷的冬天 使东罗马帝国内部农民 大地主 与帝国政府间的 避两失衡 对于拜占庭世界来说 926-929年的事件 与860-864年的事件 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 第56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 756-911年 公元756年 加洛林王朝 统治下的法兰克王国 前途显得颇为乐观 统治者批评三世 代替了已被废除的 莫洛温王朝的 最后一个君主 被承认为 合法的法兰克国王 756年 即在他统治的第二年 批评成功地侵占了伦巴蒂 抢破伦巴蒂王 接受了他的和平条款 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伊斯兰属地 在同一年 成为一个独立的地方王国 而在此前 直到750年 它还是从大西洋 延伸到乌虎河 要杀水流域的 浮原广阔的伊斯兰帝国的 一部分 这个王国 由乌马亚王朝的 流亡成员进行统治 该王朝是在 747-750年 被占据现今 已经分裂的伊斯兰帝国 其余地区的 巴巴斯王朝推翻的 批评的儿子查理二世和卡罗曼二世 在768年 继承了批评的王位 771年 卡罗曼过早去世 查理及查理曼 成为唯一的国王 大权 在773-774年 查理曼吞并了伦巴蒂王国 随之拥有了法兰克国王 和伦巴蒂国王的双重头衔 作为罗马人的贵族 他又在事实上 吞并了他和他的父亲 正式为教皇保留 或收复的前东罗马帝国 在意大利的领土 教皇缺乏必要的权力 对拉维纳周围 前东罗马的领土 进行有效的控制 虽然他对这片地区的统治权 是由法兰克人 而不是由 东罗马帝国政府给予的 作为要求法兰克人 帮助收复拉维纳地区 教皇从未对他 进行过统治的结果 教师现在 甚至又把自568年以来 历代教皇 为了东罗马帝国政府的 利益实际行使者的 对笛卡特斯 罗曼努斯的统治权 交给了法兰克人 当时 由于伦巴德人的入侵 东罗马帝国 在意大利的领土 分裂成许多彼此孤立的地区 北意大利人 接受了773至774年 北意大利和高卢的政治联盟 伦巴德人 本来就是法兰克人的晋知 在公元七世纪 他们也放弃了阿里乌教派 而改信天主教 成为与法兰克人 同教派的人 伦巴德人 从前属于罗马的臣民 也和法兰克人 在高卢地区前 属罗马的臣民是晋知 而且 在这两个地区 占人口大多数的 从前的被征服者 也和从前的征服者 联合起来 在法兰克的北部边疆 仍然是 异教徒的撒克逊人 更加激烈地 反对法兰克人的征服 虽然撒克逊人 和伦巴德人一样 也是法兰克人的晋知 这场战争的发展 就和扎氏丁尼一事 对东戈特人的战争一样 扎里曼用了32年 772至804年的时间 才征服了大陆上的 撒克逊人 战争初期 取得了虚幻的 迅速前轻易的胜利 但本久就遭到了 猛烈的反击 法兰克人损失惨重 在778年 即撒克逊人 第一次反击的那年 扎里曼又轻率地 在西班牙 开辟了第二战场 当他从西班牙撤退 以对付撒克逊人时 由罗兰 法兰克 对付布列塔尼的 边区总督 率领的后卫队 被巴斯克人歼灭了 巴斯克人和布列塔尼人 不堪忍受昂格鲁 撒克逊人 征服布列颠的流亡者 都是小民族 但他们很难对付 法兰克人的邻居 居住在匈牙利境内 非地的草原国家的 阿瓦尔人 也是从前属于 土耳其游牧领主的 一群逃亡者 查理曼在保加利亚人的帮助下 于791至805年间 消灭了匈牙利 大平原上的阿瓦尔人 在这四个不同地区的战争 始终对查理曼的资源 造成了难以承受的 累积的压力 查理曼的后代 就像扎士丁尼一世的 后代一样 为这野心勃勃的 领土扩张政策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查理曼为了征服 莱茵河与伊北河之间的地区 于772年发动了战争 这距离奥古斯都大帝 实施同一件尾业 已有784年 离他放弃这一计划 也有758年 查理曼成就了 奥古斯都的未经之夜 他强迫撒克逊人 改信罗马天主教 以强化对他们的征服 大陆上的撒克逊人 皈依西方基督教以后 没有出现反复 但是 在征服一个蛮族邻居的同时 查理曼招致了 另一个邻居的反抗 当查理曼把复兴的和扩大的 罗马帝国的北部边界 肯进到丹麦的南部边界时 丹麦人对帝国野海地区 实施海上攻击 进行报复 这就是下一章 将要论及的斯堪蒂娜维亚人 崛起的开端 公元800年 在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 教皇利奥三世 为查理曼加冕 称之为罗马人的皇帝 我们不知道 利奥三世这样做 是否是由于查理曼的提醒和要求 但毫无疑问 查理曼得到帝国皇帝的称号 在外交上则是必要的 只要他一日 没有被军事坦丁堡的罗马皇帝 他对这个头衔的权力 是不可质疑地承认为皇帝 他的微信 就一日处于危险之中 军事坦丁政府 已承认查理曼为筹码 已对东罗马帝国有利的条件 全面解决了 长期悬而未决的领土争端 有关的谈判在811至812年间进行 在查理曼死后的814年 得到批准 恢复以灭亡的西罗马帝国的名字 要比恢复他的实体容易得多 查理曼缺乏足够的受国教育 经验丰富的人员 供他支配 以管理他吞并的广大地区 只要帝国是在一个强有力的 受人尊重的统治者的完整的统治之下 他的巡回检察官制度 就是他能对他的地方行政官员保持一些控制 查理曼还从洛森伯里亚 聘请了天才的阿尔昆 做他的教会和文化顾问 查理曼本人还有一个优势 即他是他的能干的父亲批平三世 和祖父查理 马特尔的继承者 他的兄弟卡洛曼的早妖 在政治上对他来说也是有利的 但是查理曼的儿子和继承者前程者 路易控制不住局势 加洛林人也继承了莫洛温人 政治上灾难性的行动 他们把法兰克王国当作私有财产 在相互敌对的后四之间进行分配 843年 前程者路易的三个儿子 瓜分了加洛林帝国 胖子查理881至888年 在位时期的重新统一 也终无成效 在西法兰克及法兰西 加洛林王朝一直存在到987年 但是加洛林人的这些后继者 也和穆洛温王朝的懒王们 同样无能 在九世纪结束之前 过去受到查理曼的巡回检察官监督的 地方行政官员 已成为事实上独立的世袭的统治者 教皇也重新成为迪卡特斯 罗曼努斯事实上的统治者 无论地方统治者 还是徒有虚名的加洛林封建领主们 都无法对付 连查理曼也为之头痛的 斯堪蒂娜维亚人的海上袭击 到九世纪 斯堪蒂娜维亚海盗 和西班牙 西北非洲的海盗 一起进攻 已经分崩离析的 加洛林帝国的 地中海沿岸地区 在846年和849年 非洲穆斯林入侵者渡海 发动了进攻 差一点和455年的 汪达尔人一样 占领罗马 罗马本来是 加洛林帝国的一部分 在843年 被分给名义上的皇帝 洛泰尔一世 但是 是叫基利奥四世 而不是洛泰 在849年 加强了台伯河右岸教区 圣彼得大教堂 就在其中的防御 从而拯救了罗马 896年以后 在斯堪蒂娜维亚海盗 和西方穆斯林海盗 继续海上进攻的同时 马扎尔骑兵 也从陆上进攻 欧亚混血的 马扎尔游牧民族 被更加凶悍的 佩切涅阁人赶往西方 于896年 定居在已经灭亡的前 居住于 今日匈牙利境内非地草原国家的 阿瓦尔人 所遗留下来的空旷地区 九世纪和十世纪野蛮人的入侵 要比五至六世纪的入侵 对西方基督教世界造成的灾难 更为深重 扎里曼 恢复西罗马帝国的努力 似乎起了反作用 然而 从内部 看来已破烂不堪的西欧社会 在降临于斯的野蛮人眼中 却又一次极富吸引力 在911年 西法兰克的加洛林王傻瓜查理 被迫默许一批斯堪地纳维亚海盗 在今日的诺曼底永久居住 条件是 他们皈依基督教 显然 扎里曼所从事的文化事业 比他建立帝国的伟大事业 更为成功 诺曼人强行进入了西欧 但他们又成为西欧文明的俘虏 他们把加洛林国家的这块土地 据为已有 却又满怀热慎地 接受了这块土地上的语言 生活方式 风俗习惯和宗教 910年 即斯堪地纳维亚人 在诺曼底定居的前一年 加洛林人的一个后代 在勃耿地的克里尼 建立了一个修道院 勃耿地过去就是 早期基督教世界 相互联系的地理交汇点 而且早在三个世纪前 圣克伦巴 就在勃耿地的旅克色伊 建立了爱尔兰修道院 洛曼底和克里尼的修道院 并未能很快开花结果 对于西方基督教世界来说 这标志着时代的转折 但在修道院建立之初 这一点是很难断定的 十世纪上半叶 西方基督教世界处于最低潮 在随后的一百年中 洛曼人和克里尼人表明 西方基督教世界 正从扎里曼早熟的野心勃勃的政策 所带来的重压下 摆脱出来走向复兴 第57章 斯堪蒂纳维亚人的崛起 793至1000年 斯堪蒂纳维亚人 在公元793年以后的崛起 和633年以后 阿拉伯人的崛起一样的突然 猛烈和出人意外 而且像阿拉伯人的崛起一样 斯堪蒂纳维亚人的崛起 也有明确的原因 直接的原因是 爆发于蛮族变动不定的边界之外的 一场大规模战争 他又一次使交战国筋疲力竭 也又一次使他们成为令人艳羡的猎物 与此同时 根本的原因则是 长期以来 野蛮和文明相互作用的刺激 斯堪蒂纳维亚 在冰河时代末期 就有人类居住 旧石器时代初期的狩猎者 随着冰盖的后退而前进 最后在斯堪蒂纳维亚地区定居下来 在公元前3000纪结束之前 农业革命西北方向的先驱者们 就已开始在丹麦和瑞典南部的肥沃土地上进行耕作 这样到维基人崛起的时候 农业人口至少已在斯堪蒂纳维亚南部定居了3000年 尽管他们在公元前的最后两个世纪 不断地从斯堪蒂纳维亚向南迁移 他们此次的崛起 也和793至1066年的崛起一样 只不过是斯堪蒂纳维亚历史中的一个偶然插曲 同时南方的先进文化分成几个阶段 进入斯堪蒂纳维亚 对其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前一末化的 斯堪蒂纳维亚各民族与南方文明关系的盛衰 对其人民心理上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 扎里曼对大陆撒克逊人的征服 更使这种状况陷于危机 这次崛起 密切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北部边疆 与斯堪蒂纳维亚的联系 虽然奥古斯都大帝在公元14年 放弃了把罗马帝国的边疆 推进到一北河畔的努力 在公元后的最初三个世纪中 希腊罗马文明仍然生机勃勃地 在斯堪蒂纳维亚传播 这种文化联系 由于五世纪东日尔曼人 和法兰克人的民族大迁徙 以及希罗马帝国的被推翻 而一度中断 由于撒克逊人的介入 斯堪蒂纳维亚与外界隔绝 后来又脱避于 自称为希罗马帝国后四的 基督教约尔曼国家的保护 撒克逊人被法兰克人征服 并被迫改宗基督教以后 斯堪蒂纳维亚人猛然发现 他们又和南方文明有了联系 而且联系的比以前更为密切 查理曼在斯堪蒂纳维亚人 心目中的形象 可由下面一件事表现出来 在斯堪蒂纳维亚 马格努斯是作为人民普遍使用 而不是作为一项头衔 斯堪蒂纳维亚人 对这段动荡历史的反应 是进攻性的 他们的进攻包括了大片地区 在880年 瑞典侵略者渡过波罗的海 泛州涅瓦河 商定了水路连运的分界线 又沿福尔加河顺流直下 最后到达离海东南角的阿巴斯坤 在西北方向 从987年到1025年 斯堪蒂纳维亚人 在北美大陆的东北部海岸 建立了几个居民点 他们从格陵兰 到达他们所称之为文兰的地方 他们又自冰岛渡海而过 于985至986年 占据了格陵兰的西部沿海 自874年以来 冰岛上也一直有挪威人居住 居住在格陵兰和文兰的 斯堪蒂纳维亚人士 迄今已知的从旧大陆 渡过大西洋 到达美洲的最早的人类 维京时代的斯堪蒂纳维亚海盗 各有不同的命运 有些海盗始终没有定居 这些海盗 对他们的受害者的影响 是消极的 但是海盗自己 也受到他们的冒险经历 和他们掠夺回家的战利品的经济 和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 海盗的最早的受害者 是建在加洛林帝国和不列颠沿海岛屿上的基督教修道院 例如 林迪斯方修道院和爱欧纳修道院 就分别于893年和895年遭到洗劫 有些海盗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定居 作为对他们改变信仰的回报 我们已提及911年他们在诺曼底的定居 实际上早在878年 经过阿尔弗列德国王的协商 斯堪蒂纳维亚人 就在英格兰的丹麦法施行区居住 有些斯堪蒂纳维亚人 先是毫无理由地 强行在爱尔兰野海居住 但最后他们也都改进了基督教 其他斯堪蒂纳维亚人 也在已经有了人类居住 但当地居民仍是异教徒的地区居住下来 这一部分人中 最重要的居住者就是罗斯人 俄罗斯就是由他们而得名 他们在语言上 被他们讲斯拉夫语的臣民同化了 在他们东罗马的牺牲者的影响下 也改进了东正教 最后还有一部分人 在过去无人居住的地方居住 一例如格陵兰 在冰岛 在斯堪蒂纳维亚人 以前就有爱尔兰基督教修道士居住 在文兰他们 与一个土著民族相遇 或许是被强迫驱赶了出来 在旧大陆 维基人手下的基督教徒 和穆斯林人手下的受害者 在军事上无法和他们的进攻者相比 英勇的 多才多艺的阿尔弗列德国王 被迫以一定条件允许侵略者居住 33年后 傻子查理接受了这些条件 基督教的政策 就是使斯堪蒂纳维亚人 皈依基督教 从而驯服他们 基督教传教士 在这方面的工作 也是迅速地 勇敢地和锐意进取的 历史上记录下来的维基人 侵袭加洛林帝国沿海的最早日期 是799年 问鼎丹麦王位的哈拉尔国王 于826年 在英格尔海姆前程者 路易德宫中领受了洗礼 又把一位法兰克传教士圣 安斯加尔带回国 圣 安斯加尔在丹麦工作了两年多 直到他的保护人哈拉尔国王 被驱逐 然后他又去瑞典传道两年 831年 在汉堡建立了一个 由圣 安斯加尔任主教的大主教辖区 汉堡在845年 遭到维基人的洗劫 大主教所在地 迁移到布莱梅 汉堡 布莱梅大主教 把整个斯堪地纳维亚 作为自己的主教辖区 东罗马教会的反攻 和法兰克人同样冒险 860年 罗斯人进攻军事坦丁堡 其结果只是于867年 在地涅伯河边的 乌克兰罗斯人的作战基地 基辅设立了一个 东正教的主教 874年 又设立了一个大主教 957年 基辅的统治者 奥尔加大公妇人 去军事坦丁堡 访问了东罗马皇帝 军事坦丁七世 波菲罗格尼图斯 他可能已经在基辅受过洗礼 他的儿子 斯维亚托斯拉夫 放弃了这个新宗教 但是基辅的基督教团体 仍然保存了下来 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儿子 弗拉基米尔 于989年 皈依了东正教 作为奖赏 他迎娶了巴西尔二世的 妹妹安大 作为妻子 丹麦国王哈拉尔 戈尔姆 金占了撒克逊皇帝 奥托二世的领土 他以奥托 给予他和平 作为交换条件 在974年 改信了罗马天主教 奥拉夫 特里格维森国王 995至1000年在位 强行在挪威 推行罗马天主教 在这里 也和在斯维亚托斯拉夫 统治时期的基辅一样 对改变信仰的反抗 是强烈的 当大约1008年 奥拉夫 斯科托克努 命令强迫改信基督教时 瑞典的反抗 也和挪威一样的强烈 但是在1000年 及奥拉夫 特里格维森 在和另一个信奉天主教的 斯堪 蒂纳维亚国王 丹麦的斯文作战中 战死的那一年 冰岛人自愿地 集体改信罗马天主教 他们的动机是政治性的 他们担心 如果他们仍然分裂为 天主教和非天主教两派 他们脆弱的共和制度 就会瓦解 在维京时代 斯堪蒂纳维亚人 在外建立的社区中 冰岛共同体 是相互联系最紧密的 在改宗基督教以前 斯堪蒂纳维亚的诗歌 正是在冰岛 被全部保存下来的 冰岛传说中的男女英雄们 都是从前基督教时代 直到并包括改信基督教的 那一代人中的冰岛人 然而 前基督教时代 冰岛文学 都是经十二和十三世纪 冰岛的基督教徒之首编辑之后 流传下来的 挪威在九世纪时 发明了一种新的诗歌形式 在文化上 冰岛和挪威 是维京时代 斯堪蒂纳维亚世界 第一流的国家 政治上 维京时代的瑞典给世界历史 留下了更深刻 更为持久的影响 在诺夫哥罗德 和基辅定居的罗斯瑞典人 是俄罗斯国家的缔造者 而且 当989年 俄罗斯改宗东正教时 局限在旧大陆 欧洲半岛异域的 西方基督教世界 已处于东正教世界的包围之中 在922年 之前的某一时期 东正教世界 又被得到福尔加和的保加利亚人 忠诚支持的伊斯兰世界所包围 但是 俄罗斯人在数量上 则是福尔加保加利亚人 无法企及的 这样 公元989年 俄罗斯的改宗东正教 就为东正教世界 最终向北 扩展到北冰洋沿岸 向东 扩展到北太平洋沿岸 开辟了道路 第58章 印度和东南亚 647-1202年 到647年 戒日王趋势时 印度文明已经强烈地显示出 童话外邦的能力 公元前二千级以来 亚利安入侵者将他们自己 以及他们的语言 强加给印度北部 并把他们的制度 传遍整个印度次大陆 但他们没有逃脱 被征服者的文化吸引力 同样的命运 也击倒了一个又一个 从西北部入侵印度的征服者 例如木空一切地 蹂躏了孔靴帝国 断壁残元的希腊人 以及凶猛地击溃极多帝国的匈奴人 有些希腊人 皈依了佛教和印度教 匈奴人则由于加入了沙迪立种姓 而并入了印度社会 在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 对大陆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 进行文化征服的竞赛中 印度文明几乎整个占领了 这片广大的地区 只有越南北部除外 在这两种文明 于公元七世纪上 办其对西藏 进行文化征服的竞争中 印度文明也再一次成了盛方 由于一种印度宗教 即大乘佛教传入中国本上 并通过中国传入朝鲜和日本 印度文明取得了一次 最伟大的文化胜利 穆斯林是第一个 不受印度文明同化的入侵者 有的佛教徒和印度教徒 皈依了伊斯兰教 但没有穆斯林皈依佛教和印度教 伊斯兰教在印度斯大陆 作为政治上的统治者 站稳了脚跟 但由于不受印度文化的童话 一直是一种一己势力 外族入侵产生的这种新的后果 打破了印度人生活中 宗教和文化上的一致性 这样一来就改变了印度历史的进幕 的确 印度教与索罗亚斯德教和基督教相比 在穆斯林统治下 显示了更强的生存能力 在印度 大量皈依伊斯兰教的现象 只发生在那些当地居民 大多是五种性者的地区 穆斯林征服者则发现 尽管印度人不是多是论者 就是一元论者 他们必须把不皈依伊斯兰教的印度人 当作有惊人来对待 因此 根据严格的穆斯林律法 印度人是不值得宽容的 但这种律法却无法实行 因为被征服的印度居民人数众多 颇具教化 又是必不可少的 穆斯林对珠穆拿河 恒河流域 和孟加拉地区的征服 最多只用了十年 一一九二至一二零二年 或许仅用了七年 一一九二至一一九九年 他们在这些年间 征服印度的步伐 甚至比七世纪 征服西南亚的步伐 还要快 而印度在十二世纪末 蒙受军事和政治灾难 是不足为怪的 更引人注意的倒是 印度斯大陆大部分地区 居然在这么长的时间内 没有受到穆斯林的征服 前面已经提到 在戒日王死后 一个中国使臣 曾从西藏兴师远征 击败了一个 篡夺戒日王王位的人 印度在军事上的虚弱程度 可想而知 从六百四十七年到一一九二年 印度以及大陆东南亚 和印度尼西亚的 大部分印度化地区 一直处于分裂之中 昙花一现的地区小国临四至比 没完没了的相互混战 加剧了印度世界 在政治上的分裂和混乱状况 分散了他们的力量 在九百九十一年 一千零一年 以及一一九一至一一九二年 被印度彼此混战的各国 也却曾联手抵抗穆斯林的侵略 但每一次 这种联合行动都为时过晚 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 印度诸国从未建立过 永久性的政治联盟 哪怕是地区性的联盟 来抵御穆斯林的不断侵败 而穆斯林的侵犯 也像中国使臣 在戒日亡死后 兴师远征大样 过于轻而易举 这似乎是个不祥之兆 七百一十一年 统一的乌马亚伊斯兰国家 征服并吞并了印度河下游 以及向北直到穆尔坦的地方 印度人发起了猛烈反攻 伊斯兰国家在印度土地上 建立的这块孤立无助的飞地 似乎难以保住 但穆斯林一直未能 被逐出这个地板 突厥穆斯林加瑟尼王朝的 埃米尔塞布克特金 在991年 战胜印度诸王的暂时联合以后 在开波尔山口以东 白沙瓦地区 取得一个立足点 1001年塞布克特金的继承者 马哈茂德获得胜利后 取得了加瑟尼王朝领地以东 直到拉荷尔的地区 马哈茂德还吞并了印度河流域 从穆尔坦向南 直到海滨的 已经成为伊斯兰国家飞地的领土 1001-1024年间 他还越过其永久征服地的东部边界 远征珠穆拿河 恒河流域和古吉拉特 这是北印度其他地区里 192-1202年间 遭到取代加瑟尼王朝的 古尔人征服的前奏 他们是来自中央阿富汗高地的蛮族 加瑟尼的马哈茂德 在1010年 刚才征服过他们 并使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 由于印度人之间常常互相发生冲突 穆斯林对印度领土的 鉴刺征服就变得更为容易 在北部 戒日王的直接政治继承者 是拉杰普特人 众王之子 其王族祖先 是五世纪南下印度的 匈奴人的各个部族 大约从750年起 拉杰普特人和建国于 孟加拉的巴拉王朝 对珠穆拿河 横河流域展开争夺 直到双方都被穆斯林古尔人推翻 在德干地区 620年 曾经阻止过戒日王南征的 遮罗旗王朝 与位于半岛东南部 泰米尔地区的帕纳瓦人 展开斗争 直到757年 遮罗旗人 被拉什特拉库塔人 暂时取代 897年 帕纳瓦人 则被侏罗人 永远取代为止 侏罗人在983 至1035年间 达到顶峰 他们比647 至1202年间的 任何其他力量 都更接近于完成 对印度世界的统一 在其国力强盛的半个世纪中 侏罗人确实统一了 印度大陆的整个东南部 向北直到通格拉巴德拉河 和哥达瓦里河下游一线 他们吞并了 东北部更远的杰林加 甚至对孟加拉的 巴拉人领土发起袭击 侏罗人还向海外扩张 他们吞并了西兰 和马尔代夫 安达曼和尼克巴群岛 1025年 袭击了苏门达拉的 势利佛氏王国 1068至1069年 袭击马来半岛 尽管如此 遮罗旗人于973年 推翻了曾经推翻 他们的拉什特拉库塔人 然后与侏罗人展开争夺 就像当年第一遮罗旗王朝 同帕纳瓦人展开争夺一样 这一争夺直到旨在控制南印度的竞争双方 筋疲力竭时为止 遮罗旗帝国于1190年垮台 诸罗王朝在1216年垮台 诸罗人在鼎盛时期 曾经建立起一套有效的行政制度 但他未能保存在到诸罗帝国垮台的时候 1216年以后 南印度为穆斯林的入侵敞开了大门 从1202年起 他们就已经成为整个北印度的主人 在苏门达腊 建立于七世纪末期的势力佛师帝国 取得了对马六甲海峡两岸的控制权 势力佛师政权从G世纪末开始达到鼎盛 直到1025年被侏罗人的远征削弱 在爪哇 建立于八世纪后半期的夏连特帝国 统治了柬埔寨 袭击战婆 并取得了势力佛师的王位 将其变成夏连特王朝的分支 夏连特王朝于九世纪末衰落 但这个爪哇人的国家 和他在当地的继承者 阻止了苏门达腊的势力佛师帝国 对印度尼西亚的统一 尽管势力佛师控制了马六甲海峡和迅他海峡 这使势力佛师掌握了从海上控制印度洋 和中国海之间通道的两个关键地带 大陆东南亚已知的最早居民 操南方语族的孟高棉语之诸语言 现在柬埔寨和缅甸部分地区仍讲这些语言 印度的蒙达诸语言也属于这个语族 占博地区现在的越南中部德占人 所操的是同源的奥斯特罗尼西亚 马来语族中的一种语言 但自公元两世纪 极有记载的东南亚历史的最早年代以来 东南亚在文化上受到来自西部的宗教和艺术影响的入侵 在人种上受到来自北方的移民的入侵 印度和西兰是西部文化影响 印度教的 佛教的 和穆斯林的来源 北方的移民 是讲东亚大陆单因节语族诸语言的人 这些移民 和被他们驱往南部的操南方诸语 和奥斯特罗尼西亚诸语的居民一样 受到印度文化影响的强烈感染 只有越南人采纳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式的大乘佛教 尽管他们在政治方面成功地抵抗了与中国的永久合并 在公元前111年第二次被中国吞并后 越南人在公元939年又一次获得了政治独立 越南人很早就在现在的越南北部定居 公元前214年左右 该国第一次被中国吞并 越语属于丹音节语族的汉太语之 缅甸人的语言属于这一语族的藏 缅语之 他们在850年左右到1050年之间 某个时候从西部移入现在的缅甸地区 在线属上缅甸的普干王国的缅王阿努律陀在位期间 1044至1047年 缅甸人征服了缅甸的其他地区 这里的居民是孟人 孟语和印度宗教与文化的孟语语文 直到1167至1173年以前 一直在该国北部流行 在那里 一只糙绵语的居民早已在此定居 从975年开始 战魄与越南不断交战 从1145年起 又与柬埔寨不断交战 大陆东南亚的这些战争 是印度尼西亚的势力佛士 和夏连特帝国之间 印度的侏罗和遮楼齐人之间 巴拉和拉杰普特人之间的斗争的翻版 大陆东南亚与印度一样 地区小国之间没完没了的战争 是由于来自外部的军事干涉 才搞结束的 13世纪 东南亚遭到蒙古人的入侵 同时 一部分地区被来自南兆 今中国云南省的泰人占领 7世纪后 半期到13世纪前半期 印度文明的军事和政治史读起来 就像是一个傻瓜讲的故事 其实在大多数时间和地方 战争与政治的历史大都如此 但印度世界这些活动 特别是这一时期的这些活动 显然是毫无意义的 意义重大的领域是宗教和造型艺术 在印度社会 宗教除了包括仪式和精神体验外 还包括了社会组织和习惯法 我们如果从军事和政治方面 转向宗教方面 就会发现 这一时期 印度文明的历史是有意义的 这一方面的头等大事 是佛教在斯大陆上的逐渐退却 在这里 佛教的最后堡垒 是孟加拉的巴拉王国 孟加拉于1199或1202年 遭到古尔人穆斯林侵略者征服 使佛教在印度受到致命的打击 在这里他们有意摧毁佛寺 其实 如果印度的佛教 不是在过去的六七百年间 已经处于衰落状态 也许他还是可以经受这次打击 免遭灭顶之灾的 齐纳教的命运正与佛教相反 齐纳教从未扩展到东亚或东南亚 但另一方面 他在印度也从未遭到灭绝 尽管他从未超出一个小教派的规模 上作部佛教的遭遇与齐纳教相同 虽然他曾在塔里木盆地与大成佛教相争 但当大成教派进入中国后 他就退出了竞争 另一方面 上作部在次大陆不是次大陆本土 而是西兰保持了一个立足点 1190年 一些梦人和高棉的上作部僧人 访问西兰 并将僧切罗是上作部佛教 移植到了缅甸 对东南亚来说 这一事件的意义 与十年之后 穆斯林的军事征服 对北印度来说同样重大 占统治地位的少数穆斯林外族入侵者 由于当地人的皈依而得到加强 他是印度第一次处在 他们无法进行文化童话的主人统治之下 在宗教和艺术方面 印度与东南亚互相交战的地方 小国的军民 收到了具有永久意义和价值的结果 巴拉王国不仅把大成佛教 在七世纪传入西藏 而且在八世纪传到更远的爪哇 大成佛教在爪哇 没有存在多长时间 但它留下人类最美丽的艺术作品之一 婆罗浮屠 这座永久性的封碑 772年 夏连特王朝的创建者 在这里把一座小山丘 为建成一座祖赌波 装饰在盘旋上升的台阶上的浅浮雕 描绘了大成佛教整个神话 和玄学世界的图景 这一精美的艺术作品的自然背景 与它的建筑和雕刻同样美丽 耸立在一边的陡峭的山脉 与另一边一望无际的翠绿稻田 摇向灰影 婆罗浮屠使创立了这个丰碑的短命的夏连特帝国 得到了永生 柬埔寨王国创建于公元六世纪 并一直存在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他在吴歌有机会给后代留下了大量杰出的建筑作品 其中的杰作是吴歌窟 这是国王苏叶巴摩二世 1113约1145年建造的一座庙宇 不论是从建筑设计的对称性 还是从使梁柱显得活泼的图案的生动性来说 都堪与雅典未成的帕特农神庙相媲美 在南印度的斯拉瓦那 比尔哥拉 其那教徒也创造了佛教子弟 在中爪哇的婆罗浮屠创造的那种业绩 他们都是大自然向人类的艺术 俯首称臣 在婆罗浮屠 大自然是被耐心处理的 在斯拉瓦那 比尔哥拉 大自然则是被压服的 983年 他们将衣衫而建的寺院背后的两座山峰产去一座 使它成为一位宗教英雄的巨型素项 这座巨像就是山体的一部分 周围的山体都被剥离开来 山岩坚硬 陡峭 酷热 颜面烧焦了攀原者的脚底 这座齐纳教的纪念碑毫无美感可言 但它的庄严雄伟却足以令人敬畏不已 在这一方面 无论吴歌窟还是婆罗浮屠都无法与之相比 侏洛人未能建立一个永久的帝国 但他们留下了永久的纪念碑 在侏洛王朝的鼎盛时期 印度寺庙建筑的南部风格达到了顶峰 647-1202年间的印度 最有影响的两个人物不是战士 不是统治者 甚至不是建筑师或雕刻家 而是两位哲学家 商洁罗约788-838年 和罗慕奴都约生于1028年 活到12世纪 这两位伟大的导师都是南印度人 商洁罗的家乡 在半岛东南端的喀拉拉 罗慕奴都出生于泰米尔地区 但整个四大陆都是他们的传道场 当时的印度各种姓间 存在着社会屏障 但对圣贤来说 不存在任何地理上的屏障 他们也不受政治世界和语言世界的限制 商洁罗和罗慕奴都都很关心一个 早在公元前六世纪 就已有人讨论的问题 自然现象之中 和背后的终极精神 实在的本质是什么 这种精神实在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商洁罗是一个不妥协的一元论者 他认为 人类不同于最终的客观实在 自然现象的世界是虚幻的 如果事实确实如此 那么个人以及个性 也就必然被算作虚幻的自然现象之一 在作为整体的客观实在中 无法容纳一个个人的神知 或一个个人神知的个人信徒 罗慕奴都批评了商洁罗的哲学 他主张一种修正的一元论 这可以使作为人类的罗慕奴都感觉到对皮身奴神的个人忠诚 罗慕奴都指责商洁罗是一个秘密的佛教徒 他说的不错 商洁罗的哲学是以大乘佛教的行而上学为前提的 这种行而上学是大乘佛教无视佛陀对行而上学思辨的反对而想象出来的 罗慕奴都对商洁罗的批评又是以商洁罗的命题为前提的 罗慕奴都和商洁罗都支持印度教对佛教的反动 在这一点上两人是一致的 但是如果没有佛教向他们提供思想武器 这两位新印度教的哲学家就不可能发起他们对佛教的战争 第59章 东亚763-1126年 中国文明甚至唐王朝都在中国于755-763年所经历的混乱和劫掠中幸存了下来 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经由儒家经典的竞争性考试而征目的文职官员 正是他们使得中国社会幸存了下来 文职官僚花费了一定的时间重新确立他的统治 宋朝又复兴了这一制度 大灾难前夕建立的汉林院激发了文职官僚们的群体意识和个人野心 文职官僚以反对革新同时反对分裂为代价 强顾了中国社会的结构 780年税收的主要方式发生了变化 唐政权暂时瓦解的一个主要原因 是自五世纪后期以来行之有效的制度崩溃了 按照这一制度 政府售给农民土地 并强迫个人以缴纳赋税合幅摇曳作为回报 780年以后则只征土地税不再征收人头税 政府未能防止农民的土地为地主所攫取 农民成了店户 他们的经济地位恶化 而政府岁入却并未受到损失 政府能够强迫地主缴纳新的土地税 因为新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平均占有的土地规模 尚不足以大到使他们像悠闲的出租人那样生活 现在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大致等同于复兴的儒家官僚 这个阶级的生计部分的依赖于他的成员作为政府官员而获得的俸禄 这便为政府提供了一个把这些官僚土地所有者控制起来的手段 自蛮族入侵和政治分裂的时期 304至589年以来 在削弱佛教寺院和尼安在中国赢得的权利和财富方面 儒家官僚和道家及道教徒有着共同的利益 中国文明中早于佛教的儒家学说 在思辨上不能与大成佛教相匹敌 但在755至763年的大灾难之后的那一代人中 却产生了新儒家学派的第一批代表人物韩裕768至824年 和李敖约组于844年 这些新儒家就像同时代印度的印度教新议员论者商洁罗一样 实际上都是隐蔽的佛教徒 他们重新恢复了儒家学说的活力 其方式是在儒家学说中注入大成佛教的精神 以及把注意力集中于那些有助于他们 做出佛教式解释的儒家著作上 这些著作是孟子和五经之一礼记中的大学章 儒家学说的改观 使中国在精神上不再依赖于现存佛教组织机构 842至845年 帝国政府切实实施行了儒家和道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对佛教的一贯批评意见 佛教僧侣和尼姑被大量淘汰还俗 成为赋税承担者 寺院和尼安的大量财产也被没收 以旧大陆文明中心西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标准来看 中国842至845年对佛教的迫害是温和的 但以东亚的标准来看它又是严厉的 这次迫害并没有消灭中国的佛教 不仅在深奥高级的层次上 而且在大众化的层次上 佛教教义与儒家学说和道教教义都已经不可分解地缠绕在一起 在大众化的层次上 这种缠绕的程度甚至更高 在儒家和道教的掩盖下 佛教教义继续对中国人的精神理智生活发生着重大影响 然而842至845年的宗教迫害 不仅仅局限于佛教 也殃及了其他的宗教 这些宗教与佛教不同 他们是新晋从外国传入的 在这场严峻的考验中 摩尼教 索罗亚斯德教和基督教的涅斯托利教派 都未能在中国生存下来 不过迫害这些宗教 没有与迫害佛教同样正当的经济和社会的理由 他们的信徒数量和财产价值相对都很小 摩尼教由于魏吾尔突厥人而在中国享有特权 自唐朝初年以来 魏吾尔突厥人一直是中国的同盟者 曾帮助唐王朝度过了755至763年的危机 他们后来选择了摩尼教为国教 但在840年 魏吾尔人被侠加斯人从 欧亚大平原今天蒙古的领土上驱逐了出来 进入了中国和塔里木盆地 842年 中华帝国政府开始压制中国的摩尼教 唐朝政权从763年一直苟延残喘到874年 在中国诗人白居易772至864年的诗歌中 在日本佛僧元人他于838至847年 在中国求法的日记中 我们获得了这个诗记中 有关中国国家事务的第一手材料 两位作者都是842至845年 中国迫害佛教和其他非本土宗教的见证人 但他们又都反映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统治既有效而又仁慈 然而作为唐政权对755至763年灾难反映的各种改革 却未能阻止其最终崩溃 唐王朝于909年灭亡 白王朝统一中国的下一个统治王朝 直到960年才建立 事实上统一政权的空白期 从874年一直延续到979年 而且中华帝国并没有完整地重新统一 它在四面八方都丧失了边缘领土 建立于713年 位于满洲东部的渤海国 像朝鲜的新罗国一样 承认唐朝的宗主地位 926年渤海为契丹所灭 契丹是欧亚大平原上的游牧族 其用语大概是蒙古语 946年 契丹人宣称自己是中国的统治者 以辽王朝的名义进行统治 尽管他们未能实现 他们所宣称的对中国的统治 但他们却于1004年迫使宋朝承认了 他们对于长城东端以南的 16个边界州的所有权 并迫使宋朝向他们进贡 1038年 党向族仿效了契丹的先例 党向是藏族的一支 唐朝曾允许他们居住于中国的西北地区 他们以西夏作为王朝的名称 夏世传说中中国第一个王朝的称为 1044年 宋朝不得不以同意进贡的代价 向党向换取和平 南方曾是中国的扩张 遇到抵抗最少的一个方向 但在939年 由于北越的脱离 中国在南方的领土永久性地缩减了 从公元前111年开始 北越一直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宋代统一中国的统治者们 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他们首先关注的是 防止帝国再次因为地方军阀的兴起而分裂 他们成功地避免了这种分裂 其代价却是牺牲军事实力 这使宋朝在处理他们 与赋予进攻性的蛮族邻居的关系时 处于不利的地位 政权体制仍然需要彻底的改革 文职官僚中出现了一位目光锐利 精力充沛 富有多气的改革家王安石 1021至1086年 1069至1076年 王安石进行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改革 而且这些改革措施 在整个宋神宗统治时期 1067至1085年 都得到了贯彻实施 王安石之所以能够推行这些改革 是因为他得到了皇帝的信任 宋神宗死后 王安石的改革措施 于1085至1086年 被全部废除 尽管这些措施 是整治宋代社会弊病的良方 王安石失败的原因 与公元前14世纪 埃及法老阿肯纳顿改革和 公元前两世纪 意大利罗马格拉古改革失败的原因一样 王安石不得不与思想十分保守的官僚共识 在不受传统精神的束缚这一点上 他是孤独的 他的自由思想 触怒了精神上没守成规的同僚们 并使他们深感不安 无疑 他的激进措施 无论怎样 都会使保守主义者疏远 但王安石固有的挑战性格 却加剧了保守者们的反对 他所树立的敌人中 包括一些真正而杰出的人 他应该求得他们的支持 废除王安石改革方案的大臣 就是著名的史学家司马光 王安石赶到 学修士的学习儒家经典 对于官员执行实际的政务来说 是不恰当的方式 在学修士的学习中 学生的目的是迎合思想迂腐的主考官 王安石采取的补救方式是 对经典做新的官方解释 改革政府的考试制度 如果宋神宗活得更长一些 这些教育改革措施 可能会培养出一代思想开放的新官僚 与此同时 王安石还不得不通过 就学派培养出来的同僚们进行改革 尽管有这一障碍 他还是成功地将他的计划付诸实施 他安排政府向农民提供 利息低于私人高利贷者的低息贷款 他用木役的方式取代姚役 并通过按产量 而不是按面积来征收土地税的方式 来筹措木役费 把大部分负担 强加于那些最能担负得起 这些费用的土地所有者身上 王安石的这些财政措施 是755-763年以后 唐朝所进行过的改革的复活 王安石重建了农民民兵 这一措施 曾是随朝重新统一中国 和使中国恢复青春活力的先行措施 王安石的改革措施 是及时的 他们由于私人间的恩怨而被废除 但不到40年 这一避正就得到了报应 114-1125年 女真族推翻了契丹 女真族是通古斯与系的一支民族 居住于契丹王朝的东北部 在前渤海国领土之外 1115年 女真族建立金王朝 1126年 攻克宋朝首都开封 位于洛阳以东的黄河岸边 俘获了当时的皇帝 及其前任皇帝 由于遭受这一打击 宋帝国丧失了长江以北的全部领土 王安时的政敌们又回过头 来把这一灾难的责任 推到他的身上 对1126年灾难的公正评价是 如果王安时的改革 能假以时日并开花结果 灾祸是能够避免的 在军事和政治方面 中国755年至1126年的历史 是一段灾难频繁的历史 780年的改革和1069至1076年的改革 未能改变历史进程 然而在文化方面 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 却是数果累累 就像304年积极以后 蹂躏中国北部的蛮族一样 10世纪 11世纪 12世纪的后起蛮族 也强烈地为中国文明所吸引 除了自身采纳中国文明 他们还在自己统治的领土上 传播了中国文明 而这些领土 又从未纳入过中华帝国的版图 因而 中华帝国的收缩 由于中国文明的扩张 而得到了补偿 不仅在中华帝国周边兴起的国家如此 在朝鲜和日本也是如此 这一时期 中国文明与以前的时代相比 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他在当时的成就是多方面的 新儒家哲学的产生 是由程浩1032至1085年 成宜1033至1108年兄弟推动的 他们都是王安石的同代人 程浩先与王安石合作 后来又反对他的某些措施 二成完成了由他们的先驱者 韩玉开创的变革 除了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两章 程浩实际上废除了汉代注释的五经 他确立了新的四书著本 即在大学和中庸之外 又加上了孟子吉和伦语 伦语大致是孔子达弟子问的汇编 程浩的新儒家学说 成了文官教育的标准观点 而且他的行而上学 成分也为儒家学说提供了一个新的尺度 但他并不鼓励儒生 考官和官僚们独立思索 在艺术方面 唐宋时代的中国人 也不受过去时代的狙击 他们欣然接受了 随大乘佛教传入中国的 希腊印度的观赏艺术 他们将观赏艺术转化为中国式的 并发展了他们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风格 中国的山水画在宋代达到了顶峰 中国的采用瓷器也是如此 制造采用瓷器是中国本土的工艺 唐代取得了刁板印刷的成就 诗人白居易的著作 大概印刑于800至810年 那时诗人还在世 而且在他逝世之前 他的诗歌就已流传于日本 对大乘佛教经典成批印刑的需要 既有俗人的需求 也有僧侣的需求 以及应试者对儒家经典大批印刑的需要 不刺激了书籍印刷的发展 汉林院于932至953年印制了一部130卷 并配有著式的儒家经典 那时 中国在政治上还处于混乱之中 宋代最初的60年间 运行了成千上万卷的佛教经典和道教经典 其中许多套经典输入了朝鲜和日本 发明于六世纪被用于燃放爆竹的火药 至十二世纪它已被用于战争 航海和海上贸易是由印度人和穆斯林首创的 879年 当广州为中国起义者洗劫时 那里有大量的外国商人 他们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不过 与印度和穆斯林世界贸易关系的中断是暂时的 在这一贸易中 中国人发挥了越来越积极主动的作用 中国的南部海岸 当它第一次并入中华帝国的版图时 在中国人的眼里 它被看作是地球的尽头 然而现在 它却开始取代甘肃成了中国的前门 其传导桥梁作用的欧亚大平原 为传导作用更加的海洋所取代 海洋成了中国与旧大陆其他部分联络的主要媒介 在朝鲜 唐代中国的卫星国新罗 与中国本身的瓦解同时 与九世纪末期陷入无政府状态 但朝鲜的王朝中断期更短 仅从889年延续到高黎王朝重新统一朝鲜的936年 高黎王朝建立于918年 在日本模仿唐代中国的雄心勃勃的企图逐步走向失败 710年和794年 按照唐朝首都长安的形制 建起了奈良和京都 尽管规模稍小 从理论上说 整个日本帝国都是按照中国的模式管理和征税的 但是日本不可能聚集起足够而受过中国教育的官员 以满足把理论转化为实践的需求 中国通过竞争性的书本考试 征召文职官员的制度 从来未适用于日本 以天皇的名义统治各国的国司 实际上成了独立世袭的诸侯 就像同一时代 旧大陆另一段查理曼帝国各省省都伯爵的后裔们一样 然而日本的和平时期却延续了250多年 这一时期始于646年 正式采用唐朝式的制度 在这250年的进程中 中国文明 包括中国式的大乘佛教 都在日本深深地扎下了根 成了那里根深蒂固的东西 尽管日本人不能使这一外来文明保持起原有风貌 他们却能够 而且确实把它转化成了日本式的 就像中国人把印度输入的佛教转化为中国式的一样 712年到791年 产生了三部日本编年史 那时 日本国的首都是奈良 这三部历史都是用汉文写成的 尽管大多数汉字 是作为中国式的表义文字使用的 所表达的是汉语的意思 但有些汉字却是作为因素使用的 传达的是日语单词的音节的声音 九世纪 为了达到根据语音书写日文 依据汉字创造了两个音节表 从而汉字具有了语音的价值 这一发明 使得书写日语 而又不在语音上使用其他汉字 或不在表意上使用任何一个汉字成为可能 但对于书写日语 汉字与两个音节表相结合 仍然被当作表义文字来使用 这部分是由于汉字的威望 部分是因为他们清晰地表达了汉语的语词 日本人使用汉语语词 丰富了他们自己的词汇 许多借用来的汉语语词 在他们日本语的发音上是没有区别的 因而 在某一日语音节表中 这一发音的语音表述也是没有区别的 但是 同一语词在作为表义文字使用的原有汉字中 却是不能相互混同的 由于这些原因 在日语的书写中坚持了使用汉字 以至作为表义文字 汉语表义文字与日语音节因素的混合 与波罗波文的手稿同样复杂 在这部手稿中 根据阿拉米与字母表写成的阿拉米语词 被用作表义文字 表示用伊朗语方式发音的伊朗语词 然而 日文这一难以使用的文字 却为一部成熟于十一世纪初期的深奥微妙的日本文学作品 提供了表达思想情感的工具 这部杰出的作品是女官子事部的原诗物语 中国人曾经认为 他们的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 然而 到了一千一百二十六年 中国成了半个世界的中央王国 为一些文化上的卫星国所拱位 这些卫星国都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中国文明 但又将其转化为与众不同的东亚型汉文化 此外 东亚作为一个整体 已经与旧大陆的其他部分相互影响 起源于印度的一种宗教 即大成佛教 已经经由中国传播到了日本 朝鲜 以及今天称为北越的那个国家 而且 所有的东亚国家 通过海洋和陆地 不仅与东南亚和印度保持着联系 而且与印度斯大陆 另一边的伊斯兰世界保持着联系 第六十章 中美洲文明和安帝斯文明 约900-1428年 对于这一时期 如同对于以前的历史时期一样 考古学家们 在用基督纪元的年代 确定中美洲历史事件的年代方面 意见是一致的 但是 对于这一时期 安帝斯历史事件的年代 却未取得一致意见 前文已经提到 安帝斯历史各阶段相对的年代序列 是没有疑问的 但是 用公元纪年体系来表示的 任约公元前400年 到约公元1438年的绝对年代 即依据放射性碳测定年代 和依据地层学估算的年代之间 却存在着很大差异 依据放射性碳测定的年代体系 本书暂时采用这一体系 安帝斯历史兴盛 时期在公元500年左右结束 地亚瓦纳克文化 在公元900年 正走向它的末日 因而 安帝斯历史的这两个阶段 已在第48章予以论述 虽然根据地层学的年代体系 兴盛 17到900年还未结束 整个地亚瓦纳克文化的衰落 是在1000至1300年间 在中美洲世界 古典时期 约300至900年 是在衰落中结束的 在墨西哥高原 特奥地瓦坎 约600年 和乔鲁拉 约800年 先后被来自新开墾地区 以北的沙漠地带的满族攻占和毁坏 在玛雅地区 玛雅形势的中美洲文明 再次达到鼎盛的中部地区 在九世纪已被相继废弃 十世纪初 另一只北方满族托尔特克人 已经侵入沙漠南部的龙耕地带 这些托尔特克人和他们的前辈 还有所不同 他们不仅仅是破坏者 他们接触的中美洲文明 足以使他们创造 具有自己特点的中美洲文明 虽然他们位于 墨西哥湖以北的首都图拉 无法与特奥地瓦坎相比 但该城的建筑和雕塑 却有惊人的成就 托尔特克人 和他们在中美洲历史上后 古典时期的后继者 都是好战的武士 他们并不是中美洲世界 而且最早的穷兵独武者 奥尔梅克人就是好战的武士 依据波纳姆帕克的残忍壁画 提供的证据来判断 九世纪时 乌苏马辛塔和刘裕的玛雅人 也是穷兵独武者 但是在后古典时期 中美洲的军国主义 已经强烈到成为中美洲生活 主要特征的程度 在中美洲历史上后 古典阶段的初期 从安地斯世界传来了冶金术 这一技术通过海陆 可能试经厄瓜多尔沿岸 传到了墨西哥西海岸 在同时代的安地斯世界 铜后来还有青铜 被用来制造工具和武器 但除了太平洋沿岸高地上的 塔拉斯克人之外 安地斯冶金学家们 在中美洲的学生 在这方面 并未遵从他们老师的意愿 他们制造金银饰品的 技艺日益精湛 但是当阿兹台克人 在16世纪与西班牙人相遇时 他们仍然在使用 石头和木头制作的武器 值得注意的是 像阿兹台克人这样一个上武的民族 竟然从未模仿自己的邻居 和对手塔拉斯克人 让自己的工匠去制造建核锚 图拉同乔卢拉 特奥地瓦坎 拉文他 圣洛伦索一样 也毁于暴力 这一命运 在12世纪下半期 降临在图拉城 与此同时 图拉城的建成者 托尔特克人托皮尔精 被另一只敌对的托尔特克人 赶了出来 据认为是逃向了大海 传说他有一天将从海上归来的预言 被传给了托尔特克人的后继者 阿兹台克人 托皮尔精似乎从海上来到 尤卡坦西海岸 并在此为自己征服了一个威形帝国 该帝国的首都是齐秦 根据尤卡坦玛雅人的记载 在987年或此前不久 一个名叫库库尔肯的征服者 从西方的海上来到了尤卡坦 在玛雅语中 库库尔肯一指长羽毛的蛇 这也是被驱逐的托尔特克国王 托皮尔精的绰号 奎扎尔科亚特尔的意思 奎扎尔科亚特尔是墨西哥一位神智的名称 其形状就是被看成是托皮尔精的长羽毛的蛇 托皮尔精的过错 在一只托尔特克人看来 也许是他对该神的前进行为 因为该神要求人忏悔性修行 而不赞成人际牺牲 酷酷而肯 奎扎尔科亚特尔在西北尤卡坦建立的国家 从约987年持续到约1224年 该地融合了托尔特克人和玛雅人的建筑 视觉艺术 宗教 生活方式和习惯 托尔特克人的精神生活 表现为对人际牺牲的执着追求 如果托皮尔精真的就是酷酷而肯 可能还不知残人道 为了取悦较较凶恶的那部分托尔特克人 而嗜血成性的程度 但是他在尤卡坦开创的托尔特克 玛雅混合文明 却比在托尔特克征服者到来之前的玛雅 更为残忍试杀 坐落在齐勤的一座装饰有人 头盖骨壁源的平台 就是西尤卡坦托尔特克统治者 残忍性的纪念 同样能证明 这种残忍性的 还有从齐勤的肯诺特底部 挖掘出的人类遗憾 肯诺特是一种水池 人际牺牲者的尸体 被掏空之后就扔进这水池中 在建立和统治齐勤的托尔特克人消失以后 齐勤被一只流浪的玛雅人 伊查人占领 伊查人的首领 模仿齐勤的托尔特克建立者 也称自己为酷酷尔肯 他于1283年左右 在齐勤和尤卡坦西海岸中间 建立了玛雅潘城 这是玛雅地区最早的有城墙的城市 从约1283年至约1461年 该城一直是西北尤卡坦的都城 在此之后 玛雅潘城因毁于一场内战而被废弃 在尤卡坦历史上的伊查时期 就同先前的托尔特克时期一样 本地玛雅市的中美洲文明 混杂了来自墨西哥高原的成分 在一系列相继在 玛雅潘行使统治的伊查人中 有一只部落 就是在一伙墨西哥移民雇佣军的帮助下 夺取权力的 虽然玛雅潘四周有城墙 但它并不像没有城墙的 特奥地瓦坎那样 坐落在一块平地上 而秘鲁西北海岸的昌昌城 则坐落在一块 规模于巴比伦和尼罗河流域的 亚历山大城相当的长方形平地上 根据安蒂斯历史 在迪亚瓦纳科文化衰落之后的两种不同的年代体系 这一后 迪亚瓦纳科时期是在1000至1430年之间 在这一时期 安蒂斯世界在政治和文化上都不是统一的 在沿海低地 它在政治上至少分裂成三个国家 每一河流的下游地区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 齐木 奎茨曼科 清查 这些国家 使前地亚瓦纳科兴盛时期的国家相形建筑 如果我们将安蒂斯历史与希腊历史联系在一起考察 我们会发现 自己很容易将安蒂斯历史的兴盛时期 与公元前334年 之前的四个世纪的希腊化历史等同起来 在这四个世纪中 希腊世界标准的政治单位是城邦 在安蒂斯历史上的兴盛时期 就同在希腊历史上的古典时期一样 艺术也达到了鼎盛阶段 后蒂亚瓦纳科时代的安蒂斯沿海国家 相当于波斯帝国的继承者 由波斯人的马其顿希腊征服者建立的那些国家 在安蒂斯历史的这一阶段 安蒂斯沿海城市都是些建于众多河流汇合处的帝国首都 每亿国家的居民都集中居住在首都 灌溉网经过了修整 河流中的水被引来灌溉人口稠密的城市附近的水交地 齐木的首都昌昌规模就特别巨大 以致考古学家把安蒂斯历史的这一阶段 定名为城市化或城市建筑时代 这么大的城市规模是很有特色的 在兴盛时期 莫吉河流域就没有出现过 昌昌那么大规模的城市 但在质量上莫吉河流域城市化时代的陶器 和无法与兴盛时代莫吉卡的陶器相比 城市化时代并不赋予诗意 它的杰出成就不是制造装饰花瓶 而是制造金属工具 昌昌城是一排巨大的长方形建筑物 四周围有高大厚实的泥砖墙 这些城墙的目的似乎并不是为了防御 齐木国的防线是在其边疆 例如是在延伸到福塔莱萨流域低地地区的帕拉蒙加 该地大约位于流经齐木国境内诸和流域的最东南部 昌昌城市城市化时代 安蒂斯世界最大的城市 实际上也是立马城兴起前人们所知道的最大城市 但是城市化时代 安蒂斯世界最令人敬仰的神殿 是在奎斯曼科地区的帕查卡马克 该地名即得名于该地受到崇拜的神 帕查卡马克是一位普世神 他的神庙受到来自各地的朝圣者的朝拜 第六十一章 伊斯兰教世界945-1110年 在继承阿巴斯哈里发王朝的众多国家中 布瓦西德统治者于945年攻占巴格达清土的表明 始于九世纪的阿巴斯帝国的解体已不可逆转 布瓦西德王朝并不是未经哈里发同意 就自封为阿巴斯领土事实主人的始作俑者 但他却是占领阿巴斯占统治地位的行省伊拉克 并直接控制哈里发制度本身的带头羊 布瓦西德人是来自吉兰的伊朗人 他们对阿巴斯哈里发的支配 标志着伊朗人政治势力 在伊斯兰教国家中的不断增长 和阿拉伯人势力的衰落 这一趋势在747-750年 使阿巴斯人得以夺取哈里发宝座的革命中 已明显地表现出来 后来在813年 哈里发马蒙对其兄弟阿明的胜利中 再次得以显示 但是布瓦西德人不仅是伊朗人 而且也是什叶派 因而从宗教方面来说 他们在945年进入巴格达 似乎预示着747-750年革命的倒退 而不是完成 什叶派参加这场革命 使希望疾命的结果 将使阿里党人取代乌玛亚人 在当时他们未能如愿以偿 而两个世纪之后的现在 他们一物一酒的希望 似乎终于走上了得以实现的道路 在西北非 艾格莱普人已于909年 被一个声称 源于阿里和法蒂玛家族的代表所推翻 艾格莱普人是逊尼派阿拉伯人 他们只在名义上承认阿巴斯人的宗主权 法蒂玛人也是阿拉伯人 但他们的军队是库塔玛赫的伯伯尔人 法蒂玛人即想取代阿巴斯人 他们的胜利实际上是伯伯尔族和什叶派中 伊斯玛依七一玛木派的胜利 914年 他们企图征服埃及 但没有成功 不过到969年 他们成功地征服了埃及 与此同时 在890年 与法蒂玛人同属七一玛木派的什叶派社团 卡尔玛特派 试图在伊拉克建立一个国家 903至906年 阿巴斯人成功地将卡尔玛特人 从西越卧地驱逐出去 但卡尔玛特人 在阿拉伯半岛的东北部 哈萨和巴林岛 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 依靠这一根据地 他们不仅劫掠了伊拉克 还袭击了麦加 930年 他们从克尔博神殿 抢走了黑石 从864至928年 统治伊朗离海沿岸的 另一支什叶派才德派 于897年 在也门建立了第二个国家 伊斯玛一派的什叶派在977年和985年 获得了对穆尔坦和信德一部分地区的控制权 到985年 仍然处于逊尼派有效统治下的伊斯兰教世界的主要部分 只是位于河间地带和呼罗山的阿巴斯人的继承者 萨麦伊朗人的国家 和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流亡的乌马亚哈里发王朝 乌马亚人和什叶派一样 在政治上对阿巴斯人持敌视态度 在985年伊斯兰教世界仿佛正在伊朗人和伯伯尔之间被分割 如果他要重新统一 那统一者将会是伊斯玛一派的什叶派法蒂马人 而且伊斯玛一派的什叶派和伊朗人 在文化和政治方面都处在上升阶段 诗人菲尔多西 939-1020年 哲学家伊本 西纳 阿维森纳 980-1037年 和科学观察家比鲁尼 973-1048年 都是伊朗人 4月970年起 京城兄弟会在巴什拉的一个伊斯玛一派社团 开始创作一部百科全书 973年 法蒂马的伊斯玛一派 在他们的新都开罗 艾斯哈尔清真寺 创立了一座神学院 从整体上看 阿巴斯帝国政治上的分崩离析 有利于文学艺术的发展 地方宫廷的增加 促使潜在的庇护人数目的增加 伊朗版本的伊斯兰教文明 在伊朗扎下了根 它通过新波斯文学而不朽 但是 在11世纪结束之前 在985年时 被认为是合理的其他一些期望 却落空了 到1085年 逊尼派政府 在除埃及之外的伊斯兰教世界各地 都重新掌权 而且 虽然埃及仍处在 什叶派法蒂马王朝的统治之下 但法蒂马统治下的 埃及逊尼派穆斯林臣民 并没有采用他们统治者的伊斯兰教 1085年 阿巴斯王朝 仍然坐在巴格达的王座上 仍在受到监护 但从1055年起 它的主人 已不再是伊朗的布瓦西德人 而变成了逊尼派的突厥塞尔著人 突厥人取代了伊朗人 成为除了阿拉伯半岛之外的 伊斯兰教世界亚洲部分的主人 什叶派未能抓住 656-661年 和747-750年的两次机会 在969-1055年间 他又一次丧失了机会 法蒂马人和卡尔玛特人 彼此并不合作 虽然双方都属于伊斯玛伊教派的什叶派 但卡尔玛特人关心的是社会正义 而法蒂马人关心的 主要是维护自己世袭的神权 法蒂马人与卡尔玛特人的性质 也各不相同 至于布瓦西德人 他们与前两派都隔得很远 布瓦西德人虽是什叶派 但不属于伊斯玛伊派 他们宁当阿巴斯的主人 也不愿做法蒂马的臣民 在布瓦西德人看来 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什叶派中的非伊斯玛伊派的各派 和穆斯林社会的多数派逊尼派 在一点上意见一致 都不愿落在伊斯玛伊派的统治之下 伊斯玛伊派对 未能成为伊斯兰教世界的主人 心怀不满 于1090年左右 组织秘密团体阿萨辛派进行报复 他们早期的受害者之一是 取代布瓦西德人的伊朗宰相 逊尼派塞尔驻突厥人 尼扎姆 莫尔克 对于伊斯兰教世界的居民来说 11和12世纪是动乱的年代 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的解体 造成了国内法律和秩序的大混乱 巴格达的布瓦西德人政权 以及后来取代他的塞尔驻人政权 多少减轻了这种混乱 但这只是暂时和局部的 伊斯兰教世界 宪政受到基督教入侵者的折磨 更悲惨的是 他还受到迁移不定的 游牧满族的骚扰 虽然这些蛮族名义上 已皈依伊斯兰教 东罗马人在961年 夺取了克里特岛 在965年夺取了塔尔苏斯 在法蒂马人占领埃及的同一年 969年夺取了安条克 在其后的100年中 法蒂马人和东罗马人 为争夺叙利亚而互相竞争 但都没有成功 最后双方都被人赶走 驱赶他们的对手 最初是1098至1099年的 塞尔柱突厥人 后来是西方的基督教十字军 洛曼底人在1060至1090年间 征服了西西里 卡斯提人在1085年 占领了托莱多 得到释放的游牧民族 突厥人 阿拉伯人和伯伯尔人 造成了范围更广的痛苦和破坏 999年 继承阿巴斯王朝的萨迈伊朗人国家 沿着乌虎河一分为二 一部分为962年 在今天阿富汗的加瑟尼 建立的一个突厥人王朝所统治 一部分为葛罗路突厥人所统治 后者在960年 皈依了伊斯兰教 自从九世纪初以来 突厥人作为士兵 奴隶一直源源不断地 进入伊斯兰世界 他们学会了 如何乘机反抗自己的主人 999年 一大批自由的突厥人 游牧部落葛罗路人 首次大规模的定居于伊斯兰教地区 紧跟葛罗路人之后的是古兹人 他们被基尔查克人干到了西边 1040年 一只已经改宗伊斯兰教的古兹人 在塞尔柱家族的成员 率领下 打败了另一只突厥人加瑟尼人 占领了呼罗山 塞尔柱人的野心 是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帝国 在这方面 他们暂时取得了成功 1055年 他们取代了布瓦西德人 而成为在巴格达的阿巴斯人的主人 跟随塞尔柱人的游牧民 需要的是牧场和战利品 塞尔柱人与新结石的 伊朗人和定居的阿拉伯臣民共谋 让游牧的突厥人通过 1064年 他们放这些人前去亚美尼亚 1071年之后 又把他们放到了小亚西亚 但是 在这些迁移的游牧民族 开始破坏这些基督教国家之前 他们已在沿途摧毁了伊朗 1047年 法蒂马人为了报复法蒂马西北非总督区 脱离王朝 放出了两只阿拉伯游牧部落 西北非的橄榄园 曾经保证了这一地区 在迦太基人和罗马人统治时期的繁荣 他们躲过了汪达尔人的征服 和阿拉伯人的首次征服 但是 由阿拉伯人第二次征服造成的破坏 却不可修复 这并不是一次军事行动 而是游牧民族大规模的迁移 这些向西跋涉的阿拉伯游牧部落 并未到达大西洋 来自西撒哈拉的伯伯尔游牧民 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这些伯伯尔人的领袖 是一个叫做穆拉比教团的宗教兄弟会 他们是清教徒式的迅尼派信徒 1086年和1090年 他们进入西班牙 废除了好几个 未能阻挡卡斯蒂利亚人 前进的西班牙乌马亚王朝的继承者 直到此时 西班牙穆斯林才为时已晚地发现 他们信仰基督教的西班牙同胞 与此相比并不那么邪恶 在地中海西部平原和叙利亚 伊斯兰教的政治边疆 已被西方基督教入侵者向后推进 但与此同时 这一边将在印度和小亚西亚 仍在继续向前推进 加瑟尼的突厥人王朝 征服了从未置于萨曼或阿巴斯人 统治之下的非伊斯兰的领土 加瑟尼的马哈茂德 将整个印度和平原 都置于逊尼派穆斯林的统治之下 他在印度和流域进行战争的同时 还消灭了穆尔坦和信德的 伊斯玛伊什叶派穆斯林政权 塞尔著人对伊朗和伊拉克的统治 虽然昙花一现 但他们在东罗马帝国的 新藏小亚西亚 建立的一个逊尼派穆斯林国家 却存在了231年 1077至1308年 突厥人是经伊朗 进入伊斯兰教世界的 但在他们进入之前 伊朗人已经创造出了一种 光辉灿烂的伊朗版本的 伊斯兰教文明 突厥人保留了他们祖先的语言 但接受了这种伊朗形式的 伊斯兰教文明 正是这种形式的伊斯兰教 向东南传播到印度 向西北传播到东正教 基督教王国 自11世纪起 伊斯兰教牺牲这两个 临近文明的扩张 这比它在西方的长期退缩 和在叙利亚的暂时退缩 要更为广半 所以 在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 解体的同时 伊斯兰教的版图 也在显著的扩张 在理论上 统一国家是宗教的 强制性的政治框架 但理论被经验否决了 这证明 伊斯兰教 无需一个统一政府的支持 也能生存和传播 这一经历 具有两个重大的影响 它一方面 改变了穆斯林 关于真主性质 以及穆斯林礼拜者 与真主关系的性质的概念 另一方面 它在已经消亡的 统一伊斯兰教国家的 后续国家中 引起了非穆斯林臣民的 第一次大规模的改宗浪潮 这种大规模改宗的政治动机 是很明显的 曾经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的 非穆斯林多数派臣民 以前受到强加给他们的 伊斯兰教和平的庇护 当伊斯兰教的统一国家解体之后 其臣民 无论是穆斯林 还是非穆斯林 需要寻找某种替代性的庇护 他们认为 伊斯兰宗教比伊斯兰国家 具有更顽强的生存力量 于是便推动了日益解体的 国家的非穆斯林臣民 采用他们前统治者的宗教 与作为一个动乱时期 未能度过难关的国家的 前臣民相比 如今作为一个穆斯林 更能为个人提供 更大的安全感 改宗伊斯兰教的动力 现已不仅仅是 争取赋税和政治上的平等 而是对生存的一种 令人极度痛苦的关切 能够使人生存下去的伊斯兰教 是逊尼派正统形式的伊斯兰教 什叶派的布瓦西德人 认识到逊尼派 对群众的号召力 一直避免废除 阿巴斯人的哈里发制度 因为哈里发制 虽然已不再是统一的 逊尼派穆斯林国家的 有效政府 但它仍然是逊尼派 穆斯林共同体心理 和社会统一的制度性的象征 而且 与伊斯玛伊的什叶派截然不同 逊尼派对人的需要 更为关心 穆罕默德所体验的真主 一直是五经中 以色列人的上帝 他是不可接近 无法解释的 因而 在正统的逊尼派穆斯林看来 神秘主义者 跨越真主与人之间鸿沟的努力 是令人怀疑的 这种做法 似乎像是对真主 超越性的一种 亵渎和侵犯 无疑 生活在十一世纪的 质朴的穆斯林 并不了解 五经中的上帝 已被以色列的先知和犹大 及其继承者 法利塞人和基督徒 变形为上帝父亲 但是 这个慈爱 而又可爱的上帝 正是统一的 伊斯兰教国家的前臣民 在国家陷于分裂之时 所渴望的上帝 正当他们有这种需要的时刻 一位来自呼罗山的 伊朗学者加扎利 1058至1111年 满足了他们的需要 同奥古斯丁一样 加扎利是一位 自愿放弃其职位的教授 但与奥古斯丁不同 加扎利并没有参与 有争议的教会政治 他力图通过直接体验 与真主的神秘关系 而深入研究神秘主义 为此 他退隐了11年之久 1095至1106年 加扎利并不排挙 逊尼派的正统教义 但他将神秘主义融入其中 从而使其人格化 所以 当逊尼派穆斯林 最终沿着加扎利的路线前进时 逊尼派伊斯兰教 经历了一次转折 获得了一次新生 加扎利赢得其宗教同伴的信任 是因为他否定和反对 两个不得人心的运动 一个是伊斯玛伊的实业派 另一个是理性主义哲学 伊斯玛伊派之所以不得人心 是因为他们是 偷偷摸摸的暴力革命者 理性主义哲学家不得人心 是因为人们感到自由思想 对于一个充满危险的时代来说 是一件太费钱的奢侈品 以抛弃这两个坏东西为代价 加扎利为逊尼派伊斯兰教 拯救了神秘主义 如果神秘主义真的也被抛弃了 那逊尼派在人类思想中 或许也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第62章 拜占庭世界 927-928-1071年 这一阶段 拜占庭历史上的两个重要事件 是989年 俄罗斯人改宗卡尔西顿派 基督教的东正教派 和1071年东罗马帝国的军事崩溃 帝国的崩溃给希腊人 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 在七世纪 东罗马帝国事实上 已成为希腊人的帝国 尽管它仍保持着罗马的名称 所以 从1071年起 帝国遭受的挫折 也就是希腊民族的挫折 但是 到1071年时 拜占庭文明的命运 已不再完全与希腊民族 和东罗马帝国的命运 修气相关 此时的拜占庭社会 除了希腊人之外 还开始包括三个说 斯拉夫语的民族 保加利亚人 塞尔维亚人和俄罗斯人 以及格鲁吉亚人和高加索的阿兰人 如果孤立地看 这一时期 东罗马帝国军事史上的兴亡胜败 似乎有点荒命 但从经济和社会背景上考察 这些变迁便很容易理解 从926年到1045年 东罗马帝国的军事史 记载了连续不断的 虽然并不总是轻易得来的胜利 11世纪50年代的转折 和1071年 东罗马帝国 在亚美尼亚和阿普利亚 两条战线上的惨败 其根源在于 此前帝国农业政策的 一系列失败 这些失败 始于929年 更有可能是922年 最终 以1028年 政府承认失败而结束 回过头来看 东罗马乡村贵族的成员 于963 970 976-979 987-989 和1057年 在小亚西亚一系列的反叛 已构成了塞尔柱 和达尼什曼德的突厥人军事首领 即追随他们的油木部落占领 小亚西亚内陆地区的蓄取 这一地区 先前是由东罗马贵族的大庄园 占据的这些大庄园的扩张 损害了组成东罗马民兵的 广大农民的地产 只要东罗马还坚持守势 这只有农民组成的民兵 就能够在阿拉伯人的进攻面前 成功地聚首小亚西亚 武装起来的农民 实际上成了防御战的有效工具 由于他们保卫的富饶土地 是属于自己所有的财产 因而具有认真履行军事职责的 强烈动机 帝国国库的损失并不算大 因为农民主要依靠自己的土地为生 他们交纳的赋税 要大于扶军役的收入 但是这些农民组成的民兵 并不能同样胜任 以征服和永久占领帝国之外领土 为目标的进攻性战争 在926年之前的三个世纪中 东罗马的军事行动 一直是防御性的 农民民兵保卫的是自己的财产 但即使在这一时期 也已经很难劝有民兵们 投入大量时间积极地参加勤务和训练 加入民兵的农民 除了要为自己提供军事装备 和为家人提供生活必需品之外 还要交纳赋税 因此他们关心的首要事情 就是种好地 养好牲口 生产更多的东西 当时的税率很高 税务官对待农民 一直非常严厉苛刻 并且常常欺骗农民 他们的行径使农民疏远了帝国政府 七世纪时 阿拉伯人征服小亚西亚失败的原因之一 就在于当地居民心甘情愿地 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斗 而从1071年起 小亚西亚的农民 就与叙利亚和埃及的农民 在633年时一样 愿意容忍 甚至在有些场合 是欢迎外来入侵者 小亚西亚东部的农民 与东山再起的土地贵族之间的关系 是非常矛盾的 农民的军事才干 为大地主带来了好运 尽管在东罗马帝国 于961年和965年 先后重新征服克里特和塔尔苏斯之前 穆斯林在海陆两路 对东罗马领土的侵犯 一直没有平息 但在863年 就已经发生了 有利于东罗马帝国的转折 从这一年起 小亚西亚的治安状况不断改善 结果土地成了更加具有吸引力的投资 赋税的压力迫使农民出卖土地 尽管他们拥有的土地 是对扶军役的补偿物 在法律上是不能转让的 由927、928年 一乎寻常的严冬引起的饥荒 使得富人能够以低的可笑的价格 收购穷人的土地 但是如果农民在资金方面 没有受到沉重赋税的巨大压力 这次暂时性的危机 尚不至被利用到如此程度 利用927、928年危机的丑闻 招然于事后 导致了帝国的农业立法 这次立法活动在1028年最终失败 它成为东罗马帝国政府 与小亚西亚东部大地主之间 争夺农民剩余产品使用权的斗争 东罗马帝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大部分 是由农民的生产提供的 因此中心问题是 农民每年的剩余 是应该以税收的形式为政府所占有 还是应该以地租的形式为大地主所占有 对于农民来说 这是在两种灾害之间的选择 作为自由农 农民忍受着残酷无情的赋税负担 而作为大地主的电农 农民则将与帝国税务官打交道的负担交给了地主 但这样做的代价 则是让自己听任地主的摆布 政府的目标是要让大地主退出他们 自927、928年以来 不正当地 时常也是非法地占有的土地 这场斗争在巴西尔二世统治时期 976-1025年达到了高潮 976-979年和987-989年 小亚西亚的贵族发起了反对巴西尔二世的起义 巴西尔的报复十分严厉 1003-1004年 他下令由富有的纳税人 集体承担对税区征收的税务总额 并免具穷人的纳税责任 1028年在大地主的压力之下 这项法令被巴西尔的弟弟 懒散的同僚和幸存者均是坦丁巴士废除 巴西尔在死后的失败 与中国的王安石在1085-1086年的失败 处于同样的原因 在东罗马帝国就同在中华帝国一样 想成为改革者的人可利用的唯一力量 就是既不忠诚又不老实的官员 他们的个人利益就在于破坏他们 本应当尽责执行的改革措施 巴西尔二世既与自己的政府官员严重失和 又与在小亚西亚东部反叛的贵族臣民 剑拔弩张尖锐对立 他试图保护农民 免遭这两伙恶棍的欺误 虽然他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农民 而是为了国家的避宜 而政府官员与小亚西亚的贵族也势不两立 因为在正常情况下 如果坐在帝国王位上的皇帝 不具备巴西尔二世的能力 那这些官员就要以当朝皇帝的名义 进行统治 这样一来贵族的目标不是夺取帝国政府 就是脱离帝国政府 贵族与农民之间则怀着既恨又爱的矛盾情感 他们都一致憎恶帝国的税务官 因为贵族虽然能够逃避自己的纳税义务 但他们认为赋税的压力 降低了农民民兵的军事效率 一个贵族的权利取决于 他们是否能担任物行省民兵军团的司令 而担任了这一职务 也就能担任行省的总督 农民对贵族的感情也是复杂的 他们憎恨贵族抢夺土地 但又感激贵族支持他们抗击税务官 并钦佩贵族的军事才干 这种钦佩促使农民 不仅在保卫帝国的战争中 而且在推翻帝国的起义中 都跟着贵族走 963年至1057年间 小亚西亚的五次起义 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 本来不可能像实际上发生的那样可怕 这些起义 也变成了农民反对税务官的叛乱 963年的起义 将一位贵族尼斯弗鲁斯二世福卡斯 推上了帝国王位 1057年的起义为 另一位贵族伊萨克一世康尼鲁斯 赢得了同样的奖赏 其他三次起义 最后都没有成功 但巴西尔二世在位期间 只镇压了其中的两次 而且这两次都得到了 外国雇佣军的帮助 一次是979年 雇佣了伊比利亚人及格鲁吉亚人 一次是988至989年 雇佣了俄罗斯人 用外国的和本地的雇佣军 取代农民民兵 是1071年帝国崩溃的原因之一 东罗马军队中始终有一批 专门靠扶兵役谋生的职业雇佣兵 但是在三位前后相继的野心勃勃的征服者 尼斯弗鲁斯二世福卡斯963至969年 约翰奇米斯西斯969至976年 和巴西尔二世统治之前 这类耗费钱财的武装人数并不多 当时人们一致赞成 要把农民民兵 由兼职的士兵 改为专职的农业劳动者 和完全的纳税人 巴西尔二世和政府官员 一致希望能解除小亚西亚农民的武装 因为他们认识到 农民民兵是桀骜不驯的贵族军事力量的源泉 尼斯弗鲁斯二世 在许多互相矛盾的考虑面前 无所适从 他内心希望能保住农民民兵 因为这些人是他的战士 和追随他的同乡 但另一方面 他又渴望获得一支职业军队 以从事民兵无法胜任的征服活动动时 他也不愿限制追随他的贵族兼并土地 1071年 倒霉的皇帝罗曼鲁斯四世迪奥根尼 不得不以雇佣军来抗击塞尔助人 这些雇佣军士兵的唯一兴趣就是挣钱 尼斯弗鲁斯二世 对于穆斯林劫掠者 在克里特和西里西亚的大本营的征服 对于东罗马帝国来说是很有价值的 约翰 吉米斯西斯和巴西尔二世 征服保加利亚 是重大的军事胜利 这场战争从971年持续到 1018年 中间曾短暂休战 他取得了军事坦丁五世 在755至775年 东罗马保加利亚战争中 未能取得的成果 但是971至1018年战争的后果 对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都是灾难性的 在167年间 保加利亚因此而丧失了政治独立 1018至1185年 东罗马帝国经受了一场 他再也无法从中恢复的财政 经济和社会危机 财政危机的表现就是 东罗马金币的贬值 自从戴克里仙和军事坦丁一世 恢复东罗马金币以来 他一直保持着独特的价值 但尼斯福鲁斯一世福卡斯 却发行了贬值的金币 用于国内流通 而原先的金币 在军事坦丁九世统治期间 1042至1055年 已经贬值 1040至1046年 标志着东罗马历史的转折 其意义于860至865年 和926至928年的两次转折 同样重要 1040年 东罗马重新占领了希拉库萨 该城于878年失守 但1041年 洛曼底冒险家 占领了东罗马 在阿普利亚领土上的重要城镇 梅尔菲 1045年 东罗马完全吞并了 除小公国卡斯之外的 整个亚美尼亚 但1046年 塞尔柱人开始蹂躏 现已不再由亚美尼亚军队 保卫的亚美尼亚 1071年 洛曼底人占领了巴黎 完全征服了东罗马 在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的领地 同年 塞尔柱将领埃勒布 爱尔斯兰在曼齐克尔 俘虏了东罗马皇帝 罗曼鲁斯四世迪奥根尼 此后 塞尔柱人占领了七世纪以来 一直是东罗马帝国心脏的 小亚西亚腹地 1071年之后 领土面积自七世纪以来 首次超过了 他在亚洲的领土面积 保加利亚人在1041年 曾举行反叛 但遭到了镇压 在1071年之后 保加利亚人 继续是东罗马帝国的臣民 塞尔维亚人 仍然处于东罗马的宗主权之下 但希腊人在欧洲 仅仅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 而小亚西亚的所有居民 自六世纪以来 一直讲希腊语 在东南欧 东罗马政权已岌岌可危 因此 从希腊人和东罗马人的观点看 在1071年 之前的一个半世纪中 拜占庭的历史 是一部失败的历史 但是从斯拉夫人 和东正教会的观点看 它又是一部胜利的历史 东正教自约867年后 在俄罗斯 曾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宗教 但是当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 于989年接受希腊时 东正教变成了 俄罗斯国家的国教 弗拉基米尔受洗之后 娶了一位希腊公主 及巴西尔二世的妹妹安娜为妻 但是 拜占庭文明既是通过希腊人 也是通过保加利亚人的渠道 传播到俄罗斯的 东罗马帝国是拜占庭文明的源泉 但是在向俄罗斯宣传 这一文明的过程中 保加利亚人具有语言上的优势 虽然保加利亚和俄罗斯 这两个国家 分别是由讲突厥语的匈奴人 和讲条顿语的瑞典人建立的 但这两个国家 大多数居民都讲斯拉夫语 当两国改宗基督教的时候 大多数民族 已使用这种语言 当俄罗斯改宗时 他的王公们 带回了希腊的艺术家和建筑师 但俄罗斯人 在宗教礼仪和文学中 却采用了 马其顿斯拉夫语方言 所用的书面语言 也是希腊尔字母表 这种字母表 是在保加利亚发明的 他取代了军事坦丁 希里尔 发明的较复杂的 格拉哥里字母表 以这种语言为媒介 许多原文 是以希腊语写成的作品 都被以一种保加利亚文的形式 引进到了俄罗斯 到1071年 俄罗斯在政治上 已趋于分裂 但在地理上 却正在扩张 它的扩张 将拜占庭文明 推进到了白海沿岸 俄罗斯通过希腊 和保加利亚的渠道 接受东正教 为东正教 开辟了新的前景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 保罗派 显然是基督教的 一种异端形式 或鲍格米勒派 一种反基督教的宗教 也同时进入了俄罗斯 而这两个教派 在东罗马帝国和保加利亚 已构成对东正教的挑战 保罗派起源于亚美尼亚 并在东罗马小亚西亚的 东北角 取得了一些地盘 君士坦丁武士 在约755至757年 首先将保罗派教徒 可能是亚美尼亚的保罗派 安置在瑟雷斯 后来约翰 齐米斯西斯 于972年 将他们安置在 重新征服的地区 这些地区 在809年之后 曾被保加利亚 从东罗马帝国 手中夺走 鲍格米勒教 是有一位 名叫鲍格米勒的 东正教神父 他的名字 一位爱上帝者 或为上帝怜悯的人 在927年 至954年间创建的 鲍格米勒派 是保加利亚农民 对保加利亚官方 接受东正教后 急剧转变的一种反应 除了受原来 保加利亚 世俗贵族的压迫之外 农民现在又受到贪婪 而又声名狼藉的 基督教教士的剥削 鲍格米勒派 否定了基督教 但却采纳了基督教 修道制度的 基于主义 和独身生活方式 以作为对基督教会 背叛其口头理想的 一种抗议 最初的鲍格米勒派教徒 认为 世界是由撒旦创造的 但他们同时还认为 撒旦是上帝圣父的长子 圣父本人就是善 他派遣自己的次子耶稣 废除撒旦并拯救人类 与瑟雷斯的保罗派截然不同 鲍格米勒派 是更为热情的传教士 在1018年 保加利亚 并入东罗马帝国之后 鲍格米勒派 传播到了东罗马 与此同时 在另一个方向 他在东正教世界 与西方基督教世界之间 有争议的波斯尼亚河地区 也扎下了根 并从这一地区 传播到伦巴蒂 托斯卡纳 和朗格多克 在除俄罗斯之外的 所有卡尔西顿派基督教国家中 鲍格米勒派都得益于 基督教教会权力机构的 坏名声和不得人心 大约在1167年前不久 鲍格米勒派 在保加利亚的 特拉格维奇亚地区 建立了一个激进教派 这些特拉格维奇亚的 鲍格米勒派教徒认为 善和恶的本性 是互相等同的和永恒的 这种激进的鲍格米勒派 可能是保加利亚农民 对进一步巨变的一种反应 1018年 东罗马帝国 吞并保加利亚 及巴尔干半岛内陆 其他地区 扩大了鲍格米勒派 开展传教工作的地域 而971至1018年 东罗马 保加利亚战争 和1041年 对保加利亚起义的野蛮镇压 则加剧了保加利亚农民的苦难 在1071年 两场灾难之前的 一个半世纪中 东罗马帝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正趋于解体 其标志是帝国政府 农业立法的失败 但就在同一时期 帝国境内也出现了 神秘主义的复兴和 视觉艺术的繁荣 与巴西尔相比 巴西尔的同时代人 新神学家圣西米恩 949至1022年 对拜占庭生活 更具有长远的影响 视觉艺术的繁荣发展 并未受到 1071年军事灾难的阻碍 拜占庭艺术家 擅长于微型艺术 如镶嵌工艺品 牙雕或金属涂灰 其风格都类似 令拜占庭时代的希腊人 神往的古希腊风格 但11和12世纪的 拜占庭视觉艺术 并不仅仅是对 古希腊原作的单纯模仿 古希腊艺术 给拜占庭艺术家 带来了创造 具有自己独特风格 作品的灵感 当这种拜占庭艺术 从军事坦丁堡 被移植到基辅 和诺夫哥罗德时 在这个新天地里 它开始以新颖的方式 得到发展 到1071年 俄罗斯已成为 拜占庭文化 与东正教的希望之乡 第63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 911-1099年 在军事上 这个时期西方基督教世界 命运的兴衰 与同时代 东罗马帝国的经历 恰恰相反 在查理大帝814年 去世之前 西方基督教世界 就已受到 斯堪蒂娜维亚海盗的袭击 直到955年 奥托一世战胜 马扎尔人时 他一直处于防御状态 在896-955年间 他所蒙受的 一族入侵的灾难 达到了顶点 因为 在这60年间 马扎尔骑兵 深入到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内陆地区 这些地区 过去很少受到 斯堪蒂娜维亚海盗 和穆斯里海盗的威胁 在11世纪下半期 形势变得 对西方基督教世界有利了 同时 东罗马帝国的形势 则开始发生逆转 考虑到先前的社会 和文化的逐渐变迁 例如 居住在英国丹麦法师行区 和法国诺曼底的 斯堪蒂娜维亚人 接受了西方基督教文明 克里尼修道院 遵守本尼迪克修道规章 影响的传播 东西方基督教世界 军事上的突然变化 是是可以理解的了 斯堪蒂娜维亚居民的同化 表明西方基督教的生活方式 对上尉信仰东正教 伊斯兰教 或犹太教的各地蛮族 很有吸引力 克里尼修道院 对西方修道制度的改革 说明了西方基督教文明 具有吸引力的原因 这次改革 正是西方基督教社会 在其他各社会领域 和在宗教上一样 富有活力的象征 在军事坦丁 希里尔和美多迪乌斯 在另一个斯拉夫邻邦 大摩拉维亚传导时期 863至885年 基督教在波西米亚 获得了一个立足点 可能两个世纪以来 在波西米亚 斯拉夫的宗教仪式 就和最终在那盛行的 拉丁仪式共存 也和在俄罗斯一样 斯拉夫民族的礼拜仪式 也帮助了基督教 在波兰的传播 在966年 吉萨克逊皇帝奥托仪式 取得对马扎尔人的 决定性胜利11年后 波兰也改信了西方天主教 马扎尔人在970年 至1000年之间 改信了天主教 丹麦在974年 其他斯坦蒂纳维亚国家 在十和11世纪之交 也改变了信仰 这些国家中有些改宗 遭到了抵抗 例如 挪威 瑞典 和匈牙利 但是抵抗没有成功 因为 在这个时期 在西方无主教世界周围 仍为异教徒的邻国看来 西方基督教文明 已变得无法战胜了 在11世纪下半期 西方基督教 也取得了对东正教 和伊斯兰教世界的优势 在1041年至1071年间 洛曼人冒险家 征服了东罗马帝国 在阿普里亚 和卡拉布里亚的领土 在1060年至1090年间 他们从穆斯林人手中 夺去了西西里岛 阿普里亚人 是讲意大利语的 居住在伦巴底的教皇属民 对他们来说 洛曼人的征服 并非是不合适的 但是对卡拉布里亚 和西西里信仰东正教的 希腊人和西西里岛上的 穆斯林人而言 洛曼征服实质上 就是一族的压迫 在1085年 西班牙西北部独立的基督徒 征服了托莱多 这个城市位于伊比利亚半岛中部 在穆斯林征服以前 曾是罗马帝国的蜀国 西哥特王国的首都 在1098年至1099年 西方基督教远征军 又从塞尔助人手中 夺取了安条克 而埃泽萨则从法地马人手中 夺走了耶路撒冷 这次远征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是一次耗资巨大 从后勤上和战略上 都很重要的行动 一群西方基督教冒险家 达到了尼斯福鲁斯二世 福卡斯和约翰 齐米斯西斯 从未能达到的目的 尽管他们可以支配 东罗马帝国的全部财富 1066年 诺曼人对英格三的征服 也是具有同样意义的军事行动 但他和西方天主教 征服地中海区域不同 他并未能使西方天主教的领土扩大 因为诺曼征服以前的英格兰 就已属于天主教的范围 然而 诺曼对英格兰的征服表明 到1066年 西法兰克及法兰西 已经跃居西方天主教世界 边远地区的前列 军事威力 只是法国总的优势的一个方面 西方基督教历史上的 11世纪后半期 和希腊文明史上的 公元前8世纪后半期相似 在长时间的寓语之后 文明突然繁荣起来 这个时期 西方基督教文明 在西取同时代 更加先进的文明的成果 和复兴他自己的古希腊 罗马文明上 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1088年及其以后 直到公元751年 仍处于东罗马统治下的 意大利城市波罗尼亚 发现了扎什丁尼罗马法的全文 随后掀起了研究罗马法的热潮 在十世纪结束前 在波伊提乌翻译的 亚里士多德 罗际学著作的 《拉丁文》一本 淹没了450年之后 法国学者 欧里亚克的吉尔伯特 又在西欧 对他进行了研究和阐释 在西亚西越沃地 发明的水墨 又被安置在 西欧奥尔卑斯山区 奔腾的溪流上 可能在中国或 欧亚大平原上 发明的有效的 玩马方法 早在十世纪时 就被西方基督教 世界采用 第一次十四军东征时 西方基督徒的军械中 出现了弩工 而中国人早在战国时代 公元前506 前221年 就已经用他 来武装自己了 在11世纪 西方突然抛弃了 由西罗马帝国的 蛮族征服者 所带入的 罗马式军事装备 而采用了五世纪时 阿兰人带入高卢的 更为有效的 萨尔玛特人的军械 八月挂坛上 描绘的怒曼骑士 可以在克里米亚和塔曼半岛 公元一至两世纪的坟墓里 有关萨尔玛特骑兵的绘画上 找到他们的原型 但是在11世纪 西方人对他们模仿来的军械 做了一个改革 许多改革中的第一个 他们用可以提供最大的防护面积 而表面积又最小 重量最轻的渊行盾 代替了又圆又小的萨尔玛特盾 这些11世纪的骑士 十分清楚他们的价值 一直到11世纪中期 新的骑士们就在老骑士们的诱导下 形成了一种世俗的友爱精神 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 西方继续用希腊时代的古典格律 进行拉丁诗的创作 韵律仍以长短阴节的区别为基础 而拉丁语的特点是重者的存在 这种古典的希腊诗作诗法 就成为令人讨厌的枷锁 基督教赞美诗作者们把拉丁语 从这种束缚中解放了出来 他们创造了重读的拉丁诗 在大约11、12世纪之交 当时生动的浪漫文学作品之一的史诗 罗兰之歌从拉丁语世界破土而出 直到今天 他还标志着拉丁语系文学发展的 一个新阶段 十世纪时 西欧政治的特征是 查理曼帝国的部分重建 如今是撒克逊而非法兰克 作为其中心 东法兰克的撒克逊国王奥托一世 于955年 战败了马扎尔人 于962年 在罗马加冕为皇帝 他把勃耿地和意大利 并入他的德意志领土 但是西法兰克 法兰西仍然保持了独立 与八世纪加洛林王朝 取代莫洛温王朝是一样 无法再进行有效统治的 加洛林王朝 也在十世纪时 被能得到更多支持的 一个新王朝所取代 十一世纪时 诺曼人又在比法兰西 和德意志王国规模稍小的国家 建立了有效的君主政体 诺曼人对新获得的 领土的组织管理成就 超过了他们征服 英格兰 阿普里亚 西西里和安条克的成就 西西里的诺曼王国 实行贵族统治 是东罗马帝国 和伊斯兰哈里发的蜀国 它的建立导致了 南意大利新兴的 城邦国家的毁灭 但是在北意大利 威尼斯在十一世纪结束以前 事实上已独立于 东罗马帝国 十一世纪初期 还处于 祭习的查理曼帝国 地方公侯 或是一些地方主教 统治之下的 伦巴底各城市 也在随后的一百年中 获得了自治 这些城邦国家的政府 实行寡头统治 但他们却是共和制的 伦巴底的两个海上城邦 比萨和热纳亚 事实上 都是作为独立的力量 参加十一世纪下半期 西方基督教世界 对地中海地区 发起了进攻的 这样 十一世纪 在西方出现了 两种对立的政治结构形式 各城邦国家的共和制 和各王国的君主制 到一千一百年 西方这两种不同的 政治结构形式 都要比自 西罗马帝国衰落 和崩溃以来 在这个地区 出现的任何政治统治 更为有效 十一世纪 在北意大利出现的 城邦制政治结构形式 同一时期 也在弗兰德出现了 这两个地区 同时出现了 迅速的人口增长 贸易和工业的发展 也与之相伴而来 早在992年 巴西尔二世 就给予威尼斯商人 在东罗马帝国的特权 以支持威尼斯人的航海事业 后来 威尼斯人又夺取了希腊人 在希腊领海内的贸易 随着一系列十字军王国 在叙利亚沿海的建立 北意大利的海上城邦 也赢得了在那里的特权 这些远在海外的 西方基督教的滩头阵地 依靠热拿亚 比萨和威尼斯的船队 与西欧保持联系 总的来讲 西方是从伊斯兰 和东正教世界的损失中受益 但是在西方人中间 主要的受益者 还是北意大利人 西方基督教世界 于910至1099年 在宗教上的觉醒 可从一系列进行宗教改革的努力中反映出来 他开始于910年 在伯耿地的克里尼新型的 本尼迪克特修道院的建立 克里尼改革运动 扩展到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 奉行克里尼是本尼迪克特修道规章的修士 都加入了一个与克里尼修道院保持联系 并服从其领导的组织 但是到11世纪结束时 克里尼是宗教仪式不再令人满意 于是在1098年 在伯耿地的西托 建立了另一个新型的修道院 圣本尼迪克特本人和基督教修道制度 在埃及的开创者帕科米乌斯一样 致力于使修士的宗教活动和经济活动保持平衡 克里尼运动精心规定了 本尼迪克特修士的宗教生活 但是对电动来说 尊奉克里尼宗教仪式的修士 和他们的邻居及其社会 对应者世俗地主一样 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西托会修士 以成就灵魂上的更加苦修 和物质生产上的更加丰富为目的 他们要求归还原野 但是和迪比斯原始的帕科米乌斯修士不同 他们也雇佣所谓教师的兄弟们 及这个制度中第二等级的成员作为工人 西托会修士利用田野生产铁和羊毛 他们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 同时也搏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种子 在十一世纪 西方基督教的改革家们进行了三项革新 他们要求世俗僧侣 及不是修士的牧师过独身生活 并试图禁止教会职务的买卖 禁止由世俗当局进行教职授予一事 非修士僧侣独身生活运动最终成功了 但他也遇到了激烈的反抗 因为这在西方教会和任何其他地区教会的实践中都是史无前例的 有关受职权的斗争最后于1122年以妥协告终 这也是合理的 因为世俗职务和教会职务通常都是由教会显贵担任 禁止由地方世俗监护人买卖圣职 教皇从中大获其力 他拥有了教职任免的特权 使他们不能被无偿使用 宗教改革的总的影响 就是使僧侣不再隶属于世俗贵族 而是隶属于教皇的领导 从而使僧侣成为西方基督教社会中一个特权集团 在11世纪 僧侣独身生活 禁止圣职买卖 禁止世俗当局进行圣职授予的运动 是由教皇制度的改革作为先导 教皇制度是西方基督教世界最重要的制度 11世纪中期的教皇制度改革 出乎人们意料 一时引起了轰动 对于其后果的认识 也是充满了争议 莫中一世 在地理上 自从穆斯林从罗马人手中 搏走西北非和利奥三世 搏走东伊利利亚以来 罗马城就位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东南边缘 这时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地理中心是勃耿地 那里距离索恩河 塞纳河和摩泽尔河的上游 最近也最靠近莱茵河的西南角 它是阿尔卑斯山外西欧联系的中心 圣克伦班在旅克色伊和安纳格里的修道院 后来克里尼和西托的新型修道院 以及著名的位于克莱尔沃的西托会的修女院 都是建立在这个地区 由于966年以后的半个世纪中 西方基督教主要朝东北方和北方两个方向扩展 罗马的地理位置就显得更加遥远 罗曼人对罗马东南方向的征服 也只是起了微不足道的抵消作用 从这样一个遥远的角落 对西方基督教世界进行宗教管理 简直是一个壮举 罗马是西方基督教世界主要的 共同的圣地 神殿和朝禁地 它的作用正和同时期安地斯世界 帕查卡马克圣殿 及过去希腊世界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相类似 但是 罗马也是迪卡特斯 罗曼努斯地区贵族们的私有财产 自568年 伦巴德人入侵意大利以来 除了阿尔卑斯山外帝国的建立者 批评三世和扎里曼短暂的干涉之外 在大多数时间里 迪卡特斯 罗曼努斯 不得不自己保护自己 罗马贵族们十分清楚 罗马的神圣和教皇的权威 是他们合法的额外收益 然而 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其他地区看来 罗马贵族对罗马城和罗马教皇的利用 则是一个耻辱 这种把西方基督教 这做一个整体的观点的最初的拥护者 是重新恢复帝国称号的德国人 奥托一世 奥托三世和亨利三世 都曾废除过出生于罗马的教皇 任命他们自己的出生于阿尔卑斯山外的人 担任教皇职务 奥托三世任命的最有名的教皇 是法国学者欧里亚克的吉尔伯特 及教皇希尔维斯特二世 999-1003年在位 亨利三世任命的最有名的教皇 是他的表兄阿尔萨斯人布鲁诺 及教皇利奥九世 1048-1054年在位 在亨利三世的鼓励下 利奥九世把代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 僧侣集团的利益 而不仅是代表迪卡特斯 罗曼努斯贵族利益的著名的僧侣们 都吸收进了罗马教廷 但是教廷的这些新主人认为 是他们而不是皇帝 应该对处理有关教皇的事物 拥有最后的发言权 领导改革后的教廷 对当时的皇帝和罗马地方贵族 进行斗争的智囊人物 是后来成为教皇 格列高利七世 1073-1086年在位的西尔德布兰德 他即使不是生于罗马 至少也是被罗马人收养的 但他并未成为迪卡特斯 罗曼努斯贵族们的朋友 1057年以后 教皇不再由罗马贵族 或西罗马皇帝任命 而由代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 红衣主教团选举产生 红衣主教团的这个特权 直到1179年才最后确定下来 教廷在1057年 到教皇乌尔巴二世去世的 1099年之间 成为一个有效的管理机构 但是 改革了的罗马教廷 也和罗马贵族 以及重新恢复名号的西罗马皇帝一样 犯下了一个致命的大错 他的目标是权力 因此 为了追逐这个目标 罗马教廷于1054年 与军事坦丁堡主教米恰尔 塞鲁拉里乌斯 于1075年 又与西罗马帝国皇帝 亨利四世决裂 教皇制度和西方教会的改革 总的来说是一个崇高的理想 改革者们本人的愿望也是很真诚的 然而 结局却是悲剧性的 这次改革带来的不是和平 而是战争 第六十四章 伊斯兰教世界 1110 1291年 在十二和十三世纪 伊斯兰教不仅生存了下来 而且还在继续扩展 这的确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成就 因为伊斯兰教世界 在政治上已经解体 并面临着外来势力的攻击 起初是在地中海地区 受到西方基督教徒的进攻 然后在亚洲又受到蒙古人的进攻 西方基督教徒 反击伊斯兰教 所取得的唯一永恒的政治成果 是在伊比利亚半岛和西西里 在这两个地区 穆斯林居民苟延残喘 在基督教的统治之下 而对蒙古人来说 他们则未能征服叙利亚和埃及 在成吉斯汗家族 三个最西部封地上的统治者 及其游牧部落的追随者 皈依了伊斯兰教 位于欧亚平原西半部的金帐韩国 是在1257年 完全皈依是在1313年 伊朗和伊拉克的伊尔韩国 是在1295年 核间地带荷塔里木盆地 及其附近草原的查核台韩国 是在1326年 虽然意见并非完全一致 在蒙古人征服欧亚平原西半部之前 占据这一地区的基布查克突厥人 游牧部落一直是异教徒 他们北部的福尔加保加利亚人 只是一个孤立的穆斯林社团 1237年 蒙古人在进入俄罗斯和欧洲的途中 截略了福尔加河流域的保加尔城 但结果 伊斯兰教不仅没有在这一地区被消灭 反而能够无限地扩大地盘 992年到1202年 穆斯林征服北印度 从开波尔山口扩张到孟加拉的过程 前面已经提及 在西方 乌拉比教团未能重新征服托莱多 该地在1085年 落入基督教徒之手 但在相反方向 乌拉比人却于1086年 在今天的北尼日利亚 为伊斯兰教 在西撒哈拉以南 赢得了一个利角点 1098至1099年 叙利亚海岸西方基督教滩头阵地的建立 以及深入到 右发拉底河以东地区的 位于埃泽萨乌尔法的据点 对伊斯兰教世界 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参加第一次十字军的冒险家 为数极少 或许不到2000人 在1099年 征服耶路撒冷之后 留下来守卫被征服地区的人更少 但是 他们设法统一了被占领区 在十世纪 曾抗击东罗马皇帝尼斯弗鲁斯二世弗吉斯和约翰 齐米斯西斯的特里波利 于1109年 向法兰克人投降 1116年 耶路撒冷的法兰克人国王 鲍德渭一世 占领了亚喀巴和亚喀巴湾中的格里尔岛 从而切断了伊斯兰教世界亚洲 和非洲部分的陆鲁通岛 伊斯兰教的这种局面 被塞尔助人雇佣的一名突厥军官 伊玛德 丁 赞吉恢复了过来 赞吉在1127年 被任命为摩苏尔的总督 到1144年 他已吞并了阿勒坡 霍姆斯和十字军的前哨埃泽萨 1154年 赞吉的儿子努尔丁 占领了大马士革 1161至1170年 他在与耶路撒冷国王阿玛里克 争夺对法蒂玛埃及的控制权的斗争中获胜 1171年 努尔丁的库尔德族军官撒拉丁 灭掉了法蒂玛王朝 重新确立逊尼派为埃及的官方宗教 努尔丁的帝国 在他1174年去世时 已经解体 但萨拉丁在阿巴斯哈利发的恩准下 为自己重新征服了这一帝国 1187年 他在加利利的海庭 击败了法兰克人 重新驳得了耶路撒冷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1189至1192年 未能赶走萨拉丁 尽管菲特列一世和英法两国国王都参加了这次东征 但菲特列中途淹死 萨拉丁的帝国 在其创建者 于1193年去世后 仍然保存了下来 并且在1250年 萨拉丁王朝灭亡后 依然存在 就在1250年 法兰克人试图第三次重复 耶路撒冷国王阿玛里克 占领埃及的英勇业绩 但仍以失败告终 埃及现已成为伊斯兰教的堡垒和要塞 1250年 萨拉丁王朝的一对突厥军事奴隶 从王朝手中夺取了萨拉丁的遗产 如今 继承权不是由父亲传位于子嗣 而是由前奴隶的统治者传给了奴隶 在此之前 德里也建立了一个具有同样结构的政权 势力达到庞哲普东南的北印度的征服者 穆罕默德 古尔任命了一位奴隶总督 1215年 当古尔王朝 被塞尔助人的前锋帝花四子摩的统治者灭掉后 这位总督的第二位奴隶继承者 变成了古尔在印度的领土的统治者 核间地带和东北部伊朗 在阿巴斯王朝 及其伊朗人继承者萨曼王朝的统治下 曾一度繁荣 但在十一世纪初 却饱受了由塞尔助王朝的武将率领的 土库曼人游牧部落的大量涌入之苦 1141年 核间地带被一只流浪的契丹人 黑契丹人占领 他们在1124至1125年 被女真人赶出华北和满洲 黑契丹人并不是穆斯林 他们是一只开化的民族 核间地带在他们统治下遭到的损失 要小于花柳子摩的统治者造成的灾难 或者于1210年 将黑契丹人赶出了核间地带 当120至121年 蒙古统帅成吉思汗 游历花次子摩王国时 整个伊斯兰教世界的东北部 都遭到了破坏 变成了荒无人烟的地带 成吉思汗的入侵 使伊拉克免除了花次子摩人的入侵威胁 像花次子摩的入侵 很可能会同成吉思汗 截略核间地带产生同样的灾难 东部的一只塞尔著人 在1194年 被其前封地花次子摩灭亡 使得阿巴斯·哈里发纳随尔1180至125年在位 实际上获得了独立 他利用自己的行动自由 重新占据了伊朗的西北部 在道义上支持萨拉丁及其继承者 并把一种流行的运动 法图瓦赫改造成在阿巴斯庇护下的骑士制度 法图瓦赫是使伊斯兰教 得以经受住蒙古人征服的几项新的伊斯兰教制度之一 另一项制度是苦行僧组成的兄弟会 其中最早的兄弟会是卡迪里教团 它由吉坦的阿布杜 卡迪尔仅立于12世纪 大多数苦行僧兄弟会的创立者 都来自伊斯兰教世界的东北部 他们的宗教习俗采取了诱人心醉神迷的形式 无论他们是否是伪装的土库曼的萨满 他们都对改宗伊斯兰教的土库曼人产生了影响 这些土库曼人奉行他们所采用的宗教 不仅仅是名义上的 最著名的苦修僧教团的创立者 扎拉丁、卢米 即是米列维教团的创始人 1207年 正当花辣子摩和蒙古人的旋风 席卷这一地区之前不久 他生于托卡里斯坦的巴尔赫 他在塞尔朱拉姆苏丹国的首都库尼亚赫 度过了一生 1207至1273年中的大部分时光 并在此用新波斯语 写下了他神秘主义的诗歌 另一位波斯诗人 摄拉子的撒阿迪 约1184至1291年 并没有隐居 而终日云游四方 他成为伊斯兰教世界历史上 最动荡的世纪中的百岁老人 塞尔朱人的帝国 在小亚西亚拉姆的分支 比诱发拉底和以东的帝国的主体 具有更顽强的耐力 塞尔朱人的拉姆王国 经受住了第一次十字军的风暴 1176年 他挫败了东罗马帝国 为时已晚地重新征服该地的努力 他在1243年 战败于蒙古人之后 仍幸免于灭亡 尽管他不得不服从蒙古人的宗主权 拉姆在小亚西亚 建立了一个定居的说突厥语的社会 他的文明是伊朗式的伊斯兰教文明 拉姆的苏丹 设法将塞尔助人带来的 土库曼人游牧部落 驱赶到伊斯兰教世界 与东罗马帝国的边界 并将13世纪 从蒙古逃来的游牧部落 也迁移至此 与马穆路克的埃及和叙利亚不同 虽然拉姆以后 战败于蒙古人 备置于蒙古人的宗主权之下 但在伊斯兰教历史上 这一关键时刻 他仍为伊斯兰教提供了一个庇护所 因此 当1256年 执政的蒙古大汉蒙哥 委任其地序列武汉 完成成吉思汗 征服伊斯兰教世界的墓镜事业时 伊斯兰教对于在1258年 伊拉克遭到毁坏 巴格达被攻陷和劫掠 阿巴斯哈里发王朝 被灭亡之后生存下来 1261年 萨拉丁王朝的奴隶 马穆路克继承者显示出 蒙古人并不是战无不胜的 他们在巴勒斯坦 歼灭了序列武汉长盛军的先锋卫队 被杀的蒙古将军 是一名涅斯托利派的基督徒 与他在一起的 有西里西亚 亚美尼亚的基督教国王 和安条克的基督教王宫 但驻守在阿卡的法兰克人 让马穆路克的军队通过 马穆路克人挡住了伊朗和伊拉克的蒙古人 伊尔韩国 对叙利亚的三次入侵 并且在1291年占领了西方基督教 在叙利亚剩下的最后一个滩头阵地阿卡 在伊尔韩国版图内的西方基督教徒 和涅斯托利派的基督教徒 都希望西方基督教王国 与蒙古帝国的伟大联盟 能征服整个伊斯兰教世界 和消灭伊斯兰教本身 教皇和法国的使臣 到达靠近欧亚平原东端的 蒙古大汉的首都哈茨河林 蒙古人虽然向西方基督教徒提出了一些建议 但这一计划并投有什么结果 蒙古帝国西部地区的统治者 宁愿选择伊斯兰教 而不是基督教 在1295年 伊尔韩加赞改宗伊斯兰教之后 他的穆斯林臣民 对他的基督教臣民进行了报复 在伊斯兰教世界的亚洲部分 当11世纪 土库曼人在塞尔助人的率领下 进行民族大切仪时 基督徒已开始大规模地改宗伊斯兰教 现在这种改完又获得了新的推动力 在西越卧地的人口中 曾经占有多数的涅斯托利派 和一兴论派基督教徒 在人数上正大大减少 最终成为四处散居的游民 在伊斯兰教世界的另一端 被西方基督教徒征服地区的穆斯林人口 也大大减少 最终竟完全消失 来自西撒哈拉的游牧部族 伯伯尔族穆拉比教徒 和取代他们的来自阿特拉斯山脉的高原 伯伯尔穆瓦西德人 都未能成功地挡住西方基督教徒 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军事进展 1236年 科尔多瓦陷落 1248年 塞维利亚陷落 此后 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的统治 仅限于格拉纳达周围的偏僻之地 但是 穆瓦维西人却成功地将西西里的路曼人 从沿海滩头驱逐出去 自12世纪40年代 穆拉比人衰落之后 洛曼人一直占据着伊夫里奎亚的滩头阵地 不过 从军事上说 在11世纪的大潮之后 伊斯兰教文明涌动的西部地区 并不是非洲 而是伊比利亚半岛 在这一地区 科尔多瓦 乌马亚哈里发王国的解体 与巴格达阿巴斯哈里发制度 在伊朗的崩溃 具有同样的文化推动作用 在伊比利亚半岛 地方宫廷树木的增加 扩大了潜在的文学艺术庇护人的树木 在继承科尔多瓦的哈里发的众多小邦中 诗歌创作极度繁荣 在基督教征服安达卢西亚的前夕 伊比利亚半岛 为伊斯兰教 贡献了一位哲学家伊本 拉西德 阿维罗伊 1126-1198年 和一位神秘主义者伊本 阿拉比 1165-1240年 前者与伊本 西纳 阿维森纳其名 后者肯定 加扎利对神秘主义的论证 是逊尼派伊斯兰教正统教义 可接受的一部分 伊比利亚半岛 对伊斯兰文化的贡献 与伊夫里奎亚 对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早期贡献 具有相同的命运 尽管这些贡献创造者 进行创造活动所在的地区 遭到肢解 但他们的业绩 仍然保存了下来 第65章 拜占庭世界 1071-1240年 1071年 东罗马皇帝 罗曼努斯四世迪奥根尼 被塞尔柱军事首领阿勒布 爱尔斯兰战败 并俘虏 1081年 小亚西亚贵族 亚历克塞一世 康威努斯 登上东罗马帝国皇帝宝座 在以这两次重大历史事件 为起起点的十年中 东罗马当局 将东罗马帝国的心脏 小亚西亚 送给了突厥人 尽管东罗马人的祖先 为抗击阿拉伯人 对这一地区的进攻 已坚持不懈地 战斗了三个世纪 就和同一时期的中国一样 无休无止的内部纷争 导致了东罗马帝国 在这十年中的急剧没落 到1081年 东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 都遭到了东方的塞尔柱人 西方的诺曼 人和北方的 佩切涅格人和古兹人的蹂躏 古兹人从欧亚太平原西端 和多脑河下游 进入东罗马帝国 他们是塞尔柱 土库曼人的异教同宗 他们同样受到 另一支突厥人 游牧民族 基布查克人西迁的压力 亚历克塞一世 1081至1181年 是戴克里先和希拉克略的 名副其实的继承人 同他们一样 亚历克塞一世 从毁灭中拯救了帝国 并且找到了两个能干 和精力旺盛的继承人 约翰二世 1118至1143年在位 于曼努埃尔一世 1143至1180年在位 但是这三位皇帝 都未能成功地阻止 大地主经济和政治势力 以牺牲帝国政府 利益为代价的增长 也未能击退 来自小亚西亚的塞尔柱 和达尼什 曼德突厥人 游牧的土库曼人 行踪不定 基督教的希腊农民 疏远了帝国 农民身受游牧部落之害 但是只要拉姆苏丹国的 塞尔柱统治者 能够成功地保护农民 免受追随塞尔柱人的 游牧部落的骚扰 农民就会认为 突厥人 穆斯林苏丹的压迫 比东罗马帝国政府的压迫 还要轻 亚历克赛一世 必须要对付 第一次十字军 伊斯兰世界 对付土库曼人的办法 是将他们 迁移到东罗马的 亚美尼亚和小亚西亚 亚历克赛 对付西方十字军 歧视的办法 则是将他们 引向叙利亚 但亚历克赛 和十字军的目标 是相反的 亚历克赛 宁愿招聘十字军 作为雇佣兵 把突厥人 驱逐出小亚西亚 但十字军的目标 却是耶路撒冷 他们并不希望成为 东罗马帝国的 代理人或仆从 结果 双方都未能实现目的 东罗马帝国 从未恢复 小亚西亚腹地 十字军 虽占领了耶路撒冷 但他们 从未能成功地征服 叙利亚腹地 因此 在与广阔的 伊斯兰内陆地带 对峙的陆地防线上 十字军未能在叙利亚 建立稳固的 滩头阵地 拉姆的塞尔助人 能够在小亚西亚 建立一个 拥有定居人口的 有组织的国家 而赞吉 卢尔 丁和萨拉丁 则能够包围 叙利亚海岸的 法兰克人 滩头阵地 将法兰克人 驱逐出耶路撒冷 当帝国在小亚西亚 腹地的领土 仍然完好无损 帝国政府 与大地主争夺 对农民的 控制权的斗争 尚未彻底失败之时 尼斯福鲁斯二世 福卡斯和约翰 其次米西斯 及巴西尔二世的目标 就已经超出了 帝国的能力之外 但是 曼努埃尔二世 却推行了一个 更为野心勃勃的 扩张政策 从而浪费了精力 白白消耗了 东罗马帝国 已经萎缩的资源 虽然曼努埃尔不可能保持 帝国对塞尔维亚的支配权 但他仍然与匈牙利 进行战争 他干预菲特列一世 巴尔巴罗萨 与北意大利城邦之间的战争 企图收复帝国 在阿普利亚的失地 曼努埃尔于1180年死后 帝国的崩溃 在一场超级灾难中 达到顶峰 曼努埃尔 与西方基督教徒的关系 一直很友好 但他的大多数同胞 并未能分享 他的亲法兰克人的情感 东罗马政府 在先前两个世纪中 为谋求意大利沿海城邦 海军援助 而出让的经济特权 使得意大利人 能够从希腊人那里 赢得东罗马帝国的国内贸易 1182年 军事坦丁堡 发生了屠杀西方商人的事件 西西里的诺曼人进行了报复 占领和截掠了塞萨洛尼基 1180年 塞尔维亚 摆脱了东罗马帝国的宗主权 自1018年以来 已成为东罗马帝国臣民的 保加利亚人 于1185年进行反叛 重新建立了独立国家 这次是与弗拉克人合作 与保加利亚人 1041年的反叛不同 1185年的反叛 未能镇压下去 1185年 塞浦路斯脱离东罗马 但1191年 又被西方十字军骑士 英格兰的理查一世占领 1192年 理查一世又将塞浦路斯 作为一种未老品 交给了耶路撒冷的法兰克国王 吕基尼昂家族的盖伊 或者于1187年赶走了撒拉丁 而第三次十字军 又未能让他重新获得任命 1203至1204年 一场重大灾难震撼了东罗马帝国 军事坦丁堡 两次受到威尼斯人和法国十字军 联合远征军的进攻 第一次是以一个要求继承 东罗马皇位的人的名义 第二次则是袭击者自己的主张 这是军事坦丁堡 自330年建成以来 首次在敌人的进攻面前陷落 该城遭到了野蛮的抢劫 胜利者们彼此之间 定立了瓜分帝国的协议 但他们最终无力实行 其全部计划 威尼斯取得了最大的成功 在瓜分战利品时 他挑选克里特岛和其他一些海岛 以及分布在大陆沿海战略要地的滩头堡垒 不复存在的东罗马帝国的继承者 希腊人诸王国 在西北小亚西亚 小亚西亚北部海岸的东端 特拉布松周围 以及伊比鲁斯建立了独立国家 军事坦丁堡 被分给了一位法兰西的十字军 他获得了皇帝的头衔 继之而来的事情表明 拥有军事坦丁堡 现已成为一种负担 而不是财富 从330年到1204年 军事坦丁堡 在军事上 一直是东罗马帝国 坚不可摧的堡垒 但自从633至642年 失去了叙利亚 巴勒斯坦和埃及之后 他也成为一个社会和经济负担 从那时起 军事坦丁堡作为首都 对于帝国已经缩小的规模来说 就显得太大了 这一负担 在1071年 丢失了小亚西亚腹地之后 进一步加重 12204年 由法兰西皇帝夺取的 一小块帝国领土井 不足以维持军事坦丁堡 对于从1204年至1261年 居住在此的法兰西皇帝们来说 军事坦丁堡 自始至终 犹如荆棘丛生之地 与此相反 继承帝国的本地希腊人国家 却比帝国 自巴西尔二世死亡之后的任何时期 都显示出更大的活力 西北小亚西亚和伊比鲁斯的希腊人国家 互相之间 以及与法兰克人都处在竞争状态 在反对所有希腊人和法兰克人对手的斗争中 亚洲国家成了胜利者 地处偏僻的希腊特拉布松帝国 没有卷入这场斗争 西北小亚西亚的希腊人国家 自称是东罗马帝国的合法继承者 他的统治者自称为帝国皇帝 其合法性得到军事坦丁堡东正教主教的承认 这位主教临时住节 在流亡帝国的首都尼西亚 尼西亚的东罗马帝国 比三位康尼努斯家族的皇帝 统治军事坦丁堡时期 1091至1180年的东罗马帝国 更为成功地抗击了 塞尔驻突决人的拉姆苏丹国 尼西亚帝国向东部和南部 扩展和推进边疆 直接损害着拉姆的利益 他在经济上很繁荣 在文学和视觉艺术领域显示出特色 1235年 尼西亚皇帝约翰三世瓦塔特泽斯 夺取了位于达达尼尔海峡欧洲沿岸 威尼斯人的滩头堡垒加利波利 从而在欧洲获得了一个利角点 1234年 他与保加利亚结盟 1235年 尼西亚的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共同 从陆路围攻军事坦丁堡 从1235年后 法兰西人的军事坦丁堡帝国 已被尼西亚的希腊人帝国包围 法兰西人的军事坦丁堡 与西方基督教世界 保留下来的唯一交通线就是海陆 但援救他的法兰克人 必须要经受达达尼尔海峡两岸的夹击 海峡两岸 现都落入尼西亚的希腊人之手 到1237年 东南欧的东正教国家都处于上升阶段 复兴的保加利亚帝国和尼西亚的希腊人帝国 都显示出能超出法兰西人统治的军事坦丁堡帝国的实力 在教会事务方面 先前处于东正教世界边缘地区的塞尔维亚 一直是东正教会与罗马教会之间有争议的地区 他现在也明确地选择了东正教 尼西亚希腊人的帝国政府非常明智地认可了保加利亚主教地位的恢复 并为塞尔维亚设立了一个自制的大主教职位 但是东南欧的东正教国家与高加索的东正教国家 在领土范围和人口规模两方面都已逊色于俄罗斯 甚至在建筑、视觉艺术和文学等领域 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格鲁吉亚人都受到了俄罗斯人的挑战 在俄罗斯改宗基督教之后 最初的50年中 教会的历史是模糊不清的 对历史资料的解释也存在着争议 但有一点很清楚 从1039年起 俄罗斯已成为军事坦丁堡主教的教区 获得俄罗斯之后 军事坦丁堡主教的管辖区大大的扩大了 因为俄罗斯地域广阔 而且还在向北部和东部扩张 1169年 俄罗斯宗主国的王公所在地 由蒂涅伯河畔的基辅 迁到了福尔加河之流 克利亚继马河畔的弗拉基米尔 格鲁吉亚人、阿布哈兹人和阿兰人 都是东方正教会的基督徒 但是当同属东正教的希腊人 在11世纪上半夜征服格鲁吉亚人的 一姓论派亚美尼亚邻国时 他们仍然维持了独立 而且格鲁吉亚在1071年 也没有被卷入东罗马帝国的灾难 他在塞尔柱人的进攻面前 幸免于灭亡 并在12世纪时 与继承短命的塞尔柱帝国的穆斯林国家 瓜分了亚美尼亚 在女王塔玛统治期间 1184至1212年 由格鲁吉亚直接和间接统治的领土 从黑海沿岸 扩展到高加索的比海沿岸 蒙古人从欧亚大草原的突然出现 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 拜占庭世界各个部分的命运 格鲁吉亚是第一个遭遇不幸的东正教国家 1225年 他遭到四处闯荡的花刺紫魔王宫扎兰丁的劫掠 1236年 又遭到蒙古人的破坏 蒙古人强迫格鲁吉亚 接受自己的宗主权 1237年和1240年 蒙古人在经福尔加河畔的保加尔 到欧洲的途中 蹂躏了俄罗斯 1240年基辅遭到劫掠 蒙古人的宗主权 强加给了最东边的各俄罗斯公国 但西南部的加利西亚 哈利克兹 西北部的普斯科夫 和诺夫哥罗德 仍然保持着独立 而且诺夫哥罗德 开始包围蒙古帝国 及其俄罗斯附属国 在他们的北面 向东 扩展到了乌拉尔山脉以外 尼西亚的希腊人帝国 则得益于1243年 蒙古人打败和征服 塞尔朱拉姆苏丹国 1180-1204年 东罗马帝国的灾难 和1237-1240年 俄罗斯的灾难 既没有阻碍拜占庭文明的发展 也没有挡住它的传播 教堂建筑 使塞尔维亚人 被错定于东正教世界 这些教堂都装饰 有拜占庭风格的壁画 12世纪弗拉基米尔 和苏兹达尔的教堂建筑 将希腊 亚美尼亚 和格鲁吉亚的特色 都结合在了一起 尼斯塔斯 克尼亚提斯 给我们留下了 记载1204年 军事坦丁堡陷落的 生动感人的第一手资料 他是留下 从959年到1204年 东罗马历史连续记录的 一系列历史学家中的 最后一位 哲学家迈克尔 普塞洛斯 记录了976-1077年的历史 在记录事实和日期方面 他比自己的前辈利奥 蒂阿克努斯 更马虎草率 但对人物的分析 却很敏锐 这些拜占庭的希腊人写作 所采用的语言 是学究期的古牙典共同语 但是希腊语 并不是这一时期 东正教世界历史著述的 唯一语言 俄罗斯最早的编年史 是12世纪早期 用马其顿的斯拉夫语言创作的 当时 它是一种仍在使用的语言 第66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1099-1321年 11世纪后半叶 西方基督教文化空前繁荣 到了12、13世纪 西方基督教文化 在社会的各个领域 都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然而 在14世纪的前25年中 西方基督教文化开始走向衰落 在黑死病于1348年 横扫欧洲大陆之前 11世纪以来的人口激增趋势便已减弱 1261年 希腊人收复军事坦丁堡 1291年 穆斯林收复阿卡 宣告了西方基督教 自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来 对黎凡特地区入侵的失败 1303年 法兰西国王派人刺杀了教皇 捕尼法斯巴士 从此结束了自格列高丽七世以来 教皇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霸权地位 在许多著作中 对十二、十三世纪 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繁荣 从正反两方面均有所反映 最具名昭著的事件 便是1204年 十字军占领 并洗劫了东正教中心军事坦丁堡 于1208至1229年 又洗劫了清洁派的朗格多克 对波罗的海南安斯拉夫领土的霸占 在十二世纪达到顶峰 教皇顽固地对肥特列二世 及其继承人进行战争 这两个世纪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历史 不仅反映在许多著作中 而且还通过四位伟人的经历反映出来 阿西西的圣徒方济各 贝尔纳多尼1182至1226年 哲学家圣托马斯 阿奎纳125至1274年 弗洛伦萨的诗人诞丁 阿里盖里1265至1321年 和来自弗洛伦萨的乡村画家乔托 邦多尼1267至1337年 这四位伟人都是意大利人 但西方基督教雕刻艺术 却在十三世纪的法国达于巅峰 这就是被称作哥特式的中世纪建筑 这种建筑式样 实际是从小亚西亚塞尔柱突厥人那里传入的 今天人们有幸仍能在奥尔卑斯山两侧的欧洲 所有国家看到的遗址可以说明这一点 这些遗址比较完整地体现了中世纪西方基督教社会的理想 现存的许多优秀的哥特式建筑 是仿照塞尔柱旅行商队的客栈式样而建 这些建筑多在奥尔卑斯山北路 这并不奇怪 因为在意大利 尽管它在六世纪时也蒙受了不少苦难 但它并不像西方基督教世界其他地区那样 彻底地与希腊罗马文化决裂 因此在意大利人们仍乐于建造罗马风格的建筑 并不轻易地抛弃它 而且在纳维纳和威尼斯这样的东罗马帝国的边缘地区 也有许多教堂是由东罗马建筑师按照拜占庭风格建立的 例如 现存的完工于1071年的圣马可大教堂 便是根据以前军事坦丁堡的圣徒教堂而建 然而令人惊诧的是与其紧邻的总督府却是哥特式的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乔托竟然摆脱了拜占庭传统的影响 成为现代西方自然主义绘画风格之父 但丁采用当时意大利民谣形式创作了神曲 一改过去以拉丁语六音部诗律创作的习惯 对此后西方世界的诗人采用民族语言写作诗歌产生了很大影响 但丁在使用民族语言过程中 意识到自己是受了阿尔卑斯山脉诗人的影响 对一名意大利人来说 要摆脱拉丁语及其文学的束缚 比把奥克语和奥伊语作为母语的诗人要困难得多 更不用说与把罗曼语和条顿语作为母语的诗人相比了 中世纪的意大利人仍拘泥于祖先的拉丁语中 他们写作诗一方面离不开严格的拉丁语格律 另一方面在表现手法上又尝试着以民族语言来表现 以此求得平衡 十二十三世纪一些优美的拉丁诗歌 就是采用这种风格创作出来的 那些摆脱了希腊罗马语言影响的诗人 与同时代的希腊人相比 取得的成就更高 他们的大胆尝试使他们的创造性获得了解放 到淡丁时代 意大利已成为西方文明的启蒙地区 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地区 用了两个世纪的时间 才达到意大利1300年所达到的文化水平 在1300年前的两个世纪中 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经济迅速发展 人口进一步增长 生产力水平提高 技术上也更加进步 这一时期 西方人口的增加 可由下列事实加以证明 耕种的土地明显增多 城镇的数目增加 规模扩大 向被征服地区殖民 在有关城墙的历史的记录中 可以了解这一时期城镇面积的扩大 有许多这样的情况 1100年修建的城墙 被1250至1350年间修建的新的城墙所取代 以包围更大的城市面积 意大利北部和弗兰德 仍是城镇密集的地区 在毛纺之生产上 弗兰德在12世纪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直到13世纪末 弗洛伦萨才赶了上来 弗兰德的发展 得益于原材料供应的便利 本地原料丰富 又有来自低地国家和英格兰的大量原料供应 意大利城镇 尤其是沿海城市的发展 得益于西方基督教世界 与黎凡特地区之间的海上贸易 12、13世纪期间 意大利商人和弗兰德商人 每年聚会于相避的四个定期集市 这里成了一个方便的中转地 人口的增加 城镇树木的增多 及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殖民 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生活结构 九和十世纪 西方社会的动荡不安 使得大庄园迅速蔓延 小土地所有者急昼减少 人口的下降 又使庄园主将庄园的部分耕地 出租给电农耕作 电农每周必须抽出几天 在庄园主的领地上劳动 产品也归庄园主所有 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 这种方法能更好地保证庄园内土地的利用 但这种制度经济效益不高 社会效果也不佳 与雇佣劳动力相比 农奴或奴隶制作极少部分的工作 因此人口增多时 庄园主便以货币地租代替劳役地租 农奴也感到货币地租比劳役地租剥削量为精 而更乐于接受之 如果庄园主不付给农奴应得的报酬 农奴便逃往城里到工厂做工 或是逃向一北河东部的殖民区 这里开始是一块自由民的乐土 然而最终却成为欧洲农奴制度的堡垒 波罗的海地区乡村和城市都已殖民化 面向波罗的海的第一座德国城市是吕贝克 建于1143年 但则建于1200年 李嘉建于1201年 雷瓦尔建于1219年 波罗的海成为德意志的一个湖 斯堪蒂纳维亚和俄国成为其贸易的后方 曾使基督教世界丧胆的斯堪蒂纳维亚人 到13世纪已屈服于日尔曼的沿海城邦 就像希腊人穆斯林屈服于意大利城邦那样 波罗的海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小地中海 在1250至1350年的100年间 弗兰德各城不再从德意志法兰西进口谷物 而改从波罗的海进口 技术的进步抵消了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 尽管可耕地的扩大侵占了大片的牧场 造成肥料的减少 但是农作物的轮座制度 使三驱轮座制代替了二驱轮座制 减少了土地修耕的比率 此外把握耕耘与播种的时机也更多了 使用完马的生耕法到1200年 以趋于完善 12至13世纪 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水车数目有所增加 而风车的安装则开始于1162至1180年间 与风能水能人力不同的是 矿产是非替代性物品 自从公元前四千纪野猎术发明以来 一种又一种的矿产相继被采光用尽 公元十世纪 德意志和波西米亚 成为西方基督教世界重要的矿产来源 但到了14世纪 表层和浅层矿藏以开采殆尽 要采掘深层的矿藏 必须使用更先进 也更为昂贵的采掘技术 教皇和国王争夺权力的斗争 一直是12和13世纪 西方基督教世界政治生活的主旋律 斗争的第一个回合 已在受制权问题上的妥协于 1122年宣告结束 自此权力政治披上了伦理道德的外衣 而在第二个回合中 教皇与复苏的西罗马帝国 争夺对意大利已成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重要地区的控制权 权力斗争的性质赤裸裸地表现出来 在这些斗争中 获利的是意大利北部城邦和法兰西 帝国和教皇都是失败者 1158至1183年间 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皇帝 斐特列一世企图把专制帝制 强加给伦巴底诸城邦 遭到了失败 教皇支持城邦 为争取自治而反对帝国的斗争 因为教皇在对抗阿尔卑斯山外的帝国权力时 这些城邦能起到屏障的作用 为此 教皇不仅容忍了伦巴底和托斯卡纳地区诸城邦的自治 而且容忍了批平三世和查理曼次给教皇的 所有意大利领土上的城邦的自治 在12和13世纪 教皇的最大野心是统治整个基督教世界 这个野心勃勃的目标高于对任何某一地区的统治 因此 教皇在这个时期 不仅允许罗马涅及前东罗马帝国总督 在拉维纳周围的领土地区各城邦的自治 而且允许包括罗马本身在内的迪卡特斯 罗曼努斯的城邦自治 教室和意大利的一些城邦 结成经济和政治同盟 1250-1300年间 弗洛伦萨的银行代表罗马教廷 为教皇收税 从中赚取利润 教皇的另一同盟者是法兰西 法兰西的目的是要削弱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利 在皇帝与教皇的斗争中 从乌尔巴二世1088-1099年在位 到英诺森四世1243-1254年在位 历代教皇都把法兰西作为避难所 1194年 斐特列一世的儿子及继承人亨利六世 征服伦巴底诸城邦 并自称为两席西里王国的统治者 补偿了其父失败带来的损失 自此 霍亨斯陶芬王朝使教皇和意大利北部城邦 陷入西西里和德意志帝国的两面夹击之中 亨利六世的儿子及继承者斐特列二世 1230-1246年在位 是一个天才 他精通两西西里王国 具有世界主义的希腊和阿拉伯文化 并同样精通属于西方文化的意大利诗歌 但是他所引起的人们的反抗及他的早死 使他的才干末能充分发挥出来 教皇发动了对霍亨斯逃分家族的战争 以反对斐特列对整个意大利的觊觎 在这场斗争中 乌尔班四世1261-1264年在位 和克雷芒四世1265-1268年在位 最终取得了胜利 然而 他们的胜利是在说服一位法兰西王公 路易九世1214-1270年在位的兄弟 安儒的查理 让他出兵征服斐特列二世的继承者们 统治的两西西里王国的条件下才取得的 在征服的一个世俗权利的同时 教皇又将自己置于了另一个世俗权利的支配之下 1303年 法兰西王权结束了 教皇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统治 就像当初 教皇借助法兰西的帮助 击败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势力一样 就神圣罗马帝国来说 征服意大利战争的接二连三的失败 使他也失去了对本土德意志的有效控制 在十世纪和十一世纪 东法兰克德意志国王要比西法兰克 法兰西国王对其臣民实行的统治更为有效 到1303年 法兰西国王菲利四世1285-1314年在位 以赢得亡国内僧族两届险要人士的支持 公然反对教皇捕尼法斯巴士 称霸世俗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狂言 而此时德意志帝国的贵族们已成为事实上的统治者 他们敢于向皇帝挑战 而又不冒任何风险 法兰西国王权力加强的同时 德意志君主的权力却相对削弱 这是由两帝封建制度的历史差异造成的 同农奴制一样 封建制度也是一种社会关系 其土地使用权的转让 使通过个人劳役实现的封建义务是扶军义 而农奴制义务则是经济性质的 转让土地时 封建主与他的陈属定立契约 这种契约实际减少的是封建主使用土地的特权 而不是封建主对土地的所有权 而当封建领地成为世袭租殿时 封建主对土地的所有权便彻底丧失 世袭租殿早在九世纪时便在西法兰克出现 但从十世纪末以来 法兰西国王开始逐渐加强其权力 在东法兰克世袭封建领地出现的时间较晚 却在十三世纪加快了步伐 原因就在于德意志国王顽固的梦想统治意大利亡国的失败 他这种根本力所不及的控制阿尔菲斯山北路的梦想 其结果是放松了对本土的控制 帝国皇帝的称号成为一项沉重的额外负担 而法兰西国王却并无这个负担 在国王和教皇的斗争中 斗争的双方都丧失了一部分权力 国王失去的是政治权力 教皇失去的是道义上的权力 但是正是道义上的损失 引起了政治权力的损失 因为自从格列高利七世起 教士一直寻求通过建立道德权威来间接行使政治权力 这种道德权威的丧失伴随于教皇企图称霸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过程 在教皇对帝国的战争中尤为明显 为了与帝国作战 教皇需要金钱 为此发明了令人痛恨的增加收入的方法 他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向僧侣征税的行政制度 这种征税十分有利可图 一些世俗封建筑也借机从中于利 而意大利银行作为教皇的财政代理人更是发了大财 另一税收来源是罗马教廷作为最终上诉法庭更确切地说 在属于他们本省的由教会律师负责的诉讼案中 是作为出身法庭收取的费用 扎士丁尼一世民法典的发现 因基督教法规的编撰而并未显示其重要性 当斐特列一世宣称他作为扎士丁尼的继承人应该享有的权利时 他遭到了亚历山大三世一一五九至一一八一年在位 和卢西乌斯三世一一八一至一一八五年在位 两位教皇的反对 这两位教士都是以教会律师开始其教师生涯的 教皇对权利的贪婪并未打此目的 而使用财政法律手段 使西方基督教的高尚人士感到震惊 位于克莱尔沃的西托派修女院院长圣贝尔纳 1090至1153年反对教皇的法规主义和贪婪 圣贝尔纳也不是毫无瑕疵 他性情暴躁感情冲动 他尤其不能容忍任何宗教上的异端 不论是哲学家阿波拉尔煽动性的言论 朗格多克清洁派的禁语主义 还是异教的波罗的海沿案斯拉夫人 他以雄殿的口才号召组织十字军 征服这些异教徒和穆斯林 他鼓动对黎凡特进行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他自己也卷入了反对教皇的各对立派别的争吵中 他并未给自己谋求更高的教职 显而易见他是献身于宗教的 他出身高贵 然而他放弃了尘世的幸福 而成为严格的西托会的一名修道士 正是为了主义他牺牲了个人利益 因此他成为同时代西方基督教世界中 最受尊重 最有影响的人物 他对教皇被离其圣治原则的批评是权威的 也是最具诅咒性的 圣贝尔纳是狂热的正统派 西方基督教的正统观念 而非东正教的 十二和十三世纪中其他谴责教皇的人 令人震惊地接受了基督教的异端教派 或是反基督教的保加利亚宗教 鲍格米勒教 在西方以清洁派或巴塔利亚会而出名 这些反对教皇罪恶运动的领导人 在甘愿忍受贫困上是一致的 他们这样做是出于自愿 他们生来并不贫困 和圣贝尔纳一样 他们牺牲个人利益而选择了贫困 以自己的楷模来反对教皇的世俗化 反对基督教法规的世俗化 十一世纪西方宗教改革家们 为西方基督教僧侣的独身生活制定了准则 但并为强迫世俗教职人员放弃对财产的占有 也来强迫修道院放弃集体占有的财产 阿西西的圣方基各是一个成功的不匹批发商的儿子 他公然蔑视其父 抛弃享乐 而与清贫为伴 他和加尔都西会修士或清洁派的选民一样进行苦修 他过着福音书上所描写的基督般的生活 当他的第一位信徒 金塔瓦里的贝尔纳 请求方几个允许他过同样的清苦生活时 方几个十分高兴 因为他认为基督式的生活才是人类应该过的生活 于此他也接受了谦卑的思想 他从来没有要批评教皇的念头 哪怕是隐晦的 也不愿发起什么反教皇的运动 更不想担任什么新兴教派的领袖 像基督那样才是他现身的目标 然而即使如此他也未能免于和清洁派与维尔多派同样的命运 因为他乐于清贫事实上就是对教皇的谴责 虽非故意却更具破坏性 教皇英诺森三世 198-1216年在位和他的孙子 他的第二个继承人 红一主教乌格利诺 及后来的教皇格列高利九世 1227-1241年在位 认为方几个对基督的真诚模仿 使罗马教廷陷入困境 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 来自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 越来越高涨的对罗马教廷的指责 他们决定支持方几个 而不是以他为敌 这是一个明智之举 尽管其动机并不纯正 圣方几个 如果在和罗马教廷的第一次冲突中训身 那他就会免于以后的精神煎熬 而不是活下来蒙受耻辱 目睹由红一主教乌格利诺 和他的同伙埃利亚 经手而成的方几个会法典 与他本人提倡的基督式的生活 背道而驰 结果方几个陷入精神和肉体上的 极大痛苦之中 就像他当时选择清贫和谦卑史一样 如果乌格利诺和埃利亚狡猾的手段 莫能使方几个陷入痛苦的境地 那么方几个精神 就不会比方几个本人更长久 在他死后700多年的今天 这种精神仍然流传 尽管受到他的制度的保护者 小兄弟会规章的限制 但并未失去其价值 制度化赢得了持久性 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耻辱 但是对后代来讲 某些具有较高精神价值的东西的制度化 比那些稍纵即逝的精神财富的丧失 对人类的危害要小些 圣方几个没有认识到这个严酷的事实 但是乌格利诺和埃利亚意识到了 他们以此作为行动的规范 他们挽救了方几个精神中的一些东西 也给自己带来了耻辱 圣方几个的同时代人 步道兄弟会的创始人 卡斯提人圣多明我 多明我 德 古斯曼 1170-121年走了一条简便的道路 他同样暗于清贫 两位圣徒都反对贪婪 但圣多明我的精神比圣方几个的精神 异于制度化 西方基督教世界新兴的城市 因方几个和多明我会的教堂 图书馆和讲演听的广泛分布 而在精神上受益匪浅 尽管如此 在圣方几个看来 房屋和书籍是令人讨厌的东西 他认为这些东西中存有对基督式生活的危险障碍 埃利亚从未失去圣方几个对他的信任 如果圣方几个能预见到 埃利亚之所以如此热衷捐款 是为了借他的名义建造教堂的话 他一定会万分痛苦 这些建筑和桥托绘画的优美 都无法消除他的痛苦 因为这些东西违背他早已现身的清苦和谦卑 埃利亚和乌格利诺知道 因为方几个修道会做些什么 圣方几个早就预言 一个西方基督教徒应该做什么 在圣方几个以前的那个时代 一个卡拉布里亚人 非奥雷家族的乔凡尼 代乔阿基尼约阿基姆 1145-1202年 他出身贵族 和圣贝尔纳一样 后来又成为西托会修士 预言动乱高潮过后 1260年 将要开创天国降临人间的第三阶段 圣灵时代将继圣子时代而出现 如同基督降生时 圣子时代在圣负时代之后出现一般 1260年 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1260年 教皇如果没有法兰西的军事帮助 很明显 就不会从菲特利二世的继承人手中 夺取两西西里王国 然而 圣灵时代亦没有降临 如果圣方几个精神能够盛行的话 这个时代或许才会来到 菲奥雷帝约阿基姆在他活着时 作为圣方济各的后来者 接触教皇 因洛森三世 非常方便 他的一些著作 在他死后于1254年 出版了新版本 这使他遭受了抨击 因为这些著作 曾使罗马教廷惊恐万分 1323年 教皇宣布 基督和其使徒没有财产的说法 是不确切的 这样 方几个会的神圣使徒们 因支持圣方济各 和效仿基督的观点 都未能倖免圣方济各 和菲奥雷的约阿基姆 所没有蒙受的一死的厄运 城市生活和富裕 使人类远离了大地母亲 在圣方济各时代 这两种弊病都开始困扰西方基督教世界 后世因感激圣方济各 不仅因为他提倡清贫的生活 更因为他那种对所有生命的内在的同情心 从流传甚广的传说故事中 我们了解到圣方济各与鸟类和动物 建立了一种良好的信任关系 虽然传说并非权威性的 对历史事实的记录 这种人与动物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 在印度以西的欧洲大陆 是很难见到的 圣方济各的赞美师 如同一个日本神道教徒一般 赞美上帝赐予人类大地母亲 赐予人类动物和植物 圣方济各本人的赞美师原文 至此突然中断了 赞美上帝赐予人类不是报复的性格 和肉体灭绝的诗节 都是后人附会的思想 赞美上帝赐予人类阳光的诗篇 可能是阿肯纳顿信徒的杰作 赞美上帝赐予人类各种元素的诗篇 可能出自索罗亚斯德教徒之手 那些来自一神教的犹太人之口的传说 则显得尤为珍贵 第67章 东亚126-1281年 宋王朝1126年的军事崩溃始终是可耻的 女真侵略者攻占了位于黄河流域的 整个中国文明的发源地 包括宋朝的首都开封 宋帝国之所以避免了被全部征服 并不是由于他的军队勇猛 而是由于女真骑兵遇到了天然障碍 即包裹着淮河和长江下游河道的迷宫式水网 以及多山的穷乡僻壤 按照官方的说法 流亡的宋王朝的新首都 林安杭州只是暂时的避难所 但宋朝再也未能成功地收复北方 尽管如此 宋王朝在南方存在了153年 1127-1279年 林安成了人类文明中心最大的 给人印象最深和最吸引人的城市之一 在江山破碎的宋帝国境内 人口 农业生产力 城市化 贸易 国际和国内 和财政设施都有了显著增长 纸币最初由私人银行发行 然后由宋朝中央政府发行 宋代中国艺术和工艺的发展 已在第59章中提及 在南宋帝国存在的一个半世纪里 它比领土范围和军事力量达到高峰时的 汉帝国或唐帝国的人口更为众多 也更为繁荣昌盛 南宋时期 中国文明的一个严重倒退 是妇女地位的下降 禅族习俗的引进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 1126年的灾祸 也没有阻止新儒家哲学的发展 为了显示儒家学说 是大乘佛教的合法的取代者 新儒家们不得不步入了 与自己志趣不合的形而上学领域 在这一领域里 城市兄弟相互分手了 就成一而言 人性是终极实在的表现之一 就成浩而言 人性与终极实在是相互同一的 成一的形而上学为朱熹 1130-1200年有系统的完成 而成浩的立场 却为朱熹同时代的陆九渊 陆向山 1139-1193年接受 朱熹是一位卓越的擅长系统化的学者 就像托马斯、阿奎纳一样 也许在一定程度上 由于这一原因 尽管成浩和陆九渊学派的优秀代表人物 层出不穷 但对于文职官僚候补者 和他们的主考官来说 朱熹的体系 却成了儒家学说的官方定本 然而 与新儒家的整体共识相比 他们在形而上学上的分歧 是不甚重要的 他们全都对道教和佛教怀有敌意 尽管他们被迫窃取了大乘佛教的一些发明 而且他们也都感到道德比形而上学更重要 他们全都谴责佛教圣贤脱离尘世社会生活 认为这是反社会的 例如 程浩和朱熹不仅获得了各自的学贤 而且还耗费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时间 做一名限制文官 如果中国的新儒家 能够意识到现代西方的争论 他们肯定会反对圣 方几个和非奥雷的约阿基姆、非奥利的观点 而赞同卡迪纳尔、乌戈里诺和伊利亚的政策 在日本 935至1185年间 发生了权力和财富 从京都的异国情调皇室 向地方贵族的逐渐转移 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内和平 转变为国内混乱 首都的社会秩序越来越经常 而野蛮的被附近佛教寺院的武装力量的入侵所扰乱 宗室出身的两大地方豪族平市与原市之间的内战 于1185年以原赖朝的胜利和他以镰仓为基地 对全日本实行实际统治的确立而搞结束 镰仓位于关东 主要到于本州中一块最大的西建平原西南端以外 皇室和他的深奥精致的文化被允许在京都存在 但是京都政府的实际权力却被剥夺了 事实上至少早在858年京都的皇室就以为属于藤原家族的摄政者所控制 1199年原赖朝死后 林仓秘府将军的摄政权于1203年为北条家族获得 北条市一直掌权到1333年 并把原赖朝所创立的政体有效地维持到1284年 从1185年到1284年日本被有效地统治着 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 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 尽管分配的不公平也同时增加了 日本在这时有一个强力的政府是幸运的 因为蒙古人于1274年入侵了日本 在1279年完成了对宋帝国的征服后 又于1281年再度入侵日本 这两次战争中风暴帮助了英勇的日本人 严重破坏了侵略者的船舰 1274年蒙古远征军人数很少 仅仅经过一天的战斗就结束了他的进攻 1281年侵略军的规模很大 进攻持续了两个月之久 打退蒙古人对日本的这两次袭击 同公元前五世纪打退波斯对欧洲希腊的两次袭击 穆斯利阿拉伯两次围攻军事坦丁堡的失败一样 对人类历史有着重大影响 联仓的军人政府比京都的文人政府 更适合日本12世纪和13世纪的文化与社会状况 元赖朝和北条市的摄政者们在联仓坚守着幕府政体 他们的一些同代人在宗教领域中也扮演着相应的角色 通过中国和朝鲜传入日本的最早的大乘佛教种类 使深奥难解的行而上学 尽管这些教派的一些僧侣 在他们于日本土地上的实践中变成了粗野的穷兵独武者 十二和十三世纪 佛教以简洁的形式呈现于日本人面前 在较为广泛的范围内被理解和认同 1191年佛教禅宗的一支传入了镰仓 禅宗通过严谨的修行冥想 达到精神上顿悟的方式吸引着武士们 浩然1135-1212年和亲卵1173-1262年 号召民众全神贯注的重复菩萨阿弥陀佛的名字 作为死后获准进入净土阿弥陀佛的天堂的护福 日连1222-1282年全神贯注于口诵《妙法莲华经》 他更近似于公元前九世纪的以色列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 而不是任何佛教先生 日连反对所有的其他佛教宗派积极介入政治 陷入了与幕府的纠纷 但他却由于宣传抵抗蒙古而赢得了圣名 直到20世纪70年代 所有这些12世纪和13世纪简洁的日本佛教派别 仍有为数众多的信徒 第68章 蒙古人和他们的后继者 蒙古人是一个人数很少的草原游牧民族 他们的祖传牧场位于欧亚大平原的最东北角 公元13世纪 他们突然从欧亚大平原上兴起 到1241年 他们已经攻克了他们面前的所有地区 向西推进到了奥德河和亚德里亚海的东北岸 1260年 他们侵入叙利亚 1297年 他们占领了上敏殿 蒙古人的进攻性征服 开始于欧亚大草原的东端 深入到了所有皮莲的定居人口居住的地区 1203年 当铁木针约1162至1227年 1206年以后 成为成吉思汗 成为最高统治者时 蒙古人的进攻性征服 就在统一的指挥下策划和进行了 直到1259年 成吉思汗的孙子和第三位继承人蒙哥去世 这一征服才告停止 到1259年为止 蒙古大汉在其欧亚大平原东部的首都哈斯河林 或直接或通过使臣 统治着一个以前从未有过的庞大帝国 那时 从东到西 蒙古帝国从太平洋的西北岸 一直延伸到福尔加河的源头 和多脑河下游的北岸 从北到南 从贝加尔湖延伸到越南北部 蒙古帝国还没有完全占有 宋代中国的全部领土 但是 只有欧洲大陆 非洲大陆 和阿拉伯半岛 印度半岛 最终逃脱了蒙古人的短暂统治 蒙古人成为唯一成功的征服了整个中国的欧亚 游牧民族 蒙古帝国在这一规模上的政治统一 是短暂的1241至1259年 但也是史无前例的 在这一政治统一未遭破坏之前 它也是强有力的 蒙古帝国使得许多区域性文明 发生了迅速的相互接触 而在此前 这些文明在其发展中 很少把它们彼此联系在一起 甚至很少知道同时代的其他文明 它们与同时代的其他文明 只是通过传导性的欧亚大草原 被潜在地联系在一起 公元四世纪和五世纪 匈奴人曾先与蒙古人 在欧亚大草原上兴起 涌向四面八方 并把自己的统治 暂时地强加于周围的一些定居民族的身上 与拔都的疆域相比 阿提拉的疆域 向西更远地伸进了欧洲 燕达匈奴人侵入了印度 并在那里建立了永久性的立足点 而蒙古人则避开了印度 其他的匈奴人与非匈奴的蛮族 共同在中国北方即西进王朝之后 建立了一系列国家 但是这些都是匈奴族 不同部分的不相关联的事业 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时刻 被匈奴人征服的所有地区 在政治上统一起来 然而在另一方面 从1241年到1259年 用政治术语说 整个欧亚大平原的陆地海洋 成为了蒙古人的陆地内湖 环绕四周的是各种定居居民 在蒙古帝国统治下的一统天下 在这些年代里 欧亚大平原始终被有效地管辖着 效率很高的驿站组织 使大平原的传导能力由潜在变为现实 驿站组织的首要目的 是使蒙古贵族一接到同之 就能参加在哈茨河林举行的蒙古部族大会 这一设施同时也从四面八方 把从属的定居民族的君主 战争的俘虏 自愿的冒险者 有技能的工匠 商客 蒙古行政官职的候选人 以及来自独立国家的使者 送到了哈茨河林 比如在1254年 西里西亚亚美尼亚的海顿国王 动身前往哈茨河林 而在他之前 他的兄弟康斯特布尔 森帕德特已于1247至1248年间掀踏而去 西里西亚亚美尼亚曾心甘情愿 他屈从于蒙古人的统治 他也是唯一真正试图抓住机会 利用蒙古人和西方基督徒的联合统一行动 以粉碎伊斯兰世界的 黎凡特地区的基督教国家 1245至1247年 一位名叫卡皮尼的天主教圣方几个会的修道士 作为教皇英诺森四世的使者 往返于里昂与哈茨河林之间 1253至1255年 另一位圣方几个会的修道士 勒伊斯布鲁克的威廉 作为热衷于十字军东征的法兰西路易九世的使者 从阿卡来到哈茨河林 然后回国 可是 在这两个来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使团之后 无论西方人还是蒙古人 都未继续采取任何有效措施 而伊斯兰世界 尽管一度曾处于他有生以来 从未遇到的巨大危险之中 但他仍然幸存下来 穿越那一度秩序井然的 欧亚大平原的使团的往返 其文化上的作用 远较政治上的成果重要得多 勒伊斯布鲁克的威廉 描述了复活节后不久 他在哈茨河林所见到的大群的基督徒 他们来自许多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教派和不同的民族 1251年 忽必烈成吉思汗之孙 他的第四个汉位继承人 奉其兄当时的大汉蒙哥之命征服宋朝 1279年 忽必烈作为蒙哥的汉位继承人 完成了这项任务 公元四世纪时 蛮族曾征服了中国北部 如同他们的蛮族前辈一样 蒙古人也不情愿通过信奉 儒家学说的中国文人 来治理中国 四世纪时 中国北部的蛮族征服者 得到了佛教徒 汉族及异族人的支持 而中国的蒙古人 原王朝的忽必烈及其后代 则得到了穆斯林与基督徒的支持 忽必烈征服宋帝国的战略 与公元前四至三世纪 秦国征服楚国时 所采用过的战略是一样的 在直接进攻宋朝的国土之前 忽必烈从四面包围了他 1253年 他征服了太族人的国家南照 并把他并入了中国的云南省 忽必烈在那里的代理人 是来自中亚的蒙古人统治下的穆斯林 他们在云南建立的穆斯林社区 一直留存至今 1275年 在中国有三万名 来自高加索北部山地 信奉东正教的阿兰人 在忽必烈手下服 威尼斯人马可 波罗普作为一名行政官员 在中国为忽必烈共职 约达17年之久 约1275至1292年 而来自河间地区的穆斯林塞典 詹斯丁则在1274至1279年之间 为忽必烈共职 他为忽必烈组建了中国的一个新省 云南省 与同一时期穆斯林的影响不同 中世纪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 又如昙花一现 无论在云南还是在中国西北部 伊斯兰教都扎下了根 与此相应 作为120至1257年间 蒙古人征服伊朗的后国 中国的艺术则长久地影响着伊朗的艺术 忽必烈在中国的穆斯林 和基督徒的兵士与行政官员来自远方 但蒙古人从他们的征服事业开始时起 就从当地征用有才能的人和工匠 而这也被认为是 他们所以能取得轰动意识的成功的原因之一 像穆斯林阿拉伯世界 和斯堪蒂纳维亚的骤然兴起一样 蒙古人的兴起也是突发性的 然而同样与前者一样 其也是临近文明的刺激性影响 在此前长期持续传播所突然产生的后果 最迟从公元前四世纪开始 欧亚大平原东端的游牧民族 就已同中国北方的燕国 发生了直接的接触 如果用一道线把中国与北方大平原划分开 那么从公元十世纪开始 在这道线的西北段跨境而建的藏族 汉族国家西夏 在这道线的东北段跨境而建的契丹 表帝国以及他的后继者女真金帝国 就成为文明传播的途径 通过这些途径 中国的文明越过那些半中国人 建立的帝国的草原边疆 传播到了独立的游牧民族之中 如同东罗马帝国一样 金国的皇室通过利用一个游牧民族 承治另一个游牧民族的办法 来控制与他为邻的欧亚游牧民族 达达人是蒙古人在东南方的近邻 金国曾利用他们来承治蒙古人 大约在1202年 金国又利用克列布族来承治达达人 克列布族是信奉涅斯托利派的基督徒 也是蒙古人西南方的游牧族近邻 在这场斗争中 一个较小的蒙古首领的儿子 铁木真是作为克列布克罕的下属盟友 来为其效劳的 1203年 铁木真打败了克列布 而将其并入他自己的部落 金国插手于各有牧族政治势力之间 使铁木真对一开始建立起 他自己的独立势力 然而铁木真和他的孙子忽必烈一样 谨慎地使自己不落入汉族人手中 但铁木真认识到了知识和智慧的力量 他从善如流 而这也是他获得成功的一个原因 他能在非汉族人中选拔顾问和官吏 1203年之前 在他手下就已经有一些穆斯林上人了 蒙古人自己和达达人仍然信奉萨满礁 但达达人东南方的汪谷部 以及克列布北方西北方的乃蛮部 和密尔启部 则从1009年起就已信奉了涅斯托利教派 铁木真于1203年消灭了克列布之后 其他的这几个信奉涅斯托利教派的游牧族 于1204年联合起来反对他 而铁木真则逐一打败并吞了他们 乃蛮部的克罕被杀死 他的威吾尔人掌印官秘书塔塔统阿转而为铁木真效劳 威吾尔突厥人是乃蛮部的西南邻族 也是西夏帝国的西北邻族 他们大概在1204年 乃蛮部被打败后不久 就自愿地归顺了铁木真 威吾尔人与哈扎尔人一样 曾经是游牧民族 他们讲突厥语 并且欣然接受了各种各样 非游牧民族文明的成分 在763年 威吾尔人就已信奉了摩尼教 但他们当中也有涅斯托利教徒和佛教徒 他们使用的文字用古叙利亚字母拼写 他们用这种字母转迹自己的突厥语 并把用古叙利亚文写成的摩尼教 涅斯托利教的祈祷文和圣经转迹下来 当时已被称作成吉斯汗的铁木真 命令他的掌印官 采用于叙利亚文的写法转迹蒙古语 并且把蒙古人的习惯法 扎撒书写下来 当成吉斯汗于1215年 攻占了金国的都城大兴府 即金中都 金北京后 他得到了从前在金朝共旨的 契丹族官员耶律楚才为他效力 耶律楚才与塔塔统阿一样 心甘情愿地转而为成吉斯汗服 一度沦为女真人陈朴的契丹人 并不觉得他们应忠实于自己已经战败的前主人 成吉斯汗的财富 就是他的为物而人 西单人和穆斯林谋士们的才能 就是那在马背生活中 反复灌输到游牧民族战士心中的尚武精神和军事纪律 还有他个人叱咤风云的胆略 以及他在战时和平时 选用人才为他效力的可靠判断力 他的禁卫军像亚历山大大帝的禁卫军一样 有如一所参谋大学 他作为统帅从中挑选人才 亲自考验他们 派他们去执行重要的任务 成吉斯汗的个性和组织能力 加上蒙古人的好战性格 以及从蒙古人和达达人的近邻 逐渐吸取的文明气息 所有这些就是蒙古人在其领袖 成吉斯汗的激励下取得惊人的军事 政治成就的原因 成吉斯汗经历的最艰苦的一战 也许就是1203至1204年 他吞并战争的第一战 通过这场战争 他把所有其他生活在欧亚大平原东部的游牧民族 都并入了他的蒙古人部落 1205至1209年 成吉斯汗征服了西夏国 从17211年起 又开始了征服金国的战争 1218年 他打垮了驱出律 驱出律是原乃蛮汉之子 逃亡后 篡夺了地跨天山山脉的黑漆丹的统治权 120至121年 成吉斯汗征服了花刺子磨沙皇的领地除花刺子磨以外 还包括速特 图火罗和阿富汗 1227年 成吉斯汗去世后 朝鲜于1231年被征服 对金国的征服也于1234年完成了 1236至1241年的一系列战争 又为蒙古帝国增加了欧亚大平原的整个西半部 还有福尔加河畔的保加利亚人 以及俄罗斯各公国 仅洛夫哥罗德普斯科夫和加利西亚除外 1243年 拉姆德塞尔著人被击败 并成为蒙古人的蜀国 开始于1251年的对宋帝国的征服于1279年完成 与此同时 南兆于1253年被吞并 越南北部一度于1257至1258年被吞并 伊拉克和伊朗的西南部在1256至1258年间 被成吉斯汗的孙子叙列武征服 1258年巴格达陷落并遭到洗劫 阿巴斯哈利发帝国至此灭亡 在东南方更远处 湛婆越南北方南部的一个印度化的国家 于1283至1285年间成为蒙古人的蜀国 缅甸北方在1287至1303年间也被占领 蒙古人周围的游牧族各部 并未因这些征服战争而受到什么损失 他们既没有失去自己的牲畜 也没有失去自己的牧场 不过是改换了主人而已 而另一方面 对那些定居地区的蒙古人的牺牲者来说 蒙古人的征服则意味着种族灭绝的灭顶之灾 最残酷的几次大屠杀 发生在120至121年成吉斯汗征服花字紫模的战役中 1231至1241年拔斗西征的战役中 以及1258年叙列武在伊拉克进行的战役中 从1215年到1241年间 耶律储才千方百计使他的蒙古主人相信 屠杀那些潜在的富裔提供者是与蒙古人的利益相矛盾的 然而 在1242至1246年的汉卫初空时期 耶律储才已经不久于人设了 像从前的帝国缔造者们一样 蒙古人也并非是战无不胜的 1274年 1281年 两次渡海远征日本的失败 上文中已经提到了 1292年 渡海远征爪哇也遭到类似的失败 1260年 在叙利亚的土地上 蒙古人遭到更为惨重的失败 阿犹布王朝的继承者 马穆鲁克王朝 大败叙列武的前卫 1281年 1299至1300年 1303年 叙列武的继承人 控制着蒙古帝国 在伊朗和伊拉克的封地的 伊尔汗国的几代汉王 一再被叙利亚的 马穆鲁克王朝打败 妨碍蒙古人 实现其征服人类世界野心的 另一件事 是1264年 发生在伊尔汗叙列武 与钦察汉 比尔戈之间的内战 比尔戈是包括大平原 西半部在内的 广大封地上的可汗 这块封地 是1236至1241年间 由树翅 成吉思汗的长子 之子比尔戈之兄 和前代克汗拔都为 数次家族征得的 比尔戈的金帐韩国 与马穆鲁克王朝结盟 热纳亚人 则通过从金帐韩国的领地 向马穆鲁克王朝 输送奴隶而获利 这一联盟 使他们的力量超过了 其对手伊尔汗 继蒙戈之后 于1260年 登上大汉之位的忽必烈 是序列武之兄 他也受到了 来自两方面的挑战 其一是在1259至1264年间 来自他们另一个弟弟 阿里布戈 其二是在1259至1308年间 来自窝阔台汉的孙子海都 和海都之子查巴 1260至1267年间 忽必烈把他的都城 从哈兹和林迁到北京 此后又在1271年 为他的王朝 取了个汉语的名称元朝 于是蒙古帝国变成了一个真正中国人的帝国 然而 他却比此前任何一个真正中国人的帝国 都拥有更为广大的多的西方蜀国 但是 金帐韩国对大汉 也叫做元朝皇帝得忠诚 则仅仅是名义上的 大汉在其直接控制的领地上的权威 也受到海都和他的儿子的怀疑 另外 蒙古人和中国人相互仇视 蒙古人是第一批没有被中国文明征服的外来征服者 1368年 当元朝被推翻 他的驻防军被驱逐到长城遥远的另一边 他们祖辈生活的草原上时 蒙古人撤退了 但是 却仍然未被中国化 这与流亡的契丹人的情况 形成鲜明的对比 契丹人在被赶出中国之后 在穆斯林的中亚 建立了一个中国化的政权 并维持了将近一个世纪之久 契丹人在中国东北边疆统治的地区 从未超过16个州的范围 而蒙古人则在1279至1368年间 统治了整个中国 并且从1215年起 就在中国北方 控制着一个根据地 他与契丹人曾经控制的根据地一样大 蒙古人建立的元朝 在中国留下了一个积极的永久性的纪念 1289年 忽必烈完成了延伸大运河 是其从杭州北抵北京的工程 中国的蒙古人政权也一度起过消极作用 但它却未产生一个永久性的积极后果 开辟了道路 在元朝的统治下 儒家传统的文学陷入极端艰难的逆境之中 于是两种新的文学形式 用当时的市民语言写作的小说和戏剧得以形成了 其中的一些作者就是儒家弟子 尽管他们始于承认自己是那些如此粗俗的小说和戏剧的作者 但这两种新的文学形式却为市民群众所喜闻乐见 一直到蒙古人被赶出中国 儒家的传统对以恢复之后 他们仍然流传下来 那些羞涩的小说和戏剧的创作者们为中国文学所做的贡献 与他们托斯卡纳的同时代人但定为西方文学所做的贡献 与阿肯纳顿为法老统治下的埃及文学所做的贡献 都是同样重要的 无论是中国的文明 亦或俄国的东正教文明 都未能征服中国的蒙古族统治者 和俄国大部分土地上的蒙古族君王 而另一方面 无论是伊朗 伊拉克的蒙古族征服者 还是操突绝语的金帐韩国的蒙古首领 都被伊斯兰教所征服了 这是被征服的定居者的文明 对于征服他们的草原游牧族军事力量 在文化上的胜利 在蒙古人于1368年被赶出中国之前 伊朗和伊拉克的蒙古伊尔汉 王朝于1335年灭亡了 拔都的后继者们的统治也于1359年结束了 这些后继者们 直到那时为止 都是金帐韩国的统治者 在14世纪上半夜 金帐韩国与查可台汉的定居的臣民们 公开声称要反抗他们的蒙古征服者 金帐韩国的西南疆界 同时也是草原的游牧生活方式的疆界 被来自匈牙利的罗马尼亚人定居者 从多瑙河下游的北岸 推回到德涅斯特河的西岸 这些定居者建立了 瓦拉吉亚和摩尔多瓦公国 在德涅斯特河 与蒂涅伯河之间 从波罗的海内地的丛林 一直到黑海的北岸 一度曾遍布着一郊的立陶宛人 1386年 立陶宛人改信西方的基督教 并因一种个人间的结合 而与波兰联合 但这个新的西方基督教大国 首先被卷入了 阻止信奉西方基督教的 条顿骑士侵略的斗争中 因而错过了 成为金帐韩国的继承者的机会 1371年 俄罗斯各公国的王公们 拒绝向地处福尔加河 叛赛来的金帐韩国 克汗的宫廷进贡和表示尊敬 1380年 当时的蒙古克汗 被莫斯科大公打败 但金帐韩国的实力尚未耗尽 1381年 莫斯科被一个新的蒙古克汗 脱脱迷失攻陷 脱脱迷失是被贴木而博折 扶上汉位的 俄罗斯人未能成功的将他们自己 从金帐韩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他们也还不能期望继承 金帐韩国的遗产 金帐韩国与茶河台韩国的 当然继承者是铁水而博折 他是一位突厥人的勇士 是茶河台汉位于河间地带的领地上 定居居民的首领 1362至1367年 天木尔从茶河台汉的统治下 解放了河间地带 在1369至1380年间 以及1383至1384年间 他在茶河台汉追随者的 故乡大草原上惩罚他们 到了1380年 他还解放了 位于西尔河下游的花四子摩 花四子摩是金帐韩国封地的一部分 1383年 当天木尔的被保护人脱脱迷失 试图为金帐韩国重新夺回花四子摩时 天木尔于1391年和1395年 两次侵略基布查克草原 以此来回境 脱脱迷失 在后一次战役中 帕木尔穿过大草原 袭击了俄罗斯 帕木尔是第一个未受惩罚的 袭击了欧亚大草原西半部的定居人首领 大流士一世及时的后撤了 亚历山大的将军索匹龙则死在了那里 1405年 帕木尔死于前往中国的途中 假如他不曾将其绝大部分精力消耗在对伊斯兰世界内部的进攻上 不曾将蒙古人士的残暴手段用于这些进攻中 那么他或许已经重新组织起了那个蒙古帝国的残渣碎片 并且从撒马尔汗对其进行统治了 在公元15世纪 帕木尔的后裔们对文化人和战兴术士表示出仁慈和恩惠 以此来多少改变帖木尔留下的残暴形象 但是他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是懦弱的 他们的祖先帖木尔拼搏一生 留下了一个尚未得出答案的问题 在旧大陆文明中心腹地的版图上 谁将成为蒙古人的继承者 第69章 伊斯兰教世界1291年至1555年 1555年的伊斯兰教世界要比1291年十大得多 它的主要部分在政治上分属于三个大帝国 黎凡特地区的奥斯曼 奥托曼 土耳其帝国 伊朗的萨菲帝国和印度的帖木尔 穆沃尔帝国 这一重大的变化在伊斯兰教世界于1220年 成吉思汗入侵和间地带的年代至1405年 帕木尔去世的年代之间所经历的动乱中发生 1555年 德干高原 北印度的穆斯林统治者在1294年开始征服德干 被置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 其势力向南达到吉斯德纳河与通格拉巴德拉河一线 与此同时 东南欧也被置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 其范围包括了除最西端匈牙利之外的整个地区 伊斯兰教世界的这些扩张 同先前它进入印度一样 都是用武力取得的 在整个印度以及在东南欧 被征服人口的大多数一直没有改宗伊斯兰教 但是 在伊斯兰教世界的中心 十二和十三世纪大规模的改系 已使占这一地区人口多数的非穆斯林降为少数派 所以 在几个方向上 伊斯兰教世界是通过改宗 而不是通过征服扩大的 例如 卢比亚在1291年之前 一性论派基督教已经存在了约八个世纪 但由于从十四世纪开始 阿拉伯部落从埃及不断渗透的结果 卢比亚也逐渐改信伊斯兰教 即使是保留了自己祖先语言的那些卢比亚人 也采纳了伊斯兰教 在西部苏丹 伊斯兰教从他在撒哈拉以南 取得第一个立脚点的十一世纪起 就一直不断的吸引着改宗者 在十五世纪的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 伊斯兰教就同其先驱者印度教和佛教一样 以和平的方式赢得了改宗者 在这一地区 伊斯兰教并没有取代一千多年来 一直起作用的印度文化的影响 伊斯兰教仅仅在表层上覆盖了印度教 在中国 云南和甘肃的穆斯林民族 是在蒙古人统治时期形成的 在短命的蒙古人政权结束后 这些民族依然存在 在1555年并存的三个伊斯兰教帝国中 奥斯曼帝国最古老 它的核心在1300年已经形成 1353年 它在后来聚意发迹的欧洲 取得第一个立足点 到1402年 它已在1071年前 由东罗马帝国控制的大部分亚洲 及欧洲地区 建立了直接或间接的统治 1402年 奥斯曼在小亚西亚的力量 被贴末而粉碎 并分裂为三支互相竞争的势力 但是它的欧洲及部分亚洲领土 被苏丹穆罕默德一世 1402至1421年在位 重新组合在一起 它的不朽之作是 建于布尔萨的美轮美奂的大清真寺 军事坦丁堡的征服者 穆罕默德二世 1451至1481年在位 巩固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和制度 谢里姆一世 1512至1520年在位 改变了帝国的面貌 它将帝国向东部和南部扩张 使奥斯曼帝国继承了 马穆路克王国和东罗马帝国的版图 1555年在苏莱曼一世的统治下 帝国达到了鼎盛时期 并且这一鼎盛阶段持续了一个时期 萨菲帝国是在1500至1513年突然兴起的 但到1513年 它在东北部已达到 与乌兹别克游牧部落对峙的极限 乌兹别克人是金战韩国 在西西伯利亚的一支 他们在15世纪从天摩尔人那里 一点点地征服了乌虎河 要杀水流域 萨菲帝国的创建者沙 伊斯玛伊威胁着 奥斯曼帝国达四年之久 1511至1514年 他重复了1402年 天摩尔带来的那场灾难 但在1514年的 凡湖东北部的查尔德兰战役中 奥斯曼人给萨菲人以狠命的一击 直到1655年 萨菲帝国还没从这次打击中舒缓过来 1516年 奥斯曼人吞并迪亚巴克尔 1534至1536年 吞并伊拉克 尽管如此 1555年萨菲人 仍然占有除了西北角之外的整个伊朗 1555年 天摩尔的胡马雍再次征服德里王国 胡马雍的父亲巴布尔 在1512至1513年间 企图从乌斯别克人那里 重新征服其家族先祖 在河间地带的领地失败后 曾于1526年征服过德里 1512至1513年 巴布尔与伊斯玛伊治下的萨菲结盟 但在1513年 由于在另一端 受到谢里姆一世治下的奥斯曼帝国的威胁 伊斯玛伊与乌斯别克人构合 条件是伊斯玛伊占有护罗山 乌斯别克人占有河间地带和托卡里斯坦 巴布尔不得不退回到喀布尔 等待机会从印度得手 以补偿在恢复河间地带时所遭到的失败 这三个帝国的建立堪称是一种杰作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农业工业和商业的纳税人 如果没有一支训练有素而有忠诚不二的军队 他显然无法生存 但是自11世纪中期以来 伊斯兰教世界一直遭受着穆斯林游牧部落的入侵 西北非荷安达卢西亚受到游牧的伯伯尔人和阿拉伯人的蹂躏 伊拉克和吉吉拉美索布达米亚受到另一支游牧的阿拉伯人的蹂躏 乌虎河要沙水流域 伊朗 亚美尼亚和小亚西亚则在游牧的土库漫人的铁蹄之下 前文已经提到 这些土库漫人有两次移民浪潮 第一次是11世纪由塞尔助人领头的大迁移 第二次是13世纪为躲避蒙古人的大迁移 由于这些穆斯林游牧部落的出现 由于蒙古游牧部落犯下的暴行 以及后来天木尔于1380年至1450年间 在伊斯兰教世界的中心犯下的暴行 定居居民的生产力和纳税能力严重受损 一落千丈 天木尔和他的军队并不是游牧民族 他们是定居在河间地带的穆斯林 但是天木尔的行为和蒙古人一样残暴 除了1395年对俄罗斯的那次入侵以外 其他所有的受害者都是穆斯林 在严厉惩罚查核和韩国和金杖韩国穆斯林游牧部落的同时 天木尔1393年截略了巴格达 1398 1399年截略了穆斯林在北印度的首都德里 1401年截略了阿勒坡和大马士革 1402年肢解了奥斯曼帝国在亚洲的领土 天木尔的行径是破坏性的 没有任何积极作用 1402年他死后 他自己的帝国日益没落走到了尽头 使政治上重建伊斯兰教世界的工作 落在了更具有建设性的人间上 在天木尔去世之际 伊斯兰教世界中仍然继续运转着的国家 仅剩下了埃及和叙利亚的马穆路克王国 与德干高原的巴赫马尼王国 伊拉克尚未从1258年的蒙古人征服中恢复元气 在这之前伊拉克与埃及在经济上一直并驾齐驱 它是旧大陆文明中心的两大产粮区之一 1358年伊拉克的灌溉网荒废失效 并一直未能得到修复 同埃及一样 北印度也躲过了蒙古人 但他未能躲过天木尔 早在天木尔毁灭性的入侵之前 德里亡国已经无法保持穆斯林印度的完整 在北印度 穆斯林征服德干之后 这一征服始于1294年 德里国王穆罕默德 伊本 图格鲁克在1327至1329年 曾试图将统一的伊斯兰教印度帝国的首都 从德里迁到德干高原的戴奥克尔 但这一努力后来半途而为 在他迁回德里之后 他的帝国解体 大约在1336年 吉斯德纳河和通格拉巴德拉河 一线以南的半岛最南端 在反穆斯林的印度教维查伊纳加尔帝国中统一起来 1347年 在这条线以北的德干高原的伊斯兰教地区 形成一个独立的伊斯兰教帝国 统治者是巴赫马尼王朝 从1482年到1512年 巴赫马尼南国分裂成五个彼此纷争的小国 1564年 这五个穆斯林小国中的四个结成同盟 与维查伊纳加尔对抗 1565年 他们成功地推翻了这个最后的印度教独立国家 此后 在政治方面 印度教在整个四大陆的几乎所有地方都销声匿迹了 但在其他方面 印度教仍然生机勃勃 赋予活力 他对伊斯兰教的冲击做出了创造性的反应 在15世纪 加比尔用印第语诗歌表现了自己对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中所描绘的终极精神实在的直觉 加比尔成了西克教和西克社团创立者纳纳克1469-1539年的先导 天目而人的穆娃儿皇帝阿克巴1556-1605年在位 有一位印度教臣民杜尔西达斯 他用当时北印度大多数居民所使用的印第语改写史诗《罗摩言纳》 这一史诗在说印第语的人中以耳熟能详 就同辛波斯与斯大士人的诗迹为说 波斯语辛波斯语的人所熟知一样 1405年马穆路克王朝的埃及仍然保持原样 蒙古人和天目而先后侵入埃及的缓冲地区叙利亚 但没有到达埃及本土 埃及的灌溉网仍在正常运转 埃及的人口比较稠密 生产力 纳税能力和文明程度也较高 治理和保卫埃及的是一支装备精良 训练有素 纪律严明的军队 军队的士兵是从基布查克和高加索招募 来当兵打仗的奴隶 埃及的居民已不断从一性论派基督教 改组为伊斯兰教 基督教徒最终成了少数派 但是在马穆路克人统治下 同先前的伊斯兰教政权一样 埃及的基督教徒作为收税官 继续在公共事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所以在马穆路克的埃及 负责治理和保卫穆斯林多数派居民的是 入境的外国人 负责征税的是非穆斯林的本地人 在埃及马穆路克和印度穆斯林统治者版图之外的 伊斯兰教世界的亚洲部分 1300年之后的问题是 面对游牧的土库卖人的大规模存在 如何重建稳定的政治结构 有可能成为这一地区 新的伊斯兰教国家的创建者的 就是这些游牧部落的领袖 这些部落民的军事 才能构成了其领袖力量的基础 这些领袖人物必须要始终依靠他们 除非他们能够找到可靠的替代者 在这之前 部落领袖必须要尽力处置好 追随自己的游牧民 使他们驯服 秉着他们前进 最终又使他们放弃自古以来 四海为家的游牧生涯 变成农民和工匠 在小亚西亚 12世纪时的塞尔朱拉姆苏丹 以部分解决了这一问题 这些苏丹将他们在亚洲的土库曼人追随者 安置在拉姆和缩小的东罗马帝国之间的交界地区 在那里向非穆斯林发动圣战及哈德 塞尔朱苏丹在他们王国的中心 已建立起一个定居的社会 他所需要的人才部分 是本地的前基督教徒 部分是在土库曼人经过自己国家时 幸免于难地说 希腊语的农民 部分是来自伊朗的移民 但在13世纪 拉姆的塞尔助人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 流亡的东罗马帝国 在1204年 西方基督教冒险家攻占军事坦丁堡之后 将首都建在尼西亚 开始注意东罗马帝国在亚洲的财余领土 甚至再次扩张损害拉姆塞尔助人的利益 于是土库曼游牧部落向西迁移的第二次浪潮 又冲击到了拉姆 1243年 拉姆苏丹国被蒙古人打败 成为蒙古人的附属国 1271年 拉姆爆发的一次反蒙古人的起义 受到野蛮的镇压 蒙古伊尔汗国对拉姆的控制进一步加强 与此同时 尼西亚的希腊人于1261年 重新占领军事坦丁堡 则转移了他们对小亚西亚领土的注意力 结果在1261年至1300年之间 土库曼人获得了对差不多整个小亚西亚的控制权 东罗马帝国和塞尔诸拉姆苏丹国都相应受到损失 在1335年伊尔街灭亡之前 小亚西亚这一定居的突厥人国家已经灭亡 他或者亡于本地的土库曼人 或者亡于蒙古伊尔汗国的军事将领 或者亡于这两者的合力 取代这一政权的是另一些当地土库曼部落的统治 这些土库曼人过去曾经是陈属伊尔汗国的游牧民 土库曼人的部落就这样接替了伊尔汗人和拉姆的塞尔助人的位置 他们的领袖们全都渴望成为拉姆那样的定居王国的统治者 在这些野心勃勃的领导人中 最成功的是奥斯曼人 到13世纪末 这些奥斯曼人已被拉姆的塞尔助人苏丹 安置在萨卡里亚河下游的一个重要地带 直接面对三座希腊人的城市 伊兹米特 尼西亚和布尔萨 1326年 奥斯曼人占领布尔萨 1331年占领尼西亚 1337年占领伊兹米特 公寨伊兹米特打开了通往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沿岸的道路 攻占布尔萨则为1344年 向西征服下一个土库曼人王国卡拉西 开辟了道路 卡拉西已经占据了 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沿岸 当1353年 奥斯曼人在欧洲夺得滩头据点加利波利时 他们正在布尼西亚的希腊皇帝们的后尘 这些希腊人在1235年侵犯瑟雷斯 到1247年已从陆路包围了军事坦丁堡 而奥斯曼人在1361年攻占阿德里安堡 埃迪尔内之后 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奥斯曼人建立自己权力的手段 部分是通过驯服自己的土库曼部落民 部分是通过争取少数具有军事价值的改宗 和旨在从基督教国家征服的领土上 笼络许多具有经济价值 但并未改宗的基督徒 及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和纳税人 这些征服使奥斯曼人 获得了充足的定居基督教臣民 其规模相当于印度穆斯林帝国的创立者 所拥有的定居印度教臣民 由土库曼部落的首领们 在小亚西亚其他地方所建立的王国 都不具有这一经济力量的资源 萨菲王朝也不具备这种资源 为土库曼人的首领 驯服土库曼人的是穆斯林宗教 苦行僧教团的代表 但对于世俗的穆斯林帝国的创建者来说 这是一种危险的权宜之计 苦行僧们受到土库曼人的欢迎 是因为他们代替了前伊斯兰教时期 土库曼人的萨满 但这些穿着穆斯林服装的萨满 在逊尼派穆斯林宗教统治机构的眼里却是异端 他们常常不是驯化土库曼人 而是重新删起土库曼人道士的传统 例如 在1402年奥斯曼帝国一度被天末而推翻后 苏丹穆罕默德一世尚未完成帝国的重建 杰尔米扬王国西马尔的谢赫贝德尔丁 便于1416年 在保加利亚东北部和小亚西亚西部 再次臣服的亚洲土库曼公国萨鲁汉和爱登奥斯曼的领土上 同时发动了大规模的起义 贝德尔丁是一位伊斯兰教的律法学者 同时又是一名非正统派和具有革命精神的神秘主义者 他号召穆斯林和基督教徒联合起来 跟随他反抗奥斯曼人的统治 贝德尔丁的起义被镇压了下去 但他的教派却一直存在到17世纪 1416年参加起义的大多数人都是心怀不满的土库曼人 小亚西亚非奥斯曼的土库曼人部落 对14世纪被奥斯曼人征服心怀不满 对被天木儿暂时解放后 又再次臣服于奥斯曼人更是耿耿于怀 1511年奥斯曼帝国几乎再次被小亚西亚 十二一玛木什叶派土库曼人一次大规模的起义推翻 这些土库曼人都是萨非帝国的创建者杀 伊斯玛伊的同党 这次反叛在1512至1513年被谢里姆一世野蛮的镇压下去 萨非王朝最早的军队就是由从奥斯曼统治之下的 小亚西亚土库曼王国中逃出来的什叶派军团所组成 尽管萨非帝国的国王是苏菲教团当然的精神领袖 而整个红头兵因其头巾为红色而得名 部落军团的军人都是这个教团的成员 在1524年杀伊斯玛伊死后 这些红头兵仍成为伊斯玛伊继承人的心腹之患 奥斯曼帝国的创建者不依靠任何土库曼部落 甚至不依靠他们自己的部落 他们鼓励土库曼人前往奥斯曼帝国在欧洲不断扩张的领土 但是为了守住他们在欧亚的领土 和保持一支能从事野战的部队 奥斯曼人依靠其他地方的人力资源 他们利用从非世袭封地上收取的税收 维持了一支由封建骑兵组成的民兵组织 在这种制度下无论是提供赋税的电户 还是接收赋税的骑兵 都有国家明文规定和强制执行的权利 此外依照阿巴斯王朝和阿尤布王朝的先例 奥斯曼王朝也保持了一支由奴隶组成的常备军 起初这些士兵像阿巴斯和阿尤布时期的奴隶兵一样 是从国外买来的或者是从战俘中招募的 但在十四世纪末夜 奥斯曼人开始招募本地农民中的基督教男童 以充实国王的奴隶禁卫军 这些男童大多数是塞尔维亚 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人 穆拉德二世1421至1451年在位 发展了这种虽不人道但却非常有效的制度 最初这些应征的本地奴隶 只被用来充当士兵 的字面原意识新军 奥斯曼的文职行政人员 首先是从帝国自由的穆斯林臣民中招募的 穆罕默德二世开始从他的奴隶中 招募一部分行政官员 我们可以断定 当时已有一种做法将招募来的男童 分为本国男童和外国男童 本国男童担任国王的侍从 他们受到长期的完整教育 包括智力 体力和军事教育 从而有资格胜任高级军官职务 最低也要担任禁卫骑兵 外国男童最后则成为禁卫步兵 帝国这两种等级的奴隶的训练 竞争非常激烈 淘汰率也很高 所有奴隶禁卫军的成员都领取薪金 虽然薪金高低并不相同 改宗伊斯兰教并不是强制性的 因为这种改宗不可避免 身为自由人的穆斯林奥斯曼的臣民 包括帝国奴隶之子 不得参加帝国的奴隶禁卫军 所以当帝国的行政权被奴隶禁卫军垄断之后 身为自由民的穆斯林奥斯曼人 便被排除在他们自己国家的政府之外 政府如今处于受过精心教育 和严格训练的前基督教奴隶的控制之下 而这正是奥斯曼帝国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萨菲王朝得名于祖先谢赫萨菲 阿尔丁伊沙克1252至1334年 他出生在阿塞拜疆东南角的阿德比尔 他是一个宗教教团 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创建者 也没有证据显示他是一个什叶派教徒 在他的后裔和继承人中 第一个肯定属于什叶派的人 是他的孙子哈瓦加阿里 此人是十二一玛木派的什叶派教徒 并不属于不得人心的七一玛木派 该派十世纪曾受到法蒂玛王朝和卡尔玛特派 后来又受到暗杀派的压制 伊朗西部的暗杀派于1257年 被蒙古大将序列武消灭 第一位参与政治和战争的萨菲家族成员 是沙菲阿尔丁的曾孙沙伊斯玛伊的祖父 谢赫朱奈德 他就任谢赫职位的1447年 正好是帖木儿之子和继承人沙阿 罗赫去世的那一年 此后不久 帖木儿帝国便解体了 朱奈德娶白杨土库曼人首领乌宗 哈桑的妹妹为妻 白杨土库曼人是帖木儿人 在阿塞拜江和迪亚巴克尔的继承人 白杨土库曼人有一位伊朗籍的宰相 1502年 沙伊斯玛伊取消了白杨土库曼人雇佣的这一官职 必由自己接管了宰相的职权 但沙伊斯玛伊本人及其红头兵的追随者 同白杨土库曼人一样也是讲突厥语的 实际上在这一时期 阿塞拜江的全部居民都讲突厥语 在沙伊斯玛伊之前 十二伊玛穆什叶派的主要中心 位于伊拉克西南部和阿米尔山 近黎巴嫩共和国的南端 伊朗是逊尼派占优势 最著名的斯大金波斯与诗人 菲尔多西 萨阿迪 哈菲兹和贾米 全都是逊尼派教徒 但是沙伊斯玛伊把十二伊玛穆什叶派 强加给其所有的臣民 伊朗人以令人惊奇的驯服 接受了强加给他们的新宗教 而且这一新宗教 最终还成为新的伊朗民族主义的独特标志 尽管讲突厥语的帝国创建者沙伊斯玛伊的本意 只是要扩大他的版图 宣扬他祖先的宗教 到1555年 奥斯曼帝国已处于国王奴隶禁卫军的治理之下 在伊朗 沙 伊斯玛伊的孙子 和第二位继承人伊斯玛伊 听凭他的红头军 土库曼军队的摆布 天木尔的胡马雍政 率领一支来自伊斯兰教世界各地的冒险家大军 再次征服北印度 胡马雍和他的父亲巴伯尔都是逊尼派 但两人都寻求过什叶派萨菲帝国的援助 穆斯林在印度的优势地位被其印度教臣民远远的超过了 以至他无力陷入国内的教派纠纷之中 在伊斯兰教的印度 任何教派支持穆斯林都总能受到欢迎 在印度以西的伊斯兰教世界 1500至1513年 沙尔伊玛穆什叶派帝国出人意料地创建于伊朗和伊拉克 结果使利凡特地区的逊尼派与中亚的逊尼派隔绝开来 1475年 奥斯曼帝国吞并了热纳亚人在克里米亚的殖民地 奥斯曼的宗主权得到金仗韩国的后继者克里米亚达达人国家的承认 但穆斯科的俄国皇帝伊凡四世雷蒂在1552年和1556年 邂逅吞并了喀山和阿斯特拉罕 切断了奥斯曼帝国与乌虎河要杀水流域的迅尼派乌斯别克韩国之间 穿越欧亚大平原的交通要道 1516至1517年 奥斯曼帝国征服和吞并了埃及的马穆路克王国 但在1498年至1515年之间 葡萄牙人已经夺取了印度洋的制海权 尽管奥斯曼人和马穆路克人一样 占有从内线作战的优势 但他们并不比马穆路克人更成功 后者在1508至1517年也曾试图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得海上霸权 1538年 一支奥斯曼的舰队在从葡萄牙手中夺取蒂乌石失利 1538年 曾先后与马穆路克和奥斯曼人联盟的古吉拉特穆斯林苏丹 被迫与葡萄牙人递合 1551年 奥斯曼人放弃了与葡萄牙人争夺对印度洋制海权的努力 1542年 奥斯曼人和葡萄牙人的华唐枪手 在阿比西尼亚各自作为当地互相敌对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援军而交战 阿比西尼亚自从穆罕默德迁徒耶斯利普之前 向一些追随穆罕默德归依伊斯兰教的卖家人提供庇护以来 在国际事务中很少发挥作用 穆斯林阿拉伯人后来对埃及的征服 使得努比亚和阿比尼西亚的一性论派基督教徒 与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地区相隔绝 虽然从十四世纪起 卢比亚开始改宗伊斯兰教 但一性论派基督教却在阿比尼西亚存留了下来 自七世纪开始 来自也门的在阿比尼西亚高原的 讲陕米特语的定居者的语言向南传播 一性论派基督教也随着语言同时传播 但是基督教必须要与犹太教竞争 犹太教在这一地区已在基督教之先建立了立脚点 自十三世纪起 阿比尼西亚的基督教王国 已经压倒了高原上的犹太教 但伊斯兰教却传播到了高原东部和南部的山脚处 1529至1542年 来自东南部的穆斯林 几乎征服了整个基督教的阿比西尼亚 他的命运几乎被1542年奥斯曼人的华唐枪手 对葡萄牙人的胜利所决定 但奥斯曼人很快就撤退了 1543年 阿比西尼亚的基督教徒 在葡萄牙幸存者的帮助下 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阿比西尼亚遭到破坏 人口锐减 它的大部分地区 遭到了从东南部和南部 大规模前往高原的加拉人 异教徒移民的蹂躏 1555年 伊斯兰教三大帝国 统治了从阿尔及利亚 到北印度的旧大陆的文明中心 奥斯曼帝国是三个帝国中建国时间最长 结构最好的 但它仍未能在1492年保住伊比利亚半岛最后一个穆斯林滩头阵地 使格拉纳达王国免遭西方基督教的卡斯提和阿拉贡联合王国的征服 奥斯曼人也未能吞并西北非最西部的穆斯林国家摩洛哥 奥斯曼人不仅未能阻截摩洛哥沿岸大西洋海域中的葡萄牙人 而且还在古吉拉特沿海被葡萄牙人战败 此外奥斯曼人也未能抢在俄罗斯人之前 占据从喀山到黑海的福尔加河 并因而与他们在乌虎河要杀水流域的逊尼派同胞失去了联系 尽管如此 伊斯兰教世界仍然立下了丰功伪计克服了蒙古人造成的灾难 而且它的恢复不只限于政治方面 在1300至1555年间 伊朗产生了四大新波斯与世人中的两个哈菲斯 死于1389年和贾米1414至1492年 西北非产生了探索人类历史结构的杰出历史学家伊本 赫尔东1332至1406年 尽管西北非终其一生都处于政治动乱之中 必须指出的是 这三位伊斯兰教文化的代表人物都不是奥斯曼人 最后两位伟大的新波斯语诗人也都生足于萨菲征服和伊朗改宗之前 第70章 东正教世界1240至1556年 小亚西亚西北部的尼西亚希腊人帝国和巴尔干半岛的希腊人和斯拉夫人的东正教国家 避开了1237至1240年席卷俄罗斯和1243年 淹没塞尔朱拉姆苏丹国的蒙古浪潮 在巴尔干半岛只有保加利亚遭到劫掠 但到1556年东正教世界这两一的命运却发生了逆转 1556年 奥斯曼人成了南方的东正教各民族 包括14世纪建立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公国的罗马尼亚人的主人 另一方面 到1556年 俄罗斯的东北部分摆脱了金杖韩国的霸权 莫斯科的统治者成了弗拉基米尔的大公 吞并了东俄罗斯的所有公国 1547年 他获得了沙皇的头衔 并且征服了两个仅存的继承金杖韩国的国家喀山1552年和阿斯特拉罕1556年 1240年 尼西亚帝国正在兴起 他于1235年在欧洲赢得了一个滩头阵地 1259年 他在马其顿的佩拉哥尼亚 击败了由一个对立的希腊人国家与两个法兰克人王国结成的同盟 这个希腊人国家是东罗马帝国在希腊西北部领土的继承者 而这两个法兰克人国家则是法国人的摩里亚公国和霍亨斯陶芬王朝治下的两西西里王国 此后 尼西亚的希腊人于1261年从最后一位法国人皇帝之首夺取了军事坦丁堡 但是 这些巨大胜利的结果却是虎头蛇尾的 1288至1299年 塞尔维亚征服了尼西亚希腊人帝国在1246年夺取的马其顿地区的北半部 1345年 塞尔维亚王公斯蒂芬 杜湘占领了塞雷斯 1346年 他加冕为塞尔维亚人和罗马人皇帝 到这一时期 位于塞萨洛尼基界外的整个马其顿都落入了希腊人之首 尼西亚希腊人于1261年重新征服军事坦丁堡的代价 是将亚洲领土丢给了土库曼部落 而奥斯曼人就是其中距离最近威胁最大的一支 到1346年 复兴的东罗马帝国已注定要灭亡 剩下的问题只是由塞尔维亚人还是由奥斯曼人成为他的继承者 东罗马帝国的衰落并没有削弱拜占庭艺术和拜占庭宗教事业的生命力 14世纪初 伊斯坦布尔的霍拉教堂中的相见化并不比同时代佛罗伦萨艺术家乔托的绘画逊色 与此同时 希腊圣山上出现了东正教神秘主义的复兴 神秘主义者通过末道寻求与神性的合一自亚历山大的圣西大纳西开始的这种合一 一直是虔诚的东正教徒所宣称的目标 在14世纪 追求这种神秘主义合一的方法是印度式的形体瑜伽 他在神学上的正统性遭到了西方基督教神学家和部分东正教神学家的怀疑 但在1351年 静修在一次东正教会会议上被宣布为正统 政治和神学是互相牵连的 1351年 东正教的这次声明是对西方基督教攻击静修的回击 同时也是教皇约翰六世坎塔库泽努斯在1341至1347年东罗马内战中获胜的结果 这次内战使复兴的东罗马帝国最终灭亡 与战争相伴而来的是一场社会革命和神学争论 帝国在帕里奥洛吉王朝的长期统治期间1259至1453年 农村大庄园的不断扩大和农民处境的日益恶化都达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 约翰六世站在大地主一边引起了农民激烈的反抗 革命者狂热派在从1342年到1350年的大部分时间中一直占据着塞萨洛尼基 这一期间大地主在帝国的残余领土上遭到了野蛮的报复 希腊人在14世纪关于静修的争论中所表现的反西方的感情 早在第一次十四军东征时期就很明显 1204年西方基督教徒攻陷军事坦丁堡 及意大利沿海的共和国不断夺取希腊人领海内的国内贸易 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反西方的感情 迈克尔巴士帕里奥罗加斯即那位重新征服军事坦丁堡的尼西亚皇帝 认识到如果没有西方基督教的友好亲善和军事支持 他们恢复的东罗马帝国就不可能生存下去 为此需要花费的代价是东正教会承认罗马教廷在教会事务中的至上地位 迈马尔巴士本人在1274年承认了教皇的至上地位 约翰五世在1369年 约翰八世在1439年的佛罗伦萨会议上也都这样做了 1453年 东罗马的最后一位皇帝均是坦丁十一世 在与罗马教会的宗教感情交流中去世 1439年在佛罗伦萨皇帝与东正教教会代表团的绝大多数成员 只有一人除外签署了合并条例 但这次也和前几次一样 广大的东正教僧俗群众却反对根据罗马的条件进行合并 在1361年奥斯曼人占领阿德里安保之后 军事坦丁堡已经与外事隔绝 只剩下经过达达尼尔海峡的海上通道 而在陆路上一直处在封锁之下 从此以后 所有的希腊人都清楚地看到 如果他们得不到西方基督教徒 根据西方条件的救助 最后一批政治上独立的希腊人非地 势必要落到奥斯曼人之手 希腊人有意让自己处在奥斯曼的政治统治之下 因为他们感到与教皇的教会统治 和热亚纳与威尼斯的商业统治相比 这还是较轻的祸害 受古兰经约束 穆斯林政府有义务要允许服从的基督教臣民 信奉自己的宗教 而西方基督教国家 除了威尼斯例外 都很难令人相信他们不强迫他们的东正教臣民 承认教皇的至上地位 尚没有落入西方统治下的希腊人 不愿意为逃避穆斯林的统治付出这样的代价 而且即使他们接受西方的条件 他们也怀疑西方基督教徒 向他们提供军事援助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 希腊人感到愤愤不平 在希腊人的眼中 西方人不仅在文化上低希腊人异等 而且也是教派林立纷争不断 但他们现在却在财富和权力两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希腊人 1439年 弗洛伦萨合并条例的签署人之一 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大主教伊西多尔 他得到了奖赏 被选为罗马的书籍主教 俄罗斯大主教仍然是军事坦丁堡主教的下级 伊西多尔本人则是希腊人 俄罗斯的主教们否决和抛弃了伊西多尔 1448年 他们选举了一位土生土长的俄罗斯人担任主教 这次选举并没有得到军事坦丁堡主教的同意 是由莫斯科的弗拉基米尔大公与立陶宛大公 及其在西俄罗斯的下属基辅王公共同发起的 但是俄罗斯的教师阶层并不反对军事坦丁堡主教 凌驾于俄罗斯东正教会主教之上的权利 所以至少在名义上 整个俄罗斯仍然处在主教教会的管辖之下 尽管各个本地的俄罗斯公国的政治地位差别很大 莫斯科公园是在1328年以为金帐韩国服役而兴起的 莫斯科以金帐汉的名义 惩罚了1327年反叛金帐汉的特维尔公国 1332年莫斯科王公伊凡卡丽塔受到其蒙古主人的奖赏 担任弗拉基米尔大公 他继续留在自己的城市莫斯科 因而俄罗斯东正教会主教也将莫斯科作为主教所在地 金帐韩国利用莫斯科公国作为贵子手来对付其他俄罗斯公国 固然对金帐韩国很方便但也很短见 莫斯科逐渐一个接一个的吞并了处在金帐韩国宗主权之下的其他俄罗斯公国 与尚未处在莫斯科统治之下的其他俄罗斯公园的政权截然不同 莫斯科政权是专制的 西北部的两个俄罗斯人国家普斯科夫和商业城邦洛夫哥罗德仍然保持着独立 洛夫哥罗德是北德汉萨同盟的成员 控制了从挪威东部边缘到鄂比河口的北冰洋沿岸的大片领土 1478年莫斯科吞并了诺夫哥罗德 1510年吞并了普斯科夫 这使得莫斯科公园的面积财富和权力增加了一倍 在15世纪莫斯科实际上是因金帐韩国的解体而获得了自由 大约在15世纪中叶金帐韩国分裂成为四个小国 喀山 克里米亚 阿斯特拉罕和卡西莫夫 卡西莫夫建立于1452年是莫斯科的附庸国 克里米亚的达达人在1475年接受了奥斯曼的宗主权 他们在1502年消灭了金帐韩国的最后残余 于是 莫斯科最终吞并喀山1552年和阿斯特拉罕1556年便是不可避免的 1386年立陶宛的异教王公亚盖沃当选为波兰国王 同时也从异教改宗为罗马王主教 这一事件为俄罗斯人带来了一个问题 自1237-1240年蒙古人闯入以来 立陶宛人已经呈俄罗斯退却之机将立陶宛的宗主权强加给西俄罗斯诸公国 只有1352年被波兰吞并的加利西亚是个例外 立陶宛人让西俄罗斯的王公保持自治 不干预其臣民的东正教 立陶宛人将其政府所在地定在白俄罗斯的东正教城市维尔纳 因此 一交的立陶宛政权并不令西俄罗斯人反感 它成了避免遭受金帐韩国统治这一更大祸害的保障 但这一形势后来却恶化了 1386年 西俄罗斯人的立陶宛宗主变成了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和波兰国王 1404年 立陶宛占领了斯摩冷斯克 扩大了他在俄罗斯的领地 但处在立陶宛和波兰统治下的俄罗斯公国中的贵族 却感激他们在这一政权下享有的特许权 因为如果沦于自己的同胞 莫斯科俄罗斯人的统治之下 即完全不同的专制就会被强加到他们头上 因此 在1556年 莫斯科的俄罗斯沙皇尚未成为西俄罗斯的主人 但他已具有很大的权势 并且打开了向东扩张的大门 与此相反 同一时期的希腊人在政治上却处于逆境 均是坦丁堡在1453年落入奥斯曼人之手 在奥斯曼帝国于1461年吞并特拉布松帝国之后 希腊人残存的全部领土都处在奥斯曼或西方基督教的统治之下 但是奥斯曼的统治强加给希腊人 也使希腊人在教会事务和经济方面得到了好处 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把自己的非穆斯林臣民 东正教徒格鲁吉亚人和犹太人组织成自治的社团米勒特 每一社团都有一位宗教事务上的投灭人物领导 他是奥斯曼的臣民 在奥斯曼帝国政府面前为自己的宗教同伴的行为负责 每一个社团首领的管辖范围都不超出奥斯曼帝国本身的疆界 军事坦丁堡主教依据之权也就是全部奥斯曼东正教徒米勒特拉姆米勒特的首领 结果在1516至1517年奥斯曼征服马穆路克帝国之后 作为奥斯曼米勒特首领的军事坦丁堡主教 不仅成了他自己教区臣民的民政首脑 而且也成为他的同事安条克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的东正教主教教区臣民的民政首脑 军事坦丁堡主教还管辖居住在东格鲁吉亚阿兰和俄罗斯的菲奥斯曼的教区臣民 军事坦丁堡主教教区领地的俄罗斯部分非常广阔 并且还在继续扩展 而且政治上分裂的俄罗斯人唯一的统一纽带 就是他们作为军事坦丁堡主教教区臣民对东正教会的共同忠诚 因此在1556年军事坦丁堡主教和莫斯科的沙皇同样是东正教世界的强有力人物 尽管主教本人是穆斯林统治者的政治臣民 与此同时希腊人与北意大利人的经济竞争已发生了有利于希腊人的转变 从10世纪末到15世纪初 意大利人不断削弱希腊人的势力 经济上在黎凡特地区一直占优势地位 但是奥斯曼吞并热纳亚人在军事坦丁堡北交皮拉的殖民地1453年 1463至1479年 土耳其威尼斯战争一连串战争中的第一次 以及克里米亚战争1475年 使意大利人在经济和政治上都遭到损失 尽管有来自西班牙的犹太难民的竞争 但胜利者仍然是奥斯曼的希腊人 新兴的奥斯曼希腊人富商 正好与军事坦丁堡主教及其机构配成了一对 虽然希腊人的这两支力量的地位都岌岌可危 但结合在一起却行使着相当可观的权力 第71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1321至1563年 在1050至1300年的250年间 西方基督教世界维持了宗教和文化上的统一 经济也获得了发展 人口和生产都有增长 14世纪初物质上的增长减缓 1348年及其后的黑死病侵袭 使人口和耕地大幅度减少 另一方面到1563年 西方基督教世界赢得了全球性的海上控制权 但它东南部的路上相界 同时也从1300年具有的范围向后退缩 而且到1563年 西方基督教世界已变成一个分崩离析 互相倾压的大家族 这种情形既表现在宗教方面 又表现在政治方面 宗教和政治两个方面的分裂在很大程度上同时发生 加剧了基督教世界的内部分裂 乃是统治者的特权 1348年以前 西方基督教世界就已出现 经济上的衰退 黑死病把衰退变成了灾难 这种瘟疫沿水路由热纳亚人 在克里米亚的商业据点 传至马赛 进入基督教世界 这种瘟疫一定起源于欧亚大平原 或者欧亚太平原更远的某一地区 在西方基督树国家中 黑死病不是局部性的瘟疫 首次在欧洲流行便是至少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 而且不待生存者恢复抵御能力便连续发生 西方基督树世界的人口和耕种的土地 直到16世纪初大概还没有恢复到130欧年所达到的水平 这些经济后果具有革命性意义 劳工缺乏使农民获益匪浅 虽然好处并不如他们所期望的那么多 那么恒久 农业劳动力的枯竭 佛兰德 英格兰和弗洛伦萨羊毛纺织业的发展 打破了耕作与养羊业之间的军事 养羊业得到发展 在技术领域 14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已传入了火器 1440至1490年 西方的船只在建造和设备安装上已有飞跃性改进 15世纪下半叶 印刷技术在所有的西方国家被普遍采用 火药和印刷术是中国人的发明 13世纪蒙古人在征服来帝国的战争中使用过火药 9世纪以后印刷术即已在中国应用 中国印刷者使用活字印刷早于西方人 但是众多的汉字使活字印刷比刁摆印刷更为不便 在朝鲜 大规模使用活字印刷开始于1403年 1446年 朝鲜官方采用表音书写体字 这种表音书写体字用来表达朝鲜语 只需少量的符号 这项大有可为的发明在朝鲜是死产儿 它为中国语言文字的悠久传统威望所抑制 15世纪的西方印刷者则不受此番离的局限 无论是拉丁语还是各种地方语言 都能用26个拉丁字母的书写体来卖达 错巧的是拉丁字母的古典大写体和加洛林时代的小写体 由于14世纪意大利学者的身体力行而重新复兴起来 非常理想的适用于活字印刷 西方人立即用希腊文西伯来文和阿拉伯文印刷书籍 我们不知道古登堡的印刷技术是它独立的个人发明 还是受中国人的启迪 欧亚大平原是个传播载体 14世纪它向西方基督教世界传送了黑死病的病菌 可以设想一百年之后它同样可以传送印刷术 西方人掌握印刷术只是关系到西方内部的事 而掌握火器使用方法和新式船只制造方法 却关系到全球形势 15世纪西方船队对全球海洋的征服将在第75章讨论 在西方人到达的范围内 对于西方人以外的还没有掌握火器 或者没有迅速掌握火器的各民族 火器使西方海上探险者获得了决定性的军事优势 中国人已经掌握了火器 奥斯曼人 莫斯科人 印度北部的天木尔征服者 以及日本人都迅速地学会了掌握火器 阿斯特克人和印加人则灭亡了 15世纪下半叶印刷术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运用 推动了文化的繁荣 这种文化的繁荣开始于意大利北部 16世纪时扩展到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国家 1266年 安儒的查理前往征伐西西里王国 1494年 法国的查理巴士跨过了奥尔卑斯山 在此期间 意大利北部摆脱了外部的入侵 在1266年以前的年代中 意大利北部不断受到外敌入扣和瘟疫的惊喜 在1266至1494年这段时间里 意大利北部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内 创造了自己的区域性的亚文化 在西方基督教世界 八世纪文化繁荣起源于诺森伯里亚 12世纪文化大发展是在法兰西 14世纪 意大利成为文化发展上的执牛而者 15和16世纪之交 意大利文化和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文化 存在着明显的巨大的差异 只要观察一下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中 王亨利七世的私人祈祷处中 弗洛伦萨雕刻家皮特罗 托里贾里1472至1522年的作品 与英国人在拱顶和高耸的雕像上的工艺 就能清楚地看出其中的差别 虽然两派艺术都宏伟壮丽 处于同一时代 但表达的思想却是迥然各异的 这种明显的差异是因为14世纪以后 意大利北部出现了希腊 以罗马风格的复兴运动 这种复兴不仅仅限于雕刻和建筑 也表现在绘画和文学方面 雕刻家、画家和建筑师 均以保存下来的希腊罗马作品 为范本而刻意效仿 用拉丁语写作的作家们 试图再现希塞罗的语言 而不是圣哲罗姆或圣阿奎纳的语言 14世纪 北部的意大利人 开始掌握希腊语和古希腊的文学 从公元三世纪到六世纪时 希腊语和古希腊文学 在西方就已过时 比特拉克1304-1374年和乔万尼 伯加丘1313-1375年 只是粗略地掌握希腊语 但是 1439年 一个希腊代表团到佛罗伦萨 参加宗教会议时 所遇到的北意大利学者的希腊语 却已十分娴熟 他们彼此 能够讨论基督教产生前的 希腊文学和哲学 为此 意大利文化繁荣在16世纪 被称为文艺复兴 意思是希腊罗马文化的再生 倡导者被称为人文主义者 意思是基督教以前的 希腊罗马文化的研究者和崇拜者 以此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研究者 和信徒相区别 但是 在这个意义上 使用的文艺复兴这个称谓 乃是不恰当的 因为希腊罗马文体的复兴 仅仅是西方文化第二次自然发展繁荣的伴随物和衍生物 只是这一次文化繁荣 与十一世纪第一次自然发展繁荣形式不同 西方文化的第二次繁荣 不是发端于伊拉斯摩1466至1536年 以西塞罗氏的拉丁语写作达到真净之际 而是照使于 但丁决定用托斯卡纳语方言写作神曲之时 在此之前 但丁已经用托斯卡纳语写下了早期的诗歌 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文学家们 早已使用奥克语或奥伊语创作诗歌 但丁只是不其后尘而已 近代早期的西方人 对希腊罗马文化的关系是矛盾的 当希腊罗马的榜样 古动近代人在仿效中创造出新的文化内容 成为当时西方生活方式的有益财富时 它起到了刺激促进作用 但是当希腊罗马文化又使近代人仅仅模仿古人时 它的影响趋于衰微 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1337至1446年 研究了罗马的哈德良先哲词后 在建筑弗洛伦萨的穷煞时 使自己的作品得以丰富 布鲁内莱斯基未能有机会 与同时代的奥斯曼人 于1421年 在布尔萨建造的稍微低爱些的 希腊式穆斯林建筑 进行交流和比较 维心查的安德利亚 帕拉迪奥1518至1580年 研究了罗马的废墟 和维特鲁威论建筑的论文后 创造了独特的古典建筑风格 丰富了近代西方世界的生活色彩 在另一方面 当西吉斯梦多 坦多尔弗 马拉泰斯塔1417至1468年 于1447年 将里米尼的一座教堂 东师校坪般的 改造成为希腊式庙语时 却干了一件蠢事 同时 尼克拉 马基亚弗利 1469至1527年 创造性的运用研究里为著作的成果 写出了指导近代政治和战争的实用手册 而伊拉斯摩则匠心独具的运用 所掌握的西塞罗是拉丁语 向当时有限的拉丁语读者 阐述了他关于道德 社会 政治和思想方面问题的见解 但是 有某些缺乏伊拉斯摩天才的人文主义者 用学究气十足的拉丁语写成的文学作品 却显得肤浅简薄 中世纪的西方逻辑学家 对拉丁语的掌握 则要健全得多 他们以西塞罗为榜样 不但于使用新创的词汇 与人文主义者对立的宗教改革家路德 比之西塞罗式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摩 更多地继承了蛋丁的传统 同时也是比特拉克和伯加丘的传统 他用方言演说 拥有比伊拉斯摩更多的听众 用托斯卡纳语写成的神曲 宣告了近代西方文化繁荣时期的来临 路德将圣经译成德文 则为文化繁荣时期建树了封碑 直到15世纪中叶 近代西方文艺复兴的中心仍是意大利北部 在意大利北部 它的中心是托斯卡纳 而在托斯卡纳则首推福洛伦萨 但是新的西方文化风格既不是福洛伦萨 也不是意大利的独创专利 1494年 意大利再次受到外敌入侵 意大利人徐秋气十足地把入侵者灭成为蛮族 声称新的西方文化风格乃是他们的独创 以此来回答外敌的入侵 弗洛伦萨之于近代西方文化繁荣的贡献 如同雅典之余公元前480年以后 古希腊文化繁荣的贡献同样突出 但丁 比特拉克 布鲁内莱斯基 伯拉图主义者马希利奥 菲奇诺1433至1499年 集业行家 专制君主和艺术家 与学者的庇护人于一身的洛伦佐 德 梅迪契 马基亚弗利和托里贾尼都是弗洛伦萨人 伯加丘是半个弗洛伦萨人 半个法国人 利奥纳多1452至1519年的诞生地分歧 处于皮斯托亚境内 利奥纳多出生前一个世纪 此地曾被弗洛伦萨合并 阿莱索是考古学先驱波交 布拉乔利尼1380至1459年的诞生地 当波交还只有四岁时 此地就完全被弗洛伦萨合并 塔普拉斯是米开朗奇罗 邦纳罗帝1475至1564年的出生地 他处于阿莱索辖区内 是台波河发源地之一 安杰洛 安布罗吉尼波利奇亚诺 1454至1494年 来自西耶纳地区的蒙蒂帕西诺 乔建尼 皮科来自位于爱米利亚雷交 和库德纳交界地区的小公园 米兰多拉 洛伦佐 德 梅迪契 把这两位学者吸引到了弗洛伦萨 据像拉斐尔 拉斐洛 桑泽奥 1483至1520年 不是弗洛伦萨人 他诞生于温布里亚的乌尔比诺 并在此长大成人 但是 无论弗洛伦萨 还是整个意大利北部 都不是近代西方文化繁荣的唯一中心 在经济上佛兰德可与意大利北部相匹敌 同时作为第二个文化中心 在文化上也可以与意大利北部相提并论 非耶索莱是可与弗洛伦萨并驾齐驱的古城 也是第一个被划入骤然崛起的弗洛伦萨版图的邻邦 该城市有一位弗拉 安吉利科1387至1455年 博兰王人简 凡 艾克1390至1441年 与帝互为伯仲 作为拉丁语学者和政治家的路特丹人伊拉斯摩 可与他那个时代或其他任何时代的意大利人相媲美 从托斯卡纳到尼德兰 到处都有文化以及商业的落脚之地 与托斯塔纳和翁布里亚相比 位于亚平宁山脉东端道阿尔卑斯山之间 北意大利的亚德里亚海岸 与尼德兰在地形和气候上更为相似 这种地理环境上的区别 在威尼斯画派的艺术风格上得到了反应 丁托列托 雅各布 罗布斯提1518至1594年和保罗 维罗内塞1528至1588年与同时代的佛兰芒人皮特 伯鲁盖尔1525至1569年齐名 从亚德里亚海到北海 纽伦堡市中转站与米开朗奇罗和拉斐尔同时代 生于纽伦堡的匈牙利人阿尔布莱西特 丢勒1471至1528年 可与除四大巨匠之外的任何意大利艺术家 相提并论而毫不逊色 这四位巨人像国王一般盛名远扬 以致他们的叫名远博四海 他们的姓氏却显为人知了 第四个巨匠是威尼斯画家提香1477至1576年 正如意大利北部的情形一样 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西方国家中 城市国家也是近代西方文化发展繁荣的摇篮 但是到1563年 这些邦国中的人民也大量的加入了这一文化运动 大学数量的增加可以说明这一切 从1350年到1500年 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大学数量增长一倍多 中欧建立起了23所大学 23所中最早的是布拉格大学 建于1347年 政治方面 大约1300年以后的250年中 13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斐特利二世的遗愿得以实现 11世纪莫扎士丁尼法典在西方重新发现 1194年 斐特利二世的父亲亨利六世 夺取了东罗马帝国治下的西西里王国 这一切激起了斐特利二世的雄心 他不仅想成为德意志的专制君主 而且也想成为整个意大利乃至 奥尔卑斯山以北西方大帝国的专制君主 斐特利二世没能征服北部意大利的各城市国家 但却启发了北部意大利的统治者们奋起效忧 他们取得了成功 因为他们追求的目标比斐特利二世小得多 14、15世纪 意大利北部绝大多数城市国家为自治公国所取代 其中有的公园如米兰拥有不止一个城市 有的城市虽仍然是共和政体如威尼斯 如把其他原先是独立的北方城市置于其统治下便可成为一个帝国 结果意大利的独立城市数量增加 而城市的规模却在缩小 即使15世纪来已有相当程度发展的最大的北意大利城市 如米兰、威尼斯、弗洛伦萨和教皇国 于1563年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意大利之外的西方各王国的潜在力量相比也是弱小的 意大利之外的各王国包括从十世纪以后即已出现的法兰西王国和英格兰王国 塔斯提和阿拉贡联合王国二者于1474至1479年合并 多脑河畔的哈布斯堡王国 哈布斯堡王国出现于1526年是由哈布斯堡家族继承奥地利王位、波西米亚王位和被土耳其推翻的匈牙利王国的王位联合形成的 匈牙利王国从前曾经是西方基督教王国东南部补党一面的前哨战 先是反对东罗马帝国接着又反对土耳其帝国 15世纪西方各王国远较意大利北部各公国和共和国为先进 这些王国中产生了能力卓越的政治家 如法国的路易十一、1461至1483年在位 费迪南德和伊沙贝拉、卡斯提和阿拉贡的统治者 1479至1504年 及英国的亨利七世1485至1509年在位 到1563年 共和制成帮仍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 威尼斯仍是一个强大国家 在意大利本土和黎凡特地区享有绝对统治权 热纳亚仍然统治着里维埃拉的意大利部分和科西加 瑞士是共和制联邦 德意志城市完全享有主权 尽管民意上并不如此 其中 纽伦堡和奥格斯堡两城市是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 哈布斯堡王朝曾一度依赖奥格斯堡的富戈尔家族的贷款 维持经济运转 摆脱罗马教会的统治之后 在新教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是 德意志的奥格斯堡和斯特拉斯堡两城市 瑞士的苏黎市博尔尼和巴塞尔三城市 以及瑞士联邦的盟邦日内瓦 与此相反 为了对抗北德汉萨同盟 斯堪蒂纳维亚三个王国结成的联盟 却因1512至1513年瑞典的退出而瓦解 1386年 立陶宛和波兰结成的联盟 曾在1501年和1569年得以巩固 但它也未能使波兰、立陶宛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不过 十分明显的是 15世纪西方国家的主要形态是君主国 而不是城邦 也不是由一个联盟 一个专制君主或一个宗主共和国统治下的城邦联盟 到1563年 曾经是西方城市国家中心地带的伦巴蒂和佛兰德 终于成了各君主国逐鹿争雄的战场 意大利北部各邦由于相互撤肘而受制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强国 1477至1482年 法兰西和哈布斯堡王朝瓜分了伯根帝王朝的属地以后 米兰所使用的用以阻止意大利政治统一的力量制衡数 被应用于更为广阔的范围 1525年查理武士1519至1556年在位 在击败并俘虏法国的弗兰西斯仪式之后 激进于将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置于其控制之下 但是由于法国强烈的民族情感 政治上德国宗教改革分裂力量的阻击 他的宏愿功百垂成 1556年查理武士退位 他的理想破灭了 但是在他和他的兄弟费迪南德统治下 查理武士完成了领土的合并 其包括哈布斯堡在奥地利继承的版图 波西米亚王室的土地和匈牙利的契地 包括西方基督教世界两大经济中心之一的 尼德兰在内的钱伯耿地的版图 欧洲第二个权势中心的北意大利的米兰 两西西里王国 在查理武士统治时期 领地超出了海格利斯灯塔 成为日不落帝国的西班牙 1563年西方基督教世界距离政治上的统一 还很遥远 如同15世纪意大利各邦互相撤肘一样 西方各国也正在勾心斗角 互相牵制 甚至在西方各国中最强大的国家 其权威也只是区域性的 而且在彼此竞争 但是自1303年 法国的菲利四世 羞辱教皇普尼法斯巴士之后 这些敌对的地方性世俗国家 不管国力大小 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事物中 都拥有了最后的决断权 从1309年到1378年 各任教皇定居于阿维尼翁 并不是因为 14世纪时 阿维尼翁比罗马更接近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交通中心 而是因为法国王皇 想把教皇置于法国境内 以便于控制 1378至1417年的教会大分裂 震惊了西方基督教信徒 在这时期 教皇职位问题 不仅是道德和教义上的问题 他关系到教皇职位是继续作为法国的政治财富 还是再次成为意大利人的政治财富 各地世俗政权和教皇都贪婪的征收税款 自13世纪以来 教廷千方百计的征收税款 同时 各世俗政府 也更多地染指教廷在他们统治范围内征收的钱财 并以此为条件 才允许教廷 把剩余的钱财装入口袋 教会大分裂的酬据 导致了康斯坦茨宗教会议1414至1418年 和巴塞尔宗教会议1431至1449年的召开 这两次宗教会议都试图把西方基督教会的教皇政府 从绝对极权的君主政体 改造成为一个为议会宪章限制的君主政体 在这种有限度的君主政体中 各主教区的高级教士 宗教团体和大学的代表拥有最后的发言权 但是这种努力归于失败 它之所以失败 是因为地方世俗政权并不支持 如果宗教会议发起的这场运动能够成功 那么也许它将加强西方教会的势力 而这绝不是各世俗政权所愿意看到的 一些世俗政权随心所欲的向教皇敲诈勒索 另一些世俗政权虽不再在西方教会行使至上权力 但却在以何种条件才能允许教皇职位继续存在下去的问题上斤斤计较 各地世俗政权都明白 从1303年以后 他们在自己的统辖范围内享有至上权力 而教皇这时的至上权力实际上 仅被限定在他暂时行使统治权的辖区内 这些辖区有阿维尼翁周围的一小片飞地 和由查理大帝捐赠的意大利土地的一部分 在1353至1363年间 教皇只对由查理大帝捐赠的土地享有实际上的统治权 所以教皇实际上只是一区区地方的小君主 在1303至1563年的250多年中 西方基督教世界主要的政治变化是 权力和税收从教皇和西方教会的各级机关 如修道院转到了地方世俗政府 教廷从一个全面统辖整个基督世界的普世机构 衰败成为西方世界中无足轻重的地方公园 由于在同日益强大的地方政权斗争时 吃了败仗 教皇失却了西方基督教民众对他的精神上的忠诚 教会的权威衰落 甚至在那些仍然尊奉他的西方国家也是如此 约翰 威克里夫的生族年代 1329至1384年 即接近于教廷的阿维尼翁时期 如果奥康姆的威廉1303至1349年 以及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1290至1343年 这两位敢于挑剔教皇制的人 不是早死奥康姆的威廉死于黑死病 那么他们的有生之年 也与教廷的阿维尼翁时期差不多 杨 胡斯 1369至1415年 生命短暂 但并非死于疾病 而是为人所济 他生活的时期很近于教会大分裂时期 1378至1546年 这些人物以及更著名的人物 路德1483至1546年 茨文利1484至1531年 和加尔文1509至1564年的活动说明 公侯们的保护和庇佑 仅仅是促成宗教改革的条件 受君王们保护的改革家 本身并不是公侯 他们是单枪匹马的个人 如果没有民众的支持和君王寡头执政者的庇护 那么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大部分地区 他们的事业也许都会流产失败 法国的菲利四世和英国的亨利八世 向教皇挑衅时 都是雄居一国至高无上的主宰 并获得了臣民包括地方教士的支持 对于单枪匹马的个人 向教皇发起挑战 即使教皇已不再是炙手可热 威望显赫 那么也需要非凡的勇气 所以 路德首先于1517年 在维廉贝格此时维藤贝格大学建校几十五年 接着又于1521年 在沃尔姆斯会议上挺身而出时 其行为可谓惊世骇俗 因为同教廷决裂所产生的强烈震动迅速传播开来 胡斯的捷克伙伴追随胡斯的榜样 是因为他们早已敌视教皇和德国人 路德的德意志伙伴追随路德 是因为他们早已敌视教皇 不等罗马教廷的反宗教改革扭转乾坤 路德教义犹如燎原烈火迅速传遍德意志 远处波及至东南方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 蒂罗尔和施地里亚 苏黎氏 斯特拉斯堡和日内瓦市民的民族情绪促使 斯文利布塞尔1491至1551年和加尔文粉末登场 路德是宗教改革的先锋 如果没有他的登高一呼 那么追随他的改革者也许没有勇气同教廷决裂 但是路德教传播的范围并没有超出德国 和在文化上依附于德国的斯堪蒂娜维亚半岛 另一方面加尔文教虽然从未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新教派别 并且最后在他的家乡法国也遭到失败 但他的传播远远超出了他的避难地日内瓦城 加尔文新教和苏黎氏的茨文利新教会合后 向西传播至匈牙利和波兰、碧陶宛 西北至德国西北部、尼德兰北部、英格兰和苏格兰 加尔文教占据了路德教盛行的德国西部边缘 在爱德华六世1547至1553年在位统治时期 在部分地区排挤了亨利八世时期的罗马国教 在英国圣根 加尔文教在匈牙利部分地被反宗教改革运动击败 在波兰、立陶宛则被完全击败 但是在德国西北部、尼德兰北部和苏格兰仍有他的据点 新教宗教改革引起了一系列的政治变革 新教在实际上肯定了德国诸侯和城市的独立地位 在官方关系上他们仍然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臣民 但是相应的社会变革并未发生 1348年西方基督教世界发生了一场黑死病 随后英国和法国爆发了不成功的农民起义 弗兰德和莱茵河沿岸城市及弗洛伦萨发生了流产的产业工人暴动 1450年1525年英国和德国再次爆发不成功的农民起义 1534至1536年在一位天主教诸侯统治地区明斯特的威斯特伐利亚 一些富于斗争精神的在洗礼教徒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的共和国 在反对这些革命性的社会运动中 路德和新旧术世俗政府密切协作 1525年他声言反对农民支持诸侯 从原则上讲路德认为路德教教会应放弃干预政治 在路德看来路德教国家中的政治乃是世俗政府的天地 相比之下加尔文关于教会和国家之间关系的观点 与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甚至捕尼法斯巴士的观点更为相近 加尔文并不要求加尔文教会操纵政府的事务 但他却要求世俗的日内瓦氏政府按照加尔文教会的标准进行统治 1538年他因坚持这种要求 在进行了两年统治1536至1538年之后被驱除日内瓦 1541年加尔文被请回来 从此之后直到1564年去世 他在日内瓦立定了脚跟 1494至1495年 弗洛伦萨都民我派教士吉洛拉莫 萨弗纳洛拉被授权执政 与1536年加尔文执掌日内瓦政权同样 萨弗纳洛拉推行改革民众道德的措施 他死于1498年 不是被驱逐后又凯旋而归 而是被送上火刑柱烧死 在15世纪的西方基督教世界 意大利北部是最发展的地区 但即使是在这里 萨弗纳玉拉所要完成的任务也不成熟 为了推行不成熟的理想 他曾施以残忍的惩罚手段 1517年 路德谴责教皇滥用权力 在此之前 意大利已有一批教宿人员 在主教乔凡尼 比特罗 卡拉法的领导下 从教会内部开始改革教会 他们像阿西西的圣方基各一样 固守贫穷 过着圣洁的生活 做着行善积德的事 他们不是萨弗纳玉拉 和路德一类的改革者 而是圣方基各一类的人 他们没有引起教廷的批评和谴责 因此卡拉法本人被推选为 教皇保罗四世1555-1559年 谴责和反抗教皇权威 同罗马教廷断然决裂 在这方面 新教的创始者们是革命的 但是 正如他们的罗马天主教前辈 和同辈人一样 他们本身也是独裁主义者 和不宽容他人的人 虽然他们按照个人的判断和良心 来反对教皇 但是他们绝不允许改信新教的国家中 有良心的自由 这方面 彼之天主教 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些革命家们声称 圣经的权威 超过教皇和宗教会议的权威 为了使每一个德国读者 都能直接得到圣经 路德亲自将圣经 译成了德文 每个基督徒 都可以自己对圣经中的陈述和训语 做出解释 路德 茨文利和加尔文 都利用这个权力 阐释自己的神学理论 但是 他们都不允许其信徒 拥有同样自由解释的权利 十六世纪新教和天主教教士 同各政府达成协议 认定政府有权决定 臣民的宗教信仰 叫随国定 异端分子必须离开 否则就有被处死的危险 也许是被活活烧死 在洗礼派是十六世纪唯一的 在原则上被容忍的教派 十六世纪能容忍一些不同教派 进行活动的国家 有威尼斯 波兰 立陶宛 这两个信仰罗马天主教的国家 容许东正教臣民信仰自己的宗教 奥斯曼统治下的匈牙利的一部分 以及 由奥斯曼人和哈布斯保王朝交替统治的 特兰西瓦尼亚自治公国 1571年以后 在特兰西瓦尼亚天主教 路德教 加尔文教 和一神教四个教派 均被认为合法 可自由活动 从十三世纪的战争到教廷和肥特列二世 及其继承者去世 敏感的基督教徒 越来越疏远教廷的教规 十四和十五世纪 西方的某些基督教徒的精神活动 已经从参加教会规定的宗教活动 转向个人心灵同上帝之间的交流 正如公元前六世纪 释迦牟尼的同时代人那样 德国的多名我托波森梅斯特 艾克哈特1260-1327年 也经历了自我与终极精神实在的统一 艾克哈特的这种神秘体验 与把终极实在看作是人类的神圣对应物的宗教 彼此间是不可调和的 因为如果两个人不抛弃其独特的个性 就不可能超越他们各自的独立性 艾克哈特和西方基督教会之间产生了分歧 同时代的圣山上的正统神秘主义运动 静修派也受到了西方神学家们的责难 尽管静修派早在1351年即在一次东正教会议上得到认可 共生兄弟会现代前信派 由尼德兰仁杰哈德格鲁特1340-1384年所创建 格鲁特是前加尔都西会的修士 在西方基督教正统派看来 共生兄弟会不是异端也不是反社会的 共生兄弟会从事各种活动 成员多从事教育事业热心介绍使用一刷机 为古典学术的复兴做了准备 其信徒中最为捷悟不逊也最为著名的是伊拉斯摩 共生兄弟会过着虔诚的宗教生活 这种宗教生活尽管是正统的 但却类似不按西方教会规章形式的艾克哈特神秘主义 现代前信派最有影响的作品《效法基督的作者》 或编者坎普腾蒂托马斯1379-80-1471年 作为一个奥古斯丁派修道院的修士 度过了一生中的最后15年 15世纪西方基督教徒为对于死亡的恐惧所侵扰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 法老统治下的埃及人则预言死后永恒的快乐 并为十字架上基督所遭到的肉体痛苦所震慑 西方尤其是阿尔卑斯山以北国家同时代的画家 雕塑家和雕刻家都以极端的现实主义手法表现这些主题 就其心境而言 路德是位豁达乐观的人 这种漠视的可不分为 使他对自己的罪孽冥想深思 并抛弃了依靠个人努力解脱罪孽的想法 他最终的信念是 基督把自己献给圣父上帝 从而具有了拯救人类的力量 只有信仰这一点才能够 而且一定能够得救 从这一信念中 路德因此而获得了慰藉 这是大乘佛教在基督教中的翻版 大乘佛教认为 菩萨阿弥陀佛能使信众死后进入净土 相信这一点就有可能得救 佛教中净土的说法于十世纪传到日本 十二与十三世纪之交被普遍接受 在日本历史上 这是一个痛苦的社会核心里的过渡时期 就像西方基督教世界在十五十六世纪之交一样 奥古斯丁修士路德把罪人救赎的责任 由罪人自己转到基督的身上 在这方面他和其对手多名我修士台彻尔有相似之处 台彻尔把罪人得救的责任推到教皇身上 不过台彻尔不像路德那样把行动建立于信仰之上 他做的是金钱交易完全为利益所驱使 但无论是路德还是台彻尔 都像圣方济各或坎普腾的托马斯一样 以一种更为简便的替代方式取代了对基督的艰辛的效仿 对相信净土的大乘佛教徒来说 菩萨阿弥陀佛是大慈大悲的 对路德和加尔文来说 基督教徒 犹太人和穆斯林所信仰的上帝 却是不可思议 无所不能的暴君 因为上帝赞成穆罕默德和犹太经典 基督教旧约《中前先知书》作者的主张 在穆罕默德的信念中 至少上帝给予人类一系列的警告 以使人类择善必恶 免受惩罚 路德和加尔文教理中的上帝 则武断地命定了一些人得救 并一些人受惩罚 这是圣奥古斯丁对圣保罗神学的阐释 路德是奥古斯丁派修士 圣保罗理所当然成为他反对教皇权的保护伞 因为保罗是唯一可与教皇制度的创始者 和庇护人圣彼得等量奇观的人 命定论似乎同音信得救论是水火不向害的 因为信仰是人的行为 而不是上帝的行为 这两位新教创建人的两个基本信条 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相互和谐一致 这就是人类是一个能动体 如果他完成了信仰中的事业 那么这项事业如同他们所完成的其他事业一样 都是命定的 大乘佛教信徒认为 依靠对阿弥陀佛的信仰可以得救 他和上座部佛教对业的信仰更易趋同 因为业虽是命定 但它是一种人为的命定 可以通过转世后的作为变好或变坏 新教徒废弃了教皇制下的西方基督教会的一些礼仪 这种做法在新教之前已有先例 842至845年 中国曾解散佛教寺院和尼古安 没收其财产 勒令僧徒还俗 在西方基督教世界 法国的菲利四世 于1307至1314年 曾没收圣殿修士会在法国的财产 并无情地迫害其成员 英国的爱德华二世也曾如法炮制 八九世纪东正教世界曾禁止过偶像崇拜 十一世纪西方世俗基督教士禁止结婚 1439年佛洛伦萨宗教会议上 为了迎合与西方教会不同 主张教士可以结婚的东夷天主教 教士独身的规定一度被废弃 杰克丙酒同领派 曾恢复俗人两种形式的交流权利 慈文利否定基督的肉和写在圣餐面包和酒中的真正临在 加尔文认为圣餐中基督的肉和写的临在旨具有精神上的意义 但路德却认为是肯定的 新教各宗都仍承认 西方天主教在基督教信条中加入了集圣子异语 新教徒对犹太基督徒穆斯林信仰的上帝的描绘 特别是他们把命定论中令人惊气的行为推到上帝身上 使西方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如伊拉斯摩和托马斯 墨尔爵士今天被称为圣人进而忍之 这些学者承认并通缉教廷在生活中的恶习和弊端 但在他们看来 这些恶习与路德的教义和灵魂相比还稍续一筹 事实上新教神学是从伊拉斯摩的理性和圣托马斯 阿奎纳的唯理主义的一次倒退 但是除了路德之外 新教的其他创始者同时也是人文主义者 斯文利和加尔文是热情的古典学者 路德的同事菲利梅兰西顿是维西贝格大学的希腊语教授 梅兰西顿也和非路德派人文主义者一样 对路德命定论教义表示疑虑 路德死后 帝劝说路德教会将苛刻的教义缓和一下 路德原来的教义最终还是盛行开来 虽然在新教创建人中 路德因为不同时也是人文主义者而落落寡和 但路德仍不是为一位伟大的学者 即使他从未奋起反抗教廷 他将圣经译成德文的工业也足以使他英明不朽 罗马天主教反改革运动的领袖们 由衷地欢迎人文主义 圣伊纳诀 罗要拉1491-1556年 为了准备他毕生的事业而接受大学教育 他创立的耶稣会建于1540年 就像上一个世纪的共生兄弟会一样 诚挚地相信教育的作用并付诸实践 但是圣伊纳诀是作为一名军人开始工作的 耶稣会的主要特点是纪律和现身于教廷事业的精神 正如十一和十三世纪的情形一样 十六世纪的一位伟大人物 把教皇从依以前的恶行而即将遭受的灭顶之灾中拯救了出来 圣方济各的精神同格列高利七世和圣伊纳诀的精神是对立的 但教廷从这三位救星所共有的忠诚中却获益良多 从1545年到1563年 特伦托宗教会议时段持续的召开 他肯定了教皇对罗马天主教其他部分的君主地位 但同时也指出了教会的恶行 假如这些改革措施的颁布和实行 能够再也应该在1414至1517年之间的某个时候颁布和实行的话 路德或许永远也不会被激怒 并进而做出使他因此而名垂千古的事业 第七十二章 东南亚190至1511年 190至1511年间的三个世纪中 东南亚在政治上 人种上和宗教上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蒙古人的袭击遭到失败 操大陆东亚单因结诸语言的民族 尤其是太族不断向南定居 并建立了政治统治 僧加罗人的上族部佛教及伊斯兰教逐渐传播 最后 来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葡萄牙航海者又不期而至 蒙古入侵者在东南亚陆海两路却未能取得成功 他们在1257年 1285年和1287年 三度占领了限属越南北部的地区 但越南人每一次都迫使他们节节后退 1285年 蒙古人通过越南北部征服战婆的企图 也被占人击败 1287年 蒙古人的确成功地占领了上缅甸图干王国 但他们在1303年退出这一地区 在大陆东南亚 于1261至1303年间在叙利亚一样 当蒙古人遇到坚决的军事抵抗时 在后勤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形势下 他们被这一战场 与他们远在欧亚大平原东北边缘的基地之间的遥远距离击败了 蒙古人于1292至1293年 对爪哇发动的海上缘争 于1274年和1281年对日本进行的海上缘争一样 也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 信奉大乘佛教的爪哇胜利者 于1293年建立了满者伯夷帝国 这是印度尼西亚最后一个前伊斯兰时期的帝国 苏门达腊的长寿帝国势力佛士 在击退蒙古人的斗争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太族人对他在马来半岛上的领土施加军事压力 这使他遭到了削弱 满者伯夷帝国在爪哇的兴起 以及1295年前后 伊斯兰教传入苏门达腊西北部 使他进一步遭到削弱 但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 苏门达腊是否落入了满者伯夷统治之下 或是否成了他的附属国 满者伯夷帝国在大约1513至1528年间 被皈依了伊斯兰教的一些爪哇小国联合推翻 一位苏门达腊夏连特的王子拜里弥苏茨 娶王朝一位公主为妻 他于1403年建立了马六甲城 这座名城位于以他命名的马六甲海峡 靠大陆异端的海岸上 到1414年拜里弥苏茨寺皈依了伊斯兰教 取名穆罕默德伊斯坎达尔沙 马六甲也成为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尼西亚的基地 从八世纪起来自波斯湾沿岸各港口的阿拉伯和伊朗 穆斯林水手就在伊斯兰世界和中国之间的海洋上航行 建立商业基地 并沿途在大陆和岛屿沿岸对当地居民进行劝话 在印度尼西亚 这一进程由于马六甲城的建立和皈依而得到了新的推动 然而与印度四大陆的经历形成对照的是 在东南亚大陆和岛屿 伊斯兰教的统治不是通过武装力量强加的 伊斯兰教在这里的传播是当地统治者及其臣民自愿接受的 但这种皈依只是肤浅的 印尼人把信奉伊斯兰教与保留他们 在过去一千年中接受的印度文化相互融合起来 在伊斯兰教的外表下 他们传统的印度主义仍然保持着活力 我和婆罗多仍然比古兰经更能温暖印尼人的心房 激发他们的想象力 一千一百九十年传入缅甸的僧切罗上座部佛教 于十三世纪从孟人和缅甸人那里传给歹人 太人老窝人和柬埔寨人 上座部佛教与这些民族的当地宗教相互交融 成为每个民族的大众化的国教 这样他就把大成佛教和印度教从这里驱逐了出去 大成佛教和印度树痕早以前就从印度传入了东南亚 但也只局限在少数上层人物的圈子里 上座部佛教取代这些早期东南亚的印度宗教 使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仍然处在印度文化的势力范围内 印度文化只是在印度尼西亚和大陆马来亚丧尸的地盘 在那里他的表面被涂上了一层伊斯兰教色彩 另外还有东部海岸 向南扩张的越南人带来了中国的儒教和大成佛教 16世纪早期北方民族向南方的扩散 改变了东南亚的人种地图 1535至1539年间 缅甸人在伊洛瓦底江下游完成了始于11世纪的对梦人的征服 越南人于939年摆脱中国对他们的祖国 即现属越南北部的地区统治以后不到40年 就开始发动对湛婆的袭击 到1000年 越南人已经吞并了湛婆最北部的三个省份 1312年 他们取得了对湛婆其他地区的宗主权 1471年 越南吞并了除南部一块残余地区以外的湛婆全部地区 17世纪又征服了这块地区 并向南方继续推进 以柬埔寨为牺牲 占领了梅公和三角洲 并向那里殖民 幸存的湛婆人则成为了穆斯林 泰人 但人和老窝人所讲的语言非常接近 同属大陆东南亚丹音节语族中的汉泰语文 建国于现属中国西南省份云南的泰人王国南兆 于8至9世纪在缅甸人到达以前征服了伊洛瓦底江流域 并向中国发起袭击 他们袭击的地区包括现在越南北部 当时那里是中国的一个行省 此后泰人移民开始进入萨尔温江和梅公河流域 并在梅南河源头地区顶居 1253年南兆被蒙古征服 这个泰人的故乡随后就被汉化 伊斯兰教在这里扎根 而这种发展在13世纪后半期 向泰人南移提供了新的推动 他们进入梅南河流域和马来半岛北部 而梅南河流域的梦人和柬埔寨的高灭王国 变成了他们的牺牲品 如果泰人像越南人那样带来了中国文明 他们向南方的扩张 就将改变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的边界 扩大中国文明的范围 但是泰人皈依了1190年 就以扎根缅甸的上座部佛教 这使泰人落入了印度文明的疆域之内 因此到1511年 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的时候 东南亚已经形成四种宗教并存的局面 其中两种宗教 即上座部佛教和伊斯兰教相对来说 是教腕传入此地的 上座部征服了几乎整个大陆东南亚 只有越南湛婆的残余部分 和马来半岛最南端除外 越南人是中国流派的大乘佛教徒 占人和大陆马来人成了穆斯林 海岛马来人表面上成了穆斯林 但实际上仍然是印度教徒 巴厘岛上的马来人仍然是虔诚的印度教徒 在婆罗州沿海地区的马来人成了穆斯林 但在广大的内地 他们仍然是异教徒 第七十三章 东亚1281-1644年 1279年 中国有史以来 第一次完全处于异族征服者的统治之下 除了在越南北方之外 古有残存下 任何一个政治上独立的中国人的政权 越南北方曾经是中国的一个省 但早在939年即已脱离了中国 从那时起 他使自己独具特色的当地形式的中国文明得到了发展 中国在1279年的经历 类似印度的维查伊那加尔帝国1565年降落时的经历 只不过与穆斯林军队越过旁车浦征服印度的进程 1202-1565年的相比 蒙古人对中国的征服要迅速和彻底的多 日本在13世纪的经历与中国不同 1281年 日本成功地击退了蒙古人对他的第二次进攻 那是蒙古人对他的两次进攻中更为可怕的一次 正是连仓的北条家族的有力统治 才使得日本免遭蒙古人的统治而保持了自由 但是在击退蒙古人之后 随之而来的却是北条式政权的衰落和覆灭 1281-1614年间 是日本政治史上到那时为止 无政府状态最为严重的时期 另一方面 蒙古人1279年完成的对中国的征服 再度带来了中国政治上的统一 尽管这是在异族统治之下的统一 自从中央集权的唐朝在874年终于瓦解之后 这种政治上的统一就逐步的受到了削弱 从1279年到1911年 这一重建的中国政治上的统一一直维持下来 尽管重新统一的中国 事实上只是在大约1382-1631年间 是处在中国本土居民的统治之下 在蒙古人的统治下 政治上重新统一起来的中国 变成了短命但却庞大的蒙古帝国的重心 蒙古大汉忽必烈1260-1294年在位 于1260-1267年把他的都城 从哈兹河林迁到了北京 又于1289年完成了把大运河从杭州延伸至北京的工程 大运河的延伸使得把北京所需的稻米 经内核从中国南方运到北京成为可能 1271年 忽必烈建立了一个新的中国王朝元朝 他将由忽必烈的家族世代继承 在蒙古帝国的西部封地中 占有伊朗和伊拉克的伊尔汗国 是忽必烈的弟弟序列物在忽必烈的率先赞同下建立的 因此他与中国有着最紧密的联系 伊朗的视觉艺术和陶逸受到中国长期的影响 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 在前蒙古人的时代 中国的技术 例如造纸术 已经通过伊斯兰世界向西传播到了基督教国家 中国的蒙古统治者 与他们的处于各个社会阶层的中国臣民之间 依然存在着隔阂 蒙古人在中国任用信奉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一族行政官员 而听任那些不被任用的儒生们 用小说和戏剧这两种文学形式自然地延续中国的文明 中国人与蒙古人祖传的生活方式的不同 造成了他们相互间的反感 也阻碍了双方文化上的童话 于是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也就不可避免地是短暂的 遍及全国各地的反抗开始于14世纪40年代 在中国的彼此争斗的造反者当中 朱元璋1328至1398年独成霸业 这位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统一天下的帝王 像第二次统一天下的帝王刘邦一样 出身于中国南北方之间 淮河流域 一个地位卑微的家庭 1368年 洪武皇帝朱元璋建立了明朝 到1382年 他不仅把蒙古人从中国的长城之内驱赶出去 并且消灭了所有国内的汉族竞争者 洪武皇帝在1356年攻下了南京南方的都城 他仍将南京作为再度统一后的中国的都城 但是到了1421年 他的第四个儿子 也是第二代王位继承人的永乐皇帝 1403至1424年在位 把都城搬回到北京 北京曾经是元朝以及元朝之前的经朝女真人建立的都城 在那之前还曾是辽代契丹人建立的南部 遭受蒙古人征服和统治的经历 造成了中国人对异族的畏惧和憎恨 北京地处中国长城以内部分的最东北于 距离南方的稻米产区极为遥远 选择这样一个为他们所痛恨的 蛮族征服者的都城做新都 这表明永乐皇帝及其后继者们最为关心的事 就是对付始终存在的蒙古人的威胁 蒙古人已经被赶出了中国 但他们仍然生活在故乡的大草原上 他们可以从那里再度进攻中国 及西部的蒙古人厄鲁特部有父亲略性 永乐皇帝在大草原上进行了五次战役 但是就像西徐亚人曾避开大流氏仪式 匈奴人曾避开汉武帝和他的地位继承者们一样 蒙古人成功地避开了永乐皇帝的追杀 1449年厄鲁特的汉王也先打败并俘虏了当时的明朝皇帝 并且包围了北京 但是就像军事坦丁堡的城墙挡住了保加利亚的西眠一样 北京的城墙也挡住了野先汉 明朝在1449年遭到的军事上的大失败 并未导致与宋朝在1126年以及东罗马帝国在1071年的失败相同的悲惨结局 明朝再度恢复了通过对儒家经典的竞争性考试来选拔文官的制度 这套制度最初是由汉武帝在公元前两世纪时创设的 六世纪末由隋朝第一次恢复 这套制度后来变成了一种将死的形式 他一直保持到1905年取消科举考试和1911年废除皇帝统治事为止 在当时的官府中为官的儒生数量 与那个庞大帝国的人口和面积相比总显得微不足道 实际上协助他们完成任务的 是地方上那些未受过儒家教育的刀比例 地方上取得了各等级公民的士绅也与他们合作 这些人自愿地处理地方政务而不领官奉 他们是当地的地主 其地租收入既要用来养家又要用来从政 成功地通过科举考试并非获取公民的唯一途径 这种公民可以被作为一种荣誉授予某人也可以用钱来买 无论是怎样获得的 它都能使获得者受到高度的尊敬 同时也给获得公民的人强加上一项没有明文规定的责任 或是作为一个十奉路的政府官吏 或是作为一个无官奉的拥有土地的地方士绅 以尽自己的公共职责 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重建了自己的王朝 与元朝之前历代的统治者们相比 明朝的统治者更加重奉 也更加依恋中国的文化传统 在1403至1407年间 永乐皇帝发起编撰了一部百科全书 他的修改本数达22,877卷 分装成1,1095册 这还不包括60卷的内容目录 这部剧书以手写本的形式保存下来 一刷这部剧书甚至超出了中国的技术和经济能力 永乐大典着眼于过去 但明代的中国文学和哲学却仍是有生气的 大量的小说和戏剧不断涌现出来 12世纪时由朱熙公式化了的儒家学说仍然受到挑战 它以自己无可比拟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一直保住了作为考试科目之一的地位 新的儒学派别的分裂到朱熙时并未结束 这种分裂是自11世纪诗成号成一兄弟的分歧 而朱熙则发展了成一的学说体系 王阳明 王守仁 1472-1529年是成号学说体系最卓越的拥护者 在王阳明看来 人的心与万事万物之理彼此都是同一的 而在朱熙看来 理是由体现为人和物的气聚结而成的 这些气又独立于任何人的心而存在 这两个抽象的观点之间显然存在着重大的差别 人们也能觉察出 这两个新儒学派别都受到了佛教哲学的潜在 但却是重大的影响 然而中国所有的思想家 在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时期 更为关心的都是道德规范和人的活动 而不是抽象的哲学思辨 只有道家是唯一的例外 在那些其观点仅仅带有佛教色彩 但却并未受到西方哲学影响的伟大的中国思想家中 王阳明是最后的一位 第一批葡萄牙航海家已于1514年 也就是王阳明去世前15年到达了中国 在一批又一批征服中国的一族人中 接受儒家生活方式最少的是蒙古人 最多的则是满洲人 所以 对于宝学的中国臣仆来说 蒙古人最难接近 而满洲人则最异于相处 满洲人并非欧亚大平原上的游牧民族 如同金朝的建立者一样 他们来自东北的深山密林中 是女真族的猎人和靠采食野生植物为生的出民 明朝的永乐皇帝 曾通过把女真人的部落编入几个辖区 由他们所敬重的本部首领进行管理的办法 把满洲编入中国 在进展中国本土之前 满洲人曾自动地使自己汉化 1599年 满洲政权的创建者 卢尔哈赤 采用了蒙古人加以改造的古叙利亚字母 来记录女真满洲语言 此后汉文的古籍也被译成了满文 但识字很快的满洲人 就宁愿直接阅读和书写汉字的方块字 卢尔哈赤曾创建了一支 由三个民族组成的军队 它包括汉人 蒙古人和满洲人的部落 1618年 它占据了辽东 那是汉族人居住的长城 向外突出地区的一部分 1626年 它监督于中国本土的圣经 金明沈阳 并任用了一些汉族的行政官员 一位汉族的将帅帮助了满洲人 一些汉族的文臣们也支持满洲人 他们宁愿选择满洲人的政权 也不愿接受一位刚刚推翻了明朝的汉族篡位者的统治 随后满洲人建立了对中国其余部分的统治 但并非没有受到抵抗 直到1683年 满洲人才占领了台湾 然而对各个阶级 阶层的中国人来说 满洲人对中国的征服 与四个世纪之前蒙古人对中国的征服相比 其造成的物质上的破坏和心理上的创伤 都要更轻一些 在日本 1331年 由后提胡天皇 1318至1339年在位 策划的一次流产的政变 导致了北条家族的统治被推翻 和连仓幕府 本身在1335年的灭亡 1338年 幕府的所在地牵制京都 石权也落入足立家族手中 但是这个新的政权 从未能有效地统治整个日大 1185年 元奈朝曾建立起对整个日本的统治 1281年 在击退了蒙古人的第二次入侵之后 延仓幕府的北条政权 曾维持了这样的统治 足立家族掌权后 这样的统一政权就不复存在了 足立幕府甚至未能立即控制京都周围的地区 被足立尊士从京都驱赶出来的后提胡天皇 重新当上了傀儡皇帝 在京都以南的山区维持着一个独立的政权 这种王朝分裂的局面 从1336年持续到1392年 与此同时 各地的大明 变成了事实上独立的诸侯王 1467至1477年 持续十年之久的一场内战应人之乱 把京都的街道变成了战场 在此之后 足立式的统治权力丧失殆尽 日联宗和神道教这两个佛教派别位 他们自己在各地扩充实力 并与当地的士族诸侯王联合在一起 从1532年到1536年 在京都地区爆发了佛教势力之间的战争 一方是神道教和日联宗的信徒 另一方是属于旧宗派的寺院僧兵 在这场佛教寺院间的战争中 交战双方都倾起所有力量投入战斗 足立幕府时期1338至1573年 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 与中国统一前的战国时期相似 令人费解的是 与这种状态相伴随的 却是经济上文化上所焕发出的勃勃生机 日本人对蒙古人未获成功的海上进攻的还击 一度成为针对中国沿海的海上私人冒险事业 从元朝到明朝 日本人的这种刺激性的活动延续下来 1404年 足立政权承认了中国对日本民意上的家主权 并且勉强同意了中华帝国政府 试图强加在中日间贸易额上的限制 而实际上 日本的民间海盗商人 默示两国政府间的协定 与一些中国平民相勾结 继续从事他们的活动 在日本国内 经济活动再增加 物质生活水平再提高 自12世纪后 半期以来 即被把持在地方武士阶层手中的垄断权力 也受到了两股势力的削弱 其一是在日本内战中 其地位日渐重要的农民武装 其二是新出现的工业和商业的行会 以及自由的城市 地处今日大规以南的桥市 就是这类自由城市的典型 然而 这一时期 也是日本建民阶级开始产生的时期 文化方面 禅宗作为日本大乘佛教的一种形式 尤为贵族武士所偏爱 足利时代 不仅经历了 对于禅宗的经久不衰的兴趣 而且 在这一时代的末年 最为无政府状态的年代 他还经历了茶道的形成和完善 统治者是把茶道 作为与武士们日渐增长的残暴性 相对抗的一种文化模式加以提倡的 在视觉艺术领域 足利时代日本产生了模仿中国宋朝风格的山水画大家 还产生了花道一种独特的日本艺术 更为辉煌的文化成就 是大约产生于1350年至1450年的一种戏剧形式能 此类剧目的情节是传统的和为观众所熟悉的 演员都戴着面具 动作 台词 声调 演唱和配乐都别具一格 14世纪这种日本能剧 在上述所有方面都是公元前五世纪 希腊雅典狂欢节戏剧在东亚的翻版 日本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在16世纪达于极点 此后国家在三个军阀前后相继的努力下 重新在政治上统一和稳定起来 这三个军阀是枝田信长1534至1582年 封臣秀吉1536至1598年 和德川家康1543至1616年 这些建立统一工业的人 用火器与他们的对手作战 火器是在1542年或1543年 由首批踏上日本土地的葡萄牙人带到那里的 他在最初传入日本的20年间 就被普遍地应用于战争中了 枝田信长在1568年攻占了京都 并于1573年消灭了那里的足利幕府 1582年他被一位反叛他的家臣杀害 但枝田信长的另一位家臣封臣秀吉 立即打败并杀死了反叛者 到1590年时封臣秀吉成了整个日本的主宰 他与德川家康合作 于同年将后者安置在关东 1592-1593年以及1597-1598年 封臣秀吉两度侵略朝鲜 但朝鲜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 封臣秀吉准备把侵略朝鲜的战役 作为侵略中国的序幕 他死于1598年3月 他的死于1405年天目尔博者得死一样 为中国的明朝减缓了严重而迫在眉睫的危险 德川家康在1600年的官员大战中获胜 从而赢得了在封臣秀吉权力继承问题上的那场斗争 1603年 德川家康从京都毫无实权的皇室那里取得了将军的称号 1615年 德川家康攻陷了一直由封臣秀吉之子封臣秀赖固守的大阪城 此局使他成为全日本无可争辩的主宰 德川家康有效地掌握着事实上的统治权 最大限度地保全了面子 最小限度地进行政治上的变革 这类似于汉朝的刘邦和奥古斯都 而与秦始皇和凯撒则形成鲜明对比 京都的天皇被允许继续保留名义上的统治权 但是德川家康在江湖金明东京的幕府 却如同当年在连仓的元奈朝和北条政权那样 控制着日本的经济重心关东 地方上的诸侯大明并没有被废除 但却因德川政权的巧妙安排而变得顺从和虚弱了 这种巧妙的安排是为了防止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德川政权 也是为了逐渐地在经济上搞垮他们 德川政权统治下 1600至1868年的日本的政治地图 与公元前264年到公元前90年的意大利半岛的政治地图是相似的 1622年到1641年间 基督教的传播在日本几乎完全被禁止 日本被与人类文明中心的其余部分隔绝开来 这种做法加强了德川幕府对日本的控制 第75章将谈及这方面的内容 第74章 中美洲文明和安帝斯文明1428至1519年 在15世纪中美洲社会与安帝斯社会在政治上几乎同时被一个包含该社会版图大部分的帝国所囊括 在每一个场合建立帝国的工作都是由一个来到当地时间相对较迟的民族完成的 这个民族后来才将其政治统治扩大到最初的地域之外 阿兹特克人别称墨西哥人从北部沙漠来到了墨西哥古 印加人起源何处现已不为人所知 但考古学证据显示他们并不是最早占据库斯科的人 据我们所知阿兹特克人是中美洲世界第一批征服者 他们在此创造了一个几乎覆盖全境的帝国 在安帝斯世界假如扎文和地亚瓦那科风格的建筑 视觉艺术及文化的其他物质载体的广泛传播 伴随着地理上与这两个安帝斯文化的先前阶段并存的政治统一 那么印加帝国就可能具有光区者 不过考古学并未提供说明这种政治状况的证据 以图拉为首都的托尔托克帝国于12世纪的崩溃 为阿兹特克人在15世纪建立帝国提供了机会 早在公元600年左右特奥地瓦坎城毁灭之际 墨西哥高原南端的胡区就开始成为容纳解体的文明社会难民的收容所 在托尔托克帝国崩溃之后 胡区接受了另一批大量涌入的难民 但北方的蛮族劫掠者接踵而至 结果到13世纪中期 胡区出现了许多政治上独立的城邦共同体 这些共同体具有混合的民族成分和多样化的异化 他们彼此之间的主要联系是纳瓦语 这种语言起源于北方的蛮族 到13世纪已成为墨西哥流域大多数居民的语言 阿兹特克人是一只四处游荡的蛮族 他们闯入胡区的时候 该地已经为稳定的城邦共同体所占据 与后古典时期的中美洲居民一样 阿兹特克人极度喜好战争和非战争的人即牺牲 他们是不受欢迎的闯入者 在14世纪下半期 他们最终定居在特斯科科湖西南湾一些无人居住的小岛上 阿兹特克人改造了这一新的恶劣环境 使之适于人居住 他们清除了茂密的水草 在捆杂结实的木筏上堆上土壤 再覆盖一层湖底的淤泥 使之成为既容易耕种又肥沃多产的良田 在物质匮乏的压力下 阿兹特克人成了熟练的农学家和城镇规划师 结果他们也成了将商业与军事情报工作 结合在一起的长途跋涉的商人 阿兹特克人采纳了中美洲人精确的立法体系 他们将自己祖先的宗教 与当地前辈的宗教结合起来 创造了一种像印度教那样复杂的诸神体系和宗教仪式 同印度教徒一样 阿兹特克人也认为时间是一个个前后相继的时代 每一时代都包含了许多年 他们还创造了一种有表义符号和双关因素构成的文字 它比传统的中美洲雕刻文字更为方便灵巧 阿兹特克人还创作了一些反映内心世界的优美诗歌 但自始至终 阿兹特克人都醉心于人 即牺牲和战争 他们用令人恐怖的方式 将活生生的牺牲者的心挑出来 认为战争是捕获维奇宗教 所需的大量献祭用的牺牲者的必要手段 人际牺牲的必然结果是形成吃人肉的习俗 征服中美洲的西班牙人看到人际的场景时十分恐惧 自公元前206年加太及加南人的统治结束之后 这种仪式在西班牙便不再流行 尽管西班牙人在战争中仍然继续屠杀自己的同胞 并且处死宗教异端 西班牙人证明了自己的诚意 他们迫使自己在中美洲最早的同盟者停止使用人际 不惜冒疏远他们的危险 在大西洋彼岸的战争中 基督徒和穆斯林也像中美洲人一样渴望捕获战俘 但他们夺取战俘的目的不是为了向神之提供牺牲 而是要赚取赎金充实自己的腰包 在中美洲捕获战俘的动机并非出于经济利益 它源于这样一个信仰 即如果不用人的心脏持续不断地供奉神之 那么这些神之就会丧失自己保存现有宇宙的能力 贪婪使得西欧基督教的好战者更人道地对待战俘 但是同样的贪婪也驱使他们未得到关于隐藏宝藏的情报 而严刑拷打阿兹特克和印加人战俘 西方基督教徒16世纪在新世界 以及在此之前于1204年劫掠军事坦丁堡的行动中 已表现出极大的贪婪 这种贪婪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他们的技术发展而同步增长 使他们得以放纵自己无休无止的欲望 到70年代他们的自我放纵使生物圈受到无法居住的威胁 他们污染它耗尽它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 西方人实际上是采用一切恶劣的手段 使人类陷入中美洲人曾经担忧的灾难 在中美洲人看来 西班牙人对人际牺牲的否决是赤裸裸的滥勇强权 既应该通过西方基督教徒的眼光 也应该通过中美洲人的眼光 看待中美洲人和他们的西方基督教征服者之间的争端 阿兹特克人是通过充任帝国的建立者 阿兹卡波查尔科承邦统治者的雇佣军 而获得军事和政治力量的 阿兹卡波查尔科城邦于1230年 被来自特奥地瓦坦难民的后裔 满足特帕内克人所占领 1428年 两个阿兹特克人岛上城邦之一的 特诺奇蒂特兰的阿兹特克人 侵占了他们曾作为雇佣军 帮助建立起来的位于湖区的特帕内克帝国 这一行动的幕后策划者是特拉卡勒尔 他曾担任特诺奇蒂特兰 连续三位统治者的政治顾问 特诺奇蒂特兰的阿兹特克统治者 与阿拉伯、沃玛亚、哈里发一样 其正式称呼不是国王 而是资议会主席 特拉卡勒尔的第一步行动 是吞并了特诺奇蒂特兰的 另一个阿兹特克人城邦 和北方近邻特拉特洛尔科 同时 他还与两个当地城邦 特斯科科湖东岸的阿克罗外人国家 特斯科科和胡锡岸的特拉科潘 结成了同盟 在特诺奇蒂特兰霸权之下的力量集中 使得阿兹特克人能够建立起一个帝国 到1519年 即科尔特斯登陆的那一年 该帝国已经横贯中美洲 地域扩大到东西海岸 控制了特万特佩克地下的 大西洋异端和太平洋异端 而且在地下以东 该帝国还包括了延伸到今天墨西哥 和威地马拉边界以西的太平洋沿岸 这个阿兹特克阿克罗安帝国极其广阔 但它并非无所不包 胡须东部的城邦国家 特拉斯卡拉在政治上 虽不是阿兹特克阿克罗安同盟的对手 但特拉卡勒尔故意让其保持政治独立 安排这两个力量悬殊的对手 举行定期的花旗战争 在这种战争中 双方的目的都是捕获双方为之人 即牺牲所需的战俘 帝国境内还有其他一些卑地 帝国同盟曾试图征服这些非地 但没有成功 阿兹特克阿克罗安帝国最显著的军事实力 是未能征服其西部邻居塔拉斯科人 后者与阿兹特克人一样 也拥有青铜武器 那些沦入阿兹特克阿克罗安统治之下的民族的处境 十分艰难 控制这些被征服民族的方法 部分是在他们的居住区设立永久性要塞 而更多的是采用恐怖手段 在强迫之下 这些民族不得不交纳沉重的供负 它包括用于人机的男孩和女孩 食物 纺织品 宝石 金银 以及其他珍贵的物品 组成帝国的城邦国家 无论是占统治地位的少数派 还是被统治的多数派 都具有完善的国内社会和政治法规 但帝国的行政机构却很原始 走向窜户的阿兹特克商人 接任情报官员 帝国政府在北征服地区的主要代表是税务官 大约在1428年 中美洲的阿兹特克帝国创立十年之后 印加人开始把自己的统治扩大到安地斯世界 在库斯科的第八位印加人统治者 华通 图帕克之前 通常被称为维拉科查这一名称 原是称呼印加人造物神的 华通 图帕克用来戒称自己 库斯科仅仅是安地斯高地许多本地国家之一 维拉科查向东南方扩展其版图 而当地其他国家也同时向外扩张 在库斯科西部 昌卡人征服了印加人的晋林和同宗克丘亚人 大约在1438年 昌卡人进攻库斯科 维拉科查和他们继承者 退到了偏远地区 但维拉科查的另外两个儿子 库西 尤潘基 一名帕查库提 和罗卡在奋不顾身的巷战中 保卫了库斯科 使其碾鱼陷落 在赢得这场关键性的胜利之后 帕查库提获取了印加王位 开始对外征服 他不仅吞并了战败的昌卡人的领土 而且还吞并了安地斯世界其余部分 他的副手最初是齐蒂卡帕克 尤潘基 从1460年其改为帕查库提自己的儿子 和继承人托帕、印加、尤潘基 1471至1493年在位 印加帝国的创立者们 最初征服和吞并了高地的其他部分 东南达到高原上地地 喀喀湖盆地 西北达到今天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 从高地出发 托帕、印加又进入厄瓜多尔海岸 向一些海岛派出海上远征军 侵入和征服了三个野海国家中 最靠北面、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齐蒂 并且越过了齐蒂未设访的北部边界 齐蒂的抵抗 与厄瓜多尔高地上坎尼亚人 和基多人的抵抗相比更为微弱 齐蒂以南的这两个野海国家 大概在齐蒂投降后不久就屈服了 大约在1471年 托帕、印加的父亲退位 托帕、印加成了皇帝 在此之后 他曾经派兵远征安地斯山大西洋 以便热带森林中的民族 但并未获得成功 弟弟喀喀胡 一带高原上 被征服民族的一次反叛 使得托帕、印加回过头来 征服了这些民族 并进一步征服了今天的波利维亚 阿根廷西北部高地 以及今天智力的全部 向南达到马乌来河北岸 托帕的儿子和继承人提图 库西、瓦尔帕、瓦伊纳、卡巴克 约1493、1525、1527年在位 征服了北厄瓜多尔高地 但该地的抵抗十分激烈 以致这位皇帝 不得不留在这一偏远的交战地区 治理着自己庞大的帝国 他生前再也没有返回库斯科 尽管库斯科 不仅是印加帝国的政治中心和首都 而且也是帝国的交通枢纽 印加帝国的面积要超过阿兹特克帝国 但人口规模可能并未相应地超过阿兹特克帝国 因为它的许多领土并没有人居住 在面积上 印加帝国与第一波斯帝国 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相当 但是印加人没有有轮子的运载工具 尽管他们比阿兹特克人的装备要好一些 有一种运物牲口每周驼 但每周驼的最大载重量 与驼马比起来要少许多 印加人不像阿兹特克人那样 已经有了文字符号 他们只有绳结与结绳记事 这些结绳符号颜色不同 绳结环绕的次数也不相同 这些差别具有不同的意义 但只有专家才能理解这些意义 专家的本领是通过口授掌握的 并且通过口授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继承人 绳结语并不是不解自明的 而一种文字则对任何掌握了一种书写符号体系的人来说 它的意思都是相同的 但就是凭着这种不完善的记忆方法 印加人仍然尽可能仔细地管理着自己庞大帝国的人口和资源 尽管地形十分困难 印加人的运输手段都很好 高原上有高高的山口和深深的峡谷 沿着海岸可灌溉的河流平原彼此之间都被广阔的沙漠相隔 用藤类植物制成的绳索吊桥连接着跨越峡谷的道路 在道路的沿途建货还有一座座备有生活设施的旅设 商旅的一马运送着旅客和货物 帝国的形状呈狭长的带状 有两条平行的大道 一条穿越高原那简直是一个工程奇迹 即使它只能算是一条小道 第二条大道与海岸线平行 在从高原流向大海的河网地带还有连接其他路段的岔路 为了得到额外的行政官员和军官 印加帝国授予被友好合并的外族中的贵族成员以印加人的地位 从而扩大了印加统治阶级 印加军队则招募被征服的敌人入伍 比如征召上午好斗的昌卡人和坎尼亚人 控制被吞并地区的方法是大规模的迁移人口 大量的顺民被迁移到心怀不满的被征服民族之中 并且将后者的一部分放逐到效忠帝国的居民聚居地区 但在这样做的同时 又要设法使这些移民与他们原来的社团保持联系 并且将他们安置在气候与其故乡大致相同的地区 在安地斯世界高原和沿海平原 气候差异相当大 维持帝国统一更为有效的措施 是将被征服民族的本地神之永久性的安顿在库斯科 由他们本民族的祭司照看这些神之 再被兼并地区建立供奉印加太阳神的神庙 印加帝国向被征服居民征收的供服 似乎比阿兹特克帝国要轻 但是就同在印加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一样 共赴还包括儿童和物品 被征服部落酋长的儿子 被带到库斯科与印加贵族的儿子一同接受教育 作为共品而强制征兆的少女 一部分被分配给印加皇帝和达官贵人做妻子 一部分被分配给女修道院士的实行独身制度的机构 这些类似佛教尼姑和基督教修女的妇女有时被作为牺牲 但是在印加帝国并没有成为常规的大规模的人即牺牲 而在这一时期人际牺牲在中美洲已成为惯例 并且成为所有被阿兹特克人征兆的纳贵儿童的命运 接受印加教育的非印加贵族的儿子相当于同时代奥斯曼帝国的征暮少年 而奥斯曼的领响骑兵则相当于印加帝国应目当兵的奴隶亚纳科纳人 克修亚语是印加人和克修亚人的母语 在印加帝国建立之后 克修亚语成为帝国多余种居民的混合语 地地咔咔湖周围高原居民所使用的爱马拉语 成为帝国东南部的第二种混合语 帝国的这些语言和帝国的人口政策及帝国的道路成为强有力的纽带 尽管如此 用如此简单的物质手段将如此广大的地区和人口统一在一起 确实是一种奇迹 托帕 印加已将帝国扩张到对印加帝国的创立者来说逻辑上可行的极限 瓦伊纳 卡帕克过度扩张了他所继承的帝国 结果 当瓦伊纳 卡帕克过早去世之后 北方的军队与帝国行政首都库斯科城的印加贵族之间就爆发了一场内战 前者支持皇帝的私生子阿塔瓦尔帕 后者支持瓦伊纳 卡帕克的合法儿子瓦斯卡尔 北方军队经过多年的艰苦战争最终获得胜利 他占领了库斯科 俘虏了瓦斯卡尔 就在这一时刻 皮萨罗第三次在南美洲太平洋沿岸登陆 第75章 人类文明世界的连接1405-1652年 在约140-1550年这150年间 人类对于人的居住地及其在宇宙中的位置的传统认识发生了变化 人类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所有大洋之宾 人类文明世界的范围突然间扩大了 与此同时 波兰天文学家戈拜尼的革命发现 使为数不多 但仍在逐渐增多的人确信 人类文明世界的范围 与宇宙的范围相比 突然间也变得狭小了 自大约4500年前 最早的区域文明出现以来 人们一直把地球这颗行星视为宇宙的中心 而每个地区的文明都有关于 自己是位于地球中心的观念 东亚人认为 中国是处于大地中央的王国 印度人则认为 大地中心位于今天的北方邦和比哈尔邦 在穆斯林教徒眼中 麦加圣地是中心 犹太教徒和基督徒则认为 中心位于耶路撒冷 到公元15世纪已经熄灭了的诸文明 同样持有自我中心论 在古希腊人看来 人类文明世界的中心是德尔菲 法老统治下的埃及人认为 大地的中心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顶端 苏美尔人则把底格里斯 右法拉底 和流域谷地的尼普尔城 视为大地的中心 相互毗邻的区域性文明的彼此接触 或是敌对的 或是友好的 幅院辽阔但昙花一现的蒙古帝国 使东亚和西方基督教世界 暂时通过欧亚大平原 而连接为一体 至少在公元前七世纪 人们就进行过 从东向西的环非洲航行 公元十世纪末十一世纪初 斯堪蒂纳维亚人 就沿格陵兰西岸进行过开发 无人知道他们已经迈进了 那无垠的新大陆的门槛 但就我们所知 在哥伦布1451-1506年 于1492年横渡大西洋之前 是没有航海家 在这一低纬度地区 从任何一个方向 横渡大西洋的 如果有船只横穿太平洋 从东亚到达新大陆 或从相反的方向 横穿太平洋的话 那么这些穿越太平洋的航行 则是既非有目的的活动 又是极为偶然的 1498年 瓦斯科 达 伽玛 是第一位赢得从西 向东环非洲航行 成功荣誉的航海家 公元前五世纪 波斯皇帝薛西斯的使者 进行过这一探险 但没有成功 确凿无疑的是 维多利亚号是第一艘 完成了环球航行 1519-1522年的船 他是费尔南多 麦哲伦船队五条船中的幸存者 麦哲伦维多利亚号船的船员们 证明了公元前三世纪 希腊天文学家厄拉多塞 根据推理所断定的航海的含义 厄拉多塞对地球圆周长度的计算 是近乎正确的 而哥伦布的猜测 则是大谬不然 但这一猜测 却给了他开始探险大西洋的勇气 从欧洲到日本的最大圆周距离 是10600海里 而哥伦布的计算 要比至少3000海里 另一位公元前三世纪的 希腊天文学家 阿里斯塔克的猜测是 地球是太阳的卫星 除了一年绕太阳一周外 它每24小时 沿地轴自转一周 阿里斯塔克的发现 受到公元前两世纪 希腊天文学家们的反对 但是 时至公元1512年 一位西方人 尼古拉·戈白尼 1473至1543年 发现了真理 他在1540年出版的 钥匙一书中 阐明了这一发现 在1543年出版的 《天体运行论》中 进一步详实地 论证了这一发现 戈白尼对太阳系星体间 真实关系的发现 加之维多利亚号 在行星地球水面上的环形 对人类的生活 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影响 在1492至1522年 这30年间 曾经分别集中于北京 贝拿勒斯 麦加 耶路撒冷 特诺奇地特兰 库斯科的人类文明中心 连接成为统一的人类文明世界 其规模是 此前任何区域文明 都不可比拟的 但是 尽管这些就有的 文明中心 在某些方向 已经同人际 位置的陆地 和不知其深广的海洋相连 但是 人们即使根据鲜艳判断 这个新的 统一的全球文明世界 也是有限的 1493年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 把西方基督教世界之外的 整个地球纵向分割 分别给了西班牙和葡萄牙 1493年 这两个巨大的全球性 西方基督教国家 达成条约 同意将这条分界线 确定在比教皇分割线 偏西270里格的位置 他们认可的这条界线 位于巴西 一群葡萄牙人 在1500年 曾在那里迷失 在葡萄牙的势力范围内 1529年 两国又达成的新条约 改变了对葡萄牙人有利的 位于太平洋的分界线精度 葡萄牙人得到了 摩陆加群岛 西班牙人则拥有了 菲律宾群岛 即使仅仅从理论上讲 这两个海上列强 对已瓜分的那部分地球 在面积上 也小于以前 曾出现过的人类文明世界 这无论从以前哪一个地区性的中心来看 都是如此 这个统一了的人类文明世界的地平线 已经呈现在人们眼前 此外 这个统一的人类文明世界 过去是 现在仍是生物圈的精粹部分 生物圈是包裹着地球这个行星表面的 由陆地 水和大气构成的薄层 地球本身 现已成为太阳的一个卫星 地球不再是位于中心位置的恒星 人们认为 它不过是诸多行星 移动的星中的一颗 现在看起来 过去对那些行星的命名 都是不恰当的 因为包括地球在内的所有这些行星 都在沿固定轨道 绕太阳做周期性运动 至于太阳 人们已经证明 它是诸多恒星之一 就像太阳距地球很遥远一样 无数其他的恒星距地球 更是极其遥远的 地球不过是一个恒星系中 旋转运动的一颗小小的宇宙之尘 尽管如此 一位观察者仍会说 恒星系广袤无垠 它或许远远超出 人们借助伽利略 1564至1642年 建造的最大倍数的望远镜 可以达到的视野 地球这颗宇宙之尘的表面是有限的 而这颗宇宙之尘的四周 则是广袤无垠的 既没有可见的 也没有可以论证的边界 这就是那个时代 人们勾勒的宇宙的新图景 在那个时代 在人类成繁衍生息的地球上 人类的文明世界 已连结为一个整体 人类文明世界的连结是突然的 它是以前在互相分离的区域中 生活的人类的命运骤然改变 要么带来了福祉 要么带来了灾难 对于阿兹特克 印加 以及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奴隶贸易者 所到的西部非洲来说 它纯粹是一场空前的浩劫 阿兹特克帝国 和印加帝国的一些居民 一度曾欢迎自己 从最近强加于他们的地区性帝国的建立者那里 解放出来 不料 他们却发现 他们并没有获得解放 而仅仅是更换了一批统治者而已 尽管对于中美洲民族来说 西班牙取代阿兹特克人的统治 或许并非是不好的变化 但对于安地斯山民族来说 西班牙取代印加人的统治 则的确使他们的景况变得更糟 在欧洲人的家园及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范围内 对海洋的统治改变了财富和实力的平衡 这种变化有利于濒临大西洋和北海沿岸的国家 不利于波罗的海和地中海沿岸国家 就像马其顿帝国的希腊人 洗劫波斯皇帝的珍宝那样 西班牙征服者盗借了印加皇帝的珍宝 把他们融化 铸成金币 以此获得经济财富 贵金属的涌入 虽没有抵消其他商品生产的增长 却引起价格的上涨 在每个西方国家 各个社会阶级的命运都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 西欧民族的航海先驱者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受到的冲击 是最为激烈的 但是在16世纪末之前 物价飞涨的浪潮已经掠过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东部边界 正在搅扰奥斯曼帝国的经济 一位观察者 根据20世纪70年代同样规模的价格上涨来推测 自1519年 科尔特斯登上中美洲大陆以后的16世纪 社会上一些人因人为的因素而陷于贫困 另一些人则发财致富 结果导致了混乱 焦虑和不满的增长 这一事实可大致说明 在16世纪西欧人以宗教和理性的名义 所犯下的某些如此凶残的暴行的原因 大西洋飞鱼是在1417年 把产卵地从波罗的海迁到北海的 亨利派遣第一支海上探险队难行的时间是1420年 而中国永乐皇帝派遣第一支船队西行的时间 则是1405年 因此在公海航行方面 中国人比飞于要早12年 而亨利亲王的航海家们则比飞于要晚三年 永乐皇帝的海军将领 云南籍的穆斯林太监政河 在1405至1433年间曾欺下西洋 他到过波斯湾的咽喉之地霍尔木兹 到过亚丁 至少两次到过洪海口 其船队的个别船只曾到过非洲东海岸 在这一系列船队中 中国船只的规模 数量以及船员的总数 都是葡萄牙船队所不可比拟的 在第一次航行中 这次到达过印度 中国人派出了62艘船 再有28000人 这些船带有罗盘中国人的一项发明和防水船舱 最大的船约有400英尺长 在15世纪后期 葡萄牙航海设计家的发明之前 这些中国船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 所到之地的统治者都对之肃然其境 如果坚持下去的话 中国人的力量能使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 全球文明世界的中央王国 他们本应在葡萄牙人之前 就占有霍尔牙斯海峡并绕过好望角 他们本应在西班牙人之前就发现并且征服美洲的 1433年之后 中国人中断航海的原因历史上没有记载 明王朝并没有被迫在海上和陆上的军事努力之间做出选择 确实 永乐皇帝的当务之急是在北方前线防御来自欧亚大平原的入侵 他曾五次亲征蒙古人 但是中国有足够的资源用于同时支持两条战线的作战 大概是中国丰富的资源 使统治者失去了海外探险和扩张的兴趣 等到1793年 当英国工业革命已经稳步发展之时 清朝乾隆皇帝仍向英国使节表示 大清帝国在经济上是自足的 而西欧的统治者受国家贫穷的刺激 鼓励并且支持海外冒险 15世纪的中国商人像当时西欧的商人一样精明能干 但他们很少得到从事私人商业活动的机会 因为他们是官僚统治国家的臣民 他们的统治者和官员认为 关心商业会有失尊严 在近代中华帝国 人们对贸易的天然爱好和习性 因政府缺少对国民天性的同情而被扼杀 这与中世纪东罗马帝国的情况相似 当20世纪70年代 我们回收往事时就会看到 这种官方的偏见颇有一些不容置疑的 欺骗性的先知先觉的味道 葡萄牙人是不屈不挠的 1487年巴特洛谬迪亚斯绕过了好望角 1498年瓦斯科达伽玛登上了印度西海岸 阿方索 德 阿尔布克尔克1510年占领古阿 1511年占领马六甲 1515年占领霍尔木兹 中国并未永久性地占领这里 从而把印度洋置于葡萄牙人的控制之下 阿尔布克尔克的海洋战略计划 可与13世纪蒙古在广大的地理范围内的 陆上战略计划相媲美 1514年一艘葡萄牙船到达广州 1542或1543年一艘葡萄牙船到达日本的小岛种子岛 该岛于九州的南端隔海相望 1503至1551年间葡萄牙军队打败了穆斯林军队 这对于争夺印度洋的控制权是至关重要的 葡萄牙人的巨大胜利是创造性和勇气的回报 1440至1490年这50年间 葡萄牙的造船工匠设计的一种独特构造和翻装的海船 在海上称雄400年 在1840至1890年的50年间 即该船的历史形将结束之时 人们又将它加以完善 在它整个漫长的全盛期 这种船型仅以这种船本身而著称 它有三根桅杆 只在它历史的初期和末期时 是四根桅杆和一套混合的翻装 前桅杆和主桅杆挂有方形的翻 它给船以动力 后围杆挂有三角帆 它使船具有机动性 以及根据风向航行的能力 在17世纪末 这些优点又锦上添花 荷兰人用船头和船尾的帆 取代了后围杆上的三角帆 在前围杆和第一斜围之间 装上了船手三角帆 在16世纪初 人们在船两边的上下甲板之间 开了弦洞 以便于一排枪套可以向外设计 与在19世纪取代了这种古典的航海帆船的 那种机械推动的船不同 它能连续航行几个星期或几个月 因为它的动力是用之不洁的风 而无需补充燃料 西班牙人也是坚韧不拔的 1492年 哥伦布首次登上美洲 1513年 瓦斯科 卢涅斯 巴尔沃亚 到达巴拿马海峡太平洋一侧的海岸 巴拿马的西班牙城 始建于1519年 1519至1521年 埃尔南多 科尔特斯征服了阿兹特克帝国 1532至1535年 弗朗西斯科 皮萨罗 征服了印加帝国 西班牙人以少胜多 征服了这两个 由穷兵独武 狂妄自大的人统治的帝国 西班牙人在这两个国家的运气 是绝好的 科尔特斯在某年某日到来 这在墨西哥人的宗教立法上 早有预言 这个立法预言 奎扎尔科亚特尔神 将要兑现其诺言 在人间再现 他曾附在12世纪被推翻的 托尔托克人的国王身上 如果位于特诺奇蒂特兰城的 阿兹特克人的皇帝 沃科特苏玛二世 没有把科尔特斯误认为 奎扎尔科亚特尔神再现的话 他是不会屈服于外国入侵者的 而科尔特斯确实没有资格 去取代莫克特苏玛 在阿兹特克的王位 并且 如果科尔特斯不曾在塔瓦斯科 偶然结识一位墨西哥女孩 那么她在墨西哥事实上 将会是济龙右衙 政治上也将陷于一片黑暗 因为这位女孩 不仅通晓纳瓦特尔诺和玛雅语 而且异常机智 熟悉墨西哥人的心理 西班牙人给他取了一个新名字 多纳 玛里纳 而皮萨罗在进入印加帝国内地时 正值内战结束不久 胜利者阿塔瓦尔帕尚来不及 巩固其统治 如果在第一次探险 1524至1525年时就进军内地 皮萨罗就会同印加皇帝瓦伊纳 卡帕克发生冲突 他当时还活着 还是印加帝国至高无上的君主 他把帝国的重兵集结在北方 而不是布置在远离东南边境的都城库斯科 如果在第二次探险时 皮萨罗攻打内地 就有可能同还活着的卡帕克皇帝相遇 1532年 皮萨罗无意地偶然决定冒险进兵 这是自1438年 帕查库提打败昌卡人以来 我们所知道的 所有外国入侵者所选择的战机中 最为顺利的一次 被征服地区的内讧 使西班牙人坐受余力 阿斯特克人同其沉迷势不两立 同其邻国关系不佳 而印加人几乎是同样的为人厌恶 其内部也是剑拔弩张 被打败的瓦斯卡尔派 并没有同取得胜利的非法篡位者 阿塔瓦尔帕纳一派言归于好 历史上的都城库斯科 对崛起的基多城的竞争 愤愤不平 这些内讧为西班牙提供了可乘之机 但这仅仅是因为 西班牙人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 并且利用了他们 科尔特斯招募特拉斯卡拉人 进攻阿斯特克人 皮萨罗招募坎尼亚人和瓦斯特尔的余部 去同阿塔瓦尔帕一派作战 皮萨罗虽然没有马里纳那样的当地人 为他充当政治顾问 却表现出 他具有与科尔特斯同样的政治洞察力 尽管如此 西班牙人的王台 仍是他们的装备冒险性和凶残 当受害者 从可怕的入侵者出人意料的进攻 所造成的暂时混乱中舒缓过来时 便进行了英勇抵抗 阿斯特克人一直战斗到死 几乎被灭绝 印加人反侵略斗争 此起彼伏 直到1572年 在蒙大拿 在安地斯山的大西洋一侧的山地 他们仍在战斗 那里的热带森林 为他们提供了天然屏障 他们在那里的最后一个避难地 马丘比丘到1911年 才被人们发现仍保持着原样 但已长期无人居住 但是 在西欧人眼中的新大陆 即使是最英勇 装备最好的当地人 也无法抵挡火药 钢铁制成的刀剑 以及马匹 尽管在人类从亚洲东北部 来到这里之前 北美洲的蚂蚁处于进化过程中 但美洲人没有见过马的进攻 西班牙人在战略要地建立自治城市 并在那里驻扎富有经验的老兵和欧洲人 与美洲印第安人的混血儿 以此来保证他们的征服 这是在效法马其顿帝国的希腊人 在征服第一波斯帝国时的做法 像19世纪的斯堪蒂娜维亚人那样 16世纪的西班牙是靠两种东西前进的 当他们必须弃船登陆时 他们就骑上马 他们在美洲骑马走过的距离 并不逊色与蒙古人在欧洲大陆行进的距离 在16世纪末期 西班牙人在美洲的业绩 正由俄国人在亚洲北部重演 在1568至1569年 土耳其人打算吞并阿斯特拉罕 并在顿河和福尔加河的最接近处 开挖一条运河 但未获成功 这表明他们没有能力打通在乌虎河 要杀水流域 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人的同胞 逊尼派穆斯林之间的俄国人的障碍 这道障碍现在因哥萨克人 哥萨克在土耳其语中是挖掘者的意思 即来自游牧部落的外人 而得到了加强 这些人是乌克兰信仰东正教的传夫 金兆韩国在十四世纪 因立陶宛人的袭击 而向东退到黑海北岸之后的某一时候 他们第一次定居于蒂涅伯河中的一个岛屿 1571年 一只哥萨克人沿顿河定居 或许在同时 另一只哥萨克人沿乌拉尔河定居 1581年 一位哥萨克族的俄国冒险家伊尔马克 从西向东跨越乌拉尔河 并且征服了刚刚皈依了伊斯兰教的 操土耳其语的西伯利亚的韩国 与征服美洲的西班牙人相同 伊尔马克的追随者们拥有火器 而丧生在火器下的西西伯利亚人 则没有 他们乘船沿河而下 通过西伯利亚森林 他们发现并走出了一些运输路线 于1637或1638年到达太平洋的西北岸 在经过贝加尔湖畔的信奉佛教的蒙古布利亚特人驻地时 他们遭到有力抵抗 这些俄国人征服了布利亚特人 并于1651年 在他们国家中建立了伊尔库茨课程 与此同时 俄国人已侵入到阿木尔河流域 1643年 一伙俄国入侵者到达了满洲境内的阿木尔河右侧的滞留松花江 在这里 俄国人碰到了满族人 他们也已掌握了火器 在征服了中国之后 满族人向西区退了俄国人 并且在1658年 把他们限制在阿木尔河最西边的河源处 这个界线位于俄国人占领地的东南面 1689年的条约肯定了这一边界 在阿木尔河流域 俄国人远离后方 而满族人则离后方很近 从逻辑上讲 满族人的优势是决定性的 俄国人同满族人第一次冲突的日期 1652年 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当这两个非游牧的 但又是流动的建立 其帝国的民族 在阿木尔河流域较量之时 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 第一次发现 他们被定居的军队完全包围了 1634至1635年 满族人开始把宗主权 强加在东部的蒙古人身上 在此之前 这些蒙古人曾进入中国内地 并且同俄国人较量过 布利亚特人是处于 俄国人统治之下的 仅有的东部蒙古人 与此同时 在1576至1577年 东部的蒙古人 皈依了藏传大乘佛教 而西部的蒙古人 也很快地效法 西部的蒙古人 厄鲁特部 准嘎尔部 卡尔梅克部 如今栖息于阿尔泰山山脉 和天山山脉之间的 爱口两边 这里是恶守 从欧亚大平原东部 通往中部通道的战略要地 大约在16世纪末 17世纪初 卡尔梅克部蒙古人 向西冲去 他们开辟前进道路 通过操土耳其语的 哥萨克穆斯林地区 进入欧亚太平原中部 并且在1613年 越过了 福尔加河下游地区 而这一年 正是俄国人 混乱时期 1604至1613年的 最后一年 这些卡尔梅克部移民 在福尔加河下游 和顿河下游之间 安盈扎寨 处于俄国人和 奥斯曼帝国之间的 无人区 那个地区 对于不信奉东正教 和逊尼泰伊斯兰教的 佛教徒来说 在政治上 是最合适的地区 17世纪结束之前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 已经是江河日下 1578年 葡萄牙人在摩洛哥 遇到军事上的失利 1580年 葡萄牙人 同菲利二世统治的 西班牙联合起来 1588年 西班牙军队企图征服英国 但以海军的失败而告终 这次失败的惨重 可同蒙古人 1281年 在日本 1292年 在爪哇的灾难相比 此后 即使西班牙和葡萄牙联媚 他们的海军力量 也无力保护其 跨越东西两半球的海上帝国 不受伊比利亚军队的侵犯 及其心怀度意的 西北欧邻国 荷兰 法国和英国的蚕食 这三个冒险性的民族 已经占据了 加勒比海的许多岛屿 这些岛屿正在遭受劫难 1606年 英国殖民者 在弗吉尼亚登陆 1620年 到达西英格兰 1605年 法国在阿卡迪亚 进行殖民活动 并于1608年 建立了魁北克城 1612年 荷兰人建立了 西阿姆斯特丹 今天的纽约 西班牙丧失了其幅院辽阔的西印度帝国及美洲的一些重地 葡萄牙的损失更为巨大 1641年 荷兰人从葡萄牙人手中夺走了马六甲 1658年 占领了西兰海岸 1609至1623年间 在争夺葡萄牙占据的印度尼西亚时 荷兰人打败了英国人 在1621至1654年间 荷兰企图征服巴西 但是这个野心勃勃的冒险规模太大 超出了荷兰军事资源的能力 对于葡萄牙人来说 更为不祥的征兆是 他们被亚洲人和非洲人驱逐了出来 的确 从长远的观点看 这对于所有建立帝国的西欧列强来说 都是不祥之兆 在英国海军的缓注下 伊朗萨菲王朝皇帝 沙阿 阿巴斯1588至1629年 在位 在1622年 从葡萄牙人手中 夺回了霍尔木兹 1632年 阿比西尼亚 今天的埃塞俄比亚 仍在没有任何外国帮助的情况下 驱逐了葡萄牙人和 所有欧洲的耶稣会教士 并把自己同人类文明世界的 其余部分隔绝开来 几乎是同时 日本人做出了同样举动 早在1587年 封臣秀吉就下令驱逐基督教传教士 1614年 德川幕府发布斥令 禁止基督教在日本活动 1622至1638年间 基督教在日本受到残酷迫害 1637至1638年 日本基督徒举行起义 并遭镇压在某些荷兰海军的帮助下 接踵而至的是 1638年 日本驱逐了葡萄牙商人 于1636年公布的一道 禁止日本人出国的斥令 成为这场运动的先导 在1603年 获准进入日本的荷兰人 被允许留在日本 但被限制在长崎港口的一个人工岛 出岛 阿比西尼亚人和日本人 因同样的理由 感到不能容忍葡萄牙人的存在 葡萄牙人是狂热 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 他们热衷于传播天主教 和从贸易中攫取利润 1626年 在阿比西尼亚的耶稣会成员 以右当朝的皇帝承认 教皇在基督一兴顿教派的教会统治区 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哄骗皇帝 彻底废除当地的基督 一兴论教派的礼拜仪式 这些仪式中 还包括一些犹太教的内容 犹太教先于基督教 传入阿比西尼亚 尽管阿比西尼亚人 感激葡萄牙人 在16世纪 使他们摆脱了穆斯林人的奴役 但此后 葡萄牙人企图把 罗马天主教强加给他们 招致了他们的愤怒 在日本 自从1549年 第一位耶稣会传教士 圣方济各 沙乌略到达九州以来 已有大批人 自愿皈依罗马天主教 但是 西班牙人于1571年 征服了菲律宾群岛 随后于1580年 同葡萄牙人一道 主宰了菲律宾 这就是风尘秀吉 和继之而来的德川幕府 害怕西班牙人 会把皈依天主教的日本人 作为他们企图 征服日本的第五宗队 这就是日本人 自愿地采取自我封闭 同文明世界 和其他地区 保持一定距离的预防手段 以提防西欧人威胁的原因 这同阿比西尼亚人的做法 如出一辙 日本政府允许荷兰商人 留在日本的原因在于 荷兰人使日本人相信 他们的兴趣仅在贸易 他们并不想使日本人 皈依他们所信奉的 基督教加尔文教派 英国商人也审慎地 避免表现出 要同化其非西欧的 贸易伙伴的意图 甚至连信奉 罗马天主教的法国人 尽管在一定程度上 效法挑衅性的葡萄牙人 和西班牙人的所作所为 旨在使罗马天主教 传教士成为法国 在政治上的代理人 但在这个问题上 也极力谨慎从事 随之而来的 由西方商人和帝国的 创建者们 掀起的层层浪潮 所带来的西方文明 是形态各异的 以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 为代表的第一个浪潮 力图完整地输出西方文明 包括他们本民族的宗教 而在任何文明中 本民族的宗教 都是该文明整体的核心 所有具有力量的非西欧民族 都成功地抵抗了 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 这一企图 所以 荷兰人 法国人 英国人掀起的 在不信基督的一角地区 传播西欧文明的 第二个浪潮 输出的仅是经过筛选的 西欧文明 荷兰和英国的私商和官方 都对传教士的活动 皱眉促额 表示不满 从17世纪 开始在人类文明世界中 渗透的 这种煽洁了的西方文明中 最重要的因素 不是宗教 而是技术 其中 第一位的 也是最重要的 是为战争服务的技术 在日本 罗马天主教在九州海岸之外的一些小岛上秘密生存的状况 直到1873年才结束 因为 那年废除了对被确认是秘密基督徒的死刑 到了那时 秘密的教徒们所信奉的罗马天主教 已经把土生土长的日本流行的信仰和仪式融为一体 在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在那里 被征服的人人多被强迫信仰天主教 所以这种信仰实际上是名存实亡的 所有西欧国家的帝国创立者们都很相像 他们要么剥削海外的受害者 要么就消灭他们 西班牙征服者的贪欲和残忍 为他们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们所仿效 但是 只有西班牙人面临由征服所产生的 必须迅速而明确地处理的道德问题 早在1514年 西班牙殖民者的受害者们 就在多名我修道团的南修士中 找到了一位坚韧不拔的斗士 他名叫巴托洛梅 德 拉斯 卡萨斯 他促使西班牙政府颁布法律 制止最恶劣的胡作非为 尽管处于对立面的掌握军队的征服者一再反对 这项法律仍得到部分实施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 以与皈依天主教的教徒通婚的办法 来缓和对受害者的压迫 在他们看来 宗教的共同性是超越种族差别的精神纽带 皈依天主教对减少征服者 与被征服者之间隔阂的作用 生动地体现在 后来西班牙议会的新西班牙保护女神 瓜达卢沛城的圣母 得色彩和服饰上 葡萄牙人一登上黑非洲海岸 立即开始把非洲黑人变成奴隶 所有后来的西欧帝国创立者们 都干下了这种罪恶的勾搭 当西欧人获得海外领土后 他们就把从非洲掠来的黑奴运到那里 强迫他们劳动 以代替被灭绝或大量杀戮的当地人 这些奴隶的死亡率是很高的 而贩卖奴隶的商人们的利润 则与此成正比 那些被贩运到外国的非洲黑奴中的幸存者 应当感谢他们种族的生命力 应当感谢他们能够在美洲繁衍后代 这使他们得以与贩运他们的西欧白种人一道 去分享他们所获得的新大陆 人类的迁移以及不同人种之间的繁衍 并不是人类文明世界的连结 对生物圈的动物群体和植物群体 所产生的唯一影响 毫无顾忌地把人工蓄域的动植物 从以前曾经互相隔绝的两半球的一边 移到另一边会得到很多有益的收获 但也会造成细菌和病毒的有害传播 天花病毒尾随哥伦布的航波 通过人的载体吸行到了美洲 如果说天花就是夺取印加皇帝瓦伊娜 卡帕克生命的疾病的话 那么这些病毒就是皮萨罗率领入侵南美洲的 为数不多的侵略者的肉眼看不见的先锋 反过来说 性病在西欧首次为人所知是1495年 即在哥伦布首次登上美洲的三年之内 这大概是新大陆 惩罚就大陆入侵他的错误的回报 16世纪期间 西欧出现的始于1519年的大灾难所造成的代价 无疑是对西班牙人掠夺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金银 以及后来他们雇佣美洲土著劳动力 开来美洲矿藏 并把他们运回欧洲的报应 这样 人类文明世界联为一体的结果之一 便是天花 性病 和通货膨胀 这三位可怕的来客 每一位都拥有一个帝国 他曾使查理五世 那幅院辽阔的帝国相形建筑 也就是在这些新的帝国中 太阳从未在那里升起过 第76章 西方文明1563-1763年 在1563-1763年的两个世纪中 西方文明发生了一次伟大的思想和宗教革命 这是自从西方社会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 就地崛起之后 最伟大的一次革命 它超出了先前任何一次变革 此时 西方的思想家们 以不再不加鉴别地继承先辈们的遗产 他们决议 今后要通过对各种现象的独立观察 来检验被继承的学说 要进行独立的思考 他们也尽力与少数异教徒和平共处 他们不再感到有责任或冲动 去把大多数人的信仰和习俗硬性 强加给所有的人 这两大革命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在曲折中前进的 1686年 丰特奈尔发表了宇宙万象解说 乔尔丹诺 布鲁诺为了这个学说 于1600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而丰特奈尔却长命百岁 直到1757年 安然死在床上 1687年 牛顿1642至1727年 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并且没有受到任何基督教会当局的封禁勒令 幸免了伽利略1633年的厄运 另一方面 路易十四于1685年 撤销了兰特赤领 这一法案曾受于法国的少数新教徒以信仰自由 西方人长期遭受权力的奴役 当然现在他们已从中解放出来了 在15世纪末叶以前 所有异交都遭到了罗马帝国政府的强行镇压 在罗马帝国西部的一些继承国 比如1391至1492年间的西班牙和1497年的葡萄牙 所有未能在国外找到政治庇护的犹太人 都被迫皈依了基督教 13世纪以来 古希腊时代的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说 被强加给西方基督教神学家和哲学家 15世纪以后 又把西塞罗时代和奥古斯都时代拉丁文作家的风格 强加给了当代西方的拉丁文作家 在教义中 篡改了集圣子剧的西方基督教的权威 尚未受到反叛天主教会罗马教皇统治的新教徒的指责 新教徒用圣经这一权威经典 取代了罗马天主教庭的权威 新教的主教像罗马天主教的主教一样 不容易端学说 把他们自己对西方基督教教义的观点 强加给他们的臣民 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内部分裂 只是加剧了两派的竞争 与统一时期的他们的罗马天主教前辈们相比 他们的行为之狂热 恶劣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古典拉丁文作家风格的模仿 比起先前西方基督教思想家 对亚里士多德的理性顺从 显得更加肤浅 另一方面 在西方 古希腊时代 希腊数学和科学著作的出版 激发了人们的独立思维 后来的科技发明和地理发现 推翻了许多物理现象的古典解释 在这个领域 古代知识的复兴走上了新的历程 西方人从他们希腊 罗马祖先的理性建筑政治中解放了自己 这一点在 丰特奈尔的闲话古人与金人 1688年和威廉 沃顿的古代与当代学问的反思 1694年中被戏剧化地表现出来了 但论战的序幕是由让 博丁1530-1596年拉开的 弗朗西斯 培根1561-1626年和勒纳 迪卡尔1596-1650年 继一步推动了这场战斗 在这之后 现代派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此外 胜利者不得不承认赞美路易十四的人 并不是比河马更好的诗人 他们没有署名 所以他们的赞美诗也就不再流行 尽管基督教宣称基督教文明超过了任何前基督教文明 近代西方成就的这些斗士 在自然科学技术和哲学这些领域中赢得了胜利 西方的宗教战争使基督教信誉扫地 它开始于1534年 时段时序直到1648年 这些战争既狂热又伪善 那些好战的君主 本是出于政治上的动机和目的 却要戴上宗教定罪的面具 那些主张扩张教会势力的人 用他们愚昧无知 却发自内心并充满仇恨的热情 把这些好战君主的仇恨煽动起来 1660年 一些有志于自然科学的人 在英格兰创建了皇家学会 他们的目的不在于要颠覆基督教 而是要从道义上更新它 他们的政策 是要将当代人的思想感情 从既缺乏教育意义 又缺乏说服力的神学争论中转移出来 使他们把注意力 转到有关自然现象的问题上 并不带偏见地讨论这些问题 通过观察或实验 有说服力地回答这些问题 在这场宗教战争中 同时还有另外一些评论家和牺牲者 他们确实在寻求 削弱基督教对西方人心灵和精神控制之路 由于这仍是一个危险的游戏 因此他们只能秘密地工作 只有在基督教世界之外的地区例外 比如日耳曼人在日本巧妙地 避开了基督教会的活动 不断地为同人提供安全保证 丰特奈尔在他为科技界故人 所作的复告词中写下的格言 似乎无法为基督教义所宽容 在1688年出版的神域的历史中 他更加大胆了 皮埃尔 培尔是一个流亡在荷兰北部的法国异教徒 他于1695至1697年 在路特丹出版了历史与批判词典一书 这简直就是迪德罗与达兰贝尔 合著于1751至1765年间 在法国出版的百科全书的原型 培尔仿效同时代西方希腊和拉丁语作家们 所采用的注释式的版本 这些注释用小的字体印出来 看似不引人注目 但枉在却占却了大部分篇幅 他的原文似乎是一记正同样 但如果作者在那些语意深奥的注释中 所表达的意图 恰恰被读者理解为是嘲讽挖苦之意的话 那么他对于原文的注释 便颇有某些颠覆的意味了 大约过了80年以后 爱德华几本在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时 也采用了培尔的写法 但这并未能使他免受责罚 此书发表于1776至1788年间 其中对于罗马帝国皈依基督教所做的解释 并不怎么高明 在西方国家中 英国率先确立了宗教信仰自由 但是真正做到不计较异教的信仰和观点 却是个缓慢的过程 约翰·维斯利1703至1791年 早在1739年就开始热衷于传教活动 当时吉本1737至1794年 还是一个婴儿 与吉本同代的法国人福尔泰 1694至1778年 和百科全书派更加直言不讳 并且没有受到惩罚 尽管如此 在18世纪 福尔泰仍觉得 住在法国与瑞士交界的瑞士 一边是比较明智的 在17世纪的法国 布莱兹·塔斯卡尔1623至1662年 把对基督教詹森教派炽热的信仰与科学天才结合起来 波舒埃主教1627至1704年出版了世界史教程艺术 和凯撒城的优西比乌斯约264至340年一样 波舒埃在这本书里也阐述了人类的历史 但他的意图是要为人们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万能的上帝 即犹太教的上帝耶和华 福尔泰写了一部关于人类文化和社会历史的书 来反驳波舒埃 在这部历史书中 他把中国人而不是犹太人置于头等重要的地位 而中国的文化是通过耶稣教会的传教士 才为西方人所认识的 在西方建立宗教信仰 自由的历史进程中 作为其文学的里程碑的是 《论宽容的信杂》1689年以后 和《政府论》1690年 这两部著作是由遣返回国的英国流亡者 约翰·洛克1632至1704年所著 实践的里程碑是利奥波德一世的作为 他是罗马天主教 波脑和哈布斯保王国的君主 他在1690年 向原来归附于匈牙利王权的所有基督教教徒 和至今仍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所有人民 发表了一项声明 授予他们宗教自由的权利和不足自治权 这种自由和自治仍在哈布斯保王朝的统治下 又要符合奥斯曼帝国的标准 1690至1695年 利奥波德为流亡的塞尔维亚东正教团提供了庇护权 条件是维持他们在哈布斯保的领土上 对一个奥斯曼非伊斯兰教社团米勒特的特权 最近到1664年 在30年战争 1618至1648年中被哈布斯保王朝重新占领的 波西米亚王室领地之一的西里西亚人民 直到1664年都一直公开表示 愿意让奥斯曼征服者来解放他们 在期间的25年里 波脑和哈布斯保王朝处于与俄国竞争的需要 转而采取了宗教自由的政策 他与俄国竞争 为的是从政治上忠于奥斯曼东正教 由于在1682至1683年 对维也纳的第二次围攻惨遭失败 奥斯曼帝国正在失去对奥斯曼东正教的控制 西方人赢得信仰自由 与赢得理性独立一样 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在法国 1685年撤销了南特赤领 在中国 耶稣教会传教士 为了争取地族之地 不得不采取一些迂回措施 他们学习掌握儒家文化 介绍西方天文和军事技术的一些实用知识 允许皈依宗教的人 继续在世俗仪式中用传统的中国方式 膜拜他们的祖先 通过这些措施 耶稣教会的活动 终于在中国立住了脚跟 密码斗1552至1610年 是耶稣教会在中国的创始人 由于他精通儒家文化 因而被中国儒家学者 吸收到他们的社团里 在那里他取了一个中文的笔名 耶稣会教士将救世主 亦为天 不肯让步的罗马天主教当局 破坏了耶稣教会的工作 他们禁止中国的皈依者 用传统的仪式来膜拜祖先 并坚持救世主 应被翻译成天地的说教 以表明基督教的上帝 并不是超人的 而是与人同志的 罗马教会挑起了一场 和大清帝国政府之间 为时30年 1693至1723年的论战 作为其结局 基督教在中国遭到了禁止和压制 罗马教廷 没能从1587至1638年间 在日本的经历中吸取教训 在欧洲 多岛和哈布斯保王朝 承认东正教教徒的信仰自由 42年之后 信仰新教的基督教徒 在1731至1732年间 被驱逐出了 毗邻的萨尔茨堡主教馆区 在西方国家里 惠星的出现 被看作是上帝创造的一个奇迹 用以警告那些 即将受到惩罚的人 但这种迷信思想 在17世纪消亡了 不过 1680年 惠星的出现 仍然引起了恐慌 1682年 培尔发表了 惠星出现的不同见解一书 宣称 1680年出现的惠星 和所有其他惠星一样 都是很平常的 自然界现象 当1682年 另一颗惠星出现时 天文学家埃德蒙 哈雷认为 它与1456 1531 1607年出现的 会重为什么两样 他测算出了 它的轨迹 周期和速度 哈雷也同样测算了 1680年出现的惠星 另一种西方迷信 是对巫术的迷信 这种迷信思想的消亡 更为困难 从西方基督教世界第一次 对这种迷信 公开提出挑战 到这种巫术最后一次 在那里作怪 200年 1563至1762年 过去了 其间数以千计无辜的人们 被羞辱的处死 对于权威不容易说的 贬侠和迷信的抵制 在理性和道德上 都是一次胜利 它造成了西方社会文化 和社会结构的空缺 这些空缺 伴随着各个生活领域中 程度不同的成功 或多或少 为一些审慎的替代物 所填补 那些曾煽动起 像1572年 试图巴多罗买日的 巴黎大屠杀 和1649年 德罗赫达大屠杀的 宗教辩论 成功地被数学和自然科学 引起的兴趣取代了 人们希望把数学化了的 科学系统的运用于科技 从而提高人类的福利 这种愿望 激发了人们 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兴趣 列奥纳多 达 芬奇很早就表述过这种愿望 弗朗西斯 培根也抱有这个愿望 而这个愿望 又激励了培根的门徒 皇家学会的奠基人们 威廉 哈维1578至1657年 是帕多瓦大学一名英国学生 他于1628年 发表了他的心血运动论 罗伯特 波伊尔 1627至1691年 将化学科学 从炼丹术中解放出来 伊萨克 牛顿 使西方的物理学和天文学 发生了革命 查尔斯 林黛创立了生物圈里植物群 和动物群的系统划分 林黛相信 他所划分的种 和鼠的不变性 在他看来 大自然是静态的 林黛的同代人乔治 路易斯 勒克莱尔和孔德 德 不封 1707至1788年 发现了证据 证明迄今为止 自然界在时间上 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他期望这一过程 能在未来继续下去 在哲学领域 由于对亚里士多德权威的抵制 所造成的空缺 尚未被人文主义者们 对柏拉图的崇拜所填补 17世纪的西方思想家 试图找到一个明确的突破口 和一个崭新的开端来填补这个空白 勒纳 笛卡尔从认识论角度做了尝试 即使对于那些对笛卡尔 已穷尽了真理的论断 提出质疑的后继者们来说 他的方法论 1637年 一书也一直是理性的标志 约翰 洛克则对认识论 加以实验性探索 斯宾洛沙 1632至1677年 和莱布尼茨 1646至1716年 试图为行而上学 奠定新的基础 在社会学领域 托马斯 霍布斯 1588至1679年 通过对心理学亡国 所做的初步探索 巩固了他 关于社会契约的假设 洛克也从事这一领域的工作 但未能达到这个深度 詹巴蒂斯塔 维科 1668至1744年 在他的新科学艺术中 开辟了文化历史领域的新天地 正是因为他的工作太吸引了 同时代的人反而未能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性 给予正确的评价 古希腊的周期循环理论 启发了维科 但维科在古希腊大师们的基础上 又进了一步 他掌握了两种文化 古希腊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 在他的知识范围内 他用更丰富的知识武装自己 写出了西方第一篇 关于文明比较研究的论文 由于教皇对西万基督世界的管辖 由于拉丁语在外教 研究 甚至在众多方言的各种诗歌中 都被作为通用语言使用 这些对中世纪的西方基督教世界 结成统一的整体 起了很大作用 教会的基督世界在一定程度上 已被文学和科学的文学界取代了 这一概念的发明者是伊拉斯摩 然而是培尔于1684年 首次在期刊新闻坛中采用的 公共邮政事业发展了 为私人通信提供了方便 同时也解决了自身的费用支付问题 这些推动了文学工作者 和科学工作者之间的知识交流 在私人通信中诞生了定期出版的 时事通讯 又进一步产生了报纸 在西方 第一本一刷期刊的发行 是在1609年 第一份日报的发行 是在1702年 到了17世纪 除了帕多瓦大学 和苏格兰大学这样 极个别的学校之外 西方绝大多数大学 都失去了他们在中世纪的活力和创造力 一些新的高等院校的创建 填补了部分空白 这些院校是由地方主权国家政府建立或支持的 在18世纪的巴黎 这些大学也得到了上流社会的夫人们 举办的私人杀龙的支持 西方皇室家族和西方贵族之间的社会网络关系 也部分地填补了罗马天主教基督世界的建立 所留下的空缺 这是西方社会中最高等级的两个社会阶层 他们通过跨越国界的联姻 和对跨越了民族障碍的各种方言的需求 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即使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分裂之际 西方皇室家族和西方贵族也保持着团结 以国家公共利益为借口的宗教改宗得到了宽恕 纳瓦拉一个加尔文教派的国王 为了成为法兰西的亨利四世 竟改信了罗马天主教 河南北部加尔文教主教威廉 和汉诺威路德教派的选侯乔治 各自为了成为英格兰国王威廉三世 英格兰和苏格兰联合王国的国王乔治一世 结果成为英国新教圣公会信徒 在苏格兰 加尔文教已得到认可 威廉三世只需披上一层新教的外衣即可 但是四个乔治和威廉四世 则不得不在汉诺威继续充当路德派教徒的同时 又得在苏格兰 充当加尔文派长老会教徒 在英格兰充当新教圣公会教徒 早在十二世纪 西方各民族正在使用的地方方言 就已开始出现在诗歌中 这些方言诗歌 与同时代的拉丁文诗歌 一起流行于世 在这些拉丁文诗歌中 方言的风格是以拉丁文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当方言在诗歌中 完全占据了统治地位时 它的首要影响 便是促进了文学的丰富繁荣 从而为天才的发挥提供了温床 这种情形可以散文的代表人物 拉伯雷1494 1553年 和诗歌的代表人物 莎士比亚1564至1616年为例 西方的宗教改革时代 也是西方一个伟大的诗歌时代 摒弃宗教迷信 和迫害在文化上的代价 是诗歌向散文方向的发展 这一发展不是表现在韵律上 而是表现在风格上 其过度的媒介便是方言 16世纪 阿尔卑斯山北面的西欧诗人 像他们的意大利前辈 和同时代意大利人那样 以古典拉丁文和希腊文文体 为楷模进行写作 法国的代表人物是 约阿西姆 德 贝莱152至1560年 皮埃尔 德 龙萨1524至1585年 和七星师社中其他五位成员 他们在英国的同仁 是先驱者托马斯 怀亚特爵士 1503 1542年 和萨里伯爵亨利 霍华德 1517 1547年 接踵而来的是 伊丽莎白时代的那群杰出诗人 和1660年 英格兰和苏格兰 君主制度复辟之前的 他们的后继者们 沙士比亚和米尔顿 1608至1674年 是这一时代的英格兰 苏格兰诗人中 最杰出的两位 由于这两位巨像光彩照人 结果使这一时代 其他本来很杰出的诗人 都显得黯然失色 启蒙运动开始之后 西方的诗人们 使沈胜地变成了散文家 在17世纪法国的戏剧家中 最先开始这种基调和风格的变化 他们是高乃伊 1606至1684年 莫里埃 1622至1673年 和拉辛 1639至1699年 这些天才将运文和朴素的文体 结合起来 同时代的法国散文作家 比如帕斯卡尔 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语言工具 17世纪逐渐风行的 这种法国散文体 简洁 明了 准确 它比任何古典拉丁文体 或希腊文体 都更适合于 叶欧语言 这种语言 此时 以远及英国 而罗曼语系语言 此时 已从固定结构 变为分析结构 这种分析结构 可分为虚词 介词 注动词 以代替那种 使用不方便的 在动词 名词词根上 加前坠 后坠的方法 这种新的法国散文体 还放弃了拉丁语 突厥语中用许多 从剧堆砌起来的 巨型结构 这种新的法语 巨型结构 把主剧和从剧 排列起来 而不用连接词 作者把简单的 短剧间的逻辑关系 留给读者 平直觉去推测 法国文体的革命 给英国文学 带来了巨大冲击 在英国 这种来自外国的冲击 非常猛烈 而且改革者 具有充分的自我意识 例如 德莱顿就很自信地认为 他的文体 无论散文或诗都在米尔顿的基础上 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法国写作风格 传播到其他西方国家 法国新教徒 因受宗教迫害 而移居国外 这些使法国在西方世界 赢得了一种文化上的支配地位 其表现在 除音乐以外的其他所有领域 而此时 在音乐领域 德意志夺走了意大利的领导地位 30年战争后 在北部德国庞大的巴赫家族 是曾庇护过他们的君主的声名 黯然失色 约翰 塞巴斯蒂昂 巴赫 1685-1750年 和弗里德里西 亨德尔 1685-1759年 是他们那代人中最出色的德国人 普鲁士大帝 肥特列二世 1740-1786年在位 使他的又小又穷的小王国发展壮大 基身于列强之列 他还设法为布林哥剧院筹措资金 除去这些 肥特列在军事之外的最重要的报复 就是要写出 即使往法国文学圈中 也可占一席之地的法文运文 基本也是先用法文写作 然后再像弹钉那样 使用母语写下他的名作 在1667-1713年的西部战争中 法国未能使他的政治优势 超过他的文化优势 北尼德兰首当其冲 究竟一些弱小的西方国家 艰难地将法国挫败了 在法国与伯根地 哈布斯保王朝第一个回合的权力较量中 法国处于弱势 1525年 他很快就屈膝投降了 这两个罗马天主教强国之间的较量 被称之为宗教战争的内战打断了 其中最早的是1534-1555年 德国发生的战争 接下来的是1562-1598年的法国内战 1569-1609年的尼德兰内战 1618-1648年 德国第二次内战 和1642-1648年的英格兰内战 所有这些内战 都不同程度地为外国干涉打开了门户 其中程度最轻的是英国内战 最严重的是德意志的30年战争 早在1534-1555年的德意志内战中 信奉天主教的法国 即以支持信奉新教的德意志主教 反对哈布斯保王朝的皇帝查理武士 在30年战争中 法国与信奉新教的瑞典 携手阻止了哈布斯保王朝 征服信奉新教的德意志 法国的政策 是由身为罗马教会红衣主教的 两位政治家来实施的 他们是于1624年开始掌权的 黎塞留1585-1642年 和他的直接继承人马扎然 1604-1660年 在30年战争中 法国是最大的受益者 其次是多脑河的哈布斯保王朝 他重新占领 并保持住了波西米亚的王室领地 瑞典因投入了一场 力所不能及的冒险 而使自己精疲力竭 西班牙崩溃了 他未能有效地利用法国 在1562-1598年间的瘫痪局面 1580年 葡萄牙和西班牙联合起来 力图把西班牙推上权力顶峰 但那时 尼德兰的战争牵制了他的力量 这不仅是尼德兰新教徒 与天主教徒的内战 而且是尼德兰新教徒 反对西班牙统治的一次民族起义 由于与西班牙的政治联系 葡萄牙的海外帝国 不得不去打击荷兰人的进攻 西班牙在1621年 试图再度占领尼德兰北部 结果却加剧了西班牙的资源消耗 继1588年 英格兰打败西班牙海军之后 1639年 荷兰人又进一步歼灭了西班牙舰队 在陆地上 在旧大陆 1640年 葡萄牙人和加泰罗尼亚人的反叛 削弱了西班牙的实力 尽管西班牙丧失了他的海上霸权 但他庞大的海外殖民体系 几乎未遭到什么损失 白银继续从安地斯山脉 和墨西哥的银矿 源源不断地运过来 但这些财富已无力挽救他的衰落 西班牙农业耕地面积 已无法与法国相比 由牧部落大面积的畜牧业占地 阻碍了西班牙的农业发展 因而 西班牙像瑞典一样 由于人口不足 而无法扮演他 想要扮演的角色 西班牙 瑞典和德国的衰竭 为法国提供了机会 他也抓住了这个机会 早在1552年 法国就已获得了 洛林的三块绊脚石 梅斯 图勒和法尔登 在30年战争中 他又得到了阿尔萨斯 法国在1667至1713年的战争中 幸存下来 就像多瑙和哈布斯堡王朝 在30年战争中 获得幸存一样 甚至在1685年前后 大部分新教徒移居国外时 法国也得以幸存 这些新教徒 毕竟只是法国人中的一小部分 法国太繁荣了 这点损失 并不能对他产生什么影响 不像当年西班牙驱逐犹太人 和伊斯兰教徒那样 结果却削弱了西班牙自身 另一方面 法国这些有技术 又勤劳的新教徒移民的增加 却加强了法国当时 乃至未来的对手们的力量 这些对手 包括北部尼德兰 英格兰 而首要的是伯兰登堡 以及福腾堡 好望角的荷兰殖民地 和南卡罗莱纳的英国殖民地 而且在1667至1713年战争的后期 在英格兰和荷兰力量联合之后 在1740至1748年 和1756至1763年的一系列英法战争中 在同英国争夺 对西班牙帝国以北的北美的控制权 和对印度的控制权时 法国都失利了 英国在1690至1763年间 从法国人手里夺走了北美洲 又在1746至1761年间夺得了印度 除了几个很小的独立飞地之外 1767年 修摩让几本尝试用英文写作 他预言 北美将被讲英语的人占领 而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 修摩的预言得到几本 在其用英文撰写的一篇文章的赞同 虽然法国在北美和印度的角逐中失败了 但在1627年后强大起来的西方国家中 法国和多佬和哈布斯保王朝 是近一个世纪以来 仍能维持这种地位的仅有的两个国家 西班牙的势力在30年战争中 被他的同伴击垮了 尼德兰北部因1667至1713年的战争而衰落 瑞典在1700至1721年同俄国的战争中败北 并从此衰落 到1721年 尼德兰人的地盘已被英国人所占 瑞典的地盘为俄国和普鲁士所占 多佬和哈布斯保王朝再一次顺利推进 他们继承了西班牙哈布斯保 在伦巴蒂地区和南部尼德兰的统治权 在奥斯曼帝国于1682至1683年间 对维也纳的第二次围攻势力之后 哈布斯保王朝作为回报 继续向东扩展 从宗教改革运动 到为追逐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 而公开进行的战争 到17世纪中叶 伴随西方复兴而来的是战争暴行的缓和 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仍在继续 但已不再是彼此怀有敌意的人和宗派之间的极端斗争 而是身着制服 有严明纪律的 职业性的政府雇佣军之间的适度竞争 疾本于 这样一来 平民百姓的生命和财产便有可能少受损失 军队被要求实行军粮自给 不再靠国家供养 平民百姓面临的 仅只是国家统治者们的改朝换代 这就是他们可能免遭掠夺 驱逐和屠杀之苦 西方国家的政府 并不总是能够使新的人道规范 付诸于实践 战争本身就是残酷的 停止战争才是唯一的对策 试图想使战争人道化的天真想法 根本不可能比部分的减缓战争 有更好的效果 法国在1674年和1688年 先后两次对莱茵河的巴拉丁 进行了蓄谋已久的掠夺 一个设防的城市 如果他的驻军拒绝投降 他便会被强行攻占 得胜的敌军 自认为对当地居民进行洗劫 是他们的权利 但在1688年至1792年之间 就西方世界整体而言 战争的残酷性还是成功的 被减少到相对较低的程度 而早在15世纪 北部意大利的局部地区的战争 残酷程度就已降低到了这种水平 第77章 东正教世界1556至1768年 自从989年 俄罗斯皈依东正教以来 东正教世界便有两部分组成 一是他在东南欧 小亚西亚 和高加索地区的旧有领地 一是俄罗斯的新领地 在空间上 他与旧有领地之间 横隔着黑海北部欧亚大平原的西端 尽管为这种地理障碍所分割 俄罗斯仍被一种共同的宗教 而与东正教世界联合在一起 并且他还从希腊文和保加利亚文的圣经 文本中接受了拜占庭文明 尽管如此 俄罗斯仍是独立的 并仍在不断扩展 在1552-1637年或1638年期间 他从福尔加河上游地区 向东扩张到了太平洋西北岸 他的扩张既未被奥斯曼人所阻止 也未被卡尔维克人所卫退 对比之下 整个东正教世界的南半部 此时却既附属于奥斯曼帝国 又附属于西方基督教的统治 在奥斯曼帝国日益发展壮大的过程中 东地中海地区的西方基督教殖民帝国 成了他的牺牲艇 例如 西俄斯这个1346年以后 一直由一家热纳亚的特许公司 统治者的岛屿 于1566年为奥斯曼帝国吞并 1645至1669年 奥斯曼人又从威尼斯人手中 夺取了自1204年以后 就一直置于其统治之下的克里特岛 但是这些主仆关系的变化 仍然使南部的东正教徒们 处于陈属状态 少数奥斯曼希腊社区 得到了一定限度的地方自治权 但是在奥斯曼的版图之内 却只有六个完全享有自治权的公国 其中四个是高加索的 格鲁吉亚人聚居地 另外两个是位于 多脑河下游北岸的 罗马尼亚公国 瓦拉吉亚和摩尔多瓦 尽管如此 希腊人的情况 并未像想象中的那样糟糕 而俄罗斯人 也未像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虽然俄罗斯向东方的扩张 已跨越了欧亚大平原的北部高原 但它仍面临着 欧亚大平原西端的 游牧民族的侵袭 克里米亚韩国 是金帐韩国的后裔邦国中 最靠西南端的一个邦国 它的幸存 受惠于1475年 沦为奥斯曼帝国的附属国 1671年 克里米亚的达达入侵者 放火焚烧了莫斯科 而且莫斯科是个内陆城市 除去摩尔曼斯克之外 俄罗斯仅有的不动港 位于离海北海岸 虽然离海很大 但它充其量只是一个湖 而且 即使摩尔曼斯克 也不易从俄罗斯腹地进入 奥斯曼帝国在顿河口的要塞亚素 堵住了莫斯科人 进入亚素海 并进而进入黑海 地中海和大西洋的通道 莫斯科经波罗的海和北海 进入大西洋的通道 也被阻塞了 于1478年 为莫斯科吞并的 前俄罗斯诺夫哥罗德共和国 在芬兰湾顶端也曾具有一段不长的海岸线 但是1558-1583年间 伊凡雷帝1530-1594年 试图扩展它 反而丧失了这一波罗的海沿海地区 在莫斯科的一段无政府状态期间 1604-1613年的混乱时期 瑞典人于1611年占领了诺夫哥罗德 并于1610-1612年期间 占领了波兰人统治的莫斯科 1618年的 和解给莫斯科带来的 仍是瑞典 对于通向波罗的海之路的阻碍 波兰 立陶宛的整个东部边界 如今再次逼近莫斯科 向前推进到15世纪时的位置 从989年至1589年 东正教世界中的整个俄罗斯 都处于军事坦丁堡大主教的基督教会管辖权之下 因此 虽然自从1453年之后 军事坦丁堡的最高主教 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名臣徒 和奥斯曼领土上的一名义 职公务人员 但是 他的基督教领地的大部分 仍然处于奥斯曼帝国的边界之外 尽管如此 1589年时的莫斯科大主教 仍高傲地保持着独立的基督教主教职权的地位 作为回报 波兰 立陶宛王国政府 于1594-1596年 强迫其统治下的绝大多数东正教徒 改宗为东夷罗马天主教徒 成功地抵制了与罗马教会合并的 只有那些为蒂涅伯和的戈萨克人 所控制的波兰 立陶宛王国的乌克兰臣民 而在1648-1654年期间 当蒂涅伯和的戈萨克人 在政治上从波兰 立陶宛转而效忠莫斯科时 均是坦丁堡大主教 甚至丧失了他北方教区的最后一批教民 正如15世纪那样 东正教会对西方基督教充满敌意 他厌恶与西方的新教徒发生关系 尽管这些人曾追随着东正教徒 共同抵制过罗马教廷 对至高无上的基督教教权的要求 均是坦丁堡的主教 并未与波兰的新教徒 携手抵制波兰 立陶宛的反宗教改革 这也就成为其莫能成功地阻止那些 在波兰 立陶宛统治之下的 基督教臣民中的绝大多数人 被强迫改系为东夷天主教徒的原因之一 希里尔 卢卡里斯 于1620-1635年 和1637-1638年间 任军事坦丁堡主教 他倾向于加尔文教派 但只有极少数地 在希腊政教牧师中的学生 追随他信奉此道 18世纪的一位希腊教育学家尤金 沃尔加里斯1716-1806年 曾遭到希腊基督教当局的宗教迫害 其原因就在于 他曾在德意志受过教育 并且精通当代西方哲学 东罗马帝国 于1453年灭亡之后 均是坦丁堡的主教职位 为奥斯曼希腊的僧俗大众 提供了一个重整旗鼓的集合点 然而 在此后的两个世纪中 希腊的东正教徒 并不像僧侣们那样赌忠 他们逐渐地对西方产生了好感 在16世纪 奥斯曼希腊的商人们 已经在与西方的贸易中 攫取了实惠 这一点我们已有所提及 当1682-1683年 奥斯曼帝国对维也纳的第二次围攻 归于失败以后 接踵而来的是 多脑河畔的哈布斯保王朝 向东方对奥斯曼帝国领地的扩张 奥斯曼希腊 在地中海地区的海上贸易 却也因此从其与中欧的陆路贸易中得到补偿 与西方建立了商业或政治交往的希腊人 同时也受到西方文化的诱惑 奥斯曼帝国以及威尼斯王国的希腊人 在帕多瓦大学中求学 威尼斯统治下的克里特人 以流行的西方风格 创造出了一种现代希腊语的口头文学 这种克里特希腊文学的创造 因1669年干地亚的陷落 而为克里特自己所打断 但是克里特难民们却把他们的文学遗产 带到了爱奥尼亚群岛 并在威尼斯的统治之下保存了下来 当17世纪 在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基督教国家的长期战争中 形势开始变得对奥斯曼帝国不利的时候 奥斯曼希腊人对西方的认识和了解 在政治上对他们则是十分有益的 此时奥斯曼帝国政府发现 他需要一些能够胜任与西方人谈判的外交家 1669年 土耳其政府的台尔果曼官职 相当于外交部的官员 被封经给受过西方教育的奥斯曼希腊人 从1711年以后 对两个罗马尼亚公国瓦拉吉亚 和摩尔多瓦的统治权 被授予希腊的奥斯曼臣民 奥斯曼政府受到允许 这两个公国有信基督教的 王公治理的条约制约束 1711年 摩尔多瓦地方的王公 在其公国受到彼得大帝侵袭之际 背叛了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人认为 他们可以信赖他们的希腊臣民 因为这些人定居于奥斯曼帝国 并因此而听凭奥斯曼人的支配 这两个罗马尼亚公国是富有的 除受王公以官职 无论对被任命者 还是对那些希腊候选人 不得不去贿赂的土耳其官员们来说 都是有利可图的 希腊人又是奥斯曼政府 于1766年 废除了佩奇的塞尔维亚主教教 又于1767年 致使奥赫里德的巴尔干大主教 叫做被取消 而使这两处非希腊人的东正教会 置于由军事坦丁堡主教 任命的主教控制之下 到此时为止 处于官方地位的 受过西方教育的奥斯曼希腊人 在奥斯曼帝国的 非希腊基督教臣民的政府中 一直是级别较低的合作者 希腊人开始梦想着 有朝一日 他们会成为奥斯曼人的高级别合作者 甚而成为他们的遗产继承人 在17和18世纪中 东正教世界历史中的一个重要事件 是彼得大帝 实际在位1682-1725年 取得合法王位1694-1725年 领导的俄罗斯西方化的革命 这一历史进程并不是彼得发动的 在这之前 西方的影响 就已通过白海的阿尔汉格尔港 以及乌克兰的东正教会 渗透到俄罗斯 阿尔汉格尔是在穆斯科丧失了 他在芬兰湾的海港之后 于1585年建立的 而乌克兰在其处于波兰 立陶宛统治时期 就已受到了西方的影响 到彼得时代 穆斯科城外 已建立了一个西方居民的定居点 那里成为彼得常去的地方 俄罗斯的西方化 既不是彼得发动的 也不是由他完成的 1700年 他终止了穆斯科主教的教权 并于1721年以一种宗教会议取而代之 这种会议成为国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是他却未能根除 俄罗斯人民中农民大众对宗教的前程 他把穆斯科的君主制度 从传统的拜占庭风格 转变为风行的西欧式风格 但他并未因此而丧失他的权力和政治专制 彼得继承了一个庞大的帝国 但这帝国却没有一处不动港 他下决心寻求走向海洋之路 他的前辈伊凡雷帝已曾这样做过 而彼得继承的正是伊凡魏晶的事业 彼得为俄国在波罗的海赢得了一个海港 他于1696至1711年又夺取了亚素 彼得获得了成功 因为他认识到 在当今世界上 如果不掌握西方的陆军和海军技术 俄国就连瑞典这样的二流国家也无法战胜 而如果俄国的行政管理和他的工业经济部门 不首先实现西方化 建立一支西方式的俄国陆军和海军 只不过是纸上谈兵 彼得在技术方面的热情和天赋 即使在同时代的尼德兰人身上也不多见 在英格兰 皇家学会的奠基者们早在30年前就已认识到 技术专家和科学家之间的相互学习是极为必须的 彼得是一位长于实践的技术专家 他总是亲手进行技术制作 这一点对于一个奥斯曼君主来说 是理所当然的 掌握一些实用的手艺 是接受君主教育的必修科目 然而 这并不是一位拜占庭式的莫斯科专制君主的传统 一位莫斯科王朝的缔造之父乃是一位莫斯科大主教 彼得天生爱好高度的个人自由 这一点似乎与继承莫斯科的沙皇之位 成为一种难以预料的巧合 它还是另一种巧合 即彼得恰巧出生于这样一代人之中 由于当时西方的思想革命 他们成为接受了西方技术的第一代非西方人 他们在接受西方技术的同时 并没有被迫生吞活泼地接受 包括宗教在内的全部西方文明 也许再早一个世纪 俄国进行西方化努力的结局 就会像日本和阿比西尼亚那样 不仅不能取得哪怕是部分的成功 反而会引起激进的反西方的反动 因此 彼得的个人品格在他所处的时空环境中 对于人类的历史进程 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七十八章 伊斯兰教世界1555-1768年 在1555年-1707年的一个半世纪中 伊斯兰教三大帝国 奥斯曼 萨菲和天木尔人的莫沃尔并存于世 覆盖了伊斯兰教世界的大部分 奥斯曼帝国比萨菲帝国早建国约二百年 比天木尔人的莫沃尔帝国早建国约二百五十年 如果我们把蒙古人之后的第三个伊斯兰教帝国的建国日期 从1555年 胡马雍再次进入德里 而不是从1525-1526年 其赴巴伯尔迁入印度算起的话 在1555年 奥斯曼帝国达到鼎盛 并处在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在阿克巴1556-1605年和扎罕杰1605-1627年同治时期 印度天木尔人的莫沃尔帝国也达到鼎盛 沙阿阿巴斯一世统治时期1588-1629年 则是萨菲帝国的鼎盛时期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 是由同时发生的通货膨胀 和国王的奴隶禁卫军势力日益膨胀而引起的 通货膨胀产生了经济危机 并使得公务雇员因发现薪金购买力下降 而发生了骚乱 这种经济的和社会的动乱 是由于大批来自美洲西班牙帝国银矿的白银 流入旧大陆文明中心而引起的 这种白银流入超出了奥斯曼帝国的控制 但是如果国王奴隶禁卫军的纪律没有遭到破坏 那奥斯曼帝国中后来发生的骚动 本来不会那么激烈 而造成奴隶禁卫军军纪涣的原因 则在于人们越来越不严格执行这样的规定 即帝国奴隶们的儿子 作为天生的自由民和穆斯林 没有资格从事起基督徒出身的 当奴隶的父亲的职业 最初 这一规定的唯一例外 是禁卫军骑兵的儿子继承副业 苏莱曼一世1520至1566年在位 已开始将这一特权 扩大到禁卫军步兵的儿子 这种特许权在1566年 受到谢里姆二世的肯定 穆拉德三世1574至1595年在位 使所有的穆斯林自由民都有资格当兵 结果 从1566年到1598年 工资策上禁卫军步兵的数目 从约一万两千人增加到十万零一千六百人 其中还不包括不领工资等待空额的候选人 充任高级行政官员的征募少年 仍从基督教儿童中招募 但这一做法在十七世纪被逐渐放弃 奥斯曼政府现在不得不在不奴役基督教臣民 或迫使他们改宗的情况下 利用他们的才能 同时 禁卫军的步兵已不再是一支有效的军事力量 而变成了捣乱的城市暴徒 但是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力量并没有立即崩溃 曾在1623年被杀 阿巴斯一世为萨菲帝国恢复的巴格达 又于1638年被奥斯曼帝国的穆拉德四世1623至1640年再次征服 1682至1683年 奥斯曼人得以第二次包围维也纳城 但攻占维也纳的再次失败 使奥斯曼人招致自1402年巴耶塞特一世 被天木尔推翻以来所遭受的最严厉的暴復 1689年 哈布斯堡帝国反攻到了瓦尔达尔河上游地区 虽然奥斯曼人在1690年重新集结 但他们不得不在1699年将奥斯曼匈牙利和克罗地亚割让给哈布斯堡君主 将波罗奔尼撤半岛割让给威尼斯 在1700年将亚述割让给俄国该帝已于1694年被俄国人占领 但奥斯曼帝国在1711年恢复了亚述 并在1715年恢复了波尼奔尼沙及泰诺斯岛 1768年 奥斯曼帝国仍占有波斯尼亚和贝尔格莱德 并对多瑙和下游以南的两个罗马尼亚人的公国行使着有效的宗主权 事实上 就其从似乎是不可逆转的灾难中恢复过来的能力来看 奥斯曼帝国仿效了其前辈东罗马帝国 而且奥斯曼帝国在军事和行政上的衰落 并没有损害它在建筑方面的创造力 1609至1618年 建于伊斯坦布尔的苏丹艾哈迈德一世清真寺 就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宏伟建筑 即使把它与索菲亚大教堂相比也毫不逊色 但是除了布尔萨的穆罕默德一世的绿清真寺以外 奥斯曼的任何公共建筑物都比不上1612至1637年 建于伊斯法罕的沙阿 阿巴斯的国王清真寺和1632至1653年 建于阿格拉的沙阿 贾汉的太极陵 国王清真寺不仅本身美丽壮观 而且它与王宫附近更古老的美丽建筑物 也特别协调和谐 在建于1569至1576年的阿克巴的新城 法特普尔西克里也有许多漂亮的建筑物 但法特普尔西克里很像雅典的卫城 它只是许多虽然美丽 但风格各异的建筑物的汇集 而不像伊斯法罕王宫的各个建筑那样彼此协调 天吾尔人的穆吾尔帝国和萨菲帝国不仅仅是在建筑上超过了同时代的奥斯曼帝国 在沙阿 阿巴斯一世和阿克巴两位皇帝统治时期 他们这两位统治者 其眼界是同时代奥斯曼君主中的任何皇帝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阿克巴认识到 如果不能赢得印度教臣民的赞同 印度的穆斯林政权就不可能长期存在 1564年 他取消了对非穆斯林征收的人头税 1567至1568年 他占领了齐托尔这一城市 像坚不可摧的磐石那样抵御了大炮的轰击 从而向匈奴人和古吉拉特人的后裔拉杰普特人显示了实力 但是在威慑住拉杰普特人之后 阿克巴又与他们和解了 这是个聪明的做法 因为在马拉塔人和希克人兴起之前 拉杰普特人最骁勇善战 而且自十二世纪 穆斯林征服朱穆拿阿和恒河平原后 拉杰普特人集中的拉加斯坦 在印度教徒保持自治的所有地区中 距离德里最近 但是 阿克巴与印度教臣民的和解 不仅仅是处于政治考虑 他部分是受到这样一种欲望的鼓舞 即要打破历史上高级宗教之间的传统界限 阿克巴主持召开了 有伊斯兰教 印度教 索罗亚斯德教 和罗马天主教的代表 参加的一系列的辩论 1582年 四宣布了自己的新宗教 丁伊伊拉赫教 神圣宗教 他希望这一宗教 能够超越各个宗教 而使所有的旧宗教统一起来 占用阿克巴主要的时间和精力的事情 自然是帝国的组织和扩张 阿克巴得益于孟加纳的阿富汗皇帝 希尔 沙 苏里的行政和财政能力 后者曾在1539至1540年 将阿克巴的父亲胡马雍 驱逐出印度 希尔 沙在短暂的统治期间内 创建了非常好的行政和财务机构 以及邮政局 这些财富都由阿克巴继承了下来 沙阿 阿巴斯一世没有阿克巴那么幸运 他必须从根本上 重建萨菲帝国的结构 他继承的财产 包括被其祖先杀 伊斯玛伊 强迫改宗什叶派的说法斯诺的城市 和农村居民 及一支难以驾驭的外来土库曼人的军队 其成员是逃离奥斯曼 和马穆路克帝国的什叶派难民 他之所以使土库曼人就范 部分原因是赢得了其中一部分人的效忠 部分原因是模仿奥斯曼君主的奴隶禁卫军 建立了一支包括步枪手和炮兵团的新的军队 他们比奥斯曼的继位军虽要逊色 但由于奥斯曼帝国已经衰落 因而阿巴斯一世的新式军队 完全能够成功地收复1514年以来 萨菲人丧失给奥斯曼人的大部分领土 1622年 阿巴斯一世还借葡萄牙人之手 恢复了霍尔木兹 并且用舰在大陆的新港阿巴斯港 取代了霍尔木兹 1598年阿巴斯一世为帝国在伊斯法罕 建成了一个新首都 这座新都位于奥斯曼军队的进攻范围之外 但离帝国东北角萨菲的阿富汗臣民 却又很近 同生活在萨菲帝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 有争议的交界地区上的库尔德人一样 阿富汗人也是上午的高原民族 他们的母语是非波斯语的伊朗语 这两个民族都没有屈服于沙 伊斯马仪接受十二一玛木什叶派的压力 对萨菲政权的态度都不友善 在1722年 一对阿富汗人起义者还占领了伊斯法罕 萨菲帝国解体之后 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于1724年 约定瓜分他们衰落的邻邦所丢弃的西部形成 但是在1729年 有一位呼罗山土库曼人士兵纳迪尔 库里又将阿富汗人赶回他们自己的高原 并最终恢复了俄国人和奥斯曼人 占领的前萨菲帝国的全部领土 在另一方向 纳迪尔则采取了攻势 1739年 他截略了德里 1740年 他占领了直到要杀水南岸的乌兹别克 1736年 他给自己加冕为沙阿 并试图让伊朗再次改宗为逊尼派 但是 奥斯曼政府拒绝了 他要求宗教联合的条件 他的伊朗臣民 坚持效忠于两个世纪以来 一直作为自己民族宗教的实业派 1747年 纳迪尔沙遇刺身亡 伊朗重新陷入政治动乱 天摩尔人的穆尔帝国已经解体 阿克巴的第二任继承者 沙阿 贾汉 1628至1658年在位 放弃了阿克巴与印度教徒和解的政策 并且进攻德干高原独立的 穆斯林小国 沙阿 贾汉的继承者奥朗泽布 1659至1707年在位 走得更远 1675年 他处死了西克教第九代古鲁德格 巴哈多尔 他迫使穆尔人的盟友 拉杰普特人 于1680至1681年 拿起武器反抗他 1689至1691年间 奥朗泽布将他的宗主权 伸展到印度半岛的南部 同时 他自己也遭到了印度教徒 以此严厉的反击 马拉塔人 占据了西高直山脉的许多天然要塞 并且找到了一位民族领袖 施瓦吉 1627至1680年 1670年 行踪不定的马拉塔人 清骑兵首次在穆沃尔人的领土上 征收共赴 1674年 施瓦吉本人 自立为独立的印度教统治者 在1707年奥朗泽布死后 莫沃尔帝国的解体更加迅速 1737年 马拉塔人到达德里附近 1739年 纳迪尔沙阿劫略德里 1757年 阿布达利部落的阿富汗人 艾哈迈德 沙阿布拉尼 他是继承纳迪尔沙阿短命帝国的 阿富汗王国的创始人 劫略德里 并在1758至1761年的较量中 击败了马拉塔人 对于下一阶段的印度历史来说 英国人战胜法国人 比阿富汗人战胜马拉塔人 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甚至英国人 在完全除掉竞争对手法国人之前 已经采取第一个行动 使自己成为莫沃尔的继承人 1757至1765年 英国东印度公司 已在担任莫沃尔帝国政府 形成收税人的幌子下 成为孟加拉 比哈尔和奥里萨的实际统治者 莫沃尔帝国在印度的继承者 是英国东印度公司 和英国国王 但是 由埃哈迈德 沙阿在1747年建立的 横跨星都库什山脉的 阿布达利人的阿富汗国 直到20世纪70年代 仍然占有曾经属于 莫沃尔和纳迪尔沙阿的 一部分领土 在伊斯兰世界的另一端 摩洛哥努力保持着 对奥斯曼帝国 和西班牙帝国的独立 1579年 摩洛哥人 消灭了一只葡萄牙人的侵略军 1591年 他们越过撒哈拉沙漠 在西部苏丹为自己 征服了一个殖民帝国 这一战绩 比同一时期 哥萨克越过乌拉尔山的战绩 更为辉煌 摩洛哥人和哥萨克人一样 长胜不败 因为他们装备 有其敌手所没有的火器 火力优势 掌握火炮和步枪 也可以用来说明 奥斯曼人对萨菲人的军事优势 摩洛哥人 在西苏丹的军事实力 和基本上独立的奥斯曼领地 阿尔吉利亚 突尼斯和迪利波里坦尼亚中的 奥斯曼人 少数统治者 在地中海的海上实力 大都得益于当地穆斯林 所招募的 掌握了同时代 西方基督教国家 军事技术的外国人 这些应募者 包括来自西班牙的穆斯林难民 改宋的西方基督教战俘 和谋求在本国所达不到的 升迁机会 而变成土耳其人的西方移民 人们已经注意到 彼得大帝对于瑞典人的胜利 实际上是对他将俄国技术 提高到同时代西方水平的 一种奖励 然而 西方技术尚未达到 可以战胜装备 虽不精良 但占有有力地形的敌手的程度 莫沃尔人的大炮 尽管部分是由西方雇佣军所操纵 但仍征服不了马拉塔人 在高纸山脉的天然要塞 奥斯曼人一直掌握着 能与西方人 俄国人和伊朗人的武装力量 相抗衡的军事实力 但却无法避免瓦哈比教派 在阿拉伯半岛中部的兴起 阿卜杜勒 瓦哈比 1703至1192年 是逊尼派伊斯兰教中 清教徒式的 韩白里教派的狂热信奉者 1745年 他在被沙漠 与奥斯曼帝国隔开的 阿拉伯半岛中部 是沙特家族的当政者改宗 从而为这一小块绿洲上 名不见经传的统治者 带来了好运 到1773年 信奉瓦哈比教派的沙特人 已征服和统治了 阿拉伯半岛中部的其他地区 第79章 东亚1644至1839年 在所有非西方的区域文明中 东亚文明 是最后经历 现代西方文明强力冲击的 这种冲击强烈的 足以在被冲击文明的 历史进程中产生革命性的作用 在1622年至1641年期间 日本几乎将自己完全地封闭起来 日本臣民被禁止出国 或准继续留住日本的外国人 只有中国与荷兰的商人 而且他们只能使用 日本的一个港口 在中国 西方人仍然可以经商 可以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居留地 以及与广州相邻的一个小岛上 但是 自1760年以后 西方的商人们就不再被允许 前往中国的任何其他港口 中国臣民公开信奉基督教 也受到禁止 如同日本臣民在1597年 和1616年曾受到禁止一样 此后 固执的中国基督徒受到迫害 基督教在中国受到的镇压 不像他于1612年至1638年间 在日本受到的镇压那样严厉 但是从1723年开始 中国也把他自己同西方隔绝开来 尽管这种隔绝 不像日本和阿比西尼亚的自我隔绝那样严厉 1644至1839年间 中国与西方的贸易额 不仅在绝对数量上 而且相对于中国的财富和人口来说 也已超过了日本 尽管如此 中国在那一时期 却不像日本那样 需要保持与西方的商务关系 实际上中国在经济上依旧是自给自足的 最后终于在中国顺利增长的对外贸易 是强加给中国政府的 是违背他的意愿的 那是中国为在1839至1842年间的英中 战争失败而付出的赔偿 至于日本 它的国民总产值 在其经济上自我封闭的时期 1641至1853年 有了巨大的增长 文化方面 清 满洲 朝统治下的中国 与明代的中国一样 仍然是内向的和守旧的 中国曾经经历过 草原游牧民族蒙古人的征服和统治 在明代 内向与守旧 是对这种经历的文化上的反应 满洲人与蒙古人不同 作为非游牧民族的满族 他们真挚而成功地接受了中国的文化 有清一代 继续盛行不变的中国非传统文学形式 只有小说和戏剧 他们是中国历史上员 蒙古代的遗产 经历了偏爱古风古运的明代 而得以生存下来 清代中国的儒家学者 使这种古风古运 找到了自己必然的归宿 这些学者们既抵制当时各种各样的新儒学 由官方确立的珠希的一套儒家学说 也反对王阳明的学说 这些清代学者们的目的是要发掘 并重建汉武帝时代的儒学 那时儒家学说首次作为中国皇帝的官方哲学 得到确立 清代的学者对流行的注解儒家经典学说的试文 进行了批评 他们的学问可以与当代西方前基督教时期 希腊和拉丁文学研究者们的学问相媲美 但是清代的学者们却没有觉察到 汉代的儒家学说与孔子和孟子最初的哲学思想相比 已经有了多么大的差距 当以珠希和王阳明为代表的新儒学 在中国受到责难时 珠希的一套儒家学说 却在日本得到了德川家康 以及德川幕府的后继者们的提倡 这是因为他们相信儒家的伦理道德说教 将使他们自己的政治权利得到加强 德川家族出于同样的原因 而不赞成王阳明的新儒学 然而王阳明却在德川时代的日本拥有信徒 德川时代也有一些信奉儒学的日本人 追随其中国的同时代人 追求恢复汉武帝时的儒家学说 尽管儒学受到德川家族的偏爱 佛教却没有受到压制 德川加光将军1623至1651年的确曾下令 日本的每个世俗臣民都进行登记 表明他与某个佛教寺院有失授关系 并以此作为他不是基督徒的证据 此外社会上对各个佛教派别的自发的忠诚 依然存在 这些佛教派别已经在文化上日本化了 与此同时 对于神道教的兴趣和感情也再度复苏 由于他是日本固有的宗教 而非中国的或印度中国的搏来品 因而吸引了那些具有国家主义观念的日本人 清朝满洲的皇帝康熙1672至1722年在位和乾隆1736至1769年在位 效法明朝的皇帝永乐 收集了流传到那时的历朝历代的汉文典籍 编成一部丛书 康熙的这部丛书尽管收罗洪富 但却是所收典籍的摘录 他于1728年被印成了5000卷 乾隆的丛书是未经删结的 多达3600卷 这部丛书的七部校定本加上原本都是首抄的 汇编这样一部汉文典籍 为乾隆提供了一个机会 他可借此发现并禁毁那些在政治上引起他反感的书籍 康熙还出了一部字典 乾隆则编有数部百科全书 在那些书中 他提出了自己对于中国各项政治制度的见解 清朝成功地完成了三项军事任务 即镇压南方反抗满洲人的敌对活动 制止俄国人在阿木尔河流域的推进 粉碎草原由牧族西部蒙古人准嘎尔 厄鲁特 卡尔梅克在西北的统治势力 1658年阻挡住了俄国人的那条边界 在1689年和1727年的中俄条约中得到了确认 西蒙古人在结束于1839年的那个时代里 一直是满洲人军事上最可怕的对手 在16世纪的最后25年中 西蒙古人效法他们在东方的同族人 转变信仰归依了西藏大乘佛教的密宗 黄茂派改变了蒙古人的信仰 1641至1642年 西蒙古人中的一部 在打败了支持敌对教派红茂派的西藏人之后 把黄茂派的领袖达赖喇嘛在拉萨扶植起来 并把他置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 1670年和那时以后 西蒙古准嘎尔部的军事首领嘎尔丹吞并了蒋突厥语的穆斯林居住区 那里就是今日中国的新疆省区塔里木盆地及其东北方某些重要的战略地区 1696年嘎尔丹进犯当时已处于满洲宗主权保护下的东部蒙古 但是他败于康熙的炮队手下 嘎尔丹的入侵得到了西部蒙古人在拉萨的西藏同行者的支持 这就在准嘎尔人和满洲人之间引发了一场由谁来控制达赖喇嘛的竞争 1750年满洲人赢得了这场竞争 随后乾隆皇帝进攻了地处天山与阿尔泰山之间的准嘎尔人的故乡 1755至1757年他大败准嘎尔人 1758至1759年他又征服了今日新疆境内的准嘎尔人从前的穆斯林属国 尽管阿拉伯大草原上的瓦哈比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都仍然具有爆炸性 准嘎尔人的草原帝国却成为欧亚大平原上最后一个具有爆炸性的帝国 满洲帝国与俄罗斯帝国这两大农耕国家的军队都已装备了火器 这两大农耕帝国1652年在阿木尔河流域的冲突 亦已勾画出了对欧亚大平原的包围 从那时起欧亚大平原上游牧民族的命运便已经注定了 满洲人对于西蒙古主体部分的胜利在1717年得到了确认 那一年卡尔梅克人的一部分由西向东从俄国千人满洲帝国境内 早在大约1613年卡尔梅克人就已迁移到福尔加河与顿河下游之间的地区 游在福尔加河西岸的西部卡尔梅克人的残部是无足轻重的 俄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凯纳甲湖和约1774年终规定 奥斯曼帝国将其对于克里米亚韩国的宗主权让与俄罗斯帝国 1783年俄罗斯帝国直接吞并了克里米亚 它是残存下来的最后一个金账韩国的继承国 与此同时蒙古人对佛教的皈依也减弱了这个民族的好战性格 佛教还为青年男性打开了一条去做独身僧人的生活之路 从而减轻了这个民族受到的人口压力 与上述因素相联系的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命运的改变 迫使他们沉默下来 并从旧大陆文明中心的生活中除去了一种生气勃勃的因素 这种因素曾在将近4欧00年的历史中一直扮演着主角 1757年以后 中国就摆脱了欧亚游牧蛮族对他的威胁 他在这种威胁之下至少已忍耐了2000年之久 从那以后 乾隆就陷入了南向的进攻性战争中 对缅甸的战争1766至1770年 对越南的战争1788至1789年 以及对尼泊尔的战争1790至1792年 然而乾隆的军事扩张 却如同奥朗泽布的军事扩张一样 掩盖了当时其帝国内部社会与经济方面的弱点 在这些弱点中 最为严重的是在至1839年为止的100年间 中国人口的惊人的增长 记录下来的人口数或许并不准确 但是毫无疑问 在那100年间 人口的增长超过了此前100年间 中国的食物供应的增长 食物供应曾由于从美洲引进的粮食作物而得到增加 这类粮食作物可以种植在从前因不是于水稻生长而被闲置的土地上 但是这样的土地有一部分是在山坡上 它们最后中因其上覆盖的自然林木被砍伐殆尽而裸露出来 在乾隆潮的末期 中国农村人口的人均实际收入肯定已经开始下降了 德川政权统治的最初100年间 日本的人口可能是以50%的速度在增长 到1721年为止 它的人口达到了将近3000万 但是从那时起 直到日本自我封闭时代结束的19世纪60至70年代 其人口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尽管农产品在持继增长 日本经济的商业和工业部分也在持续扩大 德川时期 日本的人口并未随其财富的增加而成比例的增长 这是因为财富的分配变得越来越不平均 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相伴随的是农业的商业化 这就把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变成了城乡的无地而贫困的仰赖公司维持生活的人 德川政府强迫封建领主大明和他们的家臣 武士过他们所无力维持的生活 要求他们每年都在德川幕府的所在地江湖 今日的东京居住一段时间 这是德川家族控制他们的策略之一 他们因此而被处心积虑地搞垮了 受益的是商人 这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新阶级 他们顺理成章地避开了对农业土地征收的重税 日本的不断增长的财富于是落入了商人们的手中 被从农业中排斥出来的昔日的农民 变成了商人工厂中的故宫 大明和武士则沦为商人们的债务人 在20世纪70年代仍为世界最大的企业之一的三井公司 在大约70年的发展中崛起 于1691年成为德川幕府和皇室双方的官方仪行家 1793年 英王乔治三氏的一名专使向乾隆递交了一封英王写给乾隆的信件 这位皇帝的复信显示出 他心目中的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有势力的中央王国 自给自足 坚不可摧 乾隆显然并不了解 自从550年前西方人第一次出现于中国之后 军事力量的天平就已向有利于西方的一侧倾斜了 另一方面 在日本至少有一个人林自平1738至1793年已经多少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于1786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海国兵潭》的书 林自平为俄国人在北太平洋海面上的活动而感到不安 那时 与河南人同种的英国人 法国人和美国人 尚未出现在日本南方的地平线上 俄国人被看作是仅有的西方人 第八十章 生物圈1763至1871年 在1763至1871年 这风云变幻的百余年间 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 人类控制自身和征服人类之外的自然界的能力 获得了突飞猛进的长足发展 人类能力的这种发展 是通过社会进步与技术创新相结合而取得的 产业工人和士兵们服从于严格的纪律 操纵和使用能力空前的机器和武器 从事劳动和作战 并且被组织起来以加快工作的节奏 他们的工作效率和作战能力 因此而得到了提高 17世纪末叶 西方开始出现纪律严明的职业军队 18世纪末叶 练兵场上强制性的军事化组织 已被采用到民用工厂里 而被发明用于糖火炮炮筒的技术 则应用于蒸汽机活塞的加工 虽然技术和经济革命的爆发 并非一定能精确地确定 政治革命或战争爆发的日期 但在非军事领域里 人们把人类能力的这种突然增长 称为革命 却是当之无愧的 18世纪中后期 开始于英国的技术和经济革命 转移到了农业 畜牧业和工业 1871年 这一革命超出了英国 席选欧洲大陆 并且扣响了北美和日本的大门 10至20世纪70年代 这一革命仍有芳心为爱之事 尽管这场革命似乎仍未完结 但是当我们今天回手往事时 却可看到这样一个事实 工业革命 使人与生物圈的关系发生了颠倒 毫无疑问 人类已经在生物圈上留下了它的印记 但迄今为止 像生物圈中的其他云云众生一样 人类仍无法超越生物圈 为它提供的生存空间的限制 凡是那些试图超越生物圈 所容许的生存界限的物种 都曾经使自己陷于灭种之灾 事实上 连同人类在内的一切物种 迄今为止 都生活在生物圈的温会之下 而工业革命 却使生物圈遭受了了 由人类所带来的灭顶之灾 人类只对于生物圈 并且无法离开它而生存 因此 当人类获得了 使生物圈无法为人类所生存的能力时 人类的生存便受到了自身的威胁 1871年 英国人的这一成就 便得到其他西方国家的效仿 这使得整个西方 暂时支配了西方之外的人类文明世界的其他地方 西方人对世界的统治 成为1763至1871年期间 第二件重要的事件 第三件重要的事件 是一些非西方国家 对西方压迫的反抗 如果按照事情相对重要的次序来列举的话 第四件也是最后一件重要的事件 则是西方的国内事务 工业革命被认为是必然要发生的事件 虽然它开始于西方国家 但它对于生物圈来说 却是意义重大的 英国人发动农业和工业革命 其目的在于 使物质财富的生产 得到最大限度的增长 这是合乎时宜的 因为就在上一代人生活的时期 英国和一些别的西方国家的人口 开始以加速度的方式增长 其与17世纪以来 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相似 可是改革家们的目的 并非要满足大众的需要 而仅是使他们个人得到实惠 他们把国民生产总值 提高到激动人心的高度 但同时既扩大了 国民生产总值分配方面的不平等 又加剧了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 和工厂的所有权 在分配方面的不平等 某些传统的带有相当缺乏效率的劳动方式 诸如小规模的自己自足的农业 及其与小规模的工厂劳动 主要是仿计和编织的结合 都被永久地淘汰了 农业和工业生产 如今已被组织于 由复杂而花费昂贵的设备装备起来的 大规模生产单位之中 这些同时发生的变化 造成农村人口涌向新兴的工业城市 同时它也剥夺了大多数监居者所拥有的 在以前可能保存其经济独立性的庇护所 随着人口的急速增长 仅以出卖劳动力为谋生手段的雇工的比例 同雇主和自谋生计的人的比例相比 呈骤然上升之势 生活和劳动条件 以及收入和财产分配方面的这些变化 以不公正和痛苦为代价 而使国民生产总值得到增长 在评价什么才算是公平分配前的公共土地的问题上 不存在客观的标准 因为那些公共土地 已经被人们根据一系列议会法案圈占 并且据为私有 企业家 投资者和雇工 如何平等地分配工厂利润 也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然而 毋庸置疑的是 圈地使许多乡村小土地所有者 继续以土地为生 成为泡影 而昔日的农民成为工人之后 依靠工资能够生活的人 则是微乎其微的 这些就是物质财富生产的增长 给人类带来的自相矛盾的和不幸的结果 造成这种社会弊端的原因在于 那些掀起工业革命的企业家们的动机 他们的动机是贪欲 而贪欲则使人们摆脱了传统的法律 习惯和意识形态的束缚 苏格兰教授亚当 斯密1776年出版了一本 有影响的著作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该书认为 如果每个人都自由追逐自己的经济利益 结果将带来全社会最大的经济繁荣 亚当 斯密提出这个观点的前提 却为人们所忽视 而无论如何 这个观点本身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通过更为自由的满足贪欲 来促进生产将会伴随浪费与混乱的竞争 而在无政府状态下的经济竞争中 成功者只是少数 而牺牲者却是多数 产业工人成为一个同社会疏远的新阶级 这个社会产生了他 却并未给他以公平的待遇 产业工人用以自卫的唯一武器 就是联合起来由工会代表牢方 集体同雇主谈判 这种集体谈判 耐以成功的必要条件 就是工人们坚如磐石般的团结 因此 为了反对雇主加注于他们的暴政 工人们迫使自己服从于他们自己的专制 游离于工人队伍的工贼们 则是被胁迫着顺从工人的意志的 在英国 劳工联合在1799年 是为法律禁止的 到1824至1825年成为合法 阶级斗争伴随着工业革命 从英国发生并蔓延到其他国家 作为工人的雇主和敌对者 企业家们总的说来是冷酷无情的 但他们也很机智 大胆 不屈不挠 比查德 阿克赖特1732至1792年 比詹姆斯 瓦特1736至1819年 更有代表性 他通过申请发明 可能不是他自己的专利而发财走运 发明家瓦特 则幸运地找到了许多合作者 而他们凭借瓦特的天才 为自己捞取了一些实力 发明家中的大多数人 对工业革命 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而实力却落入更讲求时效的企业家之手 其中的许多人 还从经验出发 探究发明的方法 瓦特则与众不同 他把科学和技术 着有成效地结合起来 他在格拉斯哥大学的灵感 接触了伯明汉的马修 博尔顿工厂的硕果 瓦特并未受过大学教育 但在知识方面 得益于同化学教授约瑟妖 布莱克1728至1799年的友谊 19世纪的大学里的化学家 尤其是德国大学的化学家们 已开始直接而系统地 将科学应用于工业生产过程 瓦特对蒸汽机的决定性的改进 是使他可用于工业生产 牵引和抽水等工程 这些是人们最初使用蒸汽机的范围 1807年 第一艘气轮下水 1829年 第一列蒸汽机车奔驰在铁轨上 蒸汽机是一种机器 而机器的使用 是工业革命引人注目的技术特征 工具同仁是与生俱来的 但它仅仅是人的体力的扩大 并没有取而代之 例如 使用头枪 铲 奖 货工 可以使人类手臂的力量增大 但它们 只有在为人类所使用时 才能发生作用 机器把人类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机器可从事人类的体力所不可及之事 并且可以从事在规模和速度方面 都非人自身体力 可为之事 当人造出了机器之时 他只需开动它 操纵它 让它按生产程序来工作 山板是由使用奖而增大了的人的臂力推进的 帆船是由风来推进的 舵手只需把握航向 而无需耗费体力来推进它 所以 帆船是一种机器 根据同样的定义 与工相比 枪也是一种机器 大约在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前5000年 人类就已经发明了帆船 但在工业革命之前 人们对与工具不同的机械的使用 却是极为罕见的事 今天人们对机器以习以为常 人们用于机器的非生命的物理能种类 也不仅限于风 油水 火药和蒸汽 1844年 电化的发明使电被成功地用于传递信息 基础工具的发明 曾使一个新的行业 一段铁业应运而生 而蒸汽机的发明 则创造了另一个新的职业 技师 风力和水力有两个长处 它们既清洁又取之不洁 蒸汽必须燃烧燃料才能产生 烟就是烧煤的一个副产品 它具有污染性 这是令人一目了然 而且令人厌恶的东西 但它却为人们看作为仅仅是 某种地方性的灾害 而被姑息 直到工业革命爆发200年之后 人类才醒悟到 机械化所带来的影响 正在对生物圈造成威胁 使它不仅在局部地区 而且在全球范围内 正在成为不可生存之地 不仅不是于所有生物的生存 尤其不是于人类的生存 因为人类虚于不可离开 而又无可替代的自然资源 正在被消耗殆尽 工业革命之前 人类急于给生物圈造成了创伤 比如 人们肆意砍伐以前 曾滋养地壤 并使之避免流失的树木 造成山地严重的水土流失 人类砍伐森林的速度 快于它们的更生速度 它还过量开采了 完全是不可复生的金属 但是 在大规模的 把非生命的自然物理 能用于机器之前 人类还不具有 把生物圈破坏和剥夺到 山穷水尽 不可救药地步的力量 当时 空气和海洋 确实是无穷无尽的 木材和金属的储备 远远超出人类 消耗它们的能力 人们开采完了某种矿物 砍光了一片森林 总还有另一些 未开采的矿藏 和未被砍伐的森林 在等候人们开发 然而 工业革命一旦开始 人类便是生物圈 包括人类本身 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工业革命之前 西方人已经开始成为 人类其他部分的统治者 在16世纪 西班牙人 已经征服中美洲 和安地斯山的民族 并且毁灭了 他们的文明 1757至1764年间 英国东印度公司 实际上已成为 孟加拉湾 比哈尔 和奥里萨的统治者 1799至1818年间 英国人征服了 一直到萨特雷纪和东南的 印度斯大陆的所有地区 他们在那里 可以为所欲为 因为他们拥有制海权 并且在1809年 同西克教帝国的建立者 兰基特 新格签订条约 双方同意 以苏特莱结合 为各自统治范围的界限 1845至1849年 英国继续征服 并吞并了 庞哲普的西克帝国 与此同时 1768至1774年 俄国对奥斯曼帝国 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798年 法国人一度占领了埃及 1830年 他们开始征服阿尔及利亚 1840年 三支西方军队和俄国人 把捷物不逊的 埃及奥斯曼总督 穆罕默德 阿里 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驱逐了出去 1839至1842年 英国人戏剧般地 打败了中国 1853年 一支美国海军舰队 迫使日本德川幕府 接受他的来访 日本人认识到 他们无力抵御这种 以武力为后盾的 不受欢迎的来访 西方军队和那支 西方化的东正教 俄国军队的 这些军事胜利 是以一些偶尔的失败 为代价赢得的 17世纪 葡萄牙人被武力驱逐出 日本和埃塞俄比亚 1839至1842年 一支入侵阿富汗的英国军队 遭到覆灭 但是 时至1871年 西方军队和俄国军队 已主宰了整个世界 甚至在英国工业革命前 俄国沙皇彼得大帝 就已经看到 非西方国家拯救自己 摆脱西方统治的唯一途径 就是效仿西方军队的模式 创建新型军队 彼得大帝时代 俄国已经创建了这种军队 彼得还懂得 西方式的军队必须以西方式的技术 经济和管理为支柱 1757至1853年间 西方军队和西方化的俄国军队 取得的对非西方化国家的辉煌的军事胜利 促使那些深受威胁的国家的统治者 去不比得大帝的后尘 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的百余年间 西方化的著名政治家包括 在元属阿布达利阿富汗帝国的庞车普 建立起西克王国的兰基特 新格1805至1848年 奥斯曼帝国君主 在埃及的总督穆罕默德 阿里奥斯曼帝国君主 马哈茂德二世 1808至1839年在位 泰国国王蒙库 1851至1868年在位 和以天皇名义 联手削除了德川幕府 并把政权操诸自己手中的日本政治家们 这些西方化的政治家对人类文明 世界历史的更为伟大的影响 是同时代的西方人所不及的 他们把西方人的统治 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同时在这些非西方国家中 以宣传近代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方法 进一步维持这种限制 上述所有这些西方化的的人物 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注目的 而其中日本明智维新的领导者们 则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们本身都是拥有特权 尽管已经破落的传统武士阶级的成员 在进行了仅有的小规模的抵抗之后 德川幕府便屈服了 大多数武士默然同意 以和平的方式没收其特权 新招募的西方式军队 轻而易举地粉碎了1877年少数武士的反叛 这支军队由农民组成 而在1868年之前 农民一直被禁止携带武器 穆罕默德阿里和马哈茂德二世的活动 开始时并不那么一帆风顺 同彼得大帝一样 他们发觉自己是在取消了传统的军队之时 才着手建设西方式的军队的 1698至1699年 彼得大帝除去了穆斯科的弓箭手 穆罕默德于1811年 割除了埃及的奴隶兵 马哈茂德二世则于1826年 废除了奥斯曼帝国的禁卫军 西方式的新型军队在作战中 都使自己获得了荣誉 穆罕默德阿里于1819年 着手建立新型防军 1812年建立海军 1825年 他从埃及农民中招募的 训练有素的军队 在为其宗主马哈茂德二世 再次平息希腊暴乱的成斗中 几乎取得了胜利 那些希腊暴民虽然骁勇 却只是些乌合之种 法国 英国和俄国于1827年 消灭了埃及和土耳其的舰队 迫使穆罕默德 阿里的儿子伊布拉辛 于1828年让出希腊 他们的干涉使希腊人得到解救 1833年 伊布拉辛征服了叙利亚 其目的仅在于防止俄国人 干涉马哈茂德的利益 进军伊斯坦布尔 穆罕默德 阿里的军队比马哈茂德的军队 更具战斗力 因为他早已开始付诸努力 使他完善 1826年 马哈茂德取消了禁卫军 再次之后 他便开始建立新型军队的工作 在1828至1829年 俄国与土耳其战争中 他从农民中招募的新型军队 做出了艰苦卓绝的抵抗 这是1768至1774年 1787至1792年 和1806至1812年 三次俄国土耳其战争中 就是奥斯曼军队 无法与之相比的 兰基特 辛格与同时代的穆罕默德 阿里一样 聘用前拿破仑军队的军官为教官 尽管英国人 在1845至1846年 和1848至1849年 连续击败辛格的 受过西方式训练的部队 但同以前征服庞哲普之外的 整个印度相比 在这两次战争中 英国人付出了更大的努力 和更为沉重的代价 在少数西方顾问和教育的帮助下 开始使非西方国家 西方化的统治者们 并不仅限于做上述那些事情 他们必须在自己的臣民中 找到或培养一个 由本国人组成的 受过西方教育的阶级 这个阶级 能够用大体与西方人相同的语言 来同西方人打交道 并且成为西方人 同那些仍为西方化的 本国同胞联系的纽带 在17世纪和18世纪 奥斯曼王朝在其希腊臣民中 找到了这样一个新的 合乎需要的 随时可用的阶级 这些人在西方受过教育 或同西方人有商业联系 因而对西方了如指掌 俄国的彼得大帝 埃及的穆罕默德 阿里 以及在印度的英国人 也必须创造这样一个 必须的中间阶级 在俄国 人们逐渐称这个阶级为 知识分子 这是一个由法语词根 和俄语词尾构成的混合词 在那些沦为由西方人 统治的国家 以及通过自身西方化 而自立并成功地 维护了政治独立的国家中 都出现了知识分子阶层 如同这个世纪中的工业企业家 和正工资的产业工人 在英国登台亮相一样 这种非西方化的知识分子 是一个新的阶级 到20世纪70年代 他至少已在人类历史上 留下了一个深深的印记 知识分子 是由官方为了自己的目的 而扶植或创造的 但他很快就认识到 自己在本社会中 所处的至关重要的地位 无论如何 他实际上 已是一个独立的阶层 1821年 前奥斯曼帝国的 希腊贵族亚历山大 伊普西兰帝 对奥斯曼帝国的入侵 使奥斯曼王朝认识到 希腊的知识分子 是不可靠的 1825年 受过西方教育的 一些俄国军官密谋推翻 沙皇尼古拉一事 他们虽然失败并遭到镇压 但这却成为某种不祥之兆 这种征兆 不仅出现于俄国 而且出现在 许多正在西方化的国家 在两个世界的夹缝中生存 这便是知识分子的功能 它是一种精神上的磨练 在19世纪的俄国 这种磨练 唤起了一种 达到那个时代 世界巅峰的文学 图格涅夫1818-1883年 托斯托耶夫斯基1821-1881年 和托尔斯泰1828-1910年的小说 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同英国工业革命和西方 在当代对非西方国家的冲击相比较 西方1763-1871年的国内文化状况 和政治事物 具于次要地位 如果不从总体背景 来分析他们的话 他们似乎显得有些奇特 在这一百年间 德国人占据了西方文明的 艺术凹头 伊曼努尔·康德 1724-1804年 是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 戈德 1749-1804年 是西方这一时代 最杰出的诗人 这位德国伟人 使两位灿烂意识的英国人 泛然失色 他们是雪来1792-182年 和祭祠1795-1821年 莫扎特1756-1791年 和贝多芬1770-1827年 使西方古典音乐达到极盛 值得一提的是 在西方近代史上 德国在文化方面的显赫地位 是同期政权和经济繁荣 程度成反比的 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 德国的音乐之花盛开怒放 第二帝国建立之后 他们却都枯萎凋零了 在科学领域 爱德华 詹纳1749-1823年 在1798年证明 通过接种 可以使人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 路易 巴斯德 182-1895年 于1857年 发现细菌的存在 如果人类 没有把握他们的奥秘 这些危害人类 和家畜的东西 比食肉动物还要猖獗 而那些食肉动物 早在上古旧石器时代 就已被人类所征服 当这些细菌被人类认识之后 人类也就能够 并且已经成功地对付它们了 在今天的生物圈内 除了人类自身之外 不存在能置人类于死地的敌人 科学在技术方面的应用 已经使人类变得越来越可怕 科学应用于预防医学 造成生物圈内人口的加速增长 因为死亡率降低的速度高于 因避孕而导致的出生率的降低 同时在1798年 詹纳发现了 能有效地预防天花的牛豆 托马斯 罗伯特 马尔萨斯 发表了人口论 这部著作启发了查理 达尔文1809-1882年 他提出了生存竞争的概念 而这个概念 则成为物种起源 1859年的副标题 在达尔文时代之前一个世纪 布丰就已经对犹太教的传统学说 提出异议 犹太教认为 全能的上帝发号施令 在一瞬之间 创造了所有生物物种 它们是独特的 不可改变的实体 布丰认为 千姿百态的现存物种 都是一个变化过程的结果 这一理论观点被查理 赖尔1797-1875年 及时地应用于地质学方面的研究 达尔文也曾读过 赖尔的地质学原理 1830-1833年 达尔文的观点 动摇了正统的基督教学说 而选择和逝者生存的概念 则表明 它是犹太教 关于选迷神话的翻版 虽然达尔文取消了 造物主上帝这个前提 但取而代之的是 假定非人的自然界的选择活动 这一假定 是以一系列观察到的 而非理论阐明了的变异为根据的 达尔文的革命性成就 不在于他对生物变化的 机械论的说明 而在于他表明 生物圈中的生命是动态的 而非静态的 达尔文的生物学成就 论证了黑格尔1770-1831年 在哲学上已经提出的理论 黑格尔用正题 反题和题诸思辨概念 把处于时间变化过程中的生命 描述为繁衍后代的性行为的现象 而这些后代则富有 从父母双方得来的特征 孟德尔182-1884年 发现了遗传规律 他力图用大量概念 来系统表述这些规律 并在1864-1866年 发表了自己的成果 但是达尔文一直不知道这些发现 直到1900年之后 他们才受到人们的重视 在军事和政治领域 在这个世纪里 人们看到的成就有美国独立战争 1776-1783年的胜利 南北战争中 1861-1865年 美国的复兴 以及美国从东海岸到西海岸 横跨北美的领土扩张 1783-1853年 在这100年间 人们也可看到 拿破仑领导法国重温旧梦 在1797-1815年 力图将西方世界在政治上 一统于法国统治之下 而在此之前 路易十四 曾于1667-1713年的战争中 这么做过 拿破仑失败的后果是 1859-1870年 意大利民族国家的诞生 以及1866-1871年 得意志民族国家的问世 于是 在这100年间 一批具有主权和独立的民族国家崛起 西方世界的这种政治组织 使西方更上一层楼 并使在政治上 统一西方的企图 遭到进一步失败 拿破仑曾一度为法国赢得了 比路易十四时代广大的多的领土 但就在法国 这连续两次军事冒险的间歇时期 西方世界的面积 同他所吞并的面积相比 已变得极不相衬 1700年 路易十四 勉强统治的西方世界 远远小于1800年 拿破仑所最终统治的西方版图 与此同时 俄国 印度 以及北美 都被划入西方的范围 从军事的角度来说 俄国的地理范围 实际上是无限的 西方的海外吞并 变得具有至关重要的经济意义 在拿破仑战争期间 这些海外吞并 之所以处于英国经济的支配之下 是因为英国的海军 对于法国海军占据了优势 过去 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 已经赢得了政治上的独立 但他们发现 同英国进行贸易往来 是有利可图的 西班牙和葡萄牙统治下的 美洲的臣民 在因拿破仑入侵伊比利亚半岛 而偶然获得自由之后 就是这么做的 海外世界的物质资源 是英国进行战争的主要支柱 也是同拿破仑争雄的胜利之国 时至1823年 过去西班牙在美国的领地 以及葡萄牙的蜀国巴西 都在赢得了政治独立之后 相继依附于美国 但在经济方面 拉丁美洲国家已经成为 美国也继而成为 英国机器大工业产品 海外市场的一部分 1823年 美国总统文罗 发表了一个著名学说 既由美国来保护新兴的 拉丁美洲国家的独立 文罗主义 同英国的利益是一致的 英国对拉丁美洲的野心 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 因此 美国禁止欧洲军队 从政治上插足英国 在拉丁美洲的经济势力范围 恰使英国人坐受渔翁之力 1763至1871年间 西方世界爆发的几次革命 在性质上是迥然不同的 英国工业革命 是技术 经济和社会的革命 而非政治革命 尽管它产生了一个 非革命性的政治结果 即1832年 通过议会改革法案 开始把英国政权 从乡村土地贵族手中 转移到城市中产阶级手中 把以前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 转变为美国的那次革命 不是技术 经济和社会革命 而仅仅是政治革命 1789年爆发的 法国大革命 是政治 经济 和社会革命 它把政权 从皇室转移到 城市中产阶级手中 把农村土地所有权 从贵族转移到 大部分农民手中 与此同时 英国乡村小土地持有者 要么分化为 正工资的农业工人 要么被抛出农村 而成为靠工资生活的 城市工厂的产业工人 相信之下 美国农村拥有土地的人 得以幸免 他们遍布于 西部未开垦的 处女地上 在美国西部 来自欧洲的 没有土地的农村移民 紧布他们的后尘 除去美国南方诸州的 众多非洲黑奴 和法国为数稀少的 城市工人之外 美国保留了一个 非为某一雇主工作的阶层 这一阶层在法国 则是新产生的 把非洲人变成奴隶 并把他们贩卖给美国的 欧洲移民们 这是哥伦布发现 西欧人眼中的新大陆 所带来的一个罪恶结果 正如美洲前 哥伦布时代的土著人 被欧洲人征服 或消灭的那个恶果一样 1763至1871年 绝大多数美洲国家 从法律上废除了奴隶制 海地是在1793至1803年 法国的全部殖民地帝国 是在1848年 英国殖民地是在1833年 美国是在1863年 而巴西则是在1871至1888年间 逐步废除的 废除黑奴制 海地付出了十年革命和战争的代价 美国付出了1861至1865年内战的代价 但是 无论是以和平方式 还是以武力方式 废除奴隶制 都留下了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后遗症 在美国和法国 直到1871年 靠工资为生的产业雇工 在人口中仍然为数甚少 美国开垦荒地 以及法国 使农民获得大量土地 使这两个西方国家 避免了大量的农民 移入城市当工人 而英国出现 农民涌入城市的情况 正是圈地法的结果 但是 在美国 法国和英国等国 产业工人仍同中产阶级政权 离心离德 无论是和平方式或暴力手段 都未能改善他们的地位 中产阶级是1789年 法国革命的发动者 他们引起了城市无产者的不满 但无产者对改变其困境 一筹莫展 迄今为止 他们在这方面 是效法其英国对手而行动的 法国中产阶级 也一扫对私人自由 经济经营的限制 而他们以前 则对社会中经济上的弱者 提供某些保护 放任主义的口号 即取消对工业生产的限制 废除商品流通税的口号 是法国人的一个创新 在英国实行禁止 结设法前八年 法国已于1791年 实行了类似的法律 法国巴黎的无产者 把政治革命 变成社会革命的企图 在1795年 1848年和1871年 遭到了武力镇压 法国城市工人 被中产阶级和农民的 联合行动挫败 英国产业工人 寄希望于工团主义 寄希望于政治改革的进步 到1832年 他们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功 1837至1848年的 宪章运动 已产生了纯粹的政治纲领 尽管宪章主义 已经风平浪静 但1867至1872年 英国仍实行了 进一步的政治改革 然而就像美国在法律上 解放奴隶那样 英国产业工人阶级 所享有的部分公民权利 使受益人大为失望 因为他对于工人的状况 没有产生任何重大 而直接的改革 产业工人的苦难情况 和中产阶级 对这种社会不公正的默许 引起卡尔 马克思1818至1883年的愤慨 促使他创造了 第四种犹太教 马克思主义 像佛教一样 在理论上是无神论的 但像达尔文主义一样 马克思提出了一个 替代犹太教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 上帝耶和华的东西 达尔文的替代物是自然 他相信自然选择的活动 使适应的物种保存下来 马克思用来取代 耶和华的是历史必然性 他的选民是工业无产阶级 马克思宣告名副其实的 正义革命的不可避免性 以此来安慰处于 现实困境中的无产者 在这场革命中 无阶级社会的建立 将结束无产者和中产阶级的冲突 马克思并没有活着 看到社会不公正得到纠正 但同时代日内瓦的一位慈善家亨利 邓南特1828至1910年 却于1864年 促成了在第一个日内瓦公约中规定 救援伤兵 以减少他们的痛苦 并且发起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 在1763至1871年的一个世纪中 英国不仅在西方 而且在整个世界的善事与恶行中 都扮演了主角 在西方的近代历史中 在同法国争夺北美和印度统治权的斗争中 英国始终是获胜者 证实这一胜利 使英国为它从前的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国主权 成为一个拥有沙俄帝国那样巨大的地理范围的独立的美国 开辟了道路 此时 英国有史以来 第一次在政治上统一了整个印度次大陆 并且在1857至1859年 东印度公司的印度士兵反叛之际 仍成功地保护了这一地位 在拿破仑遭到了打击之后 英国和俄国 西班牙一起分享了荣誉与责任 拿破仑力图在政治上统一西方世界的最后一次努力 跪于失败 他宣告 在工业革命 正在用过去无法比拟的毁灭性武器武装各个国家的时代 西方仍将有一些彼此分离的地区性主权独立国家组成 1839至1842年 英国进攻并且打败了中国 英国给予这个政权以致命打击 在此前20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 这个人口众多的中国政权曾经是和平与稳定的 这些都是英国的丰功伪迹 但他在这一时期的最大业绩则是开创了工业革命 在这一革命的进程中 为了博取人类的欢心 英国打破了生物圈和人类之间的力量平衡 而这最终将使生物圈在人类的力量作用下 变得不适于所有生命物种的生存 其中也将毫无例外地包括人类自身 第81章 生物圈 1871-1973年 到20世纪70年代 生物圈仿佛已处于濒临覆灭和被污染的危险之中 或许它已基本被它自身的创造物和居民 人类弄得不再是于任何生命物种的生存 回首往事 我们可以看到 人类征服生物圈的力量始终在不断地增长 当人科变为人类之际 它就已经失去了一切固有的自然肉体方面的武器和装备 但却获得了能够进行思维和筹划的自觉的理智 并同时获得了两个自然器官 大脑和双手 这是它借以进行思考和筹划 以及运用身体行动达到预期目的的物质工具 在上文我们已经指出 工具同人类的意识是孪生兄弟 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 使人类能够在旧石七世代早期的生物圈的竞技场上自立 旧石七世代早期是比人类有记载的历史 要长得多的一个时期 自从旧石七晚期以来 大约从七万到四万年之前 人类就一直在七海生物圈的其他部分 但人类成为生物圈的主宰 只是工业革命开始后的事情 至今不过二百年 在这二百年中 人类已使它的物质力量增大到足以威胁生物圈生存的地步 但是它精神方面的潜能却未能随之增长 结果是两者之间的鸿沟在不断地扩大 这种不断扩大的裂系使人忧心忡忡 因为人类精神潜能的提高 是目前能够挽救生物圈的生物圈构成要素中唯一可以信赖的变化 并且在生物圈中 人类自身也不愿意被现在的那种贪得无厌 永无止境的欲望所毁灭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人类对生物圈截略性破坏的后果 正不断地从许多争后中显示出来 生物圈中的人口正在加速度增长 而这些不断增长的人口又不断地向大城市集中 由于人类的大多数仍处于贫困之中 因此城市增长的主要形式便是寄生性的贫民区的增加 在贫民区里居住着无业的 甚至没有就业可能的来自乡村的移民 而乡村则是自新石器时代初期发明了农业之后 人口的大多数繁衍生产的所在 城市的触角 以横川大陆的高速公路和飞机航线的形式伸向全球 生产工业日用品 食品和有机原料的少数工厂 通过日益尖端的和大功率的机器生产过程 正在不断地污染生物圈的水层和空气层 时时充斥于水层和空气层中的污染物 事而有时并不是植物和因有意识的毁坏性的军事活动 而被杀死的动物 包括人类和非人类的动物 而是和平活动的废弃物 作为一个整体 生物圈的海祥和大气 会受到作为生物圈的微不足道的产物人类的活动的致命性污染吗 对于这一问题 在1871年或许近至1944年 人类取得原子裂变的技术成就之前 人们始终持怀疑态度 人类使整个生物圈不再适于生存的能力 再使数不胜数的野生物种灭绝中已得到明显的表现 而这其中 人类和其家养的动物也不能幸免 有些物种则正在受到人类活动的意想不到的后果的损害 城市空间的扩大 与本书作者一位出生于1889年的人的一生中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亲眼目睹了 自1922年以来 安卡拉和雅典是如何从小城镇发展为特大城市的 自1929年以来 下关海峡附近曾经是生机盎然的日本农村 已消失在稠密的街道和房屋之中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我生于司长于斯的伦敦 像日本的一些地方一样 已变得面目全非 二次大战后 伦敦曾被德国炸弹化为废墟的地方 已布满了用于交通工具的高架车道 而这则是英国人亲手而为的 对于一个1889年诞生于伦敦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人来说 1914年8月成为1871至1973年这100年中的断裂点 同1871至1913年相比 1914至1973年成为全人类自相残杀的苦难时代 两次世界大战每次都是罪恶 都是空前的灾难和浩劫 土耳其人迫害亚美尼亚人 德国人迫害犹太人 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互相残杀 一切都犯下了灭绝种族的罪行 阿拉伯的巴勒斯坦人 西藏人 占南部非洲人口多数的非洲土著人都成为受害者 在北爱尔兰仍在进行着一场惨无人道的战争 人们称之为宗教战争 像非西方的移民从农村进入平民区那样 西方中产阶级在生活方式上的堕落也是令人注目的 与1914至1973年这些有害的年代相比 在那些1914年 已经成年并且活到了70年代的西方中产阶级的记忆中 1871至1913年显然是一个黄金时代 然而 如果从整体上回味1871至1973年的历史 在1871至1913年间 曾一度流行的这种乐观主义 情绪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一位出生于1889年的英国中产者认为 从他开始认识周围世界时 起到1914年8月 这段时间人间的天堂即将来临 产业工人将会从人类的工业总产值中 得到丰裕的收入 德国的议会责任之内阁行将完善 而在俄国已即将确立 仍处于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下的基督教徒 即将赢得政治独立 然后千年亡国就会到来 在这一新的黄金时代 基督教帝国的非基督教臣民 仍将处于基督教统治之下 但同他们丧失政治独立之前的 混乱生活条件相比 他们的处境将得到改善 西方人并不希望看到战争被消灭 某些西方人 诸如德国和巴尔干国家的某些人 不仅期望战争怜悯不断 而且积极地促使战争的爆发 但是 即使是最好战的德国所想象的战争 也只是比斯曼式的速决战 而不是类似于旷日持久的拿破仑战争 或1618至1648年 德国那毁灭性的30年战争 或是不久前才结束的那场浩劫性的 1861至1865年的美国内战 1894至1895年的中日战争 1898年的西美战争 1899至1902年的南非战争 以及1912至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 实际上都是局部的和短暂的 即使1877至1878年的俄土战争 和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 也仅是地区性的 并没有使全世界卷入 中国发动的反对腐朽没落的 满清政权的太平天国起义 1850至1873和其他一些起义 都造成了巨大的劫难和生灵涂炭 这些起义也无一步遭到了镇压 西方人并不完全了解 同一时代中发生的这些事情 不了解东方民族特有的生灵苦难 在东方 当时的各个民族始终没有接受 强加于他们的基督教的统治秩序 对于一个像本文作者这样 出生于1897年前后的英国中产阶级的孩子来说 那一年 正是英国举国欢庆 维多利亚女王统治60周年的日子 仿佛她所诞生的那个世界 已超乎于历史之外 因为历史意味着 开化民族留在身后的不公正 暴力和苦难都已是过去的事情了 他们将不复重演 人们就是如此天真的看待这一切的 西方文明才是文明 它是唯一的文明 它的兴起 即在全世界的统治是必然的 它的功德也是值得大家赞扬的 文明已经扎下了根 这就是历史如今已经沉浮了的原因 成为乐观主义者的根据的那些成就 却乎是令人难忘的 但这些成就中的每一个都不是尽善尽美的 自身就孕育着产生未来灾难的种子 在20世纪70年代 这些瑕疵已是动若观火了 但在1871至1914年间 它们并不是那么容易被人们发现的 例如1861年 俄国解放农奴 1863年 美国废除黑奴 1871年 巴西开始废除持续统治的奴隶制 这些看来是通向千年亡国大陆上的光辉里程碑 但是解放俄国农奴 并没有满足他们巨大的拥有土地的要求 法律上对黑奴的解放 并没有消除种族歧视 种族差别和种族冲突 说到在法律上解放产业工人 这些也还没有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的社会革命 但在西方国家 它们相对的经济地位正逐渐得到改善 这种生活条件方面的改善 是同工人劳动的体力条件的改善相伴随的 而随着每一个技术方面的新进展 机械性的工作越来越使人在精神上遭受痛苦 传送代和装配线的发明 增加了生产 降低了成本 却付出了精神上的代价 它把男人们和女人们变成了被科学的管理者的机器上的齿轮 现在产业工人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 但却被雇来干类似滑奖奴隶那样的工作 他们同这个社会仍是貌合神离的 因为这个社会让这个新阶级为服务于中产阶级的目的而存在 1870至1871年 德国和意大利民族国家的确立似乎使人类世界的政治结构得以稳定 地区性的主权民族国家现在被视为标准的政治单位 自1871年以来 除了1904至1905年 日俄战争之外 没有发生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大国互相厮杀的任何其他战争 1877至1878年 沙皇俄国同土耳其的战争 以及1904至1905年同日本的战争 英国自始至终都未卷入 1865至1885年 俄国吞并了乌虎河要沙水流域和从土库曼到阿富汗的西北边界地区 这一次 俄国避免了同英国的战争冲突 在1881至1904年间 所有非洲国家中 只有两个国家尚未处于西欧控制之下 而在1871年 他们险些直接或间接落入英国的势力范围 在法国 德国 比利时或葡萄牙 争夺非洲领土时 他们之间 没有发生战争 阿比西尼亚 以更名为埃塞俄比亚 最初是指 今天苏丹的东部参加了非洲领土之争 1896年 他是意大利遭到可耻的失败 利比利亚是被解放了的美国黑奴的殖民定居地 他的幸存 要归于他实际上是美国的保护国 所有其他非洲国家和民族都丧失了其独立 在1894至1895年 中国大败于日本之后 英国 俄国 德国 以及法国开始瓜分中国 而此时 他们已在瓜分非洲 在东亚 如同在非洲那样 他们在划分势力范围时 互相避免陷入战争 这些似乎是维持大国之间和平的吉祥之兆 在1890年解除比斯迈职务之后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开始做出挑戏性姿态 但是 从表面上看来 由于大国之间的合作 人类文明世界似乎继续平安无事 并且秩序井然 这八个大国中 只有三个是欧洲之外的国家 即俄国 美国和日本 虽然欧洲国家是主权国家 但比较于1911年发现 除了罗马尼亚和土耳其之外 没有一个国家要求旅行者携带护照 在希腊农村 我能够把金币和法国金币对成银币 因为它在法国 意大利和希腊都能通用 政治上的边界 既为妨碍货币流通 也为给私人活动带来麻烦 尽管如此 不祥之兆已经出现 法国对1871年 被迫向德国割让领土一事 仍然怒气未消 这些地区的居民 并没有对第二德意志帝国 俯首听命 德意志帝国政府 把割来的国土 作为第二帝国的疆土来管理 而未敢给予他第二帝国 组成部分的自治国地位 比斯奈经常被统一的孟严所缠绕 在他下台后 这个孟严很快成为了现实 1892至1893年 法国和俄国通过军事会谈 达成协约 1904年 法国和英国签订条约 1907年 俄国和英国达成协约 1898年 德国开始同英国争夺海上霸权 而欧洲五国和俄国 则正在共同制定战争动员 以及随之而来的海陆军行动的战争计划 自1870至1871年 意大利和德国民族国家完全建立以来 人们逐渐认识到 这就是自然 正常和合法的政治单位 但这一看法是不稳妥的 因为 虽然西欧中民族 包括使用两种语言的 比利时人和使用四种语言的瑞士人 现在都保护着自己的民族国家 但东欧中民族却还没有做到这一步 例如 波兰人还没有自己的独立国家 他们还是俄国 普鲁士 以及奥地利人的臣民 希腊 保加利亚 塞尔维亚 和罗马尼亚的民族国家 渴望得到未收复的国土 这些领土 仍处于奥斯曼帝国 或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 作为八个强国之一的多民族的哈布斯堡君主国 已成为世界上的反常现象 因为民族国家已成为世界上标准的政治单位 在沙俄帝国 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 部署于大俄罗斯民族 德意志民族国家 包括有少数未同化的波兰人 丹麦人和法国人 意大利 在同哈布斯堡王朝的遥远边界一侧 仍有未收复的国土 该数语言于意大利语总之 民族自决原则在1871年 在西欧实现之后 曾给西欧带来政治稳定 而今却成为东欧人的具有爆炸性和破坏性的理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 当民族国家已成为人所共识的准则之际 东欧国家走上西欧民族国家模式的努力 归于失败 使得人类文明世界的政治结构趋于紧张 但是 假定在1914年之前 所有未收复国土因选择了民族国家而统一 所有的属地都变成了主权民族国家 这个结构也仍然会是不稳定的 人类文明世界仍会在政治上 不断被瓜分为彼此独立的地区 因此 在人类的政治要求和经济利益之间 仍存在着不可解决的冲突 地区性民族国家是西方人的政治理想 也成为越来越多的采用西方体制的其他民族的政治理想 西方民族依恋民族主义的力量 已从他们先后成功地挫败了查理五世 肥利二世 路易十四 以及拿破仑打算把政治统一 一再强加给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企图中得到显露 西方在迪奥多西一世和查理大帝时代 曾一度拥有这种政治统一 但是自十五世纪西方人掌握了从中国人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得来的航海技术 而使人类世界变为一个整体以来 民族国家的政治理想一直是某种经济上的时代错误 由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开始的人类文明世界 在经济上的统一 因英国工业革命而得到了长足进步 迄今为止 世界贸易交换的商品大多是奢侈品 作为工业革命的结果 商品交往逐渐包括了越来越多的生活必需品 开创工业革命的英国企业家们 把赢得的利润投入扩大在生产 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 此后英国在全球范围内出口产品 进口原材料和食品 即至1871年之后 德国 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后来居上 夺去了英国的霸主地位 此时世界贸易已波及全球范围 人类文明世界在经济上一体化的开端 是以葡萄牙人发明远洋帆船为标志的 它的完成则以1864年国际电宝联盟 和1875年国际邮政联盟成立为其标志 到那时为止 人类已经变得依赖于经济上的全球一体化 但仍不愿在政治范围内放弃民族分立 尽管从1914年以来 它已经导致了战争浩劫 但这种不相适应的状况仍在继续 这也是西方音乐古典泰日暮黄昏的时代 18至19世纪之交 贝多芬的作品已使它达到极点 西方近代绘画此时已过鼎盛时期 1600年以后 绘画的王位已由西班牙人和荷兰人 从意大利人和弗兰德人手中夺走 瓦特对蒸汽机的决定性改进 使古典的帆船丧失效用 绘画的自然主义流派因摄影的发明而相形建筑 在1871至1913年 这表面平静和繁荣的43年中 画家和作曲家已经审慎地放弃了悠久的传统 正在积极探索丰富多彩的表达形式 显然他们感到艺术的古典风格已经寿终正寝 如同燃尽的煤炭或衰老的中国王朝 处于20世纪70年代 如果回首往事可以看到 西方艺术家们在风和日历的时候 就已经预见到在下一代人的时期内 西方社会将遭受暴风骤雨的侵袭 艺术家的心灵触角对将要到来的事情的征兆 往往具有高度的敏感性 如果我们试图开列出1871至1973年这一时期 人类的经历及活动的清单的话 我们必须记下的第一笔 就是那些不胜枚举和影响巨大的发现和发明 在过去的三百年中 西方人做出了许多著名发现和发明 但在本世纪即将结束的1973年 西方人已经超越了以前 在这些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 弗洛伊德1856至1939年 用人心力中的下意识因素 来说明人的有意识的行为 爱因斯坦1879至1955年证明 牛顿物理学仅在有限的范围内 同现实是一致的 他认为观察是一种相互作用 从而使物理学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 观察者本身即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 而他正是通过时间和空间来观察物质世界的运动的 约瑟夫 约翰 汤姆孙在1897年做出的 关于电子的存在及其本质的发现表明 原子一词是使用不当的 原子已被证明并非不可再分的实体 它是一个缩小了的太阳系 欧内斯特·卢瑟夫1871至1937年 在1904年就预言了原子结构 他于1919年发现了原子核 并成功地轰开了它 詹姆斯·查德威克1932年 有关中子存在及其本质的发现 揭示了原子核的结构 同时 在尼尔斯·波尔1885至1962年的倡导下 物理学领域的这些发现 使物理学家们明白了一条认识论的真理 对同一事物 如果用两种不仅是不同 而且是互不相容的方法去体验的话 是不可能同时被体验到的 尽管这两种方法都是持之有据和必不可少的 在科尔特斯登上中美洲大陆之前 橡胶已被用来制造 供某些危险的体育比赛使用的球 而石油则一直是东罗马帝国的 致命武器希腊之火的秘密成分 在1871至1973年间 这两种原材料已分别用于轮胎制造 和作为内燃机燃料 这使建造实用的汽车和飞机成为可能 航空成就使人成为曾一直是由昆虫 飞鸟和蝙蝠占据的那部分生物圈的成员 人在地理和历史探险方面 同样取得了伟大成就 西方人到达了这个星球的两极 登上了地球的卫星月球 他们不仅发现了米诺斯文明 麦西尼文明和印度文明 弄清了使用一种线形文字表达语言的是希腊人 而且发掘了由八个互相衔接的层次构成的特洛伊古城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 最重要的发现和发明在医药和外科领域 麻醉药发现于19世纪40年代应用的进步 使外科医生能够实施前人无法想象的手术 器官移植是这一进步的最高成就 人们发现蚊子是黄热病和瘧疾的传播者 这些发现使人们分别在1881年和1897至1899年 制造出预防这两种疾病的药 DDT发现于1942年 它使人掌握了消灭害虫的另一种武器 而害虫是同人竞争主宰生物圈的一类重要的非人类对手 西方人的这些发现和发明 是人的勇气 想象力和理智的伟大功绩 但它们对人类事物的影响却是双重的 例如新兴的西方航空技术 同中国人发现的古老的炸药相结合 使好战者让炸弹从天而降 这种盲目性武器的使用 使得好战者同文明人之间的区别荡然无存 而自从17世纪末期以来 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建立起这种区别 在1897年发现 电子之后不到50年 1932年发现中子之后不到13年 两颗油核裂变而释放出威力无比的能量的炸弹 落在广岛和长崎 汽车使人的行动今非昔比 却付出了把城市的触角伸向农村 使马路和街道拥挤不堪的代价 到了1973年 汽车和飞机排出的废弃 使得生物圈里的空气令人窒息 医药和外科的巨大进步 使人的死亡率下降 寿命延长 这是具有对社会和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善行 死亡率的降低 不超过出生率的降低 使生物圈中人口数量加速增长 医学为延长个人生命提供新的可能 使绝望的生命起死回生 在这种或那种特殊情况下 需不需要延长某人的生命 就成为摆在医生病人 病人的亲朋好友面前的一个以前做梦 都不曾想到过的伦理问题 工业革命之前 政府的两个基本职能 就是对内维持法律和秩序 对外与敌 工业革命强加于机械化工厂中的工人 一个新的社会阶级身上的非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迫使政府拥有第三种职能 提供社会福利 1802年 英国实施了第一个保护工厂工人的立法 1883年和1889年 比斯麦扩大了德国政府活动的社会范围 通过未因年老或其他原因而造成的疾病 意外事故和残废的工人提供保障的立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 英国人曾效法了德国的这些合乎人道的新措施 承认政府拥有为其公民提供福利的责任 这是政治领域有益的道德进步 在世界上大多数工业化国家 政府现在除了继续是一个执法和御敌的组织之外 已成为一个福利组织 然而福利国家仍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 要为占人口多数的穷人的利益提供公益服务 就要求通过逐渐提高富人纳税的方法 来增加额败的国民收入 可以想见少数人会反对福利立法 默然待之并且会提出劫难 这是一个道德和心理学的问题 这个劫难是福利国家会使受益人堕落 在20世纪70年代 这个似是而非的劫难被事实所部分的证实 一些国家广泛实行了公共福利保障 但在那里谋生是人的责任这一情感已经淡薄 工作质量标准下降 更为失败的是生活平均标准的提高 却伴随着诚实正值标准的下降 另外还存在着少数穷人 他们中的一部分是来自比较贫困的国家的暂时 或永久的移民 他们的生活条件特别是居住条件 仍在令人震惊的恶化 在私人经济仍占主导地位 政体仍是民主制及议会制的那些国家里 福利立法和工会组织的协作 已使大多数产业工人按照自己的意愿 使他们同中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天平倾向于他们 那些在为人们日常生活提供必需品的工艺事业工作的工人 在讨价还价的谈判中扮演了特殊而重要的角色 例如 码头工人 矿工以及在工店 工热 工水和清除垃圾的工厂工作的工人 相信之下 教师职业的谈判力量是弱小的 虽然从长远的观点看 教育工作者的社会价值至少同其他职业工人是同样巨大的 但他们的罢工不能对社会生活发生直接的使之瘫痪的影响 具有巨大的直接谈判力量的商人是私人企业经济制度的极先锋 他们反对限制众人具有谈判自由的建议 他们为了自身利益自然希望发展自己日益增长的力量 这是同放任主义哲学相吻合的 中产阶级的企业家最早搬来了放任主义哲学 这是一种对产业工人有害的东西 但是现在一个显而易见的观点是世界范围内的劳动的进一步机械化 如果没有政府干涉及社会主义 这是被产业工人吹得天花乱舵的一种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增强的话 将会使生活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不能接受的 虽然在一些议会政权的国家中 具有决定性谈判地位的职业中的工会正在维护其权力 但在苏联 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都处于独裁政权的统治之下 苏联政府拥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 但并未同其沙文主义先辈的行径分道扬镳 列宁 弗拉基米尔 伊里奇 乌里扬诺夫 1870至1924年 本世纪的一位伟人推翻了一个以武力为基础的政权 强加给人们一个同样特性的更为强大的政权 在以尽可能快的速度使俄国技术现代化方面 列宁及其克里姆林宫的后继者也是以彼得大帝为榜样的 1917年 俄国十月革命是由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发动的 布尔什维克是知识分子中少数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一派 他同农民结成联盟 俄国农民希望获得土地所有权 法国农民在1789至1797年的法国革命期间获得了土地所有权 但共产主义的俄国却很快把土地国有化 如今正在大规模的单位内集中耕种 他所遇到的反抗与英国圈地法案实行时并无二致 英国圈地法案促进了生产 但在俄国迄今为止 这一政策一直遭到农民的积极反抗 苏联以其独裁的方式使之成为福利国家 这种福利国家与当今英国相仿 而同俄国过去的沙皇政权相议 例如人们的文化水平得到极大提高 财富得以更为顺利地分配 但是一切诸如此类的国家 无论其意识形态的色情如何 都仍然是制造战争的工具 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 进行的两次世界大战 在死伤人员和破坏程度上 超过了中国1850-1873年的内战 一切战争包括比斯迈的 有限目标的速决战都是残暴的 灭绝种族及大批屠杀文明人 加剧了20世纪两次大战的残酷性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实行过种族灭绝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德国人大批屠杀过犹太人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 只有土耳其人在1919-1922年 反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新的战胜者 以及英国人在1940-1941年 抵抗暂时得胜的德国人 这两个事件大概可以使后代 在回首往事时 不会因表现出人类的邪恶和愚蠢 而感到羞愧 虽然敌我悬殊 在胜败存亡问题上前途未卜 但这两个民族却具有反抗精神 他们都幸运地找到了自己的领袖 穆斯塔法 凯默尔 阿塔图克和温斯顿 丘吉尔他们激励人民起来挽救威王 阿塔图克不仅领导土耳其人民 在维护生存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 而且带领人民进行了西方化的革命 完成了穆罕默德二世未尽的事业 像列宁一样 阿塔图克是知识分子阶层的一员 这个阶层推翻了那层 使他在这个国家赖以生存的政权 在行动上 阿塔图克也像列宁那样 为实现急迫的任务 诉诸于无情的使用武力 圣雄甘地1869至1948年 也是知识分子的一员 他也完成了政治革命 但他的战略是非暴力不合作 他的经济目标 不是使印度完全同工业化的世界相结合 而是割断印度同他现存的经济联系 圣雄甘地的同胞们 并没有响应他的号召返回到 前机器工业生产的时代中去 事实上在实践甘地理想时他们失败了 并且没有避免使用暴力 1947年英国放弃统治时 以前的英国印度帝国 被划分为印度联邦和巴基斯坦 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各地互相残杀 总之 这是在印度斯大陆 消灭了西方帝国主义所付出的代价 那么西方帝国主义留下的历史足迹是什么呢 这就是直到本世纪1973年这个时期 文明世界历史的显著特征吗 统治非西方民族的西方人 一直因暴行而感到内疚 例如1919年 英国人在阿姆利则屠杀印度人 以及给幸存者以巨大羞辱的行径 但是伴随着这些帝国父王的事 获得解放的帝国公民的暴行 1947年 印度斯大陆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互相残杀 实际上又引起了操沃尔都语和操孟加拉语的穆斯林 在孟加拉地区的互相残杀 当印度军队在孟加拉同巴基斯坦军队开战之前 在原英印帝国最早的这两个后继国家的西部边界 一直存在着敌对情绪 在越南南部苏丹布隆迪 刚果尼日利亚西欧殖民帝国的垮台所留下的真空 打开了内战和自相残杀的大门 这些暴力冲突就是政治解放的代价 帝国从来就是为了帝国建立者的目的而强加于臣民的 但是只要这种具有强制性的外国政权存在 其一个附带性的成果就是给陈属的民族带来国内和平 到1973年除了葡萄牙在非洲大陆拥有殖民地之外 仍处于西欧国家统治之下的非欧洲领土 已经剩下为数很少的一些滩头堡和岛屿 然而在南部非洲 欧洲籍的政治上独立的移民们仍然统治着非洲臣民 在巴勒斯坦土生土长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家园和财产 遭到移居而来的以色列人的剥夺 此外在许多非洲国家 西欧人的统治被那些七零零国的当地非洲人所取代 昔日的沙俄和中华帝国 对非俄国和非中国的亚洲人的统治 在共产主义政权的建立中得到幸存 同西欧国家的招生募死的海外帝国相比 这两个大陆国家的陆上帝国的寿命则更为长久 我们已经论及了人类文明世界 在政治上分化为地区性主权国家 和他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全球一体化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正是人类当今困境的癥结所在 人们需要某种形式的全球政府 来保持地区性的人类共同体之间的和平 来重建人类与生物圈其余部分之间的平衡 因为这种平衡已被作为工业革命结果的人类物质力量的空前增长而打破 然而在全球范围内 从事这项事业的艰巨性和非人格性是令人胆怯的 而肩负挽救人类 种族生存责任的一代人仍然正在危害人类的生存 因为他们正在把生命整体打碎为数量更为繁多 而且规模更为狭小的分隔空间 地区性主权国家在数量方面的增长受到 同时在数量方面增长的承接的挑战 这种进一步分化正在导致商业的难于管理性和信息的难于理解性 这种不解决问题的行为并没有消除这种过剩现象 相反人们仍允许这种现象继续扩大 它可能彻底为人类所无法控制 人类所面临的危机与两次世界大战时同样严重 前景令人困惑 显然人类期望在生物圈内继续生存20亿年 其前提是人类的行为使生物圈不至为其过早的不适于生存 但是现在人类拥有使生物圈在不远的将来即变得无法生存的物质力量 因此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会由于人为的破坏生物圈 毁灭人类自身及其他一切生命形式的大灾难而无法生存 这并非是不可能发生的 显然这里提供了两种可能性 但它们肯定不是仅有的两种选择 未来是难以预料的 因为它还没有成为现实 其潜在的可能是无限的 所以人们不能根据过去来推断未来 无庸置疑 过去发生的一切事情如果条件相同仍会重演 但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并不一定会重演 它仅仅是许多未知的可能性之一 有些可能性是不可预料的 原因在于人们不知道过去的先例 在1763至1973年这200多年间 人们获得了征服生物圈的力量 这一点就是史无前例的 在这些使人迷惑的情况下 只有一个判断是确定的 人类这个大地母亲的孩子 如果继续她的是母之岁的话 她将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 她所面临的惩罚将是人类的自我毁灭 第82章 辅今追悉 以史为鉴1973年 未来尚未降临 过去已不复存在 因此当我们和尚史册的时候 过去了的事情都已是无可改变的了 然而这不可改变的过去 并不总会到处重复再现 处于不同的时空之中 它便会一彩分成 而我们所获知的信息的增减 也会改变其面貌 我们对过去事情的相互关系 对它们相应的重要性 对它们的意义的看法 都因现实的瞬息万变 而不断改变 同一国家的同一个人 先是在1897年观察同样的过去 然后于1973年再观察它 使会描绘出两个迥然不同的图画 如果在2073年的中国再去观察那完全一样的过去 肯定会得出更加不同的看法 再如果在2173年的尼日利亚再去观察它的话 无疑会做出更为千差万别的描述 在本章 为了说明问题 本书作者将检出他在1973年所看到的有关过去记录的 一些突出且意义重大的事件 以及在他看来如果在今后的另一个地方观察历史的话 可能重演的现象 这是一个冒险的猜测 自我们的祖先成为人类以来 在迄今为止几乎是全部的历史阶段中 除去最后大约16分之一的时期 都生活在旧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早期 人类采集食物和狩猎的地带肯定是狭小的 众群之间彼此相隔很远 从技术和经济角度考虑 人口集中就意味着要有人饿死 在旧石器时代早期 技术几乎是静止不前的 每一个群体都很小 小到其所有生活于其中的成员都能够互相熟视 这就是延绵至今的人类社会生活的背景 大约在四万年前 至多不早于七万年前 人类在技术方面出现了相当突然和快捷的进步 虽然我们不了解它的原因 但考古学成就已确证它的存在 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工具 已被该时代晚期 经过改进的一系列工具所取代 从那时起 技术持续进步 但它的发展却是时段时续的 技术发明接连不断地出现飞跃 但中间伴有停歇 到目前为止 主要的技术 飞跃年代 是旧石器时代晚期 改进了工具 工件 驯养了狗 新石器时代工具得到更好的改进 与之相随的 使驯养了更多种类的动植物 发明了纺织 编织和制陶工艺 公元前第五千计航海 车轮 冶金和文字 和始于二百年前 现仍在发展的工业革命 机械化方面的巨大进步 这表明 技术进步不是不间断的 而是积累的 为人所知的技术失传 是罕见的 在爱奇海地区 书写方法 失传于公元前第十二世纪 但这只是例外的情况 技术 是人类活动 得以进步的唯一领域 从旧石器时代早期 到机械化技术的进步 令人叹为观止 尽管人在社会性方面的进步 是由技术进步 给人带来的社会条件的变化 所导致的 但是这方面的 进步同技术进步之间 是不相称的 到目前为止 人的一系列技术成就中 最重要的是 新石器时代 对狗之外的动物的训养 以及农业的产生 农业和畜牧业 为后来的所有技术进步 包括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 也为迄今为止 曾经产生和消亡了的 一切文明的生活方式 奠定了基础 新石器时代的村舍 在规模上 大于前农业的采集食物 和狩猎群体 但它还没有 大到其成员相互间的 个人关系 必须要建立公共机构 来维持的程度 新石器时代的技术进步 也还没有复杂到 需要一定程度的 专业化分工 以及在两性生理差别之外的 劳动分工 此外 虽然新石器时代的村舍 是定居式的 但他们彼此之间 却被连绵的人际位置的 荒野所割断 这样 尽管在旧石器时代晚期 和新石器时代之间 技术和生活的经济条件 发生了巨大变化 但是 人类在漫长的 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社交方式 却得以延续 以满足新石器时代 人们生活方式的需要 这就是公元前400年 中国战国时代 道家哲学家们 以怀恋的方式 力图返回新石器时代 生活方式的原因 在那个时代生活的经历 使他们感到 后来的技术进步 带来的社会后果 是不幸的 直到1000多年之后 在中国 文明的生活方式 才取代这种生活方式 1973年 生活在新石器时代风格的 村舍中的农民 仍然占现存人类的多数 但是 他们正在快速地 离开农村 进入遍布各个城市的 平民区 同时 与此相反 农业和畜牧业中 正在实现机械化 而机器的发明最初 适用于工厂 加工非生命材料的 此外 在过去的5000年中 人类文明世界中的农民 一直担负着 供养文明的 上层建筑的重担 这之所以成为可能 其原因就在于 在公元前4000计 技术的进步 开始使生产出来的产品 除了满足 最低限度的生存需求外 有了剩余 而此时 人类从旧石器时代 延续下来的社交方式 已被证明 已无法以道德 和行善的方式 分配使用这些 剩余产品了 部分剩余产品 被滥用于战争 而其余的剩余产品 则被因社会公共事务 而产生的少数社会成员 不平等的占有了 公元前4000计的技术进步 是一些专门从事 某一职业的人 矿工 铁匠 种植者 鼓动家 大规模公共事务 例如新修水利的组织者 应远而生 与大多数 没有技术专业的劳动者相比 专业人员 对剩余产品生产的贡献 要大得多 经济报酬的 有差别分配 尽管失去了 默默温情 而且从根本上讲 似乎是不公正的 但无论如何 这似乎又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 人如同其他生物一样 天性是贪婪的 旧石器时代早期社会 交往水平 对人类欲望的强制性遏制 已经不再适应于 新的技术和社会的情况了 剩余产品分配的差异 表现为巨大的不公正 并且这些差异 还有助于形成 世袭职业 这样 社会不公正和战争 便成为 集体富裕的代价 文明的这两个先天的社会疾病 至今仍然折磨着人类 自从人类文明破晓而出 人类的技术进步 和社会行为之间 便始终存在着矛盾 技术的进步 特别是1773年至1973年 这最近200年间的进步 极大的增加了人类的财富和力量 人类作恶的物质力量 与对付这种力量的精神能力之间的道德鸿沟 像神话中敞开着的地狱之门那样 不断地扩大着裂痕 在过去的5000年间 这种巨大的道德鸿沟 使人类为其自身 种下了极为惨重的灾难 人类精神方面的 不健全已给社会进步造成障碍 因此也给技术进步带来障碍 因为随着技术在规模上的扩大和复杂化 它也增加了对财富生产者 社会合作的要求 自从现行的工业革命开始以来 机械化已带来了 技术进步的第二个限制 机械化正在使工业生产 更为物质化 并以减少人对精神需要的满足 作为代价 这就造成工人的不安定 和工作质量标准的下降 在人类文明的黎明时期 底格里斯河 又法拉底河 和尼罗河下游珠流域 星罗旗部的水利排罐设施 使生产规模得以扩大 这就需要技术操作规模的扩大 并进而要求打破 以社会成员之间的个人关系 为基础的社会交往的限制 使社会共同体的力量 得到巨大增长 在技术需要迫使这些 早期文明的建立者们 超越前文明共同体的狭小限制 把人的力量更多地集合在一起时 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社会制度 非个人的机构 他们能够维系更大的共同体 因为他们能使个人之间 并不相识的人们合作行动 但是这种机构化了的社会关系 既缺少人情味又是脆弱的 在这种社会关系中 人类再也感受不到那种 在家庭中才能感受到的 私人之间的温情 机构总是要面临失去控制 和破碎的危险 接踵而来的便是 掌握权力 负责维持制度的个人 总是面临诱惑 即取消自愿合作 恢复强制 因为社会机构 时常无法唤起人们 进行自愿合作 自从文明产生以来 人类一直是通过国家 来控制社会机构的 这里的国家是负数 而非单数 因为迄今为止 还没出现过 能担当得起领导全球 所有现存人类责任的那种 唯一的国家 总是有许多国家 相伴共存 文明时代的国家 彼此间不是隔绝的 它们互相发生着冲突 而这种冲突 会突然引发战争 而战争 则一直是文明的顾忌之一 国家的通常类型 是地区性的主权国家 并且有许多同类的 其他国家与之并存 今天 全球大约有 170个这样的国家 其政治结构 同公元前 3000纪苏美尔的国家相同 地区性主权国家 是一种难以掌握的机构 它们是两头落空 一个城邦国家 这不是指某个民族国家 也不是指 许多城邦国家组成的联盟 或许多民族国家的联盟 如果过于大 就不能使其社会基础 建立在那种使人 具有家庭感的 个人关系之上 另一方面 最大的地区性国家 仍只是许多 同类国家中的一个 它有发动战争的能力 却不能提供和平 无论在何时何地 都有许多地区性主权国家 互相并存 它们之间经常发生战争 这种战争状态 总是要由 武力建立的某个帝国 带来的强制性和平 作为结局 这个帝国消灭了战争中的地区性国家 拥有像人类文明中心 那么大的 幅圆辽阔的疆土 法老的埃及文明 是在该文明产生之际 以武力 在政治上 统一的唯一例子 它没有经过 地区性国家之间 持久的 预备性的战争较量 它的重要意义是 在迄今出现的 所有文明中 这种文明 是最为稳定和持久的 当今世界上的地区性主权国家 都没有维持和平的能力 也不具备 把生物圈从人为的污染中 拯救出来 或保护生物圈的 非替代性 自然资源的能力 政治方面的 这种全球性的 无政府状态 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因为人类文明世界 在技术和经济方面 已经成为一个整体 在过去的5000年中 人们所一直需要的 在过去100年中 在技术上 一直可行的 虽然在政治上还不可行 是一种全球性的政治体 这种政治体应由 新石器时代的村舍 那种规模的 社会细胞构成 因为在这种规模之内 每一个成员 即是世界之国的一个公民 而他们个人之间 仍便与彼此沟通 尽管如此 人们今天 以不能用野蛮的 毁灭性的 军事征服的传统方式 来实现 人类文明世界的 政治统一了 1945年 尚未实现 政治统一的人类世界 曾遭到新发明的 核武器的突然侵袭 人类文明世界 是不能通过使用 这种致命的武器 来实现统一的 毁灭 而不是统一 将是世界核战争 不可避免的结果 苏美尔 希腊 中国 以及中世纪意大利的历史 记载说明 一个主权国家群体 仅仅是一种 昙花一现的政治结构 在人类拥有 核武器的时代 政治统一 只能是自愿地进行 显然 人类现在 只能是勉强地接受它 所以 似乎可能的是 这种统一将推迟到 人类自身酿成 更大的灾难之时 这种灾难将使人们 最终默然同意 建立全球政治体 因为它给人们 带来的危害会小些 在历史的这一刻 我们人类也许会对昆虫社会 发生兴趣 产生羡慕之情 它们遵从自然 彼此间在广大的范围内 互相合作 单个的蜂 蚂蚁或白蚁 使自己服从于其共同体的利益 并为之而现身 它们的自我牺牲 既不是自愿的 也不是外部强迫的 这是昆虫心灵机制的本能 对于人类这种双重属性的动物来说 要把旧石器时代所参与的 那微乎其微的社会交往 扩大为一种扩展了的 包括整个生物圈在内的人类社会交往 那将是很困难的 因为与白蚁 蚂蚁和风不同 人类不仅是一种 先天具有社会心理的生物 而且还具有意识所驱使的灵魂 因此它能够 而且必须在善恶面前做出选择 幸运的是 人的社会交往 并未限制在满足前文明时代 人类社会的个人关系的狭小范围 一个人在他发现 任何一个处于苦难中的同类时 都会有怜悯之心 即使用一句部落语言来说 这个人是一个外人 一个人会对任何一个病人 和迷路的孩童产生恻隐之心 并会给这些落难者以帮助 在诸如中华帝国 罗马帝国那样的国家里 统治者把自己的统治视为 对整个人类世界的统治 其臣民总是把自己看作 一个世界国家的公民 而不是外来征服者的牺牲品 传教士们打算 把福音传遍整个人类 中国哲学家莫子则宣扬 人类应该相爱 并以无私的忠诚 来为一切同类谋幸福 孔子思想最权威的解释者 孟子曾反驳道 墨子的教条是无法实现的 孟子拥护孔子 维护等级理智的理想 但是经验说明 由个人相识而激发的爱 和仅仅根据一般的人性 需要而产生的对所有同类之爱 并不是社会交往共同 和唯一的表达方式 在印度 爱的范围受到种性障碍的限制 但这种范围仍扩展到了 包括对与人为伴的各种生命物的爱 在工业革命时代的人类文明世界中 人类之爱应该扩展到生物圈中的一切成员 包括生命物和无生命物 这些就是一位出生在1889年的 英国观察者在1973年做出的思考 那么笔者的人类同胞们 又在思索些什么呢 对于过去 人们究竟有多少了解 追溯历史 人们将如何从中吸取教训 从而朝气蓬勃的生活呢 显然 几乎没有人愿意承认 在过去的5000年中 地区性主权国家制度 在满足人类的政治需要方面 曾一再失败 同样也没有人愿意承认 在一个全球性社会中 这种制度必将被再次证明 是昙花一现的 而且这次将比以前更为确凿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人类文明世界在政治上 彼此分隔的各部分在技术和经济领域 越来越密切地相互依赖 但地区性主权国家的数量 也同时增加了一倍多 中国人曾经把中华帝国视为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的天朝大国 他们今天正在思考着自己的国家 作为全球经济场上 处于战争状态国家中的 一元所发挥的作用 可以肯定的是 中国正在忘掉 自己历史上那残酷的一夜那时 中国自身成了地方诸侯国家的战争竞技场 另一方面 中国人似乎对自公元前221年 政治统一以来的历史十分敏感 因为他们正尽力避免国家机器 统农民的疏远 而农民自汉武帝即位以来 便成为中国的悲哀 公元前两世纪 汉武帝在中国首唱 以政绩征目文职官吏的制度 并通过考试 对候选人员的能力进行评判 中国皇帝的文职官吏 是人类文明世界中的佼佼者 他们长期平安有序地 管理着这么庞大的人口 这是其他国家的文职人员 所不可企及的 但是 他们也一次次第失去民心 他们为了自己个人的特权 而耐用权力 从而一次次第 把中国带入灾难 中国的领袖们 正在采取措施 防止悲剧的重演 与中国过去的改革家们相比 中国领导人是否能获得更大成功 人们将拭目以待 但至少他们目前行动的魄力 便是一个良好的征兆 如果中国人真正从中国的历史错误中 吸取教训 如果他们成功地 从这种错误的循环中解脱出来 那他们就完成了一项伪业 这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 而且对处于深浅莫测的 人类历史长河 关键阶段的全人类来说 都是一项伪业 生物圈包 裹着地球这颗行星的表面 人类是与生物圈身心相关的居民 从这个意义上讲 它是大地母亲的孩子们 诸多生命物种中的一员 但是 人类还具有思想 这样 它便在神秘的体验中 同精神实在发生着交往 并且与非此世界具有的精神 实在是同一的 人类具有思想意识 它能明辨善恶 并在它的行为中做出选择 在伦理领域 人类行善或作恶的选择 为它记下了一部道德账策 我们不知道 每个生命短暂的人 在其离开人世时 能否了结这笔账 亦或是像印度教和佛教认为的那样 这笔账 能通过潜在的无限轮 回得 以延续 对于构成人类社会的现实的 个人之间的关系网来说 这本账簿还具有开放性 并且 只要人类允许生物圈 继续成为可生存之地 它便将继续开放 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 亦或将使它得到拯救 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 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 如果克服了那导致 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 人类则能够使它重返青春 而人类的贪欲 正在使伟大母亲的生命之果 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 造物付出代价 何去何从 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 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